第455章,征伐 雷远是荆州兴起的重疆,近来颇有战绩,部下也有实力 这样的声势,用来恐吓一群小利绰绰有余 用来保障他们在京南的安全也绰绰有余 但要说什么,保障众人在襄阳,晚城等地自如行驶 未免太过狂妄了 在场之人没有傻子,都知道雷远这么说 无非是要展现自身的实力 以在日后的商队组建商路维护上占据更大的份额 但吹牛也不是这样吹法 你再怎么兵抢马壮 难道还能潜人到襄阳,晚城来押运物资? 襄阳,晚城是什么地方? 这两座城池是许昌朝廷治下的荆州重镇 背后紧靠着中原,依托着曹丞相的雄狮百万,虎骑千群 就在去年,折冲将军乐静还几番南下 与关羽杀的难解难分 你雷旭之大概是辟处南方 打过几场胜仗就小觑天下英雄 还想把手伸到襄阳,晚城,简直无知的可笑 雷远举目四顾,看到有些人低下头 掩饰脸上的绩效表情 也有些人直接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当然,眼下这局面他们并不敢直说什么 表面上依然唯唯诺诺诺 只不过,听堂里转眼就从哄闹到寂静 谁也不愿出头来接雷远的话茬 试材气氛有多热烈 这会儿就有多冷清 李珍举着一面条幅 左右看看,隐约觉得有点尴尬 他又恼怒于这些蝼蚁 也试得小人物竟敢蔑视自家的将军 心道,宗主对他们还是太客气了 而雷远仿佛毫不介意 他也不去揭破他们 静静地等了一会儿 见无人言语便温和地道 诸位,今日所说的不过些粗糙框架 只要做好了,大家发财不是问题 但要落到实处 所需货品的数量、价格 双方交接的方式 沿途打点的手段 都还需慢慢地商量 今日天晚 诸位也奔波辛苦 不妨好好休息 明日再细谈吧 当下众人都道 好,好 我们正好细细揣摩将军的题 随即雷远转入后堂 众人散去 既然占了县城 雷远也不苛待他们 就在县寺中给众人安排了宿主 有士族上来给宋婉领路 宋婉从深思中惊动 稍稍犹豫了一下 向那士族道 劳烦足下传话 我还有事 想见一见雷将军 因为宋婉是 才坐在雷远身边 士族摸不清他的来路 当下往后躺去禀报了 过了一会儿 一名护从转出来 我家将军有请 宋婉连忙跟上 没走几步 绕过一道高大门坪 便见到雷远和杨逸二人 对座谈话 此军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是投笑了刘备 还是怎的 宋婉心中狐疑 殷勤笑问道 雷将军和杨主布 莫非是救食吗 雷远转顾杨逸一眼 实非救食 只不过 一见如故罢了 杨主布很快就要 折返襄阳去 日后再要相见 可就难了 这话说得不清不楚 宋婉依旧拿不准 杨逸究竟作何立场 这时候 雷远又问 阁下特意来寻我 可有什么指教 韦时并无指教 只是想到 毕竟边县距离襄阳 近在咫尺 不知雷将军会在这里 驻足几日 有关的细节 若不能短时间内 商量停到 日后再想 各家齐聚商议 怕就困难 无妨的 至少明日后日 我还会再边县 足够咱们商量清楚了 雷远答道 明日 后日 宋婉吃了一惊 阁下还有什么事 雷远又问 宋婉顿了顿 答道 我是本地人 今日献成一首 家中妻 子或者恐慌 还望将军宽幼 容我回家看看 以安抚下宗族子弟的情绪 雷远汉首 这是应该的 阁下自去便是 宋婉深深拜服行礼 倒退着往堂外去了 带到他的身影 消失在走廊尽头 雷远笑道 你看 这是来催促我 尽快离开贤地 以免曹军围堵的 只不过 爱着你这荆州主部身份不明 不敢说透 杨姨冷笑一声 只有一人罢了 雷远知道 明日你在看 宋婉得了雷远准许 匆匆赶回自家 只见李方的大门被撞开了 宅院内外都有血迹 他以为 何家都丧于乱军了 吓得魂飞魄散 正在手脚发软 雷远一阵哄闹 妻妾子女见他回来 纷纷迎上 毕竟一场惊心动魄下来 难免悲喜交织 哭哭笑笑 乱成一团 好容易让他们散开 宋婉召来自家的门客首领 他虽是襄阳宋氏的远之 旁之 但因为长期负责货职 身价甚是丰厚 所以 养了十几个凶悍门客 恶奴 日常用来冲场面 门客首领员有两个 一个叫小木 一个叫马甲 可能 两人都是逃奴 逃犯 逃族之类出身 所以 无名无姓 宋婉只唤他们小明 当代的习俗 父母多给子女取贱名 小明以意运气 长成后旁人 也可唤起小明 以示亲密 适才荆州军杀进院落的时候 小木奋勇抵敌 瞬间重伤 这会儿在后院奄奄一息 马甲鸡鸣 带着主母和宋婉的长子 于墙到了格陵避难 是以完好无损的前来奉承 宋婉向马甲问道 家里的门客还与几人 算上轻伤可持武器的 还有十五个 那就让他们继续戒备 另外 尽快搜罗土石之类 把院门堵上 马甲吃了一惊 难道还要厮杀 宋婉叹了口气 此前几个务必被攻破 那还是小事 边线落入敌手 襄阳那边怎会轻忽 你想 边线距离襄阳百余里 距离宇城大营不过四十里 荆州军今晚夺城 至迟明日 朝廷大军必然南下征伐 到时候一场兵灾难免 大家都做好准备吧 我去令人收拾戏软 说完 宋婉急往内侍去 马甲在院中愣了愣 自去招呼同伴 这种乱世 最怕的便是兵灾 如果明日 朝廷大军南下 荆州军退走岛也罢了 怕就怕他们不知死活 聚成防守 偏偏那雷续之 还说什么明日后日 那样的话 荆州军难免要勒令 各家的壮丁驻战 死伤数量 绝不会少 待到朝廷大军 重夺县城 更不免纵兵大略一溃将士 全城的百姓老小 都要遭殃 当下宋氏一家 老小忙乱整夜 做了种种准备 次日凌晨 宋婉领着两个黑眼圈 先往城门处查看 果不其然 四门紧闭 都被卢江雷势 不取严密手把 一副打算驻扎下去的模样 他心里咯噔一声 再往县四去 想探听些情况 却被把门堤士族堵在外头 只说 将军一旦有侠 自然召见 分明是孤军深入到 襄阳城不远 主将却没什么紧迫情绪 这人有什么毛病 这是疯了吗 宋婉又想起 昨晚雷远吹嘘什么 能够保证商骨们 在在襄阳 晚城等地的行事 难道这雷续之暴的 老大的名声 其实是个草包 他在县寺前 群寻了许久 始终没见到雷远 这时候 他已经顾不得什么 乐乡大事 什么生意 满脑子充斥的 都是惨烈冰灾情形 不禁浑身冰冷 上下牙克的格格作响 钱财再多 也得有命去享用 奈何眼前情形 将到五十前后 忽然听得城头上 几处急促的筋骨声响起 来了 来了 送晚连声叫苦 再往自家院子狂奔 沿途又见有几户人家 开门出来 还心道 定是朝廷大军来了 贼人猖狂不了多久了 都是蠢货 送晚直觉一口气 憋得胸口声疼 第四百五十六章 旧兵 这些年来 送晚见过数次大兵 过境的惨烈情形了 他本来居住在江陵西北的乌服役 那座小城地处京香道上 又是菊水 张水 驼水汇集之处 足足经历数百年繁盛 城中多有店铺 普通民众也不在少数 但自从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 整座城镇瞬间狼藉 送晚清晰地记得那情形 义中到处都是被洗劫的楼宅乌语 还有许多被大军屠露的百姓 躺倒在街头 鲜血流了满地 有些富户 大宗以为可以闭上大门 依托礼方宅院自保 最终也全都变成祖上鱼肉 甚至妻女都不免凌辱 当时 送晚何家园也难免一死 是因为 向曹公成帝想表的族长宋中 恰好随军南下 才就下了张陵宋氏这一支远方族青 此后 宋晚举家迁往北方 听说乌服役已经被完全废弃 城池中的砖瓦木料 都被挪用来建造卫护江陵的小城 也就是迷城 此后数年间 曹孙两家在京乡到沿县往来拉锯 一次次让宋晚知道了 什么叫贼过如书 兵过如碧 有时候是曹军 有时候是江东兵马 有时候是因为打到敌境 而纵兵掳掠 有时候是为了避免敌军掳掠 而先下守为强 无论哪一家的兵马 带来的总是屠戮 焚烧 隐辱 掠夺 这使得京乡之间 再也没有零星散步的小村落 百姓们要么流亡 要么聚集到坚固的雾壁或城池中 可惜 这回雾壁和城池都就不了大家 雷远孤军深入 攻取边陷 必然引起襄阳 移城等地曹军的猛烈反击 这将会是一场大战 而大战之后 唯有玉石俱焚 宋晚加快脚步 他有个秘密 去年的时候 他偷偷在后院挖了个隐蔽的地窖 地窖里 常备食物和饮水 若提前将自己的妻 此藏匿其中 或许能有万一的机会避过劫难 然而刚到宅院门口 他心头一凉 几名甲昼鲜明的五人 正立马于院门前 为首 一人弯着腰 和守在门口的马甲说话 他的战马 不耐烦地喷着响鼻 在寒冷的空气中 冒出鼓鼓白雾 宋晚在此 有话好说 宋晚大喊着跑过去 那说话的五人一回头 宋晚便认出了 正是昨日晚间为雷员 打开条幅的护从 宋先生 我们奉命带你上城头一叙 我家将军有请 好 我马上去 宋晚连声道 然请足下稍等 有几句话 要和家人交代 将军催得很紧 请立即跟我们来 护从的答复礼貌却坚定 他的同伴们勒马过来 围堵在宋晚身前 甚至还牵来一匹从马 宋晚只能连声苦笑 随他们上马离开 几名门客凝视着家主远去 有人道 你们猜家主想 和家人交代什么 另一人道 无非是那个地窖吧 他以为 我们不知道呢 宋晚并不知道 自家的秘密 已经不是秘密了 他忧心忡忡地 跟着雷员的护从们 来到城头 再度见到了雷员 和昨日那些 共同商议的商骨和小利们 雷远隔着老远看到了 从不到现身的宋晚 微微汗手 向他打了个招呼 而其他人 谁也没有理会宋晚 他们都在往外看 有人藏在夺口后面 全神戒备 有人战战兢兢 也有人压抑不住 欣喜若狂的神情 宋晚随着他们的视线眺望 在距离城池不远处 有几只小规模的骑队 正在驻足 马上骑士冲着城头指指点点 有时候将马一赶 逼近到城下 当城上的弓箭手坐式射击的时候 再飞速地折返回去 还有几只同样规模的骑队 沿着关道快速前进 毫不停歇地绕过边线 继续向北 在这些骑队后方 视线尽头处 还有一支规模巨大的军队 虽然此时距离上远 但那些旗帜的形质 甲昼装具的色彩 都是宋晚见过多次的 那是曹军 这支军队分成平行的十余支纵队 在浓云密布的阴沉天气下 迅速前进 因为天气盛寒的原因 地面积雪未化 所以大军行动 并不激起腾空的尘埃 也正因此 可以看见密密麻麻 如以群般的将士 还有汹涌的骑队绵延不绝 仿佛黑色的波纹 漫过白色的平原 当他们渐渐接近的时候 脚步和马蹄踏击大地的声音 宛如闷谷轰鸣 混合着铁甲和兵器 碰撞的铿枪声 令人油然而生 肃杀之感 这应该是折冲将军的兵马啊 有人忽然叫道 看见了在风中翻卷的月字军旗 他们又是从东南方向 沿着汗水而来 这真是乐尽所不 自从雷远率军攻克边线 城中许多人都在期盼着 襄阳曹军发起反击 夺回城池 如果襄阳城的守军不便出洞 至少北面移城 大营的曹军可以来 他们也隐约发觉了 雷远的部下们 数量并不很多 只是仗着出其不意夺城 真要碰到大军攻打 必定不是对手 现在的情形 比他们预想得更好 居然有折冲将军 亲自率军来救援 那是至少一万人 甚至更庞大的兵力 那是五倍 十倍的优势 以致攻打雷远所部 真如泰山压顶 没错 正是折冲将军的大军来了 立即有人响应前者 大声呼号起来 城头上的小利们一阵骚动 好几个人都大喊起来 这些人或者是边县当地 有实力的宗族人士 或者是襄阳郡下属的利员 自有其影响力 听到他们的喊声 城头和城下多处 都有人喧哗大闹起来 曹丞相的大军来了 边县的天又要变回去了 这时候 再和那雷远不清不楚 难道是要给自己家族 带来谋反的罪名吗 不趁这时候 与荆州军切割清楚 更待何时 这喧哗轰闹 很快蔓延到了更多的人 在城头下方 有几处堪压边县县兵 俘虏的栅栏内 恍呼乱吼之声大作 有人开始推草栅栏 手把的炉江雷势不取 用刀鞘或枪杆乱打 但还是压不住躁动 有人开始向着雷势不取 大声怒骂 然后惨叫声响起 那叫声凄厉无比 一听就是雷势不取 在毫不犹豫地杀人 城头上的伤骨和小力 于是又冷静下来 有人偷偷向城内偏一眼 看到在高处 紧接的公母手 直接瞄准闹得 最凶的极楚乱射 见识所及之处 立刻有人倒地流血 更多的人 立即与那几名凶悍暴跳之人 拉开距离 下个瞬间 更多的箭矢落下 将目标射成了刺猬 躁动很快就被平息下来 而宋婉注意到 雷远自始至终 都不见半点慌乱 至于随在雷远身边的杨仪 脸上只有沮丧 第457章 欢迎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害怕 这是在边线啊 距离襄阳才一白脸 难道他还有什么额外的评鉴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 任何可怕局面的宋婉 满心的茫然 与此同时 被边线官吏们 寄予厚望的 折冲将军乐静 也一样满心的茫然 三年前 曹公在赤壁战败 随后征南将军曹仁 不敌孙流连军的进攻 败离江陵 负责留守襄阳的 折冲将军乐静 就在事实上 担负起了荆州北部的方面之刃 包括满宠 文聘 吕长等江 全都是他的府闭 乐静素有萧果之称 齐永汉猛训的作战方法 在面对江东兵马的时候 屡次获胜 后来驻扎在江陵的 换成了刘备麾下的荆州军 乐静仍然几次挥军南下 连续击破巡口 京城 静陵 京阳等重要据点 甚至冰封直逼江陵 就在不久前 乐静趁着深冬水浅的时机 再度出兵 意图重创荆州军的机动兵力 同时摧毁京州军 在江陵以东的重要据点华戎 华戎周边的大小湖泊 守则不下百余处 每年三四月以后 下水洋水全都暴涨 有时候整座华戎县城 四面环水 完全成为水军自由出没的区域 想要攻向此地 仅有的时间段就在冬季 此番乐静动用的兵力 合计约有15000 包括他自身的本部兵力7000余 江夏太守文聘 索部3000 襄阳太守旅长索部2000 南乡太守复方索部2000 另外 长期驻扎在樊城的奋威将军满宠 也派了千余人随行 按照事前的计划 先由吕长 复方索部和满宠之一部 大张旗鼓顺汗水而下 此行多挟资重 庄剧 伪庄城将要攻占京城 并长期占据的姿态 而乐静率领本部随之寂静 在秘密以江夏太守文聘 带兵从安路出发 穿越冬季干涸的诸多沼泽直扑滑容 吕长 复方 两部和满宠之一部 合计5000人 又有速将带领 乃是正兵 而文聘所部齐袭华戎 则是骑兵 一旦荆州军被正兵吸引 双方在京城一线对峙的时候 江夏骑兵直取华戎 立即焚烧荆州水军基础 带到荆州军发现水军基地被毁 军心动摇 乐静本部在一举杀出 底定胜局 这是不少参谋们仔细筹划后的战术 考虑到关羽本部 除了水军和各处承赛的守军以外 能上路攻占的机动兵力总数 不过5000余 几方拥三倍的力量 以正合 以骑胜 足以置之 然而 吕长复方两部方才抵达京城 就遭到关羽亲自领兵冲阵 关羽只一击 就在千军万马中 斩杀了南乡太守复方 吕长慌乱中 难以收勒不下 数千人四散躲避 遭荆州军追击刺杀 壮弱虎入羊群 吕长且战且退 只退到三十里外 才依托地形稍稍稳稳住阵脚 布下兵马 折损过半 这时候 乐静率军赶到 与关羽所部对峙 按照乐静所想 哪怕接战不利 若能够一直对峙下去 文聘未必不能攻下华容 可是就在这时候 忽然天降大雪 文聘行军的路线 要经过诸多胡泽 渡过汗水 哪怕冬季水浅 到底潮湿泥泞 此时 路面被漂洋大雪一罩 原本能看清的地面状况 完全被遮蔽了 战马和人常常走着走着 忽然就身体下沉至墨西 又因为大雪的缘故 难以收集马料 就算有吃的 战马饮用血水 也多生病 他这一路在恶劣环境下 挣扎了两天 将士病倒者数百 匹匹战马都吊标脱毛 这时候又听说 荆州水军从华戎南面的下水入汗水 截断几军后路 文聘断然下令撤兵 如此一来 原本三路人马奋进河基的局面 成了乐静与关羽的当面对决 乐静自视鹦鹉 初时倒也不惧 两方对峙数日 暂时尚未奋出高下 直到昨日晚间得到急报说 有一支荆州军从金山中杀出 夺取了边县 边县如果有失 乐静返回襄阳的后路就受危险 这就有点大事不妙了 乐静得报 立即将信使关了禁闭 又烧毁文书 严禁消息外泄 以免动摇军心 但传来消息的 又何止一个两个信使 那支荆州军从边县到家石 张湘等地横冲直撞 不止夺取边县 还连续攻破了十余处务壁 这些务壁中的告急使者 东奔西走 早就将消息传遍军中 哪里是乐静能控制得了的 他知道大势已去 连夜退兵 好在关羽道不急着追赶 乐静顶着彻骨寒风 奔走了一整夜 次日上午也不停歇 一口气赶了百里路程 直到边县左近 他才贺令全军稍稍缓步 竭力整肃队形 百足威风向前 乐静已经做好了 边县城里的荆州军 出城拦截的准备 几方是疲惫之军 堕归之军 而边县里的敌军以以待劳 以保待机 这场仗断不好打 但又不得不打 但是乐静茫然的是 这边县城里的荆州军 似乎并不甚多 而且竟无开城作战的意思 这是为什么 突然摆一支兵过来看血 那么 如果我索性下令攻城 歼灭这支部队呢 如果关羽的追兵到来 我以边县为平 背城而战 岂不美哉 他忽然发现 局势并没有如自己想象中那般恶劣 扭转局势的关键节点 就在眼前 一时间 反倒有些举气不定 这时候 身在边县城头的雷远 忽然起身 站到城台高处 急目眺望 看了一会儿 他向杨仪招手 杨主部 请上前来 杨仪这几日里 为雷远抓捕 荆州各地的商骨 小丽 忙得不可开交 简直有鞠躬尽瘁的气概 但他曹公麾下 荆州主部的架势 尚在 听得雷远召唤 他冷哼一声 方才出炼 何事 雷远请杨仪站到自己身边 笑道 之前数日 听说 曹公新任命了 傅君夫刺史来襄阳 我就和不相的说了 应当折腾点声势出来 已是欢迎 杨仪摇头 不敢当雷将军的深情厚意 不必说得太早 雷远沉声道 想要欢迎赴刺史的 可不只是 我这奋威将军 他抬起手 为杨仪指示方向 杨主部 你看 虽说天空阴沉 可因为周边视野 贫困的缘故 站在城台 可以看得极远 两人一起 往边线东面看 可见宽阔 而浅缓的汗水 这段河水 蜿蜒辗转 河面上有大片沙洲 距离县城 大概有五六里 在一处河湾地带 有片较大平地 杨仪记得 这河湾处 有个小规模的聚落 叫做蓝口聚 此时此刻 在河湾处 停泊了一支 上百艘舰支组成的船队 船只有大有小 有的是军舰 有的是征用的渔船 因为逆风的关系 船只不打翻 只见强弩如铃 一队队全副武装 敌士族 正落一下船 在蓝口聚以外 列成军阵 这时候 整座军阵 已经大概成行了 中军位置一面 极大的将军 大到缓缓升起 大道上 弹见一个官字 玄德公麾下 号称万人敌的名将 荡扣将军关羽 领兵到了 杨仪觉得一阵晕血 不得不按着成蝶 保持平衡 这是官将军的兵马 他们昨日 在京城登船 沿着汉水北上 正好来此阻截乐境 雷远道 杨主布 这才是我们要 折腾出的声势 赴刺史新官上任 一定会很喜欢 说到这里 他又俯身看看城头处 尚且无知的边线商骨 小利们 忍不住笑了起来 此战之后 边线已难 尽数落入 我方掌握 哪怕襄阳 凡城 兵马也能招发西智 这样一来 商队在襄阳等地的安全 我就可以保证了 第458章 敌军 关羽是刘备麾下的万人敌 也是当今天下最擅长杀场攻伐 斩将千奇的名将之一 这一点 就连曹公本人也同意的 但落到曹营诸将 未必人人都服气 毕竟都是厮杀敖战的猛人 若缺了不认下风的凶结气概 那也不用打仗了 直接认输就行 乐境便是不服气的人 新平元年曹公公徐州 与刘备交战的时候 乐境没有参与 但建安四年曹公在攻徐州的时候 乐境却是亲身杀戮下批的曹军先锋 当时 关羽是穷历劫投降的姿态 乐境可是亲眼见到的 后来 关羽在曹公仗下效力 斩杀炎梁 解了白马之围 一时名声大震 同时 乐境也从徐州持缘于静 并领不起5000渡河攻击线 或加 焚烧宝具30余屯 斩首 俘获各有数千 降服袁绍将领和帽 王摩等20余人 以攻击而论 乐境丝毫不觉得自己逊色 建安13年以后 乐境长期驻扎襄阳 其间与关羽交手数次 他也不认为自己落了下风 大体来说 秋冬时几方南下 春夏时 荆州军反攻 江陵和襄阳间的成赛 反复一手 兵力各有折损 这回乐境挥军南下 不求一劳永逸大胜 而充分发挥兵力优势 灵敲碎打的 压制荆州军的据点 而这些据点到了 春夏涨水的时候 又难免会被荆州军一一夺回 这是过去数年间习惯了的局面 双方静静退退了这么多次 乐境觉得 早该有些默契了 问题是 关羽忽然动用了手头 绝大多数的激动兵力 在这盛寒时节 猛烈反击 问题是 吕长和富方这两人网称速将 竟然连关羽的一次冲击都没顶住 想到这里 乐境忍不住 狠狠瞪了一眼吕长 富方在出任南乡太守前 本是荆州地方的湘豪 少有领兵恶战的经验 但吕长是曹公麾下吴猛都尾 自官渡以来 久力沙场的 怎么就如此无用 更麻烦的是 新任的荆州刺史富群 乃是一阳明氏 富方的同族 新任刺史刚一上任 族兄就战死沙场 这让乐境很难交代啊 以乐境的身份 地位 当然不至于顾及一个单车刺史 但二千岸阵亡不是小事 若富群非要揪着做文章 双方这口水仗 有得打了 乐境皱了皱眉 决定还是先攻下边线 是采往京城方向搜索的尤其回报 三四十里内并无追兵痕迹 看来 关羽并未全力追击 既如此 不如夺回边线 暂且落脚 看城头情形 攻占边线的荆州军 数量不多 只要为三却一 轻易就能将他们逐走 之后驻军边线 对外声称战事尚在激烈进行中 只要抓住机会打几个胜仗 无论大小 对曹公都有交代 于是他传令各军止步 先稍事休息 用点石水 干粮 然后攻打边线 这时候 天色依旧灰暗 明明已到五时 天空却仍像是黎明般 只蒙蒙发亮 风势倒是减弱了一点 乐境再马上直起身子 向四周看看 择了一处靠近水泽的缓坡 作为临时驻地 随即又分派人马 各自执行任务 元属富方的残兵败将 都去砍伐树木 预备攻城器械 披甲骑马的一部精锐 绕成奔驰一周 既用作威慑 也防备突袭 再集中了分散在各部的古号手 肋骨吹号 以振奋自家的士气 唯独没有设立迎诈 皆因绝大多数将士 已经疲累之极了 却至多休息一个时辰 之后又要攻城 这时候 一点体力都不能浪费 饶事如此 许多贪坐下来低士族 还哀声叹气 有些人累得不顾寒冷 直接躺在铺着冰雪的平地上 一动都不想动 乐静又连忙派出护从 勒令将士们收集甘草 大部分铺地 其余的都用来烧火 几名护从临时立了一座小杖 又取来毡布 皮球等铺设 请乐静 吕长等将领进去歇息 乐静领着几名将校入内 吕长迟疑了片刻 扬声道 我去看看敌军动向 攻城的时候 我来负责一面 也不带乐静答复 他转身就走 吃了这么大的亏 日后难免要追究败战的责任 吕长很清楚 乐文谦多半是想把父方之死 归咎于自己 此时让他进仗和乐静笑脸相对 他实在是提不起那精神 但是 乐静要攻取边线 少不了自家麾下两千兵将的配合 吕长想着 不妨稍稍走得远些 仔细勘察城池形势 若能够在攻城过程中立下功劳 以后便有将功赎罪的余地 这样想着 他强自打起精神 带领轻信不屈两百余人 离开大军驻足的缓坡 部署何卫问他 校尉 我们往哪里去 吕长提边一指 边线北面有山 虽不甚高 足以俯瞰城池 摸清守军的底细 我们登山一关 于是一行人向北踏雪前进 约莫走了三五里 平缓的旷野间 出现了高低不等的小山包 道路两侧的陵木渐渐密集 还有沟壑绵延分布 吕长正打算登上山包看看 呼见山包后方 一起狂奔来 马背上的人影 双手抱着马颈 身体随着马匹的动作起伏摇晃 似乎随时会摔落到地面 吕长连忙催马迎上去查看 带马烧停 他便认得 马上那人乃是乐静的侄乐静 为负责斥后 轻骑的督将 乐静身上中了好几只剑 伤口的鲜血 顺着马背一直流淌下去 汇集到马腹下方 再滴滴答答地落到地面 在雪地站出红色的印记 怎么回事 吕长大惊 你不是 应该往一城去传信的吗 你的部下门呢 乐静勉强抬眼看看吕长 呵呵声音了两声 似乎说了什么 声音没在呼啸北风之中 听不清 吕长赶紧凑近些 可是乐静脖梗一软 就断了气 这时候 何卫忽然手指着北方 大叫起来 校尉 我们赶紧走 吕长随着他所指示的方向 赫然发现 北面灰白色的地平线上 有连绵的黑影出现 好像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正从那面压了过来 虚域之间 地面积雪 也开始微微抖动 有经验的将士都知道 这是大队马蹄 踏击地面的声音 难道那是敌军 吕长难以置信地看看左右 敌军怎么会从北面来 现在哪是讨论的时候 何卫顾不得言语 探避过去 拉了吕长的坐骑缰绳 走 走 走 一行人有马地催马 没马地拔足就跑 吕长道还有点胆色 他夺回缰绳 勒马在原地打了两个转 竭力想看清来的是奶路人马 同时还拔刀在手 向几名轻卫高喊道 不要慌 快放名店 快放名低市井 喊了没两声 鞋刺里一标骑兵猛撞过来 来势快地犹如闪电 为首义将骑着高头大马 手中巨朔 如独龙般探出 瞬间就在吕长的胸口 添了个碗口大的窟窿 何卫看着主将被杀 吓得魂飞魄散 疯狂奔逃着 直奔出半里地 才想起取出脚弓 又自建囊里 逃出想见 可惜 方才搭建上弦 还未来的急射出 身后动人心魄的鼓声 已经震天响起 仿佛滚滚霹雳 震动了整片原野 第459章 导阵 一击格杀吕长的大将 正是关羽 吕长在曹营的职位 是吴猛校尉 历劫中狼将 在河北 中原各地的战事中 他也是无数次 先锋突阵赚来的功勋 单论县阵杀敌的个人勇力 不逊色于曹营诸多中将 但在关羽面前 他的个人勇武 完全不存在 关羽随手一击就要了他的性命 并不比常人杀鸡困难些 关羽也不再关注吕长的尸首 他稍稍勒骂 伴随着隆隆古典 缓步向前 毕竟在冬季枯水期 船舶容易搁浅 荆州水军从下水入汗水 只能调用小型军船和渔船 而且因为是逆风的关系 要用大量人手划奖 所以 从华融出洞的船只 多达百余艘 但实际 在京城装载的兵力 其实并不多 就只有两千人 其中骑兵八百 不足一千二百余 此刻 这两千人的队伍 便以关羽为中心 一边前行 一边调整阵列 最前方的是关羽 他领着两百骑兵先行 速度非常之快 数百马蹄 此起彼伏地 践踏在白色的原野上 踏出笔直的黑色痕迹 其次便是关羽本队 他率领着五六百骑兵 随在关羽后方 保持稍许缓慢的速度 与关羽的距离 从起初的两百步 慢慢延长到三百步 四百步 在本队两翼 各有五六百名部族 奔跑向前 按照关羽的命令 不断展开阵线 如果从空中俯瞰 关羽所部 像是一支巨大的剑簇 直射向纷乱的曹军队伍 本队就像是 刚剑有力的剑羽 掌握整支剑矢的平衡和方向 而两翼的部族 则仿佛弧弧形的弓壁 虽然单薄 却孕育着巨大的力量 边线城台上 雷远翼太轻松悠然 甚至将手肘支在成蝶上 自在的有点过分 他指示着这只军马 向着簇拥在身边的人道 且看官将军破敌 乐靖的兵马驻地 全军备战 乐靖面色如铁 高举长刀鹤令 敢有妄动折斩 慌乱折斩 不听号令折斩 随着他的号令 上百名夹士奔走四方 立即拖出违背军令的数十人 直接在军阵前方斩首 乐靖心里已经明白了 关于所仰赖的 无非是水军 只不过 自家多少年 都在北方平原纵横驰骋 习惯了用来调动兵力的 只有陆路 一到战局紧张的时候 压根就考虑 不到水路的作用 昨夜自家领人狂奔一百余里 累到精疲力竭 可是 关于只需要 等到荆州水军速汗水而上 他们在京城登船 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醒来正好在边县附近拦截 可笑自己刚才居然还想着攻打边县 这是习惯陆战的中原 河北诸将的天然烈士 数十年军旅生涯 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验 也禁锢了他们的头脑 让他们总也扭转不了思维模式 可关于怎么就能统领万人规模的水军 在江汉间来去自如 这四不是冰州人吗 冰州那鬼地方都是沙啊 难道他的脑子就好使一些 乐静强行压抑住自己破口大骂的念头 竭力指挥将士们摆出防御阵型 对攻是不可能的了 将士们的疲劳尚未恢复 硬碰硬的反攻 往来调动兵力 只会消耗掉将士们最后一点精力 好在自家驻地周围都是平野 关于所不没法突袭 自己有足够的时间编整阵型 好在此刻身边的兵力足有万人 看起来是关于所部的数倍 凭借兵力优势 能够慢慢地将他们磨死 只要顶住一开始的猛攻 稳住局势 我们一定能赢 护从们推来两辆自重车 又在车顶覆盖木板 乐静越身上车 又令人在车上堆放自重 落起一个足有障许的高台 因为堆的仓促 高台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 乐静收刀入鞘 不顾自己身批重甲 攀缘到高台上方 旋即他喝道 把将棋举起来 举在我身后 乐静虽然身材短小 此时却赫然成了 全军最高大之人 无论在哪里的曹军一抬头 就可以看到 自家主将持刀昂然而立 他毕竟是曹公 麾下得享大名的仲将 自有威士 也得到将士们的信赖 将士们见他不动 就慢慢从惊恐中恢复过来 乐静随即传令分派任务 一个个传令兵从他身前急奔而出 四散入各部 进万军马随着命令而动 须于之间 中军立阵已定 左翼立阵已定 右翼立阵已定 略微松散了点 不过勉强够用了 由此可以看出 尽管在京城受挫 又长途奔亡疲惫 局势落在下风 可是乐静遭逢袭击 却并没有因此而慌乱 更没有退却 动摇的想法 此人不愧是曹银名将 知道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只要稳住 只要稳住阵列 让关羽突不进来 就可以充分发挥兵力优势 乐静高举长刀 纵声咆哮 关羽轻视我军 所以才带了两千人 就来攻打我们上万精兵 我军五倍余敌 今日必胜 谁能展观于首级 我必秉明丞相 封万护侯 与此同时 无数都博 取偿在阵列中 此起彼伏的大喊 退后折斩 为妾折斩 弓箭手准备 边线成头 杨仪摇头道 折冲将军 结阵一臂 关羽轻敌了 贺松手按长刀 冷哼一声 雷远扭头看看杨仪 哈哈 下个瞬间 无数箭矢从曹军阵中 蓬然升起 又如漫天蜜语般落下 嗖嗖地灌入荆州军的 棋队中 多匹战马重箭哀鸣 连三接二地滚倒在地 冲在最前的关羽所部 迅速通过箭矢的射程 身后留下数十名死伤者 整支骑队明显稀疏了很多 关羽本人身披重甲 战马也披着皮凯 甲上扎了七八支箭 便如刺猬也死 他带着这些箭矢 冲进了曹军队列 杨仪虽是书生 却颇有眼光 他继续摇头 哪有这样 直愣愣用兵的道理 冲不过去的 关羽所部的动作又慢了些 折冲将军 或能围杀关羽 这家伙会不会说人话 贺松握着刀柄的手紧了几回 好不容易才压抑住 将杨仪砍死的念头 站在后头的宋晚 看看贺松 倾经抱起的手背 有些担忧 雷远依旧笑而不语 没过多久 关羽迅速冲破了曹军的第一道防线 喊杀之声 震天动地 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的曹军军官 不带乐靖发令 便下意识地领人围逼过去 请客间将关羽围了里三层 外三层 乐靖身边的将校们 剧都喜笑颜开 乐靖忽然大喊 全都给我站定了 不许再行围攻 各部将士 妄动者斩 众将一时恶然 这军令尚未来得及传递下去 姗姗来迟地关羽到了 他所选择的突破口 是曹军注意力 被关平锁部前队所吸引后 队列中稍纵即逝的一个缺口 缺口仅仅出现了一瞬 宽度也不会超过两丈 按说这样的缺口眨眼功夫 就会被弥补 偏偏此前 关羽锁部骑兵的速度不快 这时候 恰与挥下两翼排开的部队 一起杀到 部族们虽不足以撼动敌阵 声势却浩大异常 瞬间数十丈宽阔的正面 全都接敌 骑状宛如岩浆流入海水 无一处不沸腾 曹军哪里顾得上填补缺口 关羽锁部骑兵号征已挟的 对着这个缺口猛冲了进去 战马与人的撞击 武器与甲州的撞击 武器与武器的撞击连续不断 会成浪潮拍案般的轰然大响 在巨响声中 这个方向的曹军根本无力抵挡 连续几道防线接披尼而走 甚至有带兵军官拨马逃窜的 而关羽纵横驰骋踏阵 如入无人之境 前面的部队溃败得太突然 乐境所部的中军 顷刻间暴露在关羽的猛攻之下 面对着批波展浪而来的官字大旗 他们瞬间失去了结证战的勇气 甚至组织不齐 有规模的抵抗 这就赢了 这才多久 贺松看直了眼 他自己也是精通骑兵战术的行家 这时候忽然问 将军 听说你在益州曾遭马超冲阵 以你看来 关将军比马超如何 雷远不答 原来 他看似悠闲 注意力早就集中到了战场局势 这会儿全神贯注 根本无暇回答 贺松又去问李珍 李珍作了作牙花子 不知该怎么回答 杨仪颤声道 关将军真乃神人眼 第四百六十章 死战 片刻之前 乐境仍有信心 他的兵力优势仍在 毕竟是上万人的兵马 就算前方几道防线 全都崩溃 动乱要蔓延到各有同属的不同部队中 还需要时间 他也不是没有面对过 勇将突阵的情形 关羽再有 难道还能超过当年 在蒲羊底底的吕布吗 就算是面对吕布的冲击 只需要将阵型张开 先散后聚 就能够 把少量敌气围困在该心 用人命填色住他们游走突击的所有空间 进而将之歼灭 我还没说 他挥一刀向后方持齐的将士大喊 给我摇旗 击鼓示意 中军不动 左右两翼包抄过去 在他身后的军旗左右几百 战鼓一停再起 换了个急促古典 他过去数年驻扎襄阳 练兵不错 部下确实堪称精锐 哪怕这时候 各个皮类已急 依旧能够本能地遵照号令变化阵型 可这些皮壁之众 再怎么变化阵型 还有用吗 乐镜帐下 齐独许军带着数十旗 分布在部族横列之后 既作为预备队 也能随时执行军阀 这时忽见前方横队波分浪链 一镖 齐队从正前方冲来 许军也是永汉 仓促间来不及呼嚎部署们 就直接挥动长矛向前 但对面一名长须漂浮的敌将 挥动手中长朔 只一击 那组有两尺长的庞然锋刃 先从他的手腕划过 将他的左腕和长矛 全都割成两截 随即长朔 继续下落 从许军的左肩砍入 斜向切到右下腹 因为两码交错的速度太快 直到那长须敌将纵旗 奔出树杖 许军的上半身 才和下半身分开 胸腔和腹腔里的血管 滋滋地喷射着鲜血 向空中站出一朵硕大的血花 下个瞬间 无数崩溃逃窜的曹军士族 向许军所步的方向 横冲直撞而过 许军身旁的同伴们连连呼喝 却被卷在败兵之中 不得不继续向后奔逃 一时间 乐静麾下稍有见识的将校 脑海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 如比炎凉文丑如何 这是关羽 开什么玩笑 谁能敌得过他 再站下去 一定会死 几名帐下 都意骑者反身 攀上资重车的顶端 向站在更高处的乐静大喊 将军 快走 快走 乐静尚未回答 他们已经奋力摇动高台的基础 让乐静一个翻身掉了下来 虽说有部署们七手八脚扶住 可这猛然一坠 使得乐静上下牙齿 重重咬了自己的舌头 张嘴还没说话 嘴角已经一出血来 乐静大声喝骂 不要慌 让将士们站定了 稳住了 不要慌啊 话虽如此说 可他舌头被咬出了大口子 每说一个字 都会从嘴里喷出血 每个字还都说得口齿不清 护丛们压根没注意 他究竟想说什么 抬着 他就往后阵挤走 停下 停下 他又挣扎着大喝 乐静自己个子不高 为了彰显威严 身边的护丛们 特意都选用标形大汉 这些护丛们若持刀肉搏 每个都不是乐静的对手 但此时十几个伺候一个 把乐静抬了就走 乐静竟没法挣脱 他们动作又特别大 乐静只觉得被晃悠的恶心 没走几步 连兜眸都被晃丢了 势才他站得最高 看得也比常人清楚些 在他眼中 关于所部看似不顾一切的突击 其实每一次冲杀 都恰到好处地选择了几方队列的关键节点 斩杀指挥中枢 或特别引人注目的将校 而一旦达成目的 他们又会稍稍放缓进攻的速度 一方面与跟进的部族会合略做喘息 另一方面使得造成的恐慌进一步扩散 其实 这只军马的进攻节奏 堪称步步为营 井然有序 可是在防御方的感受中 却只觉得敌人视若疾风烈火 根本无可遏制 越是庞大的军阵 越难免依赖各路将校和指挥中枢 而关于自始至终 都盯着将校们下手 并驱使惊恐低氏族为己方前驱 敌人的数量越多 他可以选择斩杀的指挥中枢 和重要将校就多 他可以驱赶威吓的敌方氏族也更多 在面临反击的时候 他又总能及时避入部族阵中 守得密不透风 善用此等举重若轻的战法 怪不得总能以少胜多 这是因为跟着大尔贼久了 以少敌多积攒出经验来了吗 我不服啊 给我两千斤壮氏族 试保了休息好了 我能和他硬碰硬地拼一拼啊 乐静心中狂吼 却也明白 今日真是败了 若不赶紧逃亡 只怕数十年戎马生涯 就要到此结束 于是他渐渐停下挣扎 只沉声道 放手 我要何关于决一死战 你们别拦我 是 是 护从们恭敬听命 手上不停 替乐静卸下大将的衣袍甲咒 换了身寻常世族的戎服 这时候一度威势惊人的曹军军阵 上万的人马已经彻底崩溃了 所有人都失去了剑制 毫无目的四散奔逃 站在城台上的雷远眯着眼睛 试图从蚂蚁般狂乱奔走的身影中找到乐静 却没有任何成果 他又看到关于指着曹军本阵的大旗 向身边人吩咐了几句 一名壮硕的求然夹士 立即快步赶过去 挥动大刀连砍几下 将大旗砍倒 边线城墙上的许多人 原本在刀剑威逼下 不甘不愿地观战 随着这面大旗倒下 他们忽然就欢呼起来 曹军败了 关将军威武 这欢呼声传到城墙下方 连带着不久前 参与喧哗哄闹的那些人 推丧栅栏 试图暴动的那些宪兵俘虏们 都明白了局势 于是有个被五花大绑的宪兵 忽然狂吼道 我要从军 我是大汉的忠臣 又有几个伤谷模样的人 也各自叫嚷 我要劳军 我限十头鸟 二十头鸟 更多的人 急急嚷嚷地涌上城墙 因为护从们将他们拦住 他们隔着老远向雷远喊道 雷将军 我们愿意效力啊 杨姨叹了口气 雷远微笑道 你看 昨日对我们抱持善意的 只有一人 现在可有全城的人了 在一旁的宋婉连声苦笑 边线周边的这些商骨当中 只有他被雷远邀请 站上了城台 当时 城台下的众人 看他的眼光 充满了疑惑和惋惜 但这会儿 好些人的眼光 忽然变成了羡慕 嫉妒 哼 这些人里 不知道多少人看宋婉不顺眼 每个人都想着赶紧和雷将军套近乎 却被宋婉霸占了位置 每个人都觉得 宋婉实在是居心叵测 心思过于深邃了 第461章 开诚 书彧 你来 雷远向宋婉招手 让他更靠近些 他已经打听过了宋婉的底细 知道此人不仅精明能干 还是个出名的良善人 常有扶贫济困的举措 这就很好 更不消说 宋婉还是局势未定的时候 唯一一个提醒自己 尽快撤离的人 无论这份善意出于什么缘故 雷远必定有所报答 你在族中负责些什么买卖 他问 宋婉心里大跳几下 慌忙到 主要是贩卖荆州交州所产的各种名酒 另外 偶尔也贩卖牛马 雷远微微点头 沉硬片刻 此君生意不小啊 当代有言曰 夫言 石窑之江 酒 家汇之好 铁 田农之本 言 酒 铁这三项 都是大宗的买卖 都能得暴力 张灵宋氏 算不得根基身后的大族 却能在南北之间饭酒 作为主事者的宋婉 一定投入了很大心思 至于牛马 那更不说了 这是正经的战略物资 无论南方耕牛流出 或是北方战马流出 被抓住了定罪 那都是要杀头的 这样 今后乐乡大势力 给你留一个专营酒水的铺面 经营第一年不必明算 牛马的买卖也可照旧 只是 不要大张旗鼓 不要擅自行事 宋婉听了前半句 就已经一阵狂喜 那乐乡大势里的一个铺面 能带来多少利益 他早就辗转听说了 据说 就连那些如毛淫血的武系蛮渠帅 靠着一个铺面 都能过上奢华有弱王猴的日子 雷远随口一句 还把名算 也就是住基诸物的税收给免了 这都是钱啊 但雷远何以如此宽带 他脑海中心念电传 瞬间想通了一个道理 他咬了咬牙 向前半步 低声道 雷将军 张灵宋氏的商队 都是现成的 立刻就能在乐乡那边 站住脚跟 只是 既然得到将军的硬币 今后想必生意兴隆 我担心 族中的人手 或有不足 如果雷将军派人相助 我一定扫踏公英 雷远微微一愣 宋婉以为 自己想多了 连忙退回原处 俯首不语 过了半晌 雷远温和地拍了拍宋婉的戈备 张灵宋氏如何 与我无干 我只是 看中你这个人而已 日后 咱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 有需要族下牵头的时候 有需要族下领路的时候 还望书彧不要嫌麻烦 不麻烦 不麻烦 宋婉连声道 他感觉到 背后那些人的眼光更加赤裂 但他已经根本不在乎了 与宋婉交代清楚 雷远舒心地伸了个懒腰 这几日里 他并未参与战斗 只是翻山越岭 外带着向伤谷们吹嘘了一通 外人看来 雷将军总是轻松愉悦 什么时都不担心 什么时都不慌乱 其实他心底的压力较之往常 只有更多 最初带人进入金山的时候 他真的就只是想击破几处蛮夷的寨子 稍稍扩张玄德公在这片区域的影响力 此后听说 有个襄阳城中的大吏 也在金山 于是又生出想法 试图利用这大吏 结果迷失往北方的贸易路线 后来他抓住了身为荆州主部的杨仪 从杨仪口中 他大致了解 襄阳曹军的动向 才生出与关羽 协同作战的念头 此后数日里 廖化带着几名部下 往来穿梭于荆州北部 好几次 投越曹军紧密封锁的边境军寨 确定下来彼此合作的方法 关羽是荆州首将 计划当然由关羽制定 他给雷远的任务很简单 带着雷尸布取 一步翻越金山 深入曹军控制区域 攻占驻军极少的边线 然后就在此地坐等 关羽信心十足地对雷远保证 自己将会在边县城下击溃曹军 给京湘曹军 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创 当然 也给那几位从一周赶来 将来将临的 新近众臣们掌掌见识 雷远心里难免有些担忧 毕竟关羽万一失败 雷远可就要把自己的性命 搭进去了 直到这会儿 他才终于放下心来 他又隐约想起 刚才似乎有人问 关羽比马超如何 雷远在汉昌城下 与马超恶战过一场 虽说赢了 赢得艰难 赢得侥幸 以凶猛强悍而论 马超简直是 雷远此生所见的第一人 此人顶着雷势不取 强刃防线 浑身浴血地往来冲杀 宛若神魔将士之场景 雷远至今还会时常想起 但说起领兵征战的本事 马超实在是略寻一筹的 马超只是强攻猛打罢了 他一人冲锋是这风格 领千军万马 也是这风格 而关羽不同 只看关羽这一场 前后数日间 有文首 有强袭 有出其不意的长途包超 有不齐的娴熟配合 更动用不足 骑队 水师 无不如必实指 只看战场上个人 无勇发挥出的作用 关羽似乎也在马超之上 雷远去得明白 关羽适才这一场突阵 其实 亲自杀人并不甚多 只不过所杀之人 莫不是曹军的将校 每杀一将 必定会引起某一支敌军的混乱 如果雷远 在汉昌城下与关羽对抗 关于几次短距离的突击 就将郭靖 丁凤 任辉之类的得力部下 精确斩首 还打什么仗 还怎么坚持 什么叫万人蝶 这就是万人蝶 此等才能带天授眼 恐怕自己这辈子 都没法忘记相辈了 想到这里 雷远看看 稍远处 那些眼神如鸡似渴的本地商骨 丽远 扬声贺道 传令 开城 我们去攻营关将军 城上城下千百人一起迎合 开城 攻营关将军 这时候 已经无需雷远 在亲自安排城中事宜 早有本地利员前后奔走 办得妥当 他的护从们 也不必在如临大敌的守卫在侧 当他沿着城墙内侧 坡道下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露出敬畏的神色 隔着老远就深深拜扶 雷远不禁想到 所谓狐家虎威 说的 大概就是此刻的自己吧 很快城门开启 雷远带着一大群人 快步穿过城外援野 走向乐境中军所在 队伍最前方 是雷远和他的护从们 然后是边线的利员 商骨 宗族首领之流 在后头跟了不少 自以为有资格 又担心不够资格的各类人物 沿途遇见好几波 向北夺路奔逃的曹军士族 大部分人脱掉了铠甲 空着两只手狂奔不已 看到雷远这一行人后 他们露出狐一惊怕的神色 但脚步并不停歇 雷远也不管他们 有个左腿受创的伤兵 强行挣扎着赶路 沿着一道两尺多深的小沟 一蹶一拐 闷头走着 每走一步 都会疼痛地低呼一声 因为没有抬头看 直到和雷远等人 距离不过十几步 他才发现 他立即拔刀在手 摆出绝死迎敌的架势 竟没有半点畏惧 雷远打量了他一眼 直接从他身前 恕不失诗然走过 其余人也从他的身前 身后经过 没人动手 没人阻拦 没人理会 那伤兵 正正地站了半上 把刀一扔 坐倒在地 走了没多久 就见到了关羽 除了雷远以外的 所有人漠不肃立 唯有雷远咯吱咯吱地 踏着积雪 向关羽走去 关羽已经下马 就在乐境军旗 被砍断的那处缓坡上 守岸剑柄 如山直立 他的丹凤眼 半开半合的环视 整片战场 偶尔探手 屡一屡过腹的常然 在他身后 那名持重刀斩断 军旗的囚然 夹式 持着关羽惯用的据说 仿佛塑像般 不言不动 只听关羽 正攻身禀道 问过了 左近降族 并不见乐境的踪迹 将士们都说 准备带齐队 向北追一追 或者能够擒拿此人 不必了 关羽摇了摇头 聚拢俘虏 收拾战场吧 让将士们都歇歇 让衣冠赶紧过来 关羽倒有些信心 久闻乐境 消果之名 没想到 竟是怯弱蜀辈 大军未散 他先跑了 休得胡言 关羽赤了一声 关羽慌忙躬身 关羽沉声道 身为大将者 不能图仗血气之勇 能战则战 不战则守 不守则走 局势果然无可挽回 那就留得有用之身 以待来日再绝高下 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这数十年战乱下来 只知猛进长驱的五人 早就死绝了 便是我自己 也有过身为将俘的时候 也曾经狼狈奔走 那清醒 你难道忘了 你是后辈 莫要以此脏腐大将 遵命 关羽扶手弯腰 恭恭敬敬地行礼 雷远与关羽交好 这是觉得 站在旁边看父亲 只叫儿子有点尴尬 于是轻咳了一声 可可 雷远拜见关将军 第462章 功勋 这场双方动用战兵 合计超过两万的战争 至此可算告一段落 在襄阳 晚城一带的曹军 固然还能纠结起更多的兵力 但那些都是长期驻防 各处物保和军屯 名屯据点的守军 少有能野战的精锐 随同乐境南下的 副方和吕长两人锁步 本身已是襄阳城中的预备队 他两人的部下都和乐境锁步一般遭到重创 能够回到襄阳的部族半数 这半数兵力除非经过数月乃至一年的重变 很难有士气再上战场了 这时候来到襄阳就任的荆州刺史 附群是附方的足弟 与吕长再曾在许昌有一面之缘 他本打算三人凝成一团 好好在京乡做藩事业 却未曾想到 吕长 附方这么快就战死 于是 附群的诸多宏大策略还没开始 就已经胎死附中 当战败的消息传开以后 自附群以下的文武 无不惊慌失措 若不是身在凡城的奋威将军 满宠兴业 感到襄阳稳定局势 只怕某些城湖射属 或者别有用心之徒 当场就要闹起来了 好在没过多久 乐静带着寥寥树旗奔回襄阳 这使得襄阳城里 一阵欢心鼓舞 不管怎么说 乐静的及时归来 让心慌意乱的人们 得到了一点小小安慰 傅群和满宠听说 乐静从边线奔回的消息以后 也算略微放下了心 如果这位统领京乡军务的 哲冲将军战死沙场 傅群和满宠都免不了承担责任 就连江夏太守文聘也要吃苦头 然而乐静既返回 那怎么向曹公解释败战的经过 就是乐静自己要头痛的了 当天 两人就连妹去拜访乐静 打算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 支持重建不取 优先前两马匹攻击之类 以使乐静永担责任 莫要攀扯他人 乐静从京城到边线 已经连夜赶路百余里 与关羽厮杀之后 再度顶风冒雪 连夜狂奔回襄阳 一路上的艰难困苦 简直难以言喻 他又不是大族出身 起家甚晚 升到将军职位的时候 便不年轻了 这时候 已经年过五旬 身上多有旧伤 旧疾 体力大不如壮年 一旦折返襄阳城 他累得机遇晕倒 只想倒头先睡几个时辰 没想到 不仅休息不成 还硬生生 被父群和满宠拦住 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要他自家担责任 而撇清他人 这可把乐静气得快疯了 乐静是曹公仗下力出身 论口才虽然比不过蛮宠这样的老狐狸 但对军法之酷烈 再明白不过 哪里会上这个当 他逃回襄阳的路上 虽说疲累 但也已经打好了副稿 当下慷慨激昂地 讲述自己出兵的经历 先说南乡太守复方 襄阳太守吕长势勇轻敌 以至于五千兵马面对关羽 竟然未能支持一日 再说 江夏太守文聘善离职守 不战而退 以至于其正两路合计的策略失败 骑兵为起丝毫作用 遂使关羽放心大胆地攻打 又痛斥奋威将军满宠 负责各处军屯助手 结果 边线这样的要地 竟然疏忽设防 被荆州军一路偏施攻下 断绝几方撤退的后路 接着手指傅群高声贺问 既然边线有失 襄阳和宜成大营的守军 为何不及时南下救援 难道是要坐视着 我乐文谦的部署 被两面夹击 说到这里 他拍桌子大骂金香上下官吏 自赤壁败战之后数年过去了 从来就没能建立起 一支稍有作用的水军 结果纵容关羽往来江汉 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他干脆拔出还手刀来笔划 傅群倒也罢了 他盯着蛮宠 满伯宁啊 满伯宁 你我是老相识了 我也久闻你的酷吏之名 怎么 如今 关羽尚在边县虎视眈眈 你就要望生事端 逼死前线大将不成 傅群和满宠 全没想到他败迹如此 还这么强硬 看着乐静如此暴怒 说着 说着嘴角还一出血来 一时间 傅群慌了神 满宠连连摇头 乐静这番话 也说得没错 真把他逼急了 接下去的战事 由谁来负责 傅群只是个书生 满宠对自己有点信心 可他的声望 职务 都远远不足以指挥 那些败逃回来的 残兵败将啊 万一那关云长 尽起江陵之众 来个成圣追击 只想一想 这局面 两人就觉得 仿佛天崩地裂 如果时局 彻底败坏到这种程度 难道曹公会 另于砍几颗头颅 来警示天下吗 当下傅群 满宠变了一张面孔 连连称赞乐静的 临危不乱 转静如风 请他先不必考虑 此前的败计 只要能够稳住襄阳 移成 那就仍然是胜利 仍然是他的赫赫大功 三人连夜商议已定 次日乐静出面 重整襄阳 樊城 移成各地的兵力 预备坚守 战战兢兢地过了几日 只有此前 漫山遍野逃散的溃兵 陆陆续续回来数千 却不见关于所部的踪迹 令傅群欣喜的是 这一日忽然仆役来报 说 混杂在逃兵之中 一同回来的人 竟然还有他心提拔的 主部杨仪 傅群连忙遣人 把杨仪带来 只见杨仪衣服残破 满脸灰土 颧骨高高凸起 却难掩亢奋神色 卫公 你不是 应该在金山里吗 怎么和勒文谦的败兵 一起回来了 傅群顿了顿 低声问道 莫非你那队人 也出事了 杨仪扑通跪倒在地 真是愧对周军 实不相瞒 我是被荆州军擒拿了 傅群吃了一惊 先病退左右 再细问杨仪 据杨仪说 他在金山中 劝说未劳蛮夷取率的时候 遭到刘备麾下 奋威将军雷员 锁部的袭击 索性他及时变装 混在俘虏之中 才免于被发现 后来他在边县城中 又目睹了乐靖将军 以疲惫之军 力敌荆州军 铺天盖地而来的 两三万大军 但见乐将军指挥若定 杀敌无数 有序转进 此时 俘虏们被乐靖将军 奋勇作战的气概所鼓舞 当下在杨仪的指挥下 彼此勾连 数日之后发起暴动 一举突破了荆州军的防线 此后又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折返襄阳 在折返的路上 他又听说 那关羽在和乐靖一战之后 自家折损也是巨大 定然不会北上进攻襄阳 荆州局势 稳弱泰山 傅群对杨仪自然是信任的 但他这场经历 未免太过跌宕起伏 傅群听完了 只皱眉不语 当日 他急请了乐靖 满宠再来 让杨仪再说一遍 杨仪倒也坦然 当场细细地说了一通 过了好半场 傅群甘笑道 之前听说 关羽新兵数万北来 京湘军民巨都震动 如今折冲将军 以万余精兵 阻敌于边县 那不是好事吗 乐将军事事重 抗威武 争叛逆 只暴乱 不仅功勋赫赫 更有古名将之风 至于南乡太守 襄阳太守阵亡 那是梅渝王室 他们也有功绩 对吗 满宠眼中金光一闪 暗去乐靖的神色 乐靖抚须不语 诱过许久才长叹一声 虽说关羽兵力极重 但我身为京湘守将 未能将之一举击退 总觉得羞愧万分 满宠转而再问杨仪 你是才说 关羽所部 已无力北上襄阳 此刻 关羽身边不过两三千人罢了 杨仪下意识地答道 说了半句 他深深俯首 呃 初时却有许多人马 此时 身边兵少 实在是与乐将军熬战 损失惨重的缘故 满宠微微汗手 又问 关羽的损失情形 还有他人佐证吗 杨仪一时答不上来 乐靖断然道 我的部下可为佐证 满宠沉吟了下 说道 我自驻扎樊城 襄阳既然无忧 那就没什么需要我操心的地方 他起身告辞离去 乐靖瞪着傅群 傅群下意识地用指节 轻轻敲击暗戟 敲了一阵 他看看乐靖的神色 向杨仪道 口说无凭 今晚你写一份文书 细细说明 杨仪恭敬应道 是 于是乐靖也告辞 杨仪待要告退了 赶紧去凑那文书 呼听傅群道 为公 不妨在我这里 一同用饭吧 第463章 古怪 傅群是主官 往日里刘部署吃饭 自然是亲后抚慰的意思 但杨仪只觉心头一紧 直到真正的考验来了 当下两人不言不语地用过饭 傅群带着杨仪回到内室 傅群的居所在刺室官邸的后院 因为曹公曾经驻扎此地的缘故 刘锦生当年那座周牧府邸 如今没人敢用 傅群的刺室官邸 本是刘锦生至荆州时某位立员的居所 前院稍许做了些扩建 新建了一座三开间的大厅 撑个场面 适才傅群和乐静 满宠会面便在此地 大厅后头的宅院就显得狭小 便如这处内室 门窗上的油漆都剥落了 露出灰黑的木头底色 因为庭院局促的关系 光线也不好 毕竟是没有兵权的单车刺室 威权不能与领兵大将相提并论 差不多就只有这样的待遇了 傅群倒是对此安之若素 一点都不计较 傅群示意杨姨入席 沉声道 威公 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杨姨心头一阵酸楚 过去这段经历 岂止不易 我也是出生入死啊 我太难了 正想先诉一诉苦 却听傅群继续道 然泽 此刻 你我身处内室 别无第三人在场 有些话 我却不得不问 便请周军问来 你适才对乐文谦 满伯宁说的那些话 究竟有几句是真的呢 他这话问得直白 杨姨却反松了口气 这样的话 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问 一个没打好 就要人头落地 但放在私事之中 这般坦率 看来 傅刺室并未当真计较 说起来 因为天下纷争远未结束 除了中原 河北复兴以外 各处周军都面临军事压力 因而都以武人领衔 而与武人配合的这些刺室们 大多都是声明进退之理的人 一方面 刺室的职权本来就很有限 底下的太守们 各个都带将军号 用不着刺室 去指手画脚 另一方面 乱世用武 文人是子能为曹公所用 却并非曹公的倚仗 万一行事于举 编文里 孔文举 许子远之流 便是前车之剑 因此 既然杨仪适才 那番言语得到了乐静 满宠的认可 哪怕其中的内容荒唐之极 傅群也不会公然驳斥 甚至他还要力保杨仪 因为只有保住杨仪 才能为乐静 满宠两人做背书 当下杨仪坦然道 韦师不敢欺瞒周军 大体都是真的 只有两件事 略做了一些修士 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 说 关羽领两三万人 是我胡编的 乐文谦在边县城外 倒实实在在的聚兵万人 只是 遭逢关羽两千人的袭击 便溃不成军 傅群吃了一惊 腰杆猛地挺直 什么 那关羽只用两千人 就 就 他压低嗓音贺问 你没说错 乐文谦乃是天下知名的肖将 他继领万人 以五倍的兵力 竟不能匹敌关羽 当时两军作战 我在边县城头亲眼目睹 杨姨脸色潮红 激动得有点过头 他下意识地张碧做事 力声道 当时知觉观将军的威士足令山河战里 天地变色 所向之处 宛如天雷霹雳 傅群叹息着 微微点头 不安兵法 却熟悉杨姨 傅 杨两家乃是世交 傅群深知 杨姨素来不服人 有些狂倦性子 这会儿竟被关羽震慑至此 足显关羽的威风 边县城外那一战 其实瞒不过人 那么多逃回来低势族里 有人说的比杨姨还要夸张 简直把关羽当作了下凡的神灵 傅群再问杨姨 不过图个确认罢了 只是 傅群皱眉道 既然 荆州军如此强盛 过去数年 怎就与乐静 文聘等人 厮杀的有来有回 接英官将军 嗯 关羽的兵力不足 此话怎讲 杨姨在荆州军中 撕混了数日 也不是白白当俘虏的 自有他精明能干的地方 他日常与雷远言说 或与雷远的部署们攀谈 着实掌握了许多情报 当下他道 玄德公在荆州时 兵力大概有五万余 后来他们新兵入署 带走三万多人 那关羽留守荆州 虽然竭力阔军 兵力也不过三万出头 其中 还包括了水军一万余 州军 荆州和其广大 三万人放在其中 算得什么 关羽分布兵力 囤住各处重要的城池 要塞 真正能用来野战的 只有五千 这五千人 都是关羽的基本部曲 关羽轻易不容比等虚好 故而过去一年里 勒文谦 文仲业之兵 能与之旗鼓相当 那么 这会儿关羽 又为何猛烈反击呢 难道他忽然不在乎损失了 原因有二 一来 玄德公已定益州 近来 益州军陆续调入荆州 充实各地防备 关羽岁能抽掉较多的激动力量 二来 正因为益州文武 近来多有钱来荆州的 关羽有意让益州人 见识见识荆州军威 按你这说法 这一仗打的虽然是我们 却不是为我们打的 曹公麾下两名二千时 大几千的精锐兵力损失 就只因为 关羽想让益州人 见识见识他的厉害 这般说来 今后襄阳周边 还能消停吗 傅群有些凶闷气短 感觉不知道 怎么将话题延续下去 他忽然认识到了 关羽的力量 越来越强盛 而荆州的局面 比自家原先了解的 要危险许多 边线这一场败仗 眼看就要被乐静等人 携手粉饰成胜仗了 那么以前呢 过去一年里那些旗鼓相当 果然就真的是旗鼓相当了吗 怪不得李力稍有机会 就钻印到了许昌 去做个有名无识的 空头尚书 他是见识不妙跑了吧 让我父某人给他填坑呢 他纵有城府 也难免紧张不安 当下深吸了口气 保持冷静一态 问道 威公 你说 还有一桩事也做了粉饰 不妨一起说来 杨姨尬笑两声 不瞒周军 我并非从荆州军 看管下逃出 而是被释放的 那倒无妨 傅群失笑道 难道威公领了任务 打算替刘备做间谍吗 并不至于 只不过 我答应了 玄德公麾下的 奋威将军雷远 在直权范围之内 照顾他家 往来京香的商队 傅群愕然 他想了想到 这奋威将军雷远 就是领人翻越金山 攻占边线的那个 我记得 徐公明在一周受挫 便是此人的手笔 正是 这雷远乃是 玄德公 麾下极受重用的 后起之秀 曾在一周击破 徐公明所部 和马超的 枪湖骑兵 威名甚盛 如今 他自领金兵 数千屯 聚在一都一带 俨然是 关羽的主要助手 其宗族 在荆州势力极大 并且执掌与金蛮 郊州等地的生意往来 所以他抓了 荆州刺史部下的 主部 不去邀功请赏 反而将你放孩 要你照顾他家 在京乡的商队 傅群叹气不已 他也没别的要求 傅群是正经 孝廉出身 独胜贤淑的儒家名士 实在不明白 一个执掌大军的重将 如此看重商骨 比剑之势 到底是图什么 他钻前眼里了 又或者 他指望用那些商队 来掩护细作 问题是 荆州曹流两家的 控制区域间生意 往来不少 京乡许多大族 都牵扯在内 以此牟利 那雷远要拍个细作 远也不难 又何必通过杨仪 将事情捅到 荆州刺史面前 搞得这么心事动众 只消我派遣得力 人手盯着 难道几支荆州来的商队 还能玩出花样来 头痛 傅群觉得 荆州的局势 实在太古怪了 第464章 向北 在击败乐境所部之后 原本驻扎在家时 张湘和周边几处 小型屯堡的曹军 闻风而走 毫不犹豫地丢弃了 经营数年的据点 而关羽 雷远 两军则以边线为中心 一方面收拢安抚败兵 一方面遣人寻行周边 明示几方对这片区域的占领 除此以外 雷远又则了边线城 外山中向阳高地 为这段十日以来 阵亡的将士 举行了一个安葬仪式 因为没有遇到强敌的缘故 他部下牺牲的将士数量不多 仪式规模小而隆重 在雷远办这个仪式的时候 关羽也在旁观摩 因为后继雷远又去慰问伤者 他并没有打扰雷远 但到了次日 关羽又派了廖话前来 仔细询问了这个仪式的步骤 将士们的反应 当场做了细细的记录 第三天 关羽也办了个同样的仪式 雷远注意到了 这几日里 关羽也同样忙于抚慰伤员 褒奖有功的部署 并且还亲自巡视俘虏营 安抚茫然失措的曹军俘虏们 期间有一名军官 肆意打骂和侮辱俘虏 还被关羽痛责一顿 吃了十几军棍 这位天下文明的勇将 大将 被同僚和敌人们 一致认为性格高傲刚进 在自家将士们面前 却显得温和 不像是战场上 那个所向披靡的神 而是活生生的 亲切的长辈 但雷远并没有太多精力 去关注关羽的治军 他主要的精力 还是摆在商业上头 凭借关羽的武力威慑 能够使得边线这边的 豪商们福音 但这并不代表 可以稳定控制他们 真正要将他们 统合到一个 有序的体系下 在以乐乡大市 为中心的商业渠道中 成为顺畅运行的 一个环节 可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人 原本与弥方的下属往来 又有许多老规矩 老习惯 其中 藏着诸多贪得无厌的套路 如今获得了 直接在荆州贸易的权利 还下意识地以为 雷远可期 想在诸多环节做手脚 雷远前日里 就急掉了 负责乐乡大市运营的管事 宋水前来 与他们商议各项细节 同时又仗着自家兵威 要求这些商骨每家出子 直进清 五人或十人 前往一都 参与保障商路安全 同样的 乐乡大市那边也会出人 负责江北直到边县的商队往来 这些负责商队安全的人手 只属于护金蛮校尉 公曹刘和 无论梁莫支持 赏罚任用 都与地方相限无干 商骨小利的家族子直 前往京南以后 将能更深地参与各项商业往来 他们的家族与雷元有了这层关系 自然会积极些 用心弦 而派往边县的 则是乐乡大市里 这段时间 选拔出的得力人手 他们身处玄德公 在荆州控制区域的最北端 将会直接面对 潮流两家犬牙交错的局面 仗着身后 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和财力支持 初时 虽打着维护商驴往来安全的旗号 以后慢慢地 将会承担更多责任 如此忙碌下来 三五日功夫 眨眼即过 这一日晚间 正当身在襄阳的富群 扬移二人为局势忧虑的时候 雷元领着自家护从 巡视边线城投 这几天 他很忙碌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琐碎事物 但巡视城防事关重大 断不能疏忽 前世里 他总以为 夜晚若无灯火 必定伸手不见五指 其实 大谬不然 便如今夜 在这个月朗星期的好天气 明亮的月光 自苍穹 洒落在城墙和远近的山巒 原野上 哪怕不持松明火把 也能看清前路 恰好 空气也不似前几日那般酷寒 呼吸间 带着清新爽力的镜头 雷远绕城走了小半圈 沿途和放哨的将士们聊聊天 说几个笑话 不仅不觉疲累 反而精神舒缓了些 他不禁向左右笑道 与那些伤骨打交道 比打仗还累 还是与自家袍泽兄弟 待在一起 舒心自在 偏偏蓄之城日里 与笔被私混 乐此不疲 若不是却有战绩在前 简直不像是我被武人 城头下方有人声弱 红中般地笑道 这声音很熟悉 竟是关羽 雷远走到城墙内侧的 躲口向下看 果然见到关羽 带着三五随从 沿泊道慢慢上来 雷远连忙迎接 此刻的关羽 没有着戎服 只穿着剑长大个袍 外劈劈 除了腰间悬着宝剑以外 别无武备 更看不到那柄肠而沉重的大朔 大概因为方才获得一场大胜的缘故 他那锐利是人的眼神 也变得平和了许多 当雷远从夺口冒头的时候 他亲切地笑了笑 远处跃动的火光 映在他的面旁上 显得鱼尾纹有点深 在关羽身后 几名护聪 依旧顶盔冠甲 一丝不苟 唯独官屏 也穿着日常起居服饰 左手提着两只洗包干净的野兔子 右手提着个铜壶 壶里散发出淡淡的酒香 官屏随玄德公征战多年 又是荆州水军实际上的指挥者 虽说职位并不极高 权位确重 过去数年了 荆州后期的年轻武将 俨然以 他和刘峰为首 然而 关羽对自家长子有些严苛 常常忽来贺取 不假辞色 连带着对刘峰等年轻人 也不客气 这时候 雷远绕到坡道的尽头 再一溜小跑过来 笑道 难得关将军雅信 抑郁在城头赏约观景吗 却有此意 关羽道 便在此处城台甚厚 蓄之可怨一起 雷远连忙换自家 互从整理城头 清扫出一片可攻落作的空地来 眼看着关羽向他连识眼色 雷远心领神会 即令李珍出面接过那两只死兔子 在墙朵下 找了个避风处生火烧口 又提了水带来 给关羽洗手 关羽不理会这些零零碎碎的事 他副手站在城台高处 向北眺望了半上 北面偏西的山巒里 丛林身处积雪未化 在月光下白的耀眼 而偏东面则是汗水蜿蜒流淌 这里是边县 关羽徐徐道 再往北市移城 移城移北就到襄阳了 众人肃然无声 只听他沉声道 二十年前 我在河北 十年前我在徐州 五年前到新野 三年前在公安设营 老实说 有段时间 我以为要去苍乌过下半辈子了 没想到 还有再度举兵向北 接近襄阳的这一天 第465章 大战 父亲 近来主公嫁易金楚 翻飞良意 威势如日之声 以十倍 百倍于当年困窘之时 以后定有肃清中原 重新汉室的那一天 关羽微微弯腰 双手奉上一盏淡酒 到那时 我随父亲看看卓俊 当然 还得去河东界线走一遭 见见家乡父老 关羽接过酒 并不急着饮用 他略作回忆 轻声笑道 卓俊是该去看看 只怕那里的风土人情 你都不记得了 至于谢县 当年我在那里 杀了地方恶霸逃亡 家中亲族早已撕散 如今时隔数十载 河东一郡又屡遭兵灾 还指望什么呢 他在眺望一阵北方天际 转回身来 可惜 那都早着呢 只那座襄阳城 眼下就还不能动 他端起杯盏一饮而尽 须之可知道 这是为何 雷元想了想 先攻为几句道 关将军这一战 杀得曹军重将吕长 副方授手 承担方面之刃的 乐境精锐丧尽 肝胆剧烈 如此局势下 若我们进起荆州之众 成势而前 以城之敌不足为律 我军至少也能 直抵襄阳城下 我以为 非官将军不能动襄阳 而是主公不愿 官将军攻打襄阳 哦 这话怎讲 我在成都时 曾听诸葛军师说起 巴蜀既定 下一步的目标 自然先是汉中 然后在梁州 关中 带到进取先秦旧地 再东向以夺天下 主公若身率一州之众 出于秦川 当需荆州起兵 以牵扯许下援军 曹公若引大军入汉中 也需荆州起兵 以分敌势 除此以外的情形 想来主公 暂不愿见荆州大动干戈 关羽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叙之说的没错 官凭小心翼翼地 为关羽添一点酒水 而关羽捋了捋常然 漠然不语 雷远约莫知道了 关羽为何有些不乐 以玄德公麾下诸将的地位 而论 玄德公和本部文武 既然进入一州 能够独当一面 承担留守荆州职责的 就只有关羽 以玄德公当前的领地论 玄德公居一州 关羽居荆州 俨然是戈半壁基业已托 信任不可谓不深 地位不可谓不高 权力不可谓不重 哪怕放眼整个天下 能够独自承担 一州军政的人物 也是寥寥可数 问题是 这个责任对关羽来说 某种程度也是束缚 他是威名震动天下的名将 大将 半生戎马 纵横沙场所向无敌 但玄德公短时间内 并不会要求他出兵北伐 只需要他坐守荆州 就可以了 眼看着如雷远这样的小儿辈 往一州走了一遭 回来时 俨然就有了几分 名将声威 那之后的汉中 梁州 关中无数大战 又会有多少人声名鹊起 威震天下 那些人都可以在 玄德公眼前立功 而资格最老 名声最响 事实上 也最擅长用兵的关羽 却只能坐守荆州 领一路替人牵扯 敌军的偏师 或许 玄德公还 亲自书信给关羽叮嘱 要他务必小心谨慎 不要煽动刀兵 镇守荆州这样的大任 实在也非关羽莫属 但关羽捞不着大仗来打 难免生出几分 己才用之 不尽的感慨 关羽将杯斩往地面一割 沉声道 汉中 关中那边的情形 我不知也 然则 此刻乐静 富方 屡长所部 巨多瓦解 襄阳 樊城一线能打仗的 只有满宠那两三千兵 我在江陵还能调动一万步起 加上续制你手头的数千人 胭脂不能来场大胜 错过了这个机会 曹公定会另调重将 甚至可能是夏侯氏 或者曹氏的亲族重将 领大军进主 那时候 再要攻打襄阳 突然生出许多伯者 近几年来 玄德公从无力追之地 到跨有精益 代价十万 每一步都按着诸葛亮的龙中 对策施行 因而雷远在成都时 所见的每一名文臣武将 都深知下一步 必定全力以赴 已向汉中 关中等地 绝无任何意义 唯独坐镇荆州的关羽 对此会发些牢骚 凭着关羽的资历和地位 怎么说都没有问题 可部下们只觉得 多听几句都有不妥 当下官平英请起身道 我去看看 兔子熟了没 他也是三巡出头的 沙场素将 平时在刘峰等人面前 颇有威严的 这时候 当着自家钢筋的父亲 也只好打着兔子旗号 溜之乎也 城头被封处的墙角 李真正翻卷的兔子 心冲冲洒些调料 忽然被官平匹手夺过 不经气局 雷远却走不得 自家那数千部曲 已经被关羽纳入考量 既然开口说来 雷远就非得给个正经 答复不可 然泽 怎么回答 告诉关羽 我觉得 江东人居心叵测 靠不住 最好全军驻守江陵 随时等着那闭眼翻脸 又或者 对关羽说 你部下除了弥方以外 还有几个人不太靠谱 除非把他们 一个个都解决 否则 我雷旭之的兵马 断不能动 这些可以日后 婉转表达 今日自己敢这么开口 必被关羽认为是推诿 雷远心念急转 小道 能有夏侯氏 或者曹氏的 清族重将进驻襄阳 那不是正好吗 关羽眼神一闪 好在何处 雷远只觉得 他的眼神如刀 简直令人不由自主的心生畏惧 他连忙凝神 坦然道 襄阳 晚城以北 就是许昌 洛阳 以关将军的威势 曹操迟早地派中将 大军前来抵敌 随着我们的力量渐渐强盛 曹军来的就会更多 既如此 我倒希望 曹军的数量越多越好 待到主公出兵擎川的时候 关将军在襄阳 晚城惊吞曹军重兵集团 取得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 虽为偏师 却能一举震撼许昌 震撼天下 岂不雄壮 关羽沉吟 雷远略微侧身向前 轻声道 数年来 江东的大将我斗过了 曹公麾下大将 我也斗过 且以为 之后若能攀附 关将军继位 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 砍掉夏侯敦 夏侯渊或者曹洪 曹仁等杯的手机 那才算不枉 平生致愿 关羽只觉得 雷远两眼发亮 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不由大笑 按旭之的说法 这样的大战 怕不得歼灭曹军数万 甚至十万 雷远微笑道 原本也不敢做这般想法 数日前 亲见您击破乐境的雄姿 这才忽然想到 既有关将军撑腰 我这后背心中存些期待 有何不可呢 子龙这女婿 真是有趣 关羽忍不住屡了屡 自家虚然 哈哈 哈哈 她的笑声浑厚而洪亮 在夜空中传出很远 第四百六十六章 我背 过去数年间 无论曹孙两家 还是曹刘两家 在江陵和襄阳之间的战斗 都是小打小闹 由南往北打 襄阳之后有新野 新野之后有晚成 再往后是曹宫经营 多年的中原腹地 强兵所出 自然是越来越难 至于由北往南 当年曹宫自家试过 对外宣称 只有疾病 烧船自退 折损兵力 数以十万计 是以雷远倒不绝的 关羽真的打算 用一万余人去攻取襄阳 他是经验丰富的大将 并不会冒进到这种程度 在场众人 应该都能感觉到 之所以 关羽突发奇想 只能归结于年齿见增吧 随着少年侠气慢慢消退 再怎么样的英雄 也难免怀念顾原丧子 越来越强烈地渴望 能够回到故乡 连临时地刨除关羽 也被他的情绪所影响 李珍正用腰间小刀霸 一只兔子切成小块 穿在铁签上 递给关羽 却见关羽愣愣地蹲聚在侧 仰着脸 出神地望着北方 关羽和雷远 往来不守 李珍和他熟悉了 关羽也知道 李珍仿佛雷远家人 并非寻常下属 于是 李珍便不说话 只拿铁签头子 戳了戳关羽的胳背 哎呦 关羽吃了一惊 手一抖 差点把翻面烤制的两串兔肉 落进火堆里 这时候 李珍问道 关将军刚才说的卓俊 河东 风貌与荆州大不相同吗 河东我没去过 至于卓俊 隐约记得 玄德公家里有株极大的丧树 关羽回忆了一下 叹气道 其实不记得了 那株桑树 也是主公偶尔提起的 说我幼时曾在树下玩耍 其他的 全都想不起来 那是三十年前的情形了 顿了一顿 他问道 韩章 你何时从军呢 还记得家乡情形吗 李珍不禁怅然 建安十四年的时候 曹军支援合肥 路过汝南 我家将军召集百姓逃难路上 带上了我 至于家乡情形 无非断壁残垣 横尸荒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下两人都无谈心 继续对付那两只兔子 而关羽的兴致很不错 他和雷远谈了许久 一直到夜深 才离开城头 回军营歇息 雷远客气地将关羽 一直送到城下 才折返回去 继续巡视城防 关羽此来并没有骑马 于是沿着城墙下方的空地 慢慢走着 关羽照旧宫景地 跟着自己的父亲 稍微跺后半步 障许开外的城砖缝隙间 卡着一柄松明火把 火把眼看将要染尽 发出噼噼啪啪的轻微爆裂声 几名士族沿着城墙脚下 巡逻到此 从身后的包裹里 取出备用的木柴 将只替换上去 做完了以后 他们才发现关羽等人 出事有些警惕 但注意到关羽 标志性的高大身材 便露出恭敬声色 行礼避让之道旁 关羽向士族们 微微汗手 继续向前走了一段 转向通往军营的岔路 你和旭之很熟悉吗 他问道 旭之带领部众 从淮南来的时候 是我率船队到棉口接应的 彼此有些交情 有一阵荆州无事 我和博生 还有霍骏 马素 相宠 习真等人 常常寻旭之踏青涉猎 后来 习真 还与旭之的小妹定了亲 以后不妨多多走动 关羽道 我看 旭之比刘峰那小子要强 嗯 你少去理会刘峰 关羽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刘峰是刘备的养子 好勇善战 屡利战功 近年来 玄德公最初的原从宿将们 大都四五十岁了 年岁大了 慢慢要脱离刀头是血的最前线 所以 玄德公有意培养些后期的年轻人 以刘峰 关羽为首的霍骏 相宠 习真等人 再如玄德公自家不娶出身的魏严 富荣 都是此类 这次入属过程中 刘峰有战功 霍骏安定子彤等地 向宠任中军都有功绩 关羽能预料到 他们很快都会被提拔到相当的位置 然而 关羽一向不喜爱刘峰 觉得刘峰性格粗暴鲁 无有将才 关羽为此曾费过不少心力斡旋 可惜 效果很差 关羽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刘峰毕竟也有自尊 更不会放下身段去刻意逢迎 犹豫了好一会儿 关羽道 博生以后大概会长住一周 远也不能常来常往 倒是 我不明白 父亲何以这般欣赏叙之 老实说 自从玄德公领大军入属 关羽已经很久没见到关羽 和同僚们开怀大笑了 关羽的性格实在有点过于刚傲自负 很少看得起人 这段时间以来 好像唯有雷远例外 关羽记得 之前弥子方出世之前 关羽还曾经营业前去拜访雷远 试图为弥子方求情 结果雷远硬生生把事情闹大 逼得弥方丢官弃职 难道自家老父亲竟不发怒 难道就因为雷远在城头那几句吹嘘 断不至于 这些年来 吹捧关羽的人手拿把钻 可从没见过关羽 轻易向人假以辞色 倒也谈不上欣赏 这小子是有些才能 但也不过寻常人的资质 关羽慢慢走着 随口答道 只不过 他是我被中人 关羽吃了一惊 父亲是说 之前 廖远俭从金山折返 提起他在金山中 随雷势不取行动 说起了他亲眼目睹的三件事 那三件事 第一件事 当日山中气候突变 下起暴雪 明明目标不远 雷远担心 将士受冻寒之苦 立即勒令退兵 第二件事 后来 廖远俭卫 雷远指了条进路 但路上颇有起伏坎坷 于是 雷远全程走在前方 为大军探路 第三件事 当他们攻入蛮营寨的时候 雷远号令诸军 破敌便可 不得滥杀妇如 倒是个心软的 关羽微笑道 前日看他为布曲们安排葬礼 也很静心 你的那些伙伴 霍炬 像虫等人 都会这么做吗 关羽一时漠然 他走了几步才道 至少我自己遵循父亲的教导 善待士族 并不敢有半点苛刻 魏文长也是如此 其余人等 无论如何做不到这程度 关羽微微点头 我何以得 子龙 出身都是寒家 主公号为宗士 其实 家道破败 否则 也不至于以饭吕之习为业 我们这些人 看待百姓 看待普通士族的眼光 与那些高高在上的士族豪门 是大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然则 卢江雷士虽非士族 却是规模极大的豪强 关羽忍不住道 关羽脚步一顿 捋了捋胡须 我竟忘了 第467章 远之 一月下旬的时候 关羽留下一支小部队助手边线 自己领兵折返 雷远让贺松 邓同两人带着部曲们 先往怡陵去 他本人和几名护从 跟着关羽所部 一同前往江陵 按关羽的意思 一战斩杀曹军 两个二千弹大员 算得相当出色的战绩 所以 沿途不妨徐徐前行 带到将士们准备好了 直接在江陵城下 半个告捷一事 但雷远和关平都觉得 还是早点去江陵为好 毕竟 董和 刘八 黄泉那几位一州重臣 抵达荆州 已经二十天了 关羽和雷远这两名重将 如果始终不出面会见 实在太过失礼 刘八又是个抗制不屈的 万一他说 我已经把孙夫人的行程 安排定了 拉着董和 黄泉直接出发 不等关羽 那简直要闹出笑话来 于是 关羽留部族们 看管俘虏在后 他和雷远 关平等人纵旗而行 只用了一日一夜 就回到了江陵 负责留守江陵的赵磊 非常能干 忽然接报关羽 提前返回 他立即调动江陵守军 在江陵城北门聚集 迎候关羽得胜归来 一二月之间的时候 上暑早春 地面积雪未化 北风吹的军旗 烈烈飞舞 黑压压的将士们 站满了北门前方的空地 纹丝不动 雷远从他们的眼中 看到了强烈的骄傲 确信他们的将军 必将胜利 也必将带领他们 获得更大的胜利 关羽昂然催马向前 关平和雷远等人 都避让到一旁 这样的场合 只要关将军出现就好了 一名军力 忽然绕过迎接的军阵 匆匆跑到关平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 关平连连点头 转过身来 他勒马靠近雷远 压低声音 势才得报 孙夫人将要带阿斗出城游玩 续之不妨先行入城 见一见董和等人 雷远向关平笑了笑 他明白关平的意思了 这个建议确实不错 过去几天里 雷远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见一见董和等人就行了 至于孙夫人入属的流程 他打算静而远之 董和等人受玄德公所命 来荆州公营孙夫人 和刘善公子入属 而眼下 在荆州够资格的军政大员 无非关羽 雷远和潘迅三人 按照正常的流程 荆州当地大员 义州大员和孙夫人 刘善公子这三方之间 必得有一套 败起迎送的礼仪 玄德公前董和 刘八这样的重臣 来荆州 本就是为了向孙夫人 示以尊荣 种种复杂而浩大的仪式 必不会少 再考虑到潘迅 一板一眼的形式风格 过去二十天里 他们一定把整套流程 给设计好了 管子曾说 遗者万物之城市也 尊卑之仪表也 讲究礼仪城市 在政治运作上 自有其必要性 雷远倒不反对这些 但他不愿意见孙夫人 雷远一向不掩饰自己 对江东的强烈顾忌 对孙夫人的隔阂 包括关平在内 许多荆州文武 都知道雷远的想法 如将雷市 之所以抛家舍业 从世代精英的前山本拒 逃亡荆州 是因为吴侯 利用卢江雷市的力量 阻击曹军 他自己却领兵先退 把淮南豪又掌控的 数万人丁 当作扔给曹军的弃子 由此导致卢江雷市 无数部署 大批青族战死 其中包括了雷远的兄长 至今仍被许多 雷市不取怀念的 小将军雷修 在卢江雷市 抵达荆州之后 宗主雷旭病体沉重 长期缠绵病榻 而荆州军府中 每个人都记得 雷旭在那一日离世 是因为他受到了惊扰 惊扰他的 是擅自纵旗奔行 肆意往来公安城 左近的孙夫人 所属其对 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卢江雷市 数千不取 一时狂暴 几乎要当即起兵厮杀 为宗主复仇 当时群情汹汹 雷远难以压制 何况雷远身为人子 本人也为此暴怒 若不是诸葛亮新夜 赶往乐乡竭力斡旋 而玄德公 又付出了许多优厚补偿 可能左将军府 当时就要与 麾下首屈一指的 毫无宗族 发生血腥火病 其后果之惨烈 无法想象 再加上周太 在乐乡大事组织的刺杀 几乎要了雷远的命 还使得雷远身边的 护从折损半数 那些都是两年前 发生的事 雷远尚未忘记 所以他与江东兵马交战 从不留守 眼下 他也没兴趣 在孙夫人面前跪拜行礼 做出终时辰下的样子 雷远并非有意迁怒 他也明白 有些是阴差阳错 谁也不能事前预料 但是 说他执拗也好 说他缺乏袁容变通也好 雷远不认为 自己要放弃这点坚持 玄德公应当是 注意到这一点的 所以他 虽然待雷远亲后 却从不勉强 雷远在江陵常驻 更从不邀请雷远 升堂入室 拜见家人 现在 玄德公已经入属 从一周来的大员们 不知道这桩往事 潘迅肯定知道 但他的性格决定了 他不会将这情形 纳入考虑 好在关平 没有忘记这桩过节 当日 雷远与孙夫人的棋队 在乐乡城外对峙 关平全程目睹 吓得魂不附体 哪里会忘记 所以他适才建议雷远 不妨乘着孙夫人 出游的功夫 先去会见一周来人 只要见过了 之后 雷远随便找个理由 折返一督 不再参加后继的仪式 董和等人 并不能拦阻 如此甚好 雷远点了点头 那我就先行告退 事后 还请替我 向关将军请罪 关平连到无防 于是 雷远带着李珍 和赤里宁塔等人 绕过大队 从江陵城北门 悠然入城 百余里外战士连绵 江陵城里 却似乎没有受到 任何影响 城中没有戒严 往来行人的神情 都很放松 雷远穿过 稍有些寂静空阔的 旧城外锅 越接近新城 越感觉到 乱世中 难得的繁荣 与和平气息 待到进入新城的时候 只觉得 城门处车水马龙 连空气的温度 都比外头要高一些 整条南北向的道路上 积雪已经被踩到融化 各处都有小力 用车 推着干土和石子 忙着填平路上的 坑洼之处 雷远沿着道路向南 绕过北面 玄德宫的荆州幕府 再折而向东南 往自家的宅邸去 距离上远 就看到马中和岑鹏等部署 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 雷远倾摆江绳 向前赶了几步 这次出兵金山 前后损失极微 而收获极大 所以 雷远的心情不错 想到之后 那些繁文入节 与自己无关 很快就可以回宜 都去好好地 陪伴自家娇妻 迎来乱世中 难得的休憩 他的心情 就更加轻松了 正在这时 呼听城中提声滚滚 似有马匹奔走 江陵城市荆州之所 无数文武大员 住在此地 平日里 除了传递军报的信使以外 绝少有骑队奔驰 连雷远自己 在城中也是暗配缓行 不敢放肆 所以 初时众人都不以为意 料来 那骑队不久就会停步 谁知那骑队 奔走的速度极快 而且沿途全部顾及行人 所到之处 引起一片混乱 转眼功夫就从城北 直冲到城南 劲儿接近到众人身后不远 数十枚铁蹄起落 见他在鸡血出容的路面 激起泥泞横飞 雷远皱了皱眉 他不愿声势 勒马必让之道路一旁 第468章 探亲 其队呼啸而过 所经之处 惹得行人鸡飞狗跳 一片抱怨 马中的反应慢了点 被兜头盖脸地 撒了好多泥点子 情形狼狈 而雷远顾不上 替自家长使出头 只凝视着骑队 远去的背影 心中咯噔咯噔 猛地大跳了几下 这只骑队的首领是赵磊 雷远清楚地看到了他惊恐 而急躁的面旁 从身前掠过 赵磊不是组织了 江陵城的守军 在城北迎接关羽吗 雷远刚从北门 走到宅院门口 这才隔了多久 城里发生了什么事 赵磊是负责江陵城防的 中军都督 关羽最信任的部下之一 什么事能把他逼迫到这种程度 以关羽的高傲性子 速来重视排场 能让赵磊不顾迎接关羽 狂奔回城 那绝不会是小事 与此同时 北面城头上 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古典 其余三面城头 也陆续击鼓硬鹤 马中提起袍袖擦了擦脸 不动声色地靠近雷远 低声道 将军 这是要紧急关闭城门 恐怕有什么不利 雷远微微汗手 他略策过身 瞥了眼李珍 自从这对骑士狂奔经过 李珍的目光就没离开过雷远 这时候 雷远的视线转道 与他一触 他便明白了雷远的意思 李珍回到院内 立即命令留守此地的护从们 准备马匹 武器 行李 干粮 石水 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无论接下去发生什么情形 预作准备总不会错 可是 能有什么事 雷远不觉得这时候的荆州 会面临军事上的威胁 随着雷远率部回返 荆州兵力 匮乏的现状已经缓解 只要江陵 公安这两处支点不动 宜都郡这个连接 荆州一州的通道不动 荆州就稳如泰山 何况曹军已经惨败而退 完全可以不论 江东那边 吴侯正倾提大军 紧锣密鼓地预备攻略淮南 听说董和已知输金口 将会拜访吴侯 两家的关系过去一年来 始终安稳 那么 赵类荒成这样做事 前世记忆中某个片段 呼自脑海浮现 使得雷远忍不住 倒抽一口冷气 不会吧 此时我的岳父大人不在啊 就在这时 一名军力疯狂打马 从城中大道 急驰过来 可是雷将军在此 正是 我家官将军有请雷将军 请立即跟我来 军力带着马 在路口绕了半圈 立即折返 雷远急匆匆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 催马再度往北 不是到北门 也不是到关羽的荡寇将军府 而是直抵荆州幕府 此时足有上千人马 一个挨着一个 在府邸四面围拢 将士们的神色略显茫然 而带兵的军官大声呼喝 勒令提高警惕 军力不在正门停留 而是沿着府邸高大的围墙 向东绕行 一直到东面的侧门 这座府邸 是此前玄德公 在江陵城中的府邸 还陵以前为南郡太守所用 后来还曾经被周郎大家修缮 规模很大 前院有重重厅堂 足以容纳上百辽署各自办公 后院则遍布亭台楼阁 回廊陵墓 自从玄德公带领辽署们入署 前院只保留了少量官吏办公 由攀训为首 站了靠近正门的一处小院 而后院与前院完全隔开 玄德公的家眷们 直接从东面侧门出入 孙夫人从京口到公安的时候 身边带着精锐的武装侍从上百人 能够五刀弄见的婢女 又有上百人 后来 玄德公以安抚炉江雷氏的名义 强行将武装侍从们 拘押至公安附近的禅陵城 在孙刘两家重定盟约以后 这些侍从都被遣返回江东了 连带着婢女也被遣回一批 所以 眼下服侍孙夫人的 换了很多玄德公的人 包括车夫 护卫之类 一旦孙夫人有事出外 除了随行亲信扑毙 外围都是玄德公所部 他们住在东侧门对面的 一个单独的礼方 雷员赶到的时候 只见不少江陵城里的居民 拥挤过来看热闹 然后被手持名黄黄刀枪的将士 毫不客气地逼退 腾出侧门前的宽大空地 而关羽暗箭站在门廊下方 脸色难看 在他身前身后 跪了黑压压好几排 大概有上百人 有负责手把门禁的夹士 有绿泽轻衣的仆役和婢女们 也有这个礼方的负责人 潘逊正在询问 一名贵服发抖的仆役 没听清他说什么 但能感觉到雨声高亢 嗓子都哑了 雷远约众向前 关将军 关羽抬眼看了看他 正要说什么 潘逊气急败坏地回来 关将军 关闭城门还不够 须得立即戒严 让里长管束百姓 不得随意出入 一会儿说不定 就得搜索全城 现在这闹哄哄的 像什么样子 关羽挥了挥手 立即有部下奔出去传令戒严 如何 可问出些端倪 他问潘逊 大冷天里 潘逊的额头汗水层层 连胸前背后的袍服都湿了 这群人都是废物 全不用心 关羽加重语气 先说一说 我们知道的 昨日 孙夫人就说 打算今天带刘善公子出门游玩 所以 下人们提前准备了 并安排了骑士沿途护卫 出门的时候 孙夫人和刘善公子 分明是在的 潘逊喘了口气 继续道 他们正常登车 路上护卫们还听到 孙夫人和刘善公子在资车里说话 然而 出城走了一城以后 护卫们询问孙夫人打算往何处去 连问了几声都没有答复 这时候 护卫才发现 车中没人 单留了一封书信 说 孙夫人的母亲病重 他要带着刘善公子 去江东探亲 关羽正在下意识地捋着长须 听潘逊这么说 他手下一虫 揪了一撮虚然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主母 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一个计谋 然后带着主公的四子跑了 潘逊擦着汗道 眼下只能期待赵都督 前往江津港口拦截的结果 关羽手起一拳砸在门延 后时的木板咔嚓断裂 连带着拳头关节躺鞋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主公对他何等尊重 何等优荣 他为什么要这么敢 孙刘联盟尚在 他图的什么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疯了吗 关羽咬牙怒骂 他转而想起一事 诱惑者 这几日城里有谁触怒了他 主公入蜀前 不是让大家忍一忍吗 绝无此事 孙夫人近来叫当日安分许多 关将军也是知道的 既如此 谁会去触怒他 倒是我陪着董幼崽拜见过他 他还说起 要准备些荆州土衣 请董幼崽带给吴侯 关羽压根没听 潘逊说什么 忽悠骂道 之前你不是说 已经清理城中与江东往来的人吗 定有漏网之鱼 潘逊脸色惨淡 一时无语 雷远向前半步 关将军 至终 眼下急误是寻回孙夫人和刘善公子 至于其中的起因经过 不妨容后慢慢查问 须知 你怎么还在这里 关羽皱眉 嗯 雷远觉得 关羽 怕是有些失了方寸 这实在也是难免 出了这样的事 谁能想得到 这后果 谁也承担不起 好在关羽立刻又反应过来了 抬手抛过一枚兵符 赵磊已去将军拦截了 我另外还派人通知关平 让他带水军堵住下水 你持此兵符 沿途调动船只 往大江下游追踪 立即去 雷远立即行动 第469章 跳船 雷远跑了没多远 正撞见飞速赶来的 李珍等护从们 一行骑队 便在城中大道上向南及驰 再转向东 其形状一如适才的 惊怒交加的赵磊 好在这时候 城里已经开始戒严 路上行人一个都五 经过自家远门的时候 见到马中等幕僚 站在方墙上头 满脸焦虑地连连白手 雷远来不及与他言语 直嚷了声 我去去就来 众人一路上 毫不顾喜马力的吉池 先去城东二十里的江津渡口 从上游棉延来的百里洲 在江津渡的位置 恰好消失 大江在此重新河流 故而往来大江上下游的船只 都在这里汇集 待赶到时 每一匹马都重重喘息 口鼻喷着白气 雷远等人也都浑身汗水 雷远再度催马 一口气闯到渡口近处 但见舟急乱横 船上却没有人 原来赵磊即是果断 一到渡口 就把所有靠岸船之上的人员 全都聚在一处 直接斩断了任何人 经过渡口离开的可能 这时候赵磊匆匆过来 雷远俯声问 怎么样 赵磊颓然摇头 雷远吐了口气 他挺直身体 看看雄魂宽广的大江 我们发现得很快 赵都督的行动更是迅速 孙夫人和刘善公子段不至于插翅而飞 他们很可能是在某个小岗岔里藏了小船 先趁小船东下 再和后面的大舟会合 赵磊连连点头 江津渡口 以东树十里 江面深广 风涛尽急 所以 小舟走不快 也走不多远 接应的大船就在附近 而且为了行动快捷 一定会动用江东水师的走隔 雷远把兵符给赵磊 给我安排一艘快船 要最快的 赵磊立即作唇作孝 找来部署安排 荆州水师的楼船聚舟甚少 小船道真是不缺 瞬间推出一艘船身狭窄 配有二十余名精壮赵夫的快船 雷远和护从们 剑步登船 赵磊指着一名站在风帆后头的首领 模样年轻人鹤领 元龙 一切都听雷将军的 显然 这是赵磊提前准备的 若雷远不来 他就要自己行动了 雷远向赵磊拱了拱手 大喊道 我先走一步 后继的船只跟上 刚喊完 船身一震 便汇入了大江主流 港口内的水面还较平静 一旦稍立岸边 举目所及 左手边的江畔 警务视若奔马的后退 而前后右侧全是汹涌波涛 船只随浪起伏 有时候简直像腾空 有时候又砸进水里 江面上寒风凄厉呼啸 更将雷远等人吹得瑟瑟发抖 雷远一张嘴 冷风就往口腔里灌 他不得不微微弯腰被封 向正在滑奖的赵夫们喊道 我要找江东的快船 或者一艘 或者一堆快船 就停在下游 但必定没有旗号 能找到吗 若找到了 必有重现 赤裸上身的赵夫们 沉默无语地继续滑奖 叫做元龙的首领孝道 江东的快船 那容易找 无论从沙县来的 还是从巴丘来的 能在这时候 速将上行的快船 无非那些 每一艘我们都认识 每一处能停船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 足下请捎待 元龙转回身去 继续呼喝滑奖 因为船上别无再重 带到船帆升族 接着西北风的力量 整艘船只 仿佛飘飞在水面上 劈波斩浪 有时候 船只划过剧烈的弧线 以便让船帆戒风 此时半边船弦 都会没进水里 护从们都紧张地 抓紧船弦 生怕船只轻浮 雷远出时 站在船头眺望 过了会觉得 脚下发软 不得不坐在船板上 扯着一段 缆绳借力平衡 江面上不变路程 也不知经过多远 元龙忽然大步 走到船头 拍了拍雷远的肩膀 雷将军 你看那头 就是他们了 雷远正觉得昏尘 也不知怎变 耳朵眼里 呜呜作响 胸腹间也有些翻腾 元龙喊了两声 他才反应过来 揉了揉眼睛看去 元龙所指的方向 可不是两艘 极精良的走狗快船吗 雷远算不得水军的航架 但他两年前 与关平同船渡江的时候 听关平介绍过一些 基本知识 大江上日常的船运 什么江段用什么船 什么季节用什么船 什么只能用什么船 都有一定之规 不是乱来的 这两艘船 既非渔船 也非渡船 更不是商谷 所用船底宽平的方舟 其身份简直昭然若揭 此时 两艘走狗 大概刚刚起毛 连接彼此船身的绳索未解 速度远没提上来 元龙驾舟向他们急速靠近 没过多久 雷远就能够看到 那两艘船上 往来奔忙的赵夫 待到更近了些 又看到了船上 有身披戎服的人影 元龙拍着船弦 哈哈笑道 看 看见那个球然光头吗 他是沙县那边的水军都博李环 此人决善操舟 可惜闲暇时 喜欢在江上做贼 专干劫略行旅的事 靠上去 让我上船 雷远猛拍元龙后背 几乎把他打个裂浅 元龙回过头 吃惊地道 雷将军 你要上他们的船 他们人多 万一闹起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 雷远深深吸气 深深呼气 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装备 今日 原本没想到有事 所以 身上只穿了件轻便的皮甲 腰间旋着长剑 便是赵湘赠送的那笔利刃 除此以外 便没有其他可用的了 他回头看看护从 包括李珍在那一宫六个人 除了四个留守在江陵宅邸的人手以外 还有王平 至于赤里宁塔 他的体格太过夸张 压根没有适合的马匹骑城 所以 在雷远狂奔出江陵城的时候 就把他甩开了 其实 赤里宁塔 才是最适合这种局面的 可惜 可惜 靠上去 让我上船 雷远平静地向元龙吩咐道 万一形势有变 你自放翻退去便是 无需勉强 元龙愣了愣 呼吓同伴们 加快滑降的节奏 船只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视野范围 再到箭矢射击的范围 毕竟到三五丈的时候 两船之间的江水 汹涌起伏 滑得一声泼上船板 把雷远等人交得透新凉 江东的走隔船身较高 距离接近以后 反而看不清船上情形 只觉得 高大的船身黑沉沉地 仿佛将要压下来 好在上头没有箭矢射落 当一股浪涌忽然消失的时候 两艘船东的撞在了一起 雷远没有想到 撞击的力量这么强 当场就摔进船舱里 但他反应极快 随即挺妖起身 剑步跃上船头 再一挺身 一把攀住了对面的船弦 发力翻了上去 往前推一年 这样的动作 对雷远来说 还属高难 但长期的艰苦训练 这时发挥了作用 使他身姿矫健 虎虎生风 人在空中时 雷远就纵声高喊 荆州奋威将军雷远在此 他脚踏船板 方才站稳 眼前一阵寒光闪烁 脖梗 胸前 腰眼微痛 原来都被刀剑逼住了 这种场合 果然还是岳父出面比较合适 雷远心头发苦 护丛们也都陆续攀上船来 然而 眼看雷远受制 谁也不敢乱动 只能乱嚷着 放开我家将军 下个瞬间 有一名衣着滑贵的女子 抱着孩子 躬身从船舱里出来赤倒 都轻声 你们吓着阿斗了 第四百七十章 慢代 雷远一路紧赶慢赶的时候 忍不住响起关羽的咆哮 适才关羽那副怒发冲冠的样子 有点把雷远吓着了 好在关羽不会伪过于人 更不会迁怒 换了性格暴躁的张飞在此 只怕已经当场打死几个 关羽绝非图示永利的匹夫 他既受镇守荆州重任 就一定会竭尽所能 把荆州经营得犹如铁筒 所以当他了解到 迷方与江东人物勾结的时候 丝毫都不顾及多年交情 放手让潘迅大肆清洗 谁能想到 江东对荆州的渗透到了这种程度 明明迷方和他的许多亲近人 都已经遭到严惩 他们竟然还能在关羽的眼皮底下 玩出一手鱼木混珠 从荆州幕府的侧门 到江陵城的东门 那才多少距离 自车行驶才过了多久 在这么短的距离 这么短的时间里 做到如此神奇的操作 事前得经过多少次演练 埋下多少浮现暗装 事才跪在荆州幕府门前的那些人里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多少人根本就是江东派来的间谍 好在他们 把精神花在了 劫持孙夫人和刘善公子上头 若这伙人 在特定的时间里 因外合试图截夺荆州 那又会如何 思之不寒而栗 不对 什么 好在 截夺荆州的事 姑且不提 眼下跑了的 玄德公的正妻和四子 但有半分闪失 荆州文武谁承担得了 关羽难免为此惊怒交加 而他所迷惑的 也是雷远根本想不通的 孙夫人和江东那边 为何要这么做 他们图什么 雷远前世不算精通历史 他只隐约记得 当时玄德公本人身陷一周 而孙权又急欲索取南郡 是以大起周师 试图控制孙夫人和刘善 后被赵云所祖 夺回了刘善 此举或许是为了增加 江东与玄德公谈判的筹码 但却事实上成为 孙刘联盟走向瓦解的开端 此事的情形略有不同 如今的江东 本来也没有对荆州领地 提出要求的可能 甚至 他们所控制的汉昌 江夏两郡 都属暂见 此前重定盟约的时候 就已明确 一旦江东攻下淮南 便还荆州两郡 而玄德公又已经迅速控制了一周 此刻无论实力和声望 都比雷远前世所知的更加强盛 在这时候 就算江东控制了孙夫人和刘善 又能如何 以玄德公的雄才 绝不会因为四子受人控制 而放弃自家基业 退一万步来说 刘峰这养子 就是为此时而设 江东从刘善身上得不到好处 突然使孙刘联盟再度瓦解 这有什么意义 刘善的生母已经去世 孙夫人乃是嫡母 他与刘善的关系 据说又很亲密 长远来看 不是让孙夫人安稳做他的主母 对江东更有利吗 关羽是财怒骂说 孙夫人是不是疯了 雷远倒想问 吴侯如此行事 他是疯了 还是傻了 难道他真的发了失心疯 要与玄德公决裂 不应该 至少目前不应该 雷远看看 在自己面门和驳梗处 晃动的锐利剑锋 两指按住剑脊 轻轻将之推开一点 持剑的武士冷哼一声 翻腕将剑锋抬起 此时 船只正直起翻加速 恰好一道横浪涌来 船只随浪摇摆 船上人无不晃动 那假使一时间用力过猛 利刃带出一抹弧光 几乎要扎进雷远的面门 好在雷远反应极快 劈手握住剑刃 使之不能刺入 剑刃割破雷远 手掌的皮肤 鲜血鼓鼓地顺着剑刃流淌下来 护从们一阵躁动不安 雷远忍住剑身入肉的剧痛 面色不变 连眉毛都不颤动半点 这时候 拥挤在船板上的江东夹士族 有数十人 他们层层叠叠地围堵在雷远深周 就像一圈圈的铜墙铁壁 只要带兵的军官一声鹤令 雷远毫不怀疑 自己会被砍成肉泥 然后被扔到滔滔江水中喂鱼 然而 雷远坚信 无论吴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孙刘两家当前并没有解不开的矛盾 断不至于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除非哪位江东夹士 忽然想要为成谱 周泰等将校报仇血恨 否则 眼前的情形 未必要靠刀剑来分高下 至于孙夫人 雷远只好期待 玄德公稍微有点担当 不要把他们夫妻俩 前次闹翻的责任 归结到卢江雷士身上 雷远再度将面前的剑刃推开 那夹士双手握住剑柄 试图稳住长剑 于是随着雷远的动作 更多的血流淌到剑鳄 甚至滴到甲板上 雷远继续用力 那持剑的夹士 惊慌 而尴尬的左右乱看 并没人给他下达反击的指令 最终只能信心退开一步 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 透出了一道缺口 使得雷远能够直面 传仓处气哼哼的孙夫人 雷远向孙夫人微微攻身 平静地道 无意惊扰 还请见谅 我此行只是赶来护送主母罢了 孙夫人愣了愣 在他身边 一名铁塔般的夹士 想要说什么 却被孙夫人制止了 于是 一行人在起伏的船上各自僵立 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 孙夫人轻轻拍着刘善的后背 低声道 护送 我去江东 自有兄长照顾 要你们护送作甚 主公邀请主母和刘善公子 前往益州 派遣掌军中郎将董和 大司马西曹苑刘八等重臣 专程恭请 又吩咐沿途以数千兵式卫护 二州八郡国的官吏百姓 参与迎送 主公以为 非如此 不足以显示主母的尊贵 如今 主母前往江东探亲 却指得青州两夜 雷远沉声道 我不知江东风俗如何 但荆州文武对待主母 和主公的公子 绝不敢如此轻易 那夹士忍不住道 我江东行事 哪里用你们荆州人来叫 雷远应声道 大司马 荆州墓的正妻 荆州 一周百万居民的主母和四子 哪里能容江东漫代 贾氏不经失效 然则你带如何 带着六个护从 来为主母撑腰吗 雷远不理会他 转向孙夫人 我听说 主母出来荆州的时候 不仅由主公卿自作陪 公安百姓合成出营 吴侯又遣庞大船队 和数百人随同伺候 其壮观情形 至今传为美谈 为何回乡探亲 却要如此 我甚至有疑问 这真的是吴侯本人的意思吗 其实雷远不过随口说来 然则此言一出 他却赫然发现 那假是眼皮乱跳 亏言遮掩下的脸色都变了 第四百七十一章 结江 雷远隐约想明白了一点 但眼前局面 又不容他细细分析 于是他直接就问 却不知这次来接引主母的这些人 是吴侯帐下的 参与机密的亲位吗 请主母返乡的邀请 是吴侯亲笔书信所述吗 要瞒着荆州文武 抢在关将军 回返江陵前出发 是主母自己的要求吗 荆州的主母和四子 却要在荆州的地面上 鬼祟行事 是主母和四子应有的待遇吗 用这种方法离开江陵 日后若有回返的那一日 该怎么面对主公 有人替您想过吗 这几个问题 本来是雷远这一路上 反复纠结的疑点 这时候猛地抛出 越问越加枪带棒 越问越令孙夫人恼怒 他每问一句 孙夫人的脸色就阴沉一点 问到第四句的时候 船上每个人都看到 孙夫人满脸通红 简直已经气炸了 几名手持刀剑的江东武士 彼此对视 略微往船舱边缘闪开了一点 求婆 他大声叫嚷 因为愤怒而导致他与生坚立 熟睡的阿斗被惊醒了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雷远曾见过的那名贴身势壁 曾侧齐奔行于乐乡 赐给雷远数仅二十端的秋普 从仓里闪身出来 此番孙夫人离开江陵 乃是借着出外踏青游玩的名义 随身的近视权术 被甩脱了 唯独秋普紧随不离 看来却是孙夫人的心腹 你说的居然没错 孙夫人冲着秋普嚷了一句 秋普脸上无奈神色一闪即逝 只漠然不语 而孙夫人把阿斗往秋普的怀里一塞 替我抱着阿斗 阿斗这时候五六岁 体型圆胖 又因为害怕着凉的缘故 身上重重叠叠裹了许多衣物 可不清了 秋普只觉得眼前一暗 怀里多了个极大的球体 顺时裂切几步 差点跌回舱里 好不容易稳住脚跟 秋普忙着安抚阿斗 孙夫人狠狠地瞪了一眼雷远 又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名江东夹市首领 继续嚷道 停船 停船 赵夫们都去看那夹市首领 夹市首领面对着怒气冲冲的孙夫人 简直手足无措 可他咬了咬牙 竟不下令停船 反而高声鹤令 声翻 加速 唯令折斩 我说了 停船 孙夫人跺脚大喊 然而船只反而顺风向东 行驶得更加快了 孙夫人顿时心寒 他虽然自幼骄纵惯了 又受年岁和眼界的限制 见识不大明白 但不是真的傻子 这时候 哪还不知道 自己被人诱骗了 他深深觉得受到了轻箭 更觉得自己遭到轻人的背叛 脸色刷得发白 他强然拔箭在手 在空中挥舞了两下 冲着夹市首领 一字一顿地道 听见没有 我要你停船 那夹市首领摇了摇头 刚想争辩 眼前剑光闪动 孙夫人已经挥动长剑 砍了下来 夹市首领能担负今日这样的任务 自然有文武干才 是江东的出众人物 孙夫人这点剑术 乃是未经杀场的花架子 根本不是他对手 这一剑看似凶猛 其实万里飘移 后径不济 剑刃的落点也有问题 他只削侧身一让 顺势抽剑直刺 就能要了孙夫人的性命 但他能这么干吗 不仅不能这么干 光这么想一想 就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当下他闪身往后躲闪 孙夫人一剑落空 挠身上前又是一剑 他在闪 孙夫人在追 一边追着砍 孙夫人还连声怒骂 饶住 你站住了不许动 站住了吃我一剑 原来此人叫饶住 雷远想了想 一时没想起 此人在江东是什么身份 这时候 饶住已经从船尾让到船头 再从船头让到船尾 甲板上寒光四射 剑气破空 竟是孙夫人成威 原本敌住雷远和护从们的 江东夹士们 不敢去旅孙夫人的虎须 一个个都紧贴着船舰站立 只让他们的首领 去顶在前头 雷远靠在船舰边上 与江东夹士们并肩观战 李珍扯了一副绒服的白色内力 替雷远简单包扎了手掌 而王平带了两个同伴慢慢挪步 这时候正悄无声息地 靠近船尾的定时 绕了两圈之后 孙夫人回到船舱门口 略微停步 呼 他用长剑处着船板 急喘了两口气 忽然道 孙仲议下了命令 你就真敢来办 居然还半成了 饶住苦笑道 这都是奋威将军 早就安排好的方略 具体形式的 有些是周廊秘密留下的人手 有几人十年前 就在江陵落脚了 我只不过是个接应的 奋威将军事前说了 接宁到沙县一叙 立刻就会送还江陵 绝不流难 孙夫人所说的 便是驻扎在沙县 接替城浦 担任江夏太守的孙渝孙仲义 他的将军号与雷远一般 也是奋威将军 孙渝是吴侯的堂兄 近年来 隐然成为吴侯亲族中的骨干人物 此前周廊领十万众号称伐属 便是以他为副手 听说周廊临终前 曾向吴侯推荐鲁肃继任 但一年多来 江东在荆州的主要负责人 始终是孙渝 而鲁肃仅是孙渝的副手 孙渝的作风 与温和的鲁肃大不相同 他在担任江夏太守以后 在军事上十分保守 面对强硬的关羽 不得不委屈求全 但在另一方面 他又狠下功夫 竭力促使江东的力量 向荆州渗透 譬如说 他便是后路弥方 甚至不惜用巨资 从弥方手里 购买劣质军械之人 眼前这个叫饶住的 乃是孙渝的得力部下 担任别部司马 雷远曾听潘讯提起 便是此人负责 与弥方的部下 具体接洽物资买卖 原来眼前这局面 竟源于孙渝假传吴侯的一旨 雷远隐约明白了 或许对关羽和雷远等人来说 处置弥方 乃至大举搜捕 结连江东之人 都是荆州的内部事务 但落在孙渝眼中 这等若是荆州 对自家意图渗透的猛烈反击 后来又传来消息 玄德公将使孙夫人 和四子入属 这在荆州看来 是向江东示好 展现孙渝联盟的稳固 但孙渝心里有鬼 却将知识做了 使孙夫人远离江东影响的举措 代表着玄德公向吴侯施压 既如此 他便悍然动用了一批 尚未暴露的人手 将孙夫人和刘善截夺出来 以他的亲族身份 想要骗过性子急躁的孙夫人 自有其办法 这是对荆州方面的最有力反击 也是展示江夏太守力量的 有效手段 这想法实在粗糙 倒也符合江东人一贯的风格 可他没想到 此举被雷员给撞破了 反应过来的孙夫人 勃然大怒 孙夫人与玄德公 此前虽有底屋 但后来 双方大致重归于后 夫妻之间的感情并没有破裂 他又确实满意 自己能嫁给明镇天下的英雄 怎么能容忍 自己成了娘家人手中的工具 更不消说 这个娘家人 还不是吴侯本人 而是吴侯的部下 区区一个江夏太守 孙夫人狂怒 稍微缓过一口气 他持剑再度杀了上去 饶住嘴上连连身变 脚下不停躲闪 连续避开几剑 站到了船帆下头 此时 李珍忽然取出背负着的脚弓 抬手一剑 剑矢在空中划过一道银线 割断了玄帆的棚索 整片布帆和撑帆的竹竿 哗啦啦地坠落下来 正砸在饶住身上 饶住一时只觉天旋地转 翻身扑倒 孙夫人犹豫了一下 挺剑对着他身上多肉处 刺了下去 第一剑刺得不够深 饶住大叫一声 挣扎玉起 孙夫人换了方向 狠狠地补了一剑 这下饶住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停船 他持着燃血的长剑高喊道 谁敢为令 我杀了谁 王平这时候已经站到了定石旁 他和同伴们身脚猛踹 沉重的定石应声落水 整艘船只猛烈晃动着 在江畔停了下来 第472章 夺斗 船上众人面面相去 有几名江东家士 想要去救助自家首领 被孙夫人两眼一瞪 立即止步 反倒是孙夫人赤河道 蠢货 还不去救 等着你们的司马丧命吗 于是 不少人收起手中刀剑 七手八脚地 把覆盖在饶住身上的帆布 竹竿之类抬起 将他拖到船头 为他包扎止血 孙夫人手握长剑 继续凶恶的环视众人 并不言语 众人唯有抱之以沉默 于是 孙夫人收剑归翘 似乎这样 能使气氛略微缓和些 然而当另一艘 走割掉了老大的头 重新靠近过来的时候 孙夫人再度拔剑在手 立声道 让他们滚开 不许过来 几名赵夫慌忙 站到船头高处 挥动旗帜大叫大嚷 一时间 两艘船都在江面上僵持 雷远估计 孙夫人并不知道 接下去该做什么 所谓去金口探亲 本就不存在 是孙渝鞭出来蒙骗她的 线下不可能 真往金口去 那么 折返江陵呢 孙夫人应该能够想象到 她的行为 给江陵城中 带来了怎样的震动 如果没有适合的说法 就直接折返江陵 有些叫人尴尬 祖母的脸面荡然无存 她固然性子急躁 真到了这种时候 满心都只有茫然 在她的身后 阿斗已经醒了 她用力蹬着腿 从秋朴的怀抱中挣脱 往起伏的船板上 走了几步 秋朴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时不时牵一下她的手 免得她摔着 阿斗跑过孙夫人身边的时候 被孙夫人猛地拢在身前 不许乱跑 她认真地吩咐 我不跑 我就看看 阿斗盯着船体侧面的某处闲窗 一次次地想要靠近 一次次被孙夫人抓回来 这孩子看起来真有些寒 雷远想 将军 你看 这时候 李珍忽然叫道 雷远回身眺望 只见大江下游方向 十数艘大船缓缓而来 又有同样数量的走隔卫户两旁 那些是江东水师的主力楼船 这些巨州 每一艘都用数百颗深山巨木打造 宛如横行江上的猛兽 每一艘船上都有蒋首百人 操纵着数丈长的江鲁滑水 甲板上搭建出的战楼上 大批公母手在夺口如铃而立 饶住和船上的众多江东夹市 无不喜动颜色 孙渝为了劫持孙夫人 动用的人手环环相扣 只在江上 就先有某处港岔里潜藏的小船 然后是两艘走隔转运 再到禅林 公安以东的江面 则是孙渝本人轻率 能够抵御风浪的巨州作为支撑 发现走隔未能及时 与船队会合后 孙渝立即引诸多巨州赶来接应 本来他们选举的时机 便是官平锁部舟师主力 惊吓水陆汉水与曹军作战 尚未来得及折返的时候 此时 巨州顶峰速流而上 船头排开重重白浪 气势极为逼人 无论孙夫人做何想法 一旦江下太守 奋威将军孙渝轻提水师赶到 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这许多巨州一旦围拢 哪怕不登船 只用钩锁拖拽 也能带走整艘走梗 饶珠受了伤 难以动弹 只能趴在翘起的船头 探头向外张望 眼看着江夏舟师大静 他的信心随之膨胀 当下高声鹤令 奋威将军来了 大家准备 话音未落 他的咽喉处已多了一支箭矢 铲型的箭头切断了 他的气管和血管 从脖梗后方直透出来 饶珠的眼珠 突然像死鱼般凸起 喉咙里发出格格的声响 随即面门东的一声 撞在船板上 再也不动了 站在孙夫人身边的 一名江东夹士 反应极快 立即伸手 往腰间拔刀 然而就在他跃起的时候 另一支常见 正中他的前额 这一件好大的力量 竟然灌炉而出 将他整个人带的往后翻倒 死死地定在 船身中央的桅杆上 在这艘船上 能有这般射数的 除了李珍还有谁人 贾士们齐声惊呼 但他们既然能被孙渝 派来承担这样的重任 绝非首领 身死就溃散得乌合之中 一名满脸求然的光头大汉 便是此前元龙 只认出的江东水军 都伯 李桓 立即接替指挥 他纵声狂喊 杀了荆州人 多把刀剑瞬间出鞘 带着靖风 从各个角度劈砍过去 这番刀剑劈砍 可不同于孙夫人的花架子 真是又狠又辣 不愧为江东水军精锐 反应相当迅速 身手也堪称强悍 然而雷远和护从们的动作 比他们快一步 快一步就够了 江东贾士们挥刀的时候 雷远已经持剑在手 他手中这柄剑比通常的规格 要长出半尺 一旦出鞘 占青色的剑光 仿佛瀑布倒卷 硬得众人须眉皆闭 甲板上空间狭窄 这么多人动手 谁也没有去前退后的余地 只能硬挡硬格 然而 无论是长刀 铁甲 还是武人的钢剑筋骨 在这长剑之前 都起不到半点 阻碍作用 雷远见风所致 一甲平过 血如泉涌 拦在他身前的三名江东贾士 转瞬毙命 后继的贾士 带要向前 王平等几名互从大砍大杀 硬生生堵住去路 李桓大怒赤河 亲自拔刀向前 才走了一步 眼前荧光一闪 警侧被李珍一箭划过 鲜血爆战 他的怒喝 瞬间化为惨叫 不得不急不退避 江东贾士的数量 足有三四十 若早有准备 靠人命堆上去 也把雷远等人堆死了 然而他们 怎也没想到 雷远竟会 在这时候 促然发难 他们真的毫无准备 江东水军已经到了 这时候动手 是活腻了 找死不成 就在他们 稍稍后退的转瞬之间 雷远等人 黄奔向孙夫人 所在的舱门方向 李桓被靠着围杆 捂着伤处 向着自家被迫退的 同伴们大喊 弓箭 弓箭 射死他们 贾士们一时犹豫 孙夫人就在那里 谁敢放箭 李桓纵声喝骂 你们的胆子 被狗吃了吗 贾士们一阵鼓躁 其中数人咬了咬牙 张弓搭箭 此时 雷远一把拽住 孙夫人的肩膀 将他猛地甩进了船舱里 李真揪着秋朴 随即入来 稍慢一点点 王平等人渔冠 退入船舱 反手把舱门关上 舱门将避位避之际 已有箭矢从门缝里透入 扎进王平的后背肩甲处 阿斗 阿斗呢 孙夫人跌倒在舱底 游自大喊 王平咬着牙松手 被他紧紧护在怀里的 阿斗手脚并用爬起来 这小孩晕头转向 听得舱门外撞击的声音 还以为是船要翻了 下得赶紧去扯孙夫人的衣服 孙夫人像是互毒的瓷兽般 猛扑过去 一把抱住阿斗 上上下下地捏了一遍 随即他怒目原争地骂道 你们都疯了 疯了 我们既然敢这么做 就是有把握 雷远沉声道 请主母捎带片刻 荆州水军很快就能赶到 孙夫人愣了愣 他忽然间就不敢再斥责 眼前这名年轻武人 转而向舱门外立声高喊 刚才是谁放的剑 你们等着 我一定比明兄长 砍掉你们的脑袋 船舱外的江东家士们 气势大举 撞门的声音 猝然停止 第473章 谈判 走狗的船舱 分为前后两处 前一处位于船体中段 是赵夫们并坐滑甲的地方 也作为他们的起居之所 后一处位于船尾稍高处 有舱门和有闲窗 是船上客人所用 这艘走狗既然是孙渝 用来公孙夫人使用的 船舱自然精心拾舵过 除了熏香洒扫之类 舱门还很牢固 一旦河拢关闭 外头的喧闹 似乎都被隔断了 众人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然则走狗 毕竟不是大船 船舱里 人数一多 难免显得狭错 雷远站到舱边的闲窗向外看 因为闲窗的位置略低点 一时只见起伏涌动的浪涛 积极的水花 几乎能拍到他的面门 在视野范围内 没有见到袁龙的那艘快船 应当是见识不妙 溜走了 不知道他看清了 走狗上的情形没 溜走了倒是好事 如果他们往上游去 正好能替后继赶到的 荆州水军船只引路 现在就看自己 能在这船舱里坚持多久了 雷远在登上走狗的时候 并没有打算动武 他的目的只是 拖延时间 等到荆州船队到来罢了 然而 江东水军先到 迫使他不得不暴起发难 以孙夫人的地位 足够吓唬寻常将士 却唬不动孙瑜 雷远这份威将军的名头 放到江夏吴军眼前 恐怕只会让他们 想起城谱和周泰的死 万一孙瑜仗着兵多将广 强行掳人 保不准雷远等人 就被栽个失足落水的名头 那可大大不妙 所以 唯有如此了 只有行险 控制住孙夫人和阿斗 才能在威境中 勉强保持军事 幸运的是 孙夫人并没有与江东人 站在一起 否则 雷远便是三头六臂 也办不成事 主母稍安勿躁 她转向孙夫人 重复道 只要你和公子 不在江东人的掌控下 待荆州水师的支援赶到 我们就能脱身 秋朴冷笑道 夫人何须担心江东 再怎么样 夫人也是吴侯之妹 是你们要仰仗着夫人的身份 才能脱身吧 没想到 这个事必 倒有点见识 硬生生把雷远后头的话 全给憋回去了 既如此 雷远也不客气 立即喝道 到了如今的局面 又何必嘴硬呢 动一动 脑子想清楚 主母该担心的事情多了 岂止江东 秋朴漠然无语 孙夫人素来户短 这时候 也不知该怎么维护自家的婢女 孙宇摆了这一出 明明白白 是把孙夫人当作了工具来用 丝毫都没有考虑过孙夫人本人的利益 秋朴所说的 是孙夫人身份尊贵 无需担心自家安全 可雷远反问的 却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大司马 荆州木的正妻 邪子潜逃以后 江东那边 会不会将玄德公的妻 子作为牵制手段 孙夫人真的以为自己能安然返回 玄德公身边吗 甚至说 这事情弱闹得大了 玄德公能接受自己的正妻 如此行事吗 她还愿意接受这样的妻子吗 且不谈刘善公子 以后会如何 孙夫人本人在这一场行动里 已经把自己的婚姻输得彻底 孙夫人抬起头 看看秋朴 张了张嘴 今日之前 不是没有亲近人劝说 可孙夫人性子急躁 全没听进去 这会儿 她想问秋朴 自己为什么这么蠢 可是当着这许多人 她开不了口 或许她这时候 才开始真正去盘算 这件事情的后果 于是越想 越是脸色惨白 过了一会儿 她深深低下头去 随即跌坐在舱底 抱紧膝盖 把身体蜷缩起来 此时船舱外头 倒恢复了平静 众人听到绳索沿着船身摩擦 那时赵夫们 把定时重新提了起来 看起来船只将要起航了 王平弓剑步站在舱门边上 随时准备继续作战 但她后背肩甲出中的那件 恰好中甲叶缝隙中过 扎得很深 又因为全力抱着阿斗的缘故 伤处反复牵拉了几次 被完全撕裂开来 伤口最深处 隐约可见森森白骨 鲜血将半边身体的衣袍 都染红了 李珍忙着给她包扎 但雪很难止住 王平自己倒很镇定 轻声向雷远道 将军 最好莫要容他们轻易启航 我去个机会 杀出去一趟 这却是两难 守在舱里固然安全 就顾不得船只 冲杀出去的话 或许能阻止赵夫行船 然而以少敌都有多么危险 在场每个人都知道 仅仅是刚才顺息交手 包括王平在内的三名护从 都受了伤 雷远的皮甲 也有两处被割裂了 这种局面 真是死生全在交结之间 除非关张 赵云这样的万人敌 谁有把握能进退自如 雷远想了想 还是决定不要妄动 就在这里等着 他对所有人说到 随即又指了两名护从 你们守在舱门处 以防万应 两名护从硬了 站到门口 严阵以待 这时候 船身又是一阵 慢慢调转方向 看来是将要启程 众人心里都有些沉重 整个船舱里 鸦雀无声 只有阿斗茫然无知 他眨巴着眼睛 看看沮丧的孙夫人 再看看丘普 往日里 这两人都对他很好 总是抱着他 给他好吃的 好玩的 为他讲各种有趣的故事 可现在 他们都不理会阿斗 阿斗撅起嘴 露出要哭的表情 孙夫人仍不理他 丘普倒是勉强笑了笑 伸出手摸了摸阿斗的脸 阿斗决定不打扰丘普 他转身往船舱的 另一头走过去 看着雷远腰间的长剑 你这把剑很好看 是才他应该看到了 船上刀光剑影 血肉横飞的厮杀情形 但竟然不显得特别紧张 难道是打小剑是惯了 雷远微笑道 是吗 我也有一把 是木头的 但是也很好看 阿斗说 我和你换 行不行 雷远笑着摇头 那可不行 木头的剑不能杀敌作战 我要来无用 正说话间 丘普忽然尖叫一声 扑向潮汐的闲窗 荆州水军来了 所有人一起拥到窄小的闲窗处 向外眺望 只见窗外的波涛间 仿佛陡然升起黑压压的乌云 无数船只的强鹿和旗帜 从大江上游献出身影 比起江东的大洲 这些船只小的就像飞舞的鸟 但它们数量极多 完全不避风浪的杨帆吉尺 几乎瞬间就铺开两翼 俨然对江东巨州 形成了合围之事 雷远看得明白 荆州水军大概把汉京渡口 每一艘能动的船只都拉出来了 这是真正的清朝而出 他能够想象得出 就在此时 江峰烈烈 天暗如千 西面风帆古荡 东面巨剑如墙 数以千计的将士严阵一带 俨然已有两军激战的紧张气氛 然而 不至于真的打起来 当年 周廊能策动 吴侯威逼荆州 如今的江夏太守 却既没有这样的地位 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两家水军既然到场 剩下来的事就是谈判了 原本不断移动的船只 这时候再度停了下来 从闲窗处看到 有荆州和江东的船只 慢慢靠拢过来停泊 还有许多人踏上船板 发出密集的脚步声 又过一会儿 舱门处有人沉声道 祖母和公子可在 赵类求见 这主母的称呼 还能当得多久 孙夫人低着头 自嘲地笑了两声 并不回答 雷远叹了口气 哪怕不提父亲去世的缘由 她也看不惯孙夫人 这种骄纵跋扈的作派 此前在江陵城 特意敬而远之 是她真实的想法 但这种时候 毕竟有个孙流联盟在 自己总不见得眼瞅着 这个联盟的纽带 就此破裂 她只得往舱门处 走了两步 扬声道 赵都督 祖母和公子都在这里 安然无恙 只是 祖母遭人劫持来此 沿途颇受惊吓 舱门外的赵类明显顿了顿 过会儿在言语时 稍微轻松了一点 请续之转告 荆州水军已经登船 祖母和公子 且放宽心 第474章 分量 要论寄机厮杀 十个雷远骑上 也赶不上她的岳父 但要论权衡利弊 当机立断 雷远却有自己的义德之功 一技之长 便如此刻的形势 看似两家舟师对峙 剑拔弩张 但雷远始终很清楚 关键并不在武力上的高低 而只在孙夫人的态度 首先可以明确 孙夫人却无邪子逃亡的意思 她只是急躁而少见识 容易受人利用罢了 所以 雷远能够借着孙夫人的威风 先击退试图控制局面的船上 将东夹士们 那么 接下去的问题是 既然孙夫人已经明白了 自己被人利用 那就得替她找个理由 来解释这一回出人意料的外出 至少 要让她在大众面前 有个台阶可下 只要让孙夫人有台阶可下 接下去的事情 就不会横生之解 终究她不是傻子 到这时候 应该明白 娘家的人们 有多不靠谱 她真正能依靠的是谁 至于具体的理由 仓促兼雷远能想到的 便是遭人劫持 孙夫人和四子出外游玩 在江畔一时不察 遭水匪劫持 幸而荆州水军和江东水军 正寻游在附近 当场杀散匪人 救回夫人和四子 孙刘两家水军 其乐融融 蒙曰劳不可破 堪称一时佳化 当然 这样的说法 瞒不过有心人 但大家的脸面都在 水军对峙的情形也有解释 差不多就可以了 至于真正的关键人物 日后自然会向雷远专门询问 作为整装事件的目击者 雷远未必有兴趣额外美颜 却也不至于往一个女人身上抹黑 事实上 只要她如实叙述 对孙夫人便已是极大的帮助了 不谈日后 只看眼前 赵磊在听到雷远的表述后 态度便明显出现了变化 秋朴猛地抬头 刹那间亚然失色 她下意识地推了推孙夫人 孙夫人茫然抬头 怎么了 秋朴凑近过去 笛声说了几句 孙夫人也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隐秘的互动 全没落在阿斗眼里 这孩子 仍然坚定不移地随着雷远 几次伸出圆圆的手掌 试图拔出雷远的长剑来看 我就看看 就只看看 不干别的 被阻止之后 她扯着雷远的容服 大声道 你让我看看 这把剑是青色的 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雷远笑了 她蹲下身来 解下长剑瓶举在阿斗面前 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 所以才喜欢 阿斗认真想了想 如果我说眼熟的话 你就给我看吗 此时 船身又是一摇 闲窗外头出现了 站在船身边缘 背身警戒的荆州军士 秋朴上前几步 奋力抱起阿斗 好了 莫要再打扰雷将军 你们都有真的 为何就给我一把木头的 阿斗在秋朴的怀里扭来扭去 嚷道 我也要真的 确实有点憨 似乎注意力一旦集中到某件东西上 短时间内就再想不到别的 用后世的话说 就是 单线成 雷远赋肥几句 轻笑道 不曾想公子 竟会喜好刀剑舞具 真不愧是主公的血脉 我听说 主母也擅长武剑 闲暇时 若能向公子传授一二 我想 主公定会大喜过望 乱世雄主的继承人 应该是什么样子 雷远隐约知道一点 他记得曹公的四子曹丕 号称六岁学舍 八岁能骑舍 还是个用甘蔗基建的大家 如果孙夫人此番前往成都 能稍微展现下 对四子的教育成果 说不定 玄德公一高兴 就不再纠结今日之事 雷远只是想着秋朴随口一提 并不多言 也不指望 孙夫人能够明白 可孙夫人忽然低声道 多谢 雷远一愣 孙夫人扶着船舰 慢慢站起来 因为之前跌进船舱的缘故 他的头饰和发迹 有些散乱 脸色也透着苍白 但是当他渐渐起身站定 适才那些彷徨失措 似乎被他抛却了 他重新恢复 成了那个高二大胆的女人 又与雷远想象中的 略有些不同 秋朴担心地唤了他一生 他没有理会 他忽然慢慢道 小时候 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的父亲 长兄 都是威名震动天下的英雄 是所向无敌的豪杰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以后嫁人 一定也要嫁给 不下于父兄的英雄 断不能为庸人之气 玄德公便是了 他虽然半生颠沛流离 却是个真正的英雄 可惜 我来到荆州不久 就懂了 我的夫君 并不是真的想娶我 面对我的时候 他只是在忍耐 就像他面对着曹操 袁绍 刘表之刘那样 小心谨慎地忍耐 话是没错 但自比曹操 袁绍和刘表 是不是合适 雷远苦笑不已 他拦住孙夫人的话头 大声对部下们道 既然 荆州水军到了 我们开门出去 将此地留给主母歇息 李珍 王平这等 比较机灵的部署都知道 以自家身份 去听取主公的家世秘心 未免逾越本分过甚了 于是连生殷世 李珍当先过去开门 众人向孙夫人施礼 鱼冠离开 雷远带要把族跟上 孙夫人高声道 雷续之留下 听我把话说完 这一声鹤令传到外头 雷远还真不便强行出外 他苦笑连声 站定不动 他忍耐了好一阵子 有段时间 孙刘两家彼此厮杀 他便不忍了 直接将我安置到禅灵 又将我的随行护从 仆臂们剥夺了大半 还找了些理由杀了几个 后来 两家重定盟约 他又把我接回来 像往常一样 对我 以为 我什么都不懂 孙夫人的眼光散乱 不知道在看什么 可我心里都明白 就算以前不懂事 经过那一趟 也明白了 他只是因为 需要孙刘联盟 所以才需要我 包括他的部下们 孔明 或是关羽张飞那些人 从来没有当真 把我当主母看 他们心里对我 只有警惕和忌惮 对了 还有赵云 他表面上客客气气的 实际上 将我当作囚犯 可可 倒也未必 涉及自家岳父 雷元想解释几句 又无话可说 玄德公为了 警惕自家的妻子 专门设置 一位留营司马 固然是被孙夫人的 跋扈所迫 防备之意 也确实明显 所以我才会上孙渝的当 孙夫人向雷元摇了摇头 我自知形势鲁 也听不得人谅言相劝 但许多事情 心底里还是清楚的 只是 我就只是想逃离这个牢笼 回到江东去透一口气 去纵马奔驰 自由自在地生活一阵 他笑了起来 结果呢 孙渝渝将我当作工具 他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利益 我这个吴侯之妹 原来在江东人眼里 也就只有这点分量 第475章 水贼 孙夫人的心里无限悲凉 雷远虽能理解 却并不打算言语畏解 他平静地道 乱世中 人命不如草芥 英雄们虎视阴阳的每年 每月 每一天 百姓们或者背井离乡奔走逃亡 或者在沙场市堆间 血肉横飞 或者以树皮草根 为食 甚至义子而食 男人也还罢了 能仗着体力挣扎求存 女人呢 主母 你以牢笼为苦 可曾想过 天下间 还有一万人羡慕这牢笼 我的妻子赵氏 在长板坡 带着两名右弟 辗转奔逃于乱军 多少次 险些落入凶暴的曹军手中 当时紧张情形 和所见所闻的惨状 简直无法言喻 尝使他到现在 还从梦中惊醒 而玄德公颠沛流离之时 他的妻 子都不免被敌军掳掠 辗转下落不明 雷远略微提高嗓音 如你这样的高门贵女 一生锦衣玉食 受人小心呵护 几乎没有经历过波折磨难 所以才会为了这些事纠结 多少人根本没有纠结的资格 他们都成了野狗的食物 成了刀下的冤鬼 成了荒土中的一绝烂泥 如果孙夫人的眼界 始终局限在此 雷远就得了他一次 就不了第二次 何况 雷远是独当一面的重臣 根本无意牵扯进 玄德公的家世 说了这么几句 雷远向孙夫人 微微躬身 往仓门外走去 站住 孙夫人急步向前 拦在雷远跟前 雷远微微皱眉 她是秉持着上下之力 不想硬闯出外 但如果孙夫人以为 拿这些不值一文的 自怨自艺 就能博取同情 那未免小看了雷远 然而孙夫人的下一句话 却真的 让雷远止步不前 雷远畜之 我记得你 寻得第一次 对我暴躁发怒 就是因为你 雷远兄中的怒气上涌 脸色顿时有些阴沉 她一字一顿地道 主母 你想和我探一探乐 乡城外的是非吗 孙夫人应道 或许正因为有那场 是非在前 所以才使你得到 当先拦截的机会 雷远微微一正 江陵城中的文武大员多了 我不知道是谁 第一个发现我离开的 但为什么 偏偏是你最早赶到 真的是你格外聪明些 还是某人下令给你 要你领头追踪 孙夫人连诸四地问道 此事关系到 玄德公的正妻和四子 难道不该由 玄德公的员 从亲近门负责吗 雷远之 你何德何等 能受命 来插手玄德公的家事 主母有什么尖叫 不妨直言 孙夫人隔着 不远不近的距离 死死地瞪着雷远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乐乡城下那件事在 荆州 扬州都知道 你我两人有着私怨 所以 你在拦截我母子的过程中 就算行事出格 也是情有可原吧 我是孙留两家之间 维系盟约的工具 你又何尝不是 那些荆州原从 用来推卸责任的工具呢 雷远深沉地叹一口气 过了会儿 他才道 主母能够凡事多想些 自然是好的 但千万不要稍有些想法 就把周围的人都当成傻子 须知 已成待人 不思于党 才是长久立身之道 说完 他就从孙夫人身侧 闪身向外 退开了半眼的舱门 大概是在阴暗的舱内 待着烧酒 只觉外界天光大亮 叫人一时睁不开眼睛 踏过两极台阶 踩上甲板 他正抬手遮掩 手臂被人用力攒住 赵磊低沉急促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孙仲义也在船上 不能让他单独拜见孙夫人 以防有变 赵磊是心思细密的人 所以才会担任中军都督 负责江陵承守 此番关羽征战在外 他镇守的城池中 却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眼下纵不及着追究 一旦回到江陵 关羽甚至玄德公那边 必然会有严惩 但赵磊却似并不介意 心思全都放在应付当前局面上 一见雷远 立即提醒他 莫要给江东人流出破绽 雷远眯缝眼睛 看了看船上四面围定的众人 反手拍了拍赵磊的胳膊 他嘴上之大声笑道 多谢赵都督赶来相救 雷远感激不尽 赵磊的担忧不是没有来由 直到他集合船队出发的时候 江陵那边还没有搞清楚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行动 更不知道 孙夫人是出于何种考虑 竟与他们协同 虽不知道 孙夫人现在为何重新站到了荆州一边 但天晓的这个冲动 而愚昧的女人 会不会被自己堂兄说服 忽然间再度改型更张呢 雷远反倒比赵磊要放松些 他非常确定 孙夫人对江东是失望的 他也想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明白的东西 荆州这边 再怎么样 都给足了他祖母的体面和尊荣 只要玄德公始终那么温厚仁德 他又抚育着公子流善 哪怕是天塌下来 也有保障 但江东那边 能给他什么呢 他不会再指望江东了 刚才 他试图指出 江陵远从文武对雷远的谋算 虽说想法粗陋 但至少表明 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盘算 希望在玄德公的阵营中 长久立足 这种情况下 孙渝打算做什么 只会自取其辱而已 正想到这里 前都不远处 有人哈哈笑道 这位就是救了我家堂妹的 叙之将军吗 久养 久养了 他就是江夏太守孙渝 赵泪低声道 雷远抬眼看去 只见此人正当盛年 浓眉大眼 相貌堂堂 随着戎服 举止间 又带着几分如生的从容不破 哪怕明白着此来 是为了抢夺盟友的正妻和四子 还被人当场捅破了 但脸上并无半点尴尬 反而满面春风 当下两人见礼 孙渝又道 我接任江夏太守的时候 就听江夏当地的武人们说起 玄德公布下 有一位英勇的雷将军 虽然年少 却久经沙场 屡见其功 后来听说 原来雷将军也好约奋威 正与我的将军好一般 这么想来 你我倒是很有缘分 往日威功 不值一提 哈哈 雷将军谦虚了 怎么能说不值一提呢 哈哈 孙渝不着四六地扯了两句 又道 许久不见 我家那堂妹 听说她遭水贼劫持 我也心急如焚 若诸位不介意 我先去看望下 赵磊轻轻踢了雷远小腿一下 雷远拳坐不知 抬手示意道 众议将军请 孙渝正打算往舱门里去 孙夫人先走了出来 阿斗牵着她的手 寸步不离 我很好 不必看望 她冷冷地看着孙渝 大声问道 那些水贼呢 想必都被兄长的精兵强将抓住了 孙渝笑眯眯地道 自然全都被抓住了 他们个个都会被明正点刑 孙夫人昂起脸 有个光头的大胡子 把她带来 啊 孙渝愣道 光头大胡子是谁 有个军力打扮的人 凑到孙渝身后 低声说了两句 孙夫人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就是这艘船上的光头大胡子 你还真不知道吗 让他来 我有话对他说 什么叫你还真不知道吗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言语是能拿出来提的 心知肚明就行了 说出来 是要逼着两军火兵吗 孙渝下出一搏梗冷汗来 他知道 自家这堂妹 自幼被骄纵的一塌糊涂 形势全无计 只怕他接着又要乱说什么 当下对那军力贺令 把李 阿布 把那个光头大胡子水贼绑来 须遇间 接替饶住指挥船只的水军都伯李桓 就真的成了光头大胡子水贼 他身上套了两圈绳子 从临近船只上被拘了来 众人眼看着他换成小舟 再转到孙夫人所在的走隔 沿途身边有孙渝部下的军力陪着 不停对他交代着什么 无非是让李桓死撑住水贼身份 莫要在孙刘两家的大员面前 胡乱攀咬吧 带到李桓被推推嗓嗓地压到镜前 孙夫人向前几步 看了看他 是才便是你下令向我母子放剑的 我本想禀明兄长 砍掉你们的脑袋 李桓满脸冤屈 却不敢开口 只向身边的江东将士狂打眼色 但我现在不想这么做了 孙夫人继续道 我觉得 还是应该亲自动手好先 话音未落 他拔剑就刺 李桓如何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 就算想到了 他身上五花大绑 也不便躲闪 竟被孙夫人一剑捅穿了咽喉 此举使得整艘走隔上一片哗然 而孙夫人缓缓抽剑 脸色煞白地对孙渝道 以后不要让我见到这种水贼 见一个 我杀一个 阿斗紧紧牵着孙夫人的袍袖 瞪大了眼睛 看着李桓在甲板上扭动几下 终于在血泊中咽了气 第476章 剑客 空气中淡淡的血腥气浮起 混入冷风 立刻就不知所踪 但是鲜血还在流 起初随着心脏的节奏 一股股的涌动 后来就没力了 细细细地 不断地流淌在灰黑色的船板上 然后凝固成某种半流质的东西 船上的空气也宛如凝固 孙渝和赵磊竭力构建出的友好气氛 这时候已根本维持不下去了 孙渝虽然故作平淡 袍袖却微微颤抖 就为了请孙夫人往江下一行 他已经动用了埋藏在江陵的几个重要案子 在江上还死了两个得力不下 饶住是正经的六百弹别不司马 死在了雷远手里 卢江雷氏在淮南时依附于吴侯的羽翼之下 到了荆州却反戈一击 前前后后欠了雷雷血债 孙渝迟早有让他还出来的时候 至于水军都伯李桓 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孙夫人杀死的 孙渝想要指着孙夫人的脸大声怒斥 江东孙氏的将士 竟然死在孙氏女儿的剑下 你还知不知道自己是吴侯的妹妹 你知不知道吴侯为什么要把她嫁给刘备 这么多年的锦衣玉石摆一摆顺 你当是摆给的吗 偏偏孙渝拿孙夫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种渐渐失控的感觉 使她心中唯有无奈 死掉的不是江东水军李桓 就是个光头大胡子水贼 孙刘两家已经商定了 难道孙夫人还杀不得一个水贼 若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告辞了 孙渝抹了下额头 也不带赵磊回答 直接就登上小舟 往自家的楼船上去 在这艘船上多待一个刹那 她都会担心自己暴怒失态 接下去的事情 无非是摆开一仗 恭请孙夫人回到江陵 此前 她是如何离开江陵的 那不重要了 在船上的决绝一见 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 赵磊等文武对孙夫人的态度 一如往常 但隐约多了几分尊重 或许从此以后 吴侯将会失去她的妹妹 而荆州一州的文武百官 将会迎来一位真正的主母 浩浩荡荡的荆州船队开始返航 孙夫人和阿斗在许多部署的簇拥下 登上了姗姗来迟的荆州水军楼船 数以百计的小舟 跟随在楼船之后转向 因为数量太多了 各自的前进路线难免冲突 彼此船船起伏碰撞 乱糟糟地横过船头 再摆回来 像是巨大的水鸟 带着她出自下水的孩子们 在江上巡游 孙夫人下意识地抱拢了阿斗 阿斗正了正 老实地靠着孙夫人怀里 单把手臂探出来 适才荆州的五人们 一窝蜂地上来奉承 不知谁给阿斗 找到一柄短剑的精致剑鞘 阿斗便将只想象成武器 一心一意地凶猛挥舞着 与不存在的敌人奋勇厮杀 丘普觉得身为大司马 荆州木的四子 应当稍许稳重点 大庭广仲下如此 实在不像样子 他上来夺走了阿斗的武器 结果阿斗呆呆地看着她 五官慢慢揪在一起 露出即将痛哭流涕的表情 那可就更不像样子了 落在外人眼里 还以为他遭到了磕呆 丘普叹了口气 把剑鞘还给沉迷剑术 不可自拔的阿斗 雷叙之呢 孙夫人问道 怎么不见他 丘普稍作犹豫 恭敬地禀道 雷将军说他另有急误 所以 是才向赵都督告辞 打算转成青州渡江 走路路 折返一都去 这就走了 孙夫人愕然 转念一想 雷远怎么就不能走 他是荆州诸将中地位 仅次于关羽之人 坐镇经义两周之间 咽喉要道 地位何等重要 可不是孙夫人的私塵 当下只能点了点头 孙留两家水军对峙的江面 距离公安城不远 当孙夫人问起的时候 雷远已经乘坐青州 进入了游江口的芦苇荡里 前年秋冬时 魏延在此地抵御乌军 焚烧炉尾 以拒止东吴船队 现在小船经过 还隐约看到些枯胶尾杆 露出水面 正是那日纵火的痕迹 之所以 他不随着大队折返江陵 并不是真有什么急物 而是为了荆州文武的颜面考虑 此番关于北上迎战 曹军得胜 本打算借此 在一周仲臣面前耀武扬威 却在自家本剧露出破绽 被江东抓住机会 几乎夺走了刘善公子 玄德公戎马半生 只得刘善这一点血脉 他要是真的落入吴侯手中 可不是小事 玄德公令董和等人前来 是为了展现孙刘联盟的稳固 如今却适得其反 这更不是小事 哪怕以关羽的身份地位 面对这种局面 也会头痛 关羽本人与玄德公一为君臣 恩由父子 玄德公不会苛责他 但他的部下们呢 以关羽为核心的大批荆州将校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随着玄德公威势见胜 麾下诸将也各自羽翼见风 身为主将者 不能不为部署们考虑些 关羽和他的亲信部下 幕僚们总得有个四平八稳的说法 来解释这档子破事 或许还需要和孙夫人对个口供 这倒不是雷远猜的 而是出于赵类的暗示 自古以来的创业团队多是如此 最初时的几个核心人物 其信念坚如磐石 所有人的心气天然就凝成一体 虽能因拿而上 百折不挠 但是随着团队的扩张 慢慢地难免各有私心杂念 哪怕居上位者也不能并除 只能尽力加以约束和引导 最终时日推移 如果初时人物渐渐老去 那谷子合中的心气也就散了 在雷远所熟悉的那段历史上 纪汉从初时的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 到后来自居为小国英渔 固然有国力衰退的缘故 也和这股心气渐散 个人自顾己身有关 但这些都和雷远无关 眼下 玄德公尚在 一仲元 从和诸葛亮等尚在 讨曹灭贼的大旗 还高高举着呢 底下人有些小小盘算 无伤大雅 再怎么样也翻不了天去 雷远这个遗都太守 还是管好自家的事 此前在边线 雷远与宋丸等经北大商巨驾 达成了许多合作的细节 这是关系到裁员的大动作 一点都不能疏忽 所以他 原本就打算先去乐乡一趟 亲自与常驻 乐乡大事的诸多宗族代表 和商骨会面 将之落实下去 当下雷远等人 从游江口弃州登岸 在禁灵的意志中 调拨了马匹城距 随即并不入公安城 直接沿着大江南岸的道路 向东 这段道路 便是如江雷市出抵荆州时 调动人手修筑的 雷远和李珍都熟悉 王平头一次来 众人为他介绍 这处那处的屯堡 望楼 少恰等 说起前年秋冬 正是在此地 与城埔 甘宁 吕蒙所不攻守敖战 众人既有骄傲 又有感慨 第477章 踢球 看着众人七嘴八舌的吹嘘 而王平身上包扎着绷带 因为失血而精神疲惫 又不得不竭力 打起精神硬鹤 雷远有点想笑 这样的吹嘘 有助于王平 逐渐融入雷远麾下 使他越来越了解 和认可 卢江雷势的体系 将士们能有这样的 骄傲和感慨 却是有理由的 卢江雷势 最初在雷伯的掌控下 依附于元术的重视政权 将军好得了几个 燃则正经的大战 没参与几次 最出名的 是在前山向穷困来投的旧主 元术反戈一击 雷伯之后的宗主是雷旭 雷旭与江东亲善 几次出兵 协助江东在淮南 卢江等地的军事行动 最终遭到曹军攻打 一路溃逃到荆州 严格来说 这个以军事实力立足的强宗 直到雷远掌权 才真正得以施展 从周太开始 再到陈浦 吕蒙 继儿 徐晃 马超 他们获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而他们所掌控的田地 产业也随之不断扩张 时至今日 他们自身的武力如此强大 又有地方上的经济力量为支撑 已经成为玄德公麾下 一支特殊而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可预见的未来 以卢江雷视为核心 诸多军功地主为外围的这个体系 必定还将继续发展 而许许多多的将士都满怀信心 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战斗 不断攫取功勋 不断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最终这个体系会变成什么样 它会始终是雷远能够依赖的力量 还是会蜕变成某种怪态 老实说雷远全无概念 他在穿越前只是个普通人 穿越后也没感觉出自己脱胎换骨 获得什么高瞻远瞩的能力 他只是一步步地做想做的事 尽量做好 希望能给这个世道带来些新的变化罢了 反正就算做错了什么 难道未来还会比五湖乱滑 神舟路程更可怕吗 雷远在这上头丝毫都没有顾忌 想到这里 他催马向前 笑着对护从们道 天色晚了 我们没有什么急事 不要贪胆路程 记得前头有个意志 吃点好的 早点休息吧 护从们连连点头 此前以为 从一周折返之后 就能再一度好好休养生息 然而 雷远这些日子四处奔波辗转 没有休息过一天 先是因为 迷方和紫瑰文士的勾结 后来深入金山 大大小小的战斗 竟没停歇过 极致边县那边战事结束 大家都觉得 无论如何该告一段落 结果出了孙夫人的这档子事 所有人的精神高度紧张 这一日里消耗的精气神 简直不下于经历一场熬战 待到这时候 雷远和护从们 心情放松的沿江走了一程 忽然就觉得 疲惫不堪 原本打算一口气 赶到乐乡县城里住宿 这会儿既然雷远说不及 大家也乐得谢谢 雷远说的这个意志 李珍和另两名互从都记得 当日 卢江雷氏宗族出到乐乡 雷远曾在此地休息过一夜 如今受雷远所命 负责乐乡大事的刘和 那时便在驿站里做小力 后来才得到雷远的提拔 雷远身边 极得力的猛人赤里宁塔 当时则是驿站中的利夫 靠卖力气 勉强混个温饱 当时 随在雷远身边的护从 已经换了一波 除了李珍自己 竟已全是新人了 一行人绕过眼前灵地 只见这意志被重新整修过 以不似原先的破败模样 里里外外坍塌的屋子 或者重建 或者加固了 但即便如此 还是不大够用的样子 众人隔着老远 就看到一只外头 停了不少的车马 有人抱着草料在外头喂马 应该是马就被占满了的缘故 而内部的几处院落 都有青烟冒起 应是住客在生火做饭 怎会有这么多人 李珍吃了一惊 他日常跟着雷远 有些眼见 早就听说 自从玄德公打通 经义两周的联络以后 狭江水路到沿线的行旅 比往日要多 但是 这个乐乡县范围内的寻常意志 竟然热闹到这种程度 实在有些超乎想象 雷远也觉迷惑 然而 他确实是累了 又担心 王平的伤势反复 便对李珍说 去问问吧 只要有一间房子 我们几个 挤一挤也无妨 想了想 他叫住李珍 又道 只说 我们是寻常行旅 莫要摆出关架子赶人 李珍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折返 抱怨道 丽远说 意志里头全满了 我外外给了两百个钱的好处 才得一间偏房 雷远笑道 偏房也行 歇一晚上 不必强求 正说着 意志的丽远迎出来 此前 李珍一人来问 倒也罢了 一看众户丛们 各个披甲带剑 又骑着两马 至于雷远 因为被江水浇透的缘故 问赵雷要了身寻常五人的厚衣服换过了 看来不起眼 但举动自有气度 丽远是有眼色的 哪里会将他们真当寻常行旅 当下请雷远等人捎带 他慌忙回去安排 院里鸡飞狗跳一阵 请客后 他跑回来说 腾出了一间正房 雷远谢过这小力 又让李珍取了两百钱出来 请他安排些像样的饮食 李珍跟着引路的丽远 往正房走的时候 王平脚步微微一顿 落到雷远身边 将军 荆州这边 蛮医之人竟如此众多吗 他低声问道 什么 雷远挑了挑眉 我虽是八郡从人 过去也曾与金蛮有些往来 所以认得出 他们的形貌与汉人稍有不同 王平道 这座意志中的住客们 有许多都是蛮人 雷远略微放缓脚步 向四周看看 果然在这意志中的几处院落里 都有蛮人出入 一眼扫过不下二三十人 就在雷远身边不远 甚至还有隔着五色华服 骑着高大水牛的渠帅 悠然往院里去 金楚地区与蛮夷相邻 历来多有纷争 雷远从没想过 有一天会在官道上的意志里 看见这么多蛮人 他们所有人还都一副理所应当的安然样子 没有半点不自在 若非王平眼力 雷远 李珍等人竟然都没觉得不正常 雷远不是没见过蛮人 但是这么多蛮人 忽然出现在自家掌控的乐乡县 实在有点古怪 这是什么情况 传说中的民族大融合 这就开始了 雷远一时摸不着头脑 于是进了正房以后 他请那丽远留步询问 他问的郑重 丽远却全然不以为意的神态 直到将近月末 这些蛮子都是来看踢球的 踢球 这可真把雷远惊着了 第478章 绝胜 雷远离开一周以后 蛮打蛮算 在宜都郡待了不足十日 绝大部分时间还在航军 是以对自家本具的情形 并没有时间好好了解 他只是通过账面上的数字 了解到一切进展顺利 至于什么踢球 雷远真是闻所未闻 从没人和他说过 还有这项目 请了意志的瑟夫来 细细询问 这瑟夫是刘和的旧部 当年还曾见过雷远的 刘和高升之后 刘他在此地主持 他有几分迎来送往的本事 把意志经营得很像样子 又因为和刘和熟悉 对乐乡县的情形非常了解 经他解说 雷远才知道 自己率军入属的一年里 乐乡大势并不平静 期间发生过不少波折 大势最初建立 是在雷远担任 护金蛮校尉以后 凭借卢江雷市的武力 和护金蛮校尉的职权 雷远能够有力保障 大势中交易的安全 在必要的时候 又能将其他地区发生的贸易 视为非法 加以打击 所以此地很快就成为汉 蛮交流的唯一可靠枢纽 最初时 在大势中参与交易的汉人一方 是卢江雷市 和清静的襄阳习市等宗族 蛮人一方 是雄心勃勃的蛮王沙摩科索部 荆州在经历惨烈战乱之后 终于安定 豪族大姓要重建庄园 恢复生产 军府 州府要收拢流民 立兵莫马 各方面对物资的需求 简直犹如怒龙溪水 几乎无穷无尽 而在蛮夷那头 深山中出产的生漆 药材 木料 铜铁料 兽皮 兽精 水牛等等 虽然数量庞大 但唯有将之交换与汉人 才能换来真正的利益 换武器 可以增强投人们的实力 换奢侈品 可以使投人们享受生活 岂不美哉 于是 汉蛮两家的交易规模 在短时间内暴涨 汉蛮双方都发现 这区区乐乡 简直裁员滚滚 于是 自然就会不断吸引 新的势力谋求加入 先是沙摩科主动提供了 大事中的几个铺面 拉拢了武林蛮的几名豪球 之后 则是京香几家豪族 陆续加入 向朗 蒋婉 潘逊等人的宗族 都在其中捞钱 甚至弥方原本也占了个 不大不小的铺面 做买卖米粮的生意 雷元给乐乡大事定的规矩很完善 他又有足够的实力 保障货物发运安全 因而乐乡大事 成了整个荆州的商业枢纽 随着京 一两周的联系贯通 一周的货物 可以通过长江水运 稳定输入到乐乡 使得更远处的行商 都开始慕名而来 因为这个缘故 如今就连农忙 雨季都阻止不了乐乡的生意 原先主要在深秋以后开始 到春季暂歇的季节性集市 渐渐开始转变为 全年无休的状态 乐乡大事的位置 在乐乡县城以南 靠着三面环抱的山市 又紧邻两个炉江雷尸不取的物宝 当时主要出于安全考虑 现如今 那两处物宝 都已经被纳入到了 大事的范围之内 而大事和县城当中的空地 全都建了绵延宅院 或者作为仓库 或者开设酒室 旅店等等 就连距离县城以外的两个庄子 也靠提供养马养牛的服务 发了小财 然而 乐乡大事 就只是每日里生意兴隆 所有人其乐融融 自然不是 商业活动天然就有不稳定性 商业上的矛盾 在粗糙简略的商业道德环境下 很容易演变为剧烈的冲突 由商业繁茂带来的大量人口流动 更引起了众多治安问题 使得乐乡长 蒋婉应付的疲累 此前乐乡有雷氏宗族部曲 强兵镇压 许多矛盾尚不爆发 带到雷员领兵入署 又连番抽调部曲以后 整个宜都郡六个县 外带一个武林郡的层县 只靠邓童 贺松两部两千来人坐镇 难免就有顾不到的地方 建安十六年四月到八月 五个月的时间里 乐乡大市周边 先后发生了二十余起较大规模的冲突 汉人与蛮部之间 蛮部与蛮部之间 甚至汉人与汉人之间都有争斗 譬如 习氏和相氏的商队就冲突过几次 某次因为一批羹牛爆发了厮杀 死了好几个人 亏得习真和相宠 一位大司马院属 一位中军都 两人在成都抬头不见低头剑 居然还很客气 而规模最大的一次 竟有一只满一部落洞 用上千撞钉 攻杀了与之敌对的另一部落 随后乘着剩下围水开阔的机会 做木筏 突入乐乡 试图抢掠大市 当时乐乡大势猝不及防 守军战死不少 留住在市中的伤骨 也有死伤 所幸邓童急发部曲 并配合县卫梁大所部县兵将之剿灭 后来又深入武溪 全灭了这个部落 蛮夷作乱影响到了大市 还杀了人 烧毁了货物 这对之后的生意 对在大市中投入资源的汉家宗族 蛮夷部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到了秋天的时候 以卢江雷市的家载新兵牵头 将乐乡的各家宗族 部落召集其面谈 包括卢江雷市自身在内 在有襄阳席市 向市等大族和李中 楼中 长沙等地的蛮夷豪 参与的和共16家 都是汉满两地实力雄厚的大家族 大部落 16家当场煞穴定约 要全力维护乐乡 大势的安定 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一己私利 打翻这个为大家带来利益的金饭碗 这16家的力量 放在京南各地 简直犹如巨石鸭卵 几乎瞬间就稳定了乐乡周边的秩序 8月以后 乐乡县再没出现过恶性的公结厮杀 然则16家之间也难免会有各种矛盾 都是获值商骨上头的小事 够不着请各自的家主 瞿帅出面会谈 宗族管事的层面来来去去争执 突然浪费时间 没有结果 以这16家的地位 又没个第三方能做评判 这时候乐乡长蒋婉出了个主意 他说 此前去一道成拜见雷将军的时候 见到雷将军在部曲之间推广促居 很是激烈有趣 军中将校多有靠这个来绝高下的 干脆 以后乐乡大事中的16家大商 碰到决断不下的事情 双方都不要伤和气 各自派一队精壮 以促拘定胜负 这主意有些古怪 却很合适 8月底的时候 习氏和相氏 在诸多人观赛的情形下 先来了一场 到9月 卢江雷氏组队于李中瞒部赛了一场 毕竟雷氏不取习惯了 以此作为锤炼军事技巧 碎大破枝 然后李中瞒虽然溃败 转头又和恒山瞒赛了一场 获得大胜 赢得了一桩蜂蜜生意 也不知怎跌 或许这小小皮球魅力非凡吧 到了10月 11月 大家的心思 已经不在生意上的小小进退了 诸多宗族 部落都忙着抽调精锐人手 投入到醋居上头 还专门定了竞赛的时间 地点 16家捉队厮杀 斗得天昏地暗 到了12月的时候 这16家更专门拟定了赛制 正儿八经的开赛 按照瑟夫的说法 如今乐乡县的醋居大赛 已经成了京南盛市 无数汉蛮民众 都有自家支持的队伍 每逢竞赛 许多观众隔着上百里地 要去观赛 有时候种植数千 呐喊猪威之声如雷 因为参与其中的人数太多 又有许多蛮夷在内 所以 醋居 两字 都被改成了简单易懂的踢球 今日意志中这么多蛮夷 便是为了赶往乐乡观看赛事的 过去两个月厮杀下来 16家里 实力稍弱些的 都被淘汰了 两天以后 便是最强的两家决翼雄 堪称盛事 雷远下意识地捏了捏自家短姿 最强的两家 哪两家 报上名来听听 便是将军您这边的 卢江雷氏所属 和蛮王沙摩科的部下 第479章 冠军 雷远素来是有不安全感的 他非常害怕自己的理念和想法 在层层传达之后 到具体操作层面变了形 所以 无论他担任什么职务 总想亲自管好之下的每一桩事 举凡军事 正事 民事 宗族之事 他习惯了 事无巨细 接触于己 而大量的幕僚们 只需要奔走往来 坚决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他在乐乡或遗都 都习惯了晚睡 每个深夜 书房里总是灯火通明 有许多的文读 都需要他直接批阅 审定 而到了白天 他又要一处处地实地踏刊 现场办公 然而 乱世中繁忙的军务 又迫使他不得不长期领兵 出外作战 比如去岁入蜀 一走就是大半年 几回出生入死 过程中 虽然能靠文书往来遥控事物 却终究难免疏忽 最终 他才回忆到成一天 就撞见了紫归文氏 与官吏勾结 肆无忌惮 欺压编户齐名的事件 这使得雷远 对自家治下的情形 更不放心 回来才一天 两天呢 三天呢 究竟还会看到什么 是不是得晃瞎了我的眼 当我不在的时候 一都郡上下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雷远也知道 玉成大业 对待属下要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但说来容易 做来何其困难 他在前世的时候 眼看着为了上司的青睐 为了区区小利 职场上的人们 都会彼此坑害斗争 如今身处乱世 多少决断关系身家性命 叫他怎能放心 玄德公倒是红一宽厚 从不疑人 结果呢 此番从江陵折返 雷远选择不与大队同行 而清记简从 进入宜都郡 就是为了亲眼看一看 各县情形 不仅乐乡 大江南北的每一个县 日后 他都想要专门走一趟 没想到的是 在乐乡这边的情形 倒让雷远有些惊喜 当宗族势力 与商业利益捆绑之后 这个体系 在雷远全没插手的情况下 自发解决问题 自发形成了 适应新环境的体质 进而在这体质的基础上 又衍生出了 令人惊喜的附属品 这煞穴定约的十六家 便是一个初创的行会 这个行会本身就能调整 各家宗族和蛮部的关系 在内部解决矛盾 同时又能一致对外 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在行会出现以后 护京蛮校尉和乐乡线 则可以从直面冲突的一线 脱身出来 成为汉蛮两家之间 最终的仲裁者 高高在上 也就不会犯任何错误 有趣的是 因为炉江雷士 仍是行会中的核心力量 是运动员 而雷远本人始终是裁判 还是最有力的裁判 这一来 雷远的力量并无削弱 反而得以借用行会平台 撬动诸多宗族 进一步地加强了 至于踢球 或许可以看看 竞技体育在构建 和谐社会过程中 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雷远笑着向护从们道 正好明日到乐乡 看看蒋公眼 他们折腾出什么来 次日清早 雷远嘱咐了瑟夫 不要声张自己来道 转与护从们 混在乐呵呵的 蛮夷和行旅当中 一起往乐乡县城的方向去 李珍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很快就与众人谈说到一处 而王平只说 自家是从一周来的从人 想看看荆州风物 诸人沿着道路边走边聊 骑着马的 也晚将缓行 这些人都是普通百姓 至多到蛮夷小帅这一级 能骑上牛 但正是这些寻常人物 才真正对地方上熟悉 能让雷远知道真实的情况 走着聊着 众人沿途指点 说着最近附近乡亭发生了什么 当地大幸有什么动向 地方官吏有什么意识 不知不觉 二十余里地一会儿过 看到了乐乡县城 这时候 道路上的行人愈发多了 不少百姓也偕老服用 沿路往县城方向去 雷远看得出 绝大多数百姓面色红润 脸带笑容 哪怕见到骑乘牛马的 外地来客 也不慌乱必让 自顾在道路边走着 显得安逸 再走了一段路 就到了轿场 原来这场促居决胜之战 太过重要 竟是借用了轿场来进行 这轿场不是乐乡县城西北角那个旧的 而是雷远安排人手 在城北面山谷爱口 出造的那座物宝里的新轿场 轿场两翼正好是山谷斜坡 稍加整理之后 用来容纳人山人海的观众 雷远等人到的时候 东头较平缓的斜坡 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了 于是众人不得不绕到西面 叫陡峭处 那处有个问题 正好迎着上午的太阳 有点晃眼 所以坐的人少些 待到雷远等人安顿下来 正赶上一方 踢进一个好球 数千百姓 欢呼鼓噪着未进球者叫好 雷远所推行的促居比赛 与此事 前世都有不同 踢得仍是皮球 可踢球的人 个个都身披甲胄 赛时允许彼此冲撞 甚至摔大搏斗 因此每进一个球 那真是千难万难 精彩万分 这种比赛的胜负 自然不放在雷远心上 所以他的注意力 不在比赛本身 而在周边 他抬手遮阳 看见对面靠近球场处 排了一六席位 乐乡长 蒋婉就坐在那里 面前摆了几个坛子碟子 一边乐呵呵地看球 一边咕咚咚咚地喝酒 雷远觉得 此军应当是喝酒更用心弦 代表护金蛮校尉 常驻岑平的黄轩也在 他倒是全神贯注地看球 时不时卷起官衣袍袖 震臂高喊 大呼小叫 当然少不了沙漠科 他是去年秋冬回到荆州的 这会儿看起来 已经成了狂热球迷 全城都在场边呼喝指挥 像是个教练 据说 这次入手给他带来了不少收益 因而这位蛮王的打扮 越来越奢华归利 蛮蚁本来就毫无色滑服 但沙漠科已经超过了常人能耐受的极限 他那样子远远看去 像是开瓶的孔雀在狂奔 浑身的晶莹反射阳光 简直刺眼 雷远不禁失笑 沙漠科乱喊什么 他难道懂得簇拘吗 坐在雷远身边的 有一名蛮蚁小帅 便是昨日在意志中骑牛的那位 雷远之前听说了 他是长沙蛮 一个小部落的头人 因为长沙蛮部上个月被沙漠科带队淘汰 他这次来 是专门为卢江雷士打气助威 悟求不能让沙漠科得意的 听得雷远言辞中 对沙漠科不那么恭敬 这小帅大势欢悦 连声道 正是 这沙漠科懂个屁 他们这两场能赢 靠的是一个汉人帮忙 哦 不知是哪位醋具高人 雷远随口问了句 小帅扯着雷远的肩膀 让他往南面看 就是那个胖子 你看 坐在场边那个 雷远一愣 只听小帅抱怨道 这胖子 据说是沙漠科的友人 其实 我看他也不怎么懂醋具 但这人极善鼓动 轻易就能将人积的热血沸腾 只是踢球 却闹得像要拼命 常人抵抵不住 此时 李真指着那胖子 惊讶的眼珠子都要滚落出来 这 这 这胖子祖上三代 都今年操纵人心的手段 三代人 并为后世大教大宗的祖师 自然是极擅长鼓动的 他便是前任的汉宁俊太守 现任荆州至中从事 驻地在层平的张鲁 雷远不会放任宗教力量 在自己的地盘上扩充 所以 在江峡间 与张鲁曾约定过 只允许他往金蛮部落传教 教导蛮部民众 遵奉朝廷政令 本以为这位张师君 在荆州毫无根基 又缺乏可用的部下人手 想要伸张影响力 少不得要和蛮部中那些大巫 谁知道他竟然另辟蹊径 不知何时 与沙姆克拉上了关系 几场促聚下来 能带队赢得比赛 赢得利益的冠军教父 岂不抢手 到时候 自有金蛮大球出面言请 哪里需要张公祺 亲自费心费力往深山里去 身在这世道 能够史书留名的 谁不是无数人中 脱颖而出的杰出之才呢 雷远不禁哑然失笑 第480章 冷门 大多数时候 张鲁端坐着 一动也不动 沉静得就像一块石头 任凭场上的雄武男儿们 彼此撞击 追逐 对抗 有时候 他又会忽然跃起 踏着古怪的步伐 在场边进退跳步 呼喝着 给某人鼓劲 而他指尖所向的那人 往往就真的会热血冲头地亢奋起来 这种操作 落在书少见识的满一眼中 当然类似神迹 但对面的汉人 看过来的眼光里 许多都带着技巧 这也难免 近代以来 朝政失序 天灾平仁 亿万黎民 挣扎于水火 这给黄老道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虽有大贤良师张角 遣弟子八人传教 十余年间 信众辩及清 徐 忧 忌 金 杨 眼 玉八周 一招启示 重几百万 然而 太平道 其心也薄 其王也乎 在天下强豪的围剿下 他们失败了 连带着各地的黄老道徒都受影响 后来 如鱼吉之流 以治病为手段 吸引较重 结果 被孙讨逆杀了 左辞 甘使那几位 号称有驱使神鬼的本事 其实忙着 在夜下推广防中术 至于张鲁自己 则成了世人口中的妖贼 此后困居汉中 再难突破 麻烦是还在后头 他在汉中的时候 能凭借三代相传 不断完善的伏法和斋教科疑 引得巴汉之间的百姓 笃信不疑 但经过马朝纳斯一通胡来 太多人亲眼目睹了 狮军的狼狈情状 当他们离开战场 冷静下来以后 难免会想 此前狮军吹嘘的 无边法力 究竟在哪里呢 太多人同时在心中滋生疑问 那就很难应对了 这样想来 尽快脱离巴汉 前往新的天地 倒是很好 想要往荆州汉人当中传教 雷续之坚决不语 但经满可以 那些蛮夷和义州的巴人 从人也差不了太多 凭借张鲁的种种阴阳术法 轻易就能让他们信之不疑 奉为在世的神仙 但这又急不得 蛮夷之中 也有自生的信仰 有号称能一时鬼神的 污住之流 当年 张鲁的祖父张灵 在益州传道 号称击败八部鬼帅 亿万鬼族 大抵便是此等人物 张鲁仔细盘算过了 须得多管齐下 一步步来 先借着这个名为 醋鞠的小玩意儿 渐渐在金蛮渠帅当中 混个脸书 然后再施展自家 浮水之病的术法 引得他们进一步的信任 另外 这些参与醋鞠的 都是蛮夷中 身强力壮的精锐 笼络住笔贝以后 从其间挑选出 护教的武力 当然 如有可能 最好再拉拢 几个金蛮巫人为壁主 那些巫人的眼界有限 论吹牛万万 急不上专业人士的 这应该不难 带到自家羽翼丰满 就在武器深处 则一山清水秀的所在 仿一周鹤明山就立 重新立脚涉谈 正想的异性横飞 身边忽有人问 这些踢球的 都信了你的道吗 张鲁急回头 因为动作太大 以至于高于肥厚的 薄梗子 发出一阵 咯咯的轻响 倒也不是都信 他深深作依下去 俯首轻笑道 只不过 他们之前喝过浮水 自以为有法力附体 只要我呼喝催促 就能施展法力 压倒对手罢了 还是那套 新城泽灵的玩意儿 身边之人轻声笑道 张鲁应声道 雷将军明察 这确实是诱骗 无知前手的小道 但也确实让他们 连战连结 能与雷将军的部署们 分个高下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神灵相助了 否则又该作何解释呢 来到张鲁身边的 自然是雷远了 听张鲁这般说来 他微微汉手 过了会儿他道 蛮夷们生活寒威 箭矢浅薄 所以 亦受鼓动 你从这个方向入手 不是不可以 只是需得注意 汉家宗族不取 买是我和金香 各宗族的本钱 你不要接触这些人 更不要试图挖我们的墙角 影响荆州军府的治理 张鲁心中一领 连忙道 请续之放心 我知道轻重 顿了顿 他忍不住解释道 我本非有意荣华富贵之人 所求者 只是延续正义蒙威道卖 既在荆州 能有机会教化千万蛮夷 便没有舍意就难的道理 雷远连连点头 那就好 他不再打扰张鲁 转往蒋婉等人的方向去 张鲁吐了口啄气 继续他的鼓动 此时弹剑场上两队人 已经杀得昏天黑地 红甲一方有个矮状汉子 抬脚拦下横飞的皮球 正带扭腰甩足来个斜踢 黑甲一方早有个伸手矫健之人 跃身扑来 与他撞在一处 两人手脚并用地扭在一处 满地乱滚 黑队的队友乘机奔来 并不接球 只将只向前一踢 然后全力狂奔追赶 这人手脚齐长 奔走时大不留心 就算披着甲咒 也快若奔马 红队五六人想要拦截 却无一人跟得上他的脚步 眼睁睁被他甩得越来越远 在上千观众纵情呼啸之下 这人一口气 连人带球撞进门里 还没能杀住脚 直冲到数十步外 才抱着皮球折返 好 好 沙漠科大笑着 向红队方向呼喊 看看 这都是我五熙蛮的好汉子 能在这种强对抗的竞赛中 有所表现的 多半都是各部落 各宗族的精锐 他们彼此争进斗勇 你来我往 寻常观众们 固然看得津津有味 而在观众习不起眼的角落 雷远看到两名周虎部下的小力 穿着便服 正手持笔墨 记录不停 雷远走过去问道 在记录什么 两名小力全没想到 雷远忽然来此 他们慌忙行礼 将版读呈给雷远看 无论处置家事还是政务时 雷远都希望看到明确细致的记载 而非纯用文字的大概描述 这一点正是周虎所长 他本人长期负责统计 核实填母数字 粮食产量 图付名利分布 牛木畜木范围 武力据点位置等信息 将之大规模的腾超制版读 再汇总给雷远 当年那个在前山中 随身带着十几片版读 时不时掉下地的落魄管事 如今已是雷远不可或缺的得力部下 而周虎的部下们 也保持着同样的习惯 把握一切机会收拢信息数据 便如此刻 雷远眼前的这几份版读 写得很潦草 字迹也难看 但内容很重要 是通过观察促居赛事 而得到的瞒部信息 某位瞿帅的部下 是否精锐 何人履历超群 何人清洁善走 何人有指挥号令的威望 一一记录在上 雷远鼓励地向他们笑了笑 将版读还给他们 示意他们继续 他本人坐在两名小力身边 看着他们偶尔记录一笔 有时候又闲谈几局 这时候 东面观众席上的一都俊文武 都注意到了雷远 众人慌忙会拢过来拜见 一行人刚走到雷远面前 场中一声裸响 原来是第一场比赛结束 身穿红衣的雷势部曲们 按说应该经验丰富 可发挥的不好 出乎意料地抱了个冷门 输了 沙摩科狂笑出声 在场上一个个地与部下拥抱 当着雷远的面 蒋婉 梁大 黄轩等人都有些尴尬 第481章 总分 蒋婉还没说话 沈真昂着头道 今日出场的 就只是我的部下 就算我输了 如将雷是没有输 虽说比赛输了 这瘦小老将 嗓音如雷 气势不输 原来因为京北战士的关系 贺松 邓童两部 都抽调到夷林 支江周边 而郭靖等人的部下 还在回乡探亲的假期中 一时召集不变 所以 今日的促局比赛 只有从沈真 含纵两名老资格的 银司马部下 抽调人手 这两人的部下 此前随雷员 往来子归 合一到两地 好一阵子没有操练 难免脚法生疏 何况 沈真只是随便选了些人 他们实不曾想 沙漠科的部下们 亢奋到这种程度 把吃奶的力气 都拿出来赢一场比赛 故而吃了败仗 本来沈真并没将这当回事 不过一场猝局嘛 输赢都很正常 他是雷势布局将校 与负责生意的黄轩等人 分属两个体系 更不至于为这种小事操心 然则 他没想到 什么事 一旦和乐乡 大事扯上关系 就会变得古怪 现在看来 输一场是小事 在成百上千人关注下 输一场就是大事 在雷将军眼皮底下输一场 做事者蛮夷得意 那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他铁青着脸 不带雷远说话 继续道 宗主放心 这帮不争气的小子 一会儿 我就将他们拖下去打 打个皮开肉战 才能让他们长点记性 小得轻重 这话说的 黄轩在旁轻笑出声 谁的部下 不是战场上厮杀搏斗的好男 怎么舍得 因为输了场游戏则打 沈真分明是怕雷远怪罪自家部下 先把狠话全都放出来 占个先机以防万一 话已出口 雷远却只着下巴若有所思 并不回答 沈真愣了愣 拔足就要去处置部下 李真慌忙扑上去将他拉住 哭笑不得地道 沈公 沈公 你急什么 沈真半推半就回来 游子书的部分也似 满脸晦气 雷远深深看他一眼 笑道 乐乡大事 是宜都郡的根基 世中的利益生发 关乎卢江雷氏宗族 不可轻忽 日后 公演 公裕这边 有什么要求 不取诸将若有条件 还是尽量帮一帮 莫要轻忽 公演是蒋婉 公裕是黄轩 这两人便代表了雷远在乐乡大事公司两面的利益 沈真连生英事 当然 输一场醋狙 也没什么 凭这场胜利 沙漠科 能从我们这里拿到什么 他获得再多的钱财物资 最后又会回到乐乡大事中 消耗的一干二净 钱财无非落到我那几位同僚手中 所谓处公处得 无所恨也 雷远环顾众人 不过 今日这就散了吧 我们回县里去 再看着沙漠科 这次猖狂下去 我怕忍不住会拿剑射的 众人都知他在开玩笑 沙漠科是雷远在金蛮中最有力的伙伴 还曾随同入手作战 为了掩护雷远与马超当面放对 几乎丧命的 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绝大的苦劳 断不能真的拿剑去射 此时 蒋婉笑道 射不得 若真拿剑去射 第二场怕是没了 嗯 雷远一愣 还有第二场吗 当然 蒋婉反身回去 从轿场南面一处告示牌上 接下极大的布告 举在雷远跟前 抚军请看 这是各家宗族一致商定的日程 每日里上下五个一场 算总分定胜负 雷远看了半晌 好的很 还挺完善 雷远此前在军中推广促居 主要是看中了这项运动与建树 设法类似 都为培养基础军事技能所用 所谓辟托成辩 盖向荣兵事业 他自己倒真不曾专研过其中的细节 这时候看来 这时候看来 才知道这项运动数百年传承下来 已有了一套完整的规则 简直不下于后世那些职业竞技项目 光是基本规则和战术的说明书 就有25篇之多 甚至还有教授比赛时 抓腕砸肘 插当扛摔等技术动作的 与之相比 传授相扑手薄的 只有6篇 简单多了 再看看这布告 雷远发现 就连竞胜球的概念都有 只不过 因为双方各有6个球门 球场又大的吓人的缘故 动不动就踢出大笔分 竞胜数十球这样 雷远沉阴片刻 下定决心 嗯 上午这场输就输了 无妨 武西蛮也是护金蛮校尉 治下的子民 容他们赢一场 也显得我们宽容大度 然则 下一场必须要赢 要赢得威风 赢得漂亮 拿出我们的精气神来 遵命 沈真起身将去 雷远将他叫回来 给他一枚腰牌 凭此可以从周边驻军里 随意调人 务必要组织成精干队伍 洗血前耻 沈真立即去重新安排人手 他是跟随雷伯 雷旭和雷远三代宗主的老航武了 对自家布局中的情况 掌握得一清二楚 真要想找几个醋局的猛人 哪里会找不到 上下午的比赛之间 有一个时辰间隔 沈真离去以后 雷远打算回乐乡县城中的 雷势釜底些话 然而 讲完请雷远留步 不妨就在教场歇歇 还可看看两场比赛间的 余性节目 果然请客之间 锣鼓喧天 有一人从雾堡里过来 在教场中表演各种项目 有斗鸡 有香坡 有傀儡戏 还有百戏 百戏就是杂技表演 内容是几个动作敏捷的少年少女 攀着桌子登高 在用荡秋千的方式跳下来 这一来 刚刚安静下来的观众们 再度兴高采烈的大叫大嚷 有人奔到教场里 试图参与 很快就被维持秩序的将士推出来 历经多年战乱 擅长这些娱乐表演的人 早该死伤殆尽 在雷远本人的印象里 斗鸡 香扑到还罢了 傀儡戏和百戏 真已经十数年没见过 此时重建而始 欢乐场景 难免使他感慨 他忍不住问蒋婉 公演从哪里找来这些人 以乐乡大势的繁荣 想搜罗些娱乐 道不为难 这其中 习氏和相氏也都帮了忙 有几队人是他们宗族里 自家养着以鱼而目的 蒋婉笑道 之所以要准备这些 道不光是为了场面 而是给那些蛮衣看看 哦 蛮衣们喜好这些吗 雷远起身四顾 果然如蒋婉所说 这些娱乐 落在汉家百姓眼中 还只是兴高采烈而已 那些蛮衣何尝见过 如此新鲜热辣的玩意儿 简直都要如痴如醉了 蒋婉道 用醋局比赛 勾起蛮衣们不服输的镜头 使他们乐于来此 再用这些娱乐 和乐乡周边的舒适生活 来留住他们 这比手持刀剑 进山掳掠人口 要方便多了 这两月来 因为见识到汉家体面 而请求内服的 蛮衣取帅不下十人 附属的钉口 大概两千余 雷远顿时想到 自己在一直见到的 那个长沙满小帅 他除了衣着五色 骑着水牛以外 言辞举止 和普通汉人 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样的人 每月往来于 乐乡和长沙之间 最终归入汉家郡县的智力 简直是必然的 第482章 吃鱼 靠着紧急调动 来乐乡周边 多名精善醋聚的好汉 下一场好歹是赢了 没给沙漠科 继续炫耀的机会 雷远频频点头 沈真的脸色 这才好看些 按照蒋婉的安排 当夜会在县城 中宴请餐会的官吏 布局 宗族首领 和蛮族曲帅们 雷远自然也参与 因为参加者数量 会很多的关系 宴席不在宗族府邸的大堂 而在县城西北角的 小型轿场 两年前 雷远出道乐乡时 便是在这里接受了 玄德公所赐的应售 正式就认为乐乡长 并代理偏将军职务 晚间时分 广场上数十座篝火熊熊 许多参与者借着酒意 彼此欢笑 全无身份和地位的隔阂 在广场中央 有蛮夷青年 醉熏熏的香和歌 汉人听来 他们唱的曲调 很古怪 节奏变化不定 不似华夏正音 却有独特的苍凉 幽远之意 席间蒋婉提起 两年前 梁大就是在这个广场 聚和乐乡县诸多宗贼 试图武力抗拒 卢江雷氏宗族 结果宗贼们尽数被剿灭 梁大本人却成了县位 众人随即逼问梁大当日情形 在宜都郡的本地官吏中 梁大也算资深了 虽说有被雷远不喜的 劣迹在前 但他却有能力 很得蒋婉的重视 因而 听蒋婉这么说起 梁大也不恼怒 只笑着解释几句 反倒让别人很羡慕他的运气 此时 沙漠科则袭上翻来覆去的抱怨 说 雷远临时调换出场人员 这一场胜之不武云云 随着他酒意见重 抱怨的声音也越来越响 众人失色间 李珍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了起来 一脚踹在沙漠科面前的暗机上逼问 你说 自从在乐乡县认识了我家雷将军 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你的部落是大了还是小了 你在蛮夷中的声望 是高了还是低了 你说的什么屁话 沙漠科斜眼看看李珍 想了想 他忽然打了个极响亮的酒格 光当一声往后躺倒 然后发出如雷眼似的憨声 李珍满脸通红地跳上暗机 鄙视地俯身看他沙漠科 然后身子晃了晃 差点摔下来 雷远正在与黄轩谈话 没注意到 王平不饮酒 沉默地随在雷远身后 而蒋婉隔着老远一溜小跑过来 谁给韩章喝酒了 小毛孩子 怎么能喝这么多 酒宴延续了将近两个时辰才结束 以雷远的那脸性格 素来不喜欢这等放肆场合 但他也明白 这是蒋婉等人 特意营造出来的环境 要凭此去 吸引蛮夷的 自己就当凑个热闹 也无不可 过去的两年里 雷远在一度分配土地 劝客农丧 新办学校 鼓励商业和手工业 新修道路水利 重建基层管理 他推行了很多政策 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 尤其是普通百姓 由此安居乐业 得益极多 乐乡县 每月一次的欢快场景 固然出于蒋婉的推动 却又必定符合百姓们的需要 赛事的观看者如此之重 可不是蒋婉等人安排好的 他们都是自发 也都切切实实地乐在其中 一手有玄德公讨曹灭贼 归父汉家秩序的宣传 另一手有物质生活上显著的提升 这两手缺一不可 否则便与那些为了一己私利 而争霸业之流没有不同了 次日雷远 继续自己的行程 先往大岭山里 拜祭了父亲和兄长 整理了自己守丧时居住的屋子 然后又到山下的维子 见了剑齐武 那处维子的水利建设 已经很像样子了 而齐武一栽的成片橘子树 去年挂了过 十几天前刚摘下来 大部分已经卖了 雷远吃了一个 感觉味道也就那么回事 或许 当时人特别喜欢这种 清爽微酸的口感吧 这时候 一到城里都知道了 雷远从陆路折返的消息 雷远从蜀中回来以后 尚未正式地回家 就牵扯进了许多事情 往江陵等地忙碌了一个多月 因而闻我们商议 是否该补办一事 欢迎将军得胜归来 后来 还是老资格的王延出来决断 认为 雷将军必然不喜欢如此 各位还是歇歇吧 何况 将军亲计简从出行 不就是打算稍稍休气 家眷不妨去乐乡陪同 其他人不必打扰 由此一来 雷远的行程总算舒缓 他居住在乐乡县里的旧宅邸 有时候亲自去田间观看春耕的情形 帮着挤出种子和耕牛缺乏的村舍解决困难 有时候则向围水上游去 督促赶在涨水前加固堤坝 因为他这长浮往来 看上去不似贵人 其间 还真又撞上几次 宗族与地方小粒勾结 鱼肉香里的事情 那些人 无非被雷远狠狠地打脸 痛加惩治 又过了数日 赵香带着家里的一大群人 来到乐乡 正好春日踏青时节 雷远索性邀请赵香结伴巡视各地 他们并配骑行 有时候查看自家的产业 慰问香里 也有时候只往山间景色宜人处闲逛 过去的冬日虽然寒冷 春天来得却早 两月涂上的时候 山水间的林木都抽出了绿芽 暖风所到之处 带着青草绿树特有的萌发气息 沁人心脾 连着几日里 气候也晴朗 艳阳照耀下 使人一天比一天暖和舒适 对雷远来说 他在蜀中坚持了潮湿阴冷的大半年 又克服金山中的寒雪 终于等到了浑身毛孔舒张的惬意日子了 当然 公务还是有的 不能完全抛开 比如 孙夫人那荡子室 就有后继 从将领来的文书中提到 董和奉了玄德宫的意思 专门青州直放 往金口去了一趟 见到孙权以后 他客客气气地巩固盟约 又秉急孙夫人将往成都 只担心沿途大江不静 多有水贼作乱 孙权当场指的大笑 请玄德宫 只管照顾夫人 不必顾及其他 不久后又传来急信说 吴侯为此专门遣了使者 将会赶在孙夫人入蜀前 前往成都一行 祝贺玄德宫控制一周 以示友好 并且商定孙流联盟 后继协同对操作战的细节 某一日里 雷远和赵湘在江畔驻足 雷远费了不少功夫 终于在避风处升起篝火 赵湘看着雷远脸上 被烟熏得黑乎乎 不禁笑了起来 雷远却只看着他 被篝火映红的脸出神 别愣着 快把盆子搁上 赵湘撑道 赵湘手里端着个盆子 里头放了几条洗包干净的鱼 肚子里还填充了香茅和杜横等香草 野菜之数 雷远连忙把盘子接过来 挂在篝火上的木架下断 那木架是赵湘用各处采摘来的树枝盘舌而成的 盘子挂上去以后 有些晃动 过了会儿才稳定下来 篝火隔着盘底慢慢炙烤 赵湘结了两根树枝 小心翻茧着 随着批波声响 鱼肉慢慢被烹熟 油脂浸润香草 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五条鱼多了点 怕是吃不完 赵湘说 雷远道 无妨 一会儿有江东的客人来 正好招待他吃鱼 第483章 劳烦 原来有客人 赵湘吃了一惊 你就这般接待 岂不失礼 卢江雷氏 虽不能与儒学传家的大族相比 但也自有其套路 而赵湘小小年纪 就要以竹母的身份照看家里 管理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他常常唯恐自己出了疏漏 有损夫君的名声 故而显得拘谨些 反倒是雷远真不在乎 他笑着道 是这位客人要来见我 不是我要见他 既如此 难道还会挑剔李树吗 哟 鱼快交了 翻面 快翻面 赵湘慌忙转去对付烤鱼 而雷远起身到江畔眺望 在一都郡乐乡县和南郡之江县之间的这段大江 江水宽阔浩荡 而流速相对缓慢 江心处还有绵延沙洲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便是江陵中洲 因其方圆足有百里 所以又有个别名唤作百里洲 这座沙洲规模巨大 土地肥沃 其上有连绵的草垫和林地 甚至还有胡泽 因此 雷远将之作为牧养马匹的牧场 如江雷市投奔荆州时 保有的战马多达1400余匹 其中很多都是高大雄建的北地两马 但后来与江东敖战树场 折损极多 以至于在一周时不得不仰仗 不足牢固结阵 与枪湖骑兵对抗 索性战胜马超之后 缴获了近千匹战马 雷远没有将之直接分配到各部 而是统一安置在百里洲上放牧 此前负责牧养马匹的主要是邓童 他曾在河东白波帅麾下 效力多年 至今清静的部曲中 还有几个匈奴人 但这会儿 马带领着梁州俘虏四百余人 接替了邓童的任务 这些梁州骑士 自幼长于马背 手段比邓童更出色些 料来只要马匹们春季发情 明年就会多出许多小马鞠了 雷远所站的位置 正好就直视着百里洲 甚至还能隐约看到 周路间有马匹跑动的身影 距离它不远处 有个正对着百里洲的码头 除了码头以外的地方 大部分都秘密生长着芦苇和杂树 百里洲上也有码头 码头以外乃是宽达百余部的乌泥滩头 深可莫悉 这时候雷远便看到有一艘船只 从大江下游来 清洁地绕过了泥滩和芦苇丛 来船是一艘制作精良的赤马隔 船夫轻轻摇动蒋鲁 船只就像是一条灵敏的大鱼 轻巧划开 拨光灵灵的水面 贴上了码头 船头上一名黑衣高官 腰间玄剑之人 轻蹄跑脚 大步站到岸上 看看环绕着渡口戒备的护丛们 这人浓眉大眼 虚然甚盛 身材非常魁梧 体格与官平插香仿佛 船上的几名山岳水手 站在他身边 头顶指到他的胸口 简直就像是孩童 雷远向赵湘打了声招呼 向他走去 片刻之后 这人注意到了雷远 迎上前几步 雷远行礼问道 敢问足下可是江东使者吗 这人沉问回礼 在下鲁肃 正是奉无主之命 前往成都的使者 前来此地 是为了拜访一都太守 不知足下是 我便是一都太守雷远 鲁肃忍不住上下打量雷远 随即感慨地叹了一声 早就听说 雷将军乃少年英杰 今日相会才知 竟然年轻到了这样的地步 全赖主公提领 遂得博明 雷远训谢一句 顿了顿 他问道 却不知足下何事来访 前日里 雷远收到关羽 从江陵传书说 出了孙渝 意图劫持孙夫人的事情以后 董和前往金口质问 使吴侯颇为尴尬 因此 吴侯专门派遣使者 名义上恭贺玄德公 在益州的进展 实则带着几分赔礼的意思 这位使者 便是鲁肃 对鲁肃的近况 雷远听说过一些 江东传闻 周郎病逝之前 曾遗书举荐 接替他的职位 承担江东 在荆州的方面之任 可当时 江东与荆州军作战不利 成普 周太 先后败死 吕蒙弃君而逃 甘宁被俘 再加上周郎病逝 江东军危大错 赤壁以后的扩张态势 为之逆转 于是 鲁肃不得不承担 与荆州谈判的责任 并与诸葛亮 共同签下了 由江东借取江夏 汉昌两郡 代公取淮南后归还的协议 这个协议难免令吴侯不悦 也令将东诸将深感屈辱 所以 实际谈判的鲁肃 被迫背锅 随后调任汉昌太守 暂军校尉的军职不变 鲁肃从江东核心圈子里的重要参谋 吴侯的心腹之人 硬生生跌落到了荆州方面 赐予奋威将军孙渝的二把手 可谓凄惨 从实际权柄来看 他只管理了一个汉昌郡 也就是原本长沙郡的东北部分 然而此番孙渝轻率形势 几乎引起孙流之间再度冲突 折服了一年半的鲁肃 再度得到吴侯启用 这显然是要发挥 他与玄德公本人 和荆州文武的良好关系 澄清误会 重建互信 长远来看 或许鲁肃将会重新启示 取代孙渝的地位 昨日里 雷远又收到关羽书信 说鲁肃在启程前往成都前 想来一度见一见雷远 而关羽已经应允了他的要求 通常来说 为人部署者 尤其如雷远这等领兵中江 不该轻易与外人交通 便是关羽本人 会见鲁肃时也请了潘逊 董和等一众文武作陪 但他却允许鲁肃专门去拜见雷远 关羽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或许书信中不便说起 雷远从昨日想到此刻 都不明白 卢子竟与自己素不相识 也非同乡 雷远的父亲雷旭 在原树麾下时 鲁肃已经带着自己的亲族 逃到江东去了 显然上辈人 也没有结下什么同僚之意 所以雷远索性在乐乡渡口 会见鲁肃 他隐藏着的意思是 若族下有什么花招 有什么鬼点子 我是不理会的 未免自取其辱 不妨登周自取 此时两人刚一见面 雷远便直率询问 并不多加寒暄 听得雷远询问 鲁肃再度向雷远略攻身行礼 沉声道 之所以来此 是因为我江东将有事 劳烦绪之将军 雷远侧身让过 我主乃是玄德公 非是吴侯 而江东又自有殷侯 哪有什么事情用得上我呢 足下此言 好没道理 不然 不然 鲁肃神色自如 之后确实会有一桩大事 将要劳烦绪之将军的 这是吴侯的提议 而玄德公和关将军 都已经知道了 此事对玄德公 对吴侯 对孙流联盟 都有极大的益处 待我从成都返回的时候 玄德公的正式公文 便该发到一都 雷远微微扬眉 究竟是什么事 绪之将军 行路仓错 非臣机密之所 哈哈 雷远笑了笑 忽然问道 紫禁先生 可爱吃鱼吗 什么 是才捉襟 在江边钓了几条鱼 正在考制 我们一边吃鱼 一边谈 好吗 鲁肃正了正 便依序之将军所言 第484章 邪力 当下两人在江畔草亭驻足 雷远遣了护从取鱼来 护从回来的时候 除了五条鱼 又带了一些烤饼和酒水 还有几个仆役赶来陈设为曼挡风 显然 赵湘看不过雷远的轻慢做派 紧急地做了点额外安排 鱼刚烤好就被端来 那里滚烫 鲁肃呼呼地吹着气 毫不客气地大嚼 一条鱼被他三两口下了肚 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 吃个烤饼 再咕咚咕咚 喝一盏酒 作为吴侯出城基业时重要的支持者 鲁肃在赤壁战前 力排众议 坚定吴侯抗操的决心 此后也是他奔走于孙刘两家之间 力主结盟 这样的人物来访 雷远只招待他江边吃鱼 确实有些失礼 但鲁肃却似并不介怀 他在草庭自在落座 随意吃喝 偶尔笑谈几句猛夸雷远福气 能有这么擅长烹饪的咸内主 再吃了一条鱼 他满意地拍了拍肚子 叹道 今日承蒙旭之将军招待了 带你来的时候 我请你尝尝江东的愉快 我来的时候 紫禁先生 打算邀我去汉昌一游吗 那倒不是 鲁肃道 这是我主的意思 想邀请旭之将军 往江淮走一趟 雷远挣身筷子去加取食物 听到鲁肃这话 挣了一挣 过了会儿才愕然道 吴侯 邀请我 然也 雷远放下筷子 稍微收拾下惊恶情绪 死损片刻以后 他令护从们撤下杯碟碗筷 问道 我自度得博才庸 断不值得吴侯如此厚爱 或许 孙刘两家将有什么动作 还请紫禁先生 不要卖关子了 说个明白吧 旭之将军果然明断 鲁肃汉手道 就在今年 孙刘两家将会并力向北 玄德公将会攻入汉中 并分遣兵力深入梁州 而我主将由东关出兵 攻打晚城 合肥 进而由扬州威胁徐州 豫州 这两处战场相隔数千里 但都会动用十万人以上的大军 必使曹操首尾不能相顾 汉中 晚城 这么早就开始了吗 还是同时动手 雷远吃了一惊 玄机明白了其中缘故 在雷远前世的记忆里 孙刘两家在这段时间里 并没有大规模的北上作战记录 刘备的力量长期投入在一周 先是与刘章敖战 在竭力稳定一周 足足五六年的时间里 完全无暇于北 而孙权的眼光 在荆州和淮南两地群寻反复 其立场也在曹刘之间一围不定 他打过一次合肥 遂使张辽成名 习取荆州三郡倒是顺利 但此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玄德公几乎唾手而得一周 一周的力量并没有削弱 社会秩序也未经彻底动荡 很容易恢复安定 他以大司马的身份 统辖荆益两个大州的军务 一旦军队整合完毕 就有足够的实力 立即发起汉中之战 而对于吴侯孙权来说 两年前 他就已明白着不是荆州军的对手 如今 玄德公的力量强盛至此 江东简直没有再觊觎荆州的可能 那接下去向哪个方向拓展势力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于是 一场由孙刘两家同时发起的 规模前所未有的进攻将要开始了 前些日子雷远在边线的时候 曾听杨仪说起北方形势 据称 近来 梁州动荡的厉害 牵扯了曹军投入数万 乃至十万的兵力 却一时未能平定 而许昌这边低势人 又对曹公日趋跋扈的姿态 多有不满 以至于中原 河北都有暗流涌动 所谓暗流 如果使杨仪这样的京北市人 都能感觉到 那简直已经不是暗流 而是汹涌皇朝了 这时候 再加上孙刘两家投入的庞大力量 哪怕曹公雄聚北方 兵多将广 也必然会应付艰难 身为武人 能够攻逢此等盛事 实在感觉荣幸 这更是真正的国之大事 段不容半点轻忽 雷远下意识地摆正坐姿 席耳恭听鲁肃的下文 鲁肃赞赏地看了雷远一眼 其实从去年开始 孙刘两家 就此已经秘密商议过很久 各种细节都已经确定的差不多 只不过 因为孙仲一贸然行事 恐引起玄德公疑虑的缘故 我主为了向天下名士孙刘联盟 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建议也得到了玄德公的同意 我此番前往成都 便为落实 什么建议 吴侯将遣招姓 中郎将屡带 领部将尹役 及三千金锐入益州 协助玄德公作战 与此同时 也请玄德公将派遣一只兵马 前往扬州 作为协力 说到这里 鲁肃向雷远微微汉手示意 玄德公已经同意了 将遣续之一行 这样的操作 无关军事上的利弊 主要出于政治宣传的作用 金 义 扬三个大洲协同 共举雄兵向北 自古以来为之有也 最有效的宣传 莫过于使敌人真切地看到 三州的兵力 共同身临前敌 雷远挠了挠下短子 为什么是我 鲁肃道 我主肃之卢江雷氏 在淮南一带经营多年 势力深厚 威望极高 三年前 我军攻打合肥的时候 就多承认尊号令豪杰相助 掩护我军侧翼 立下极大的功勋 可惜 我军与曹军主力会战不力 遂使淮南豪友们陷于险境 不得不撤往荆州 我主时常接探说 可惜 没有补偿卢江雷氏的机会 此番我主再度出兵淮南 必能取得全胜 续之将军随军一行 正好依井还乡 弥补此前的遗憾 原来如此 汉代人以农耕为本 加之宗法伦理的影响 有强烈的安土重迁意识 乡土观念极重 数十年前 有位名叫王福的大儒 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到 明之于喜 甚于伏法 伏法不过加一人死耳 夺土远移 不惜风俗 泪多灭门 少能还者 近代以来 天下大乱 百姓流离失所 亡命求存 但即使如此 一旦有可能回到故里 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 抛弃落脚之所 奔向故朝 便如此前 刘景生至荆州 关西 演 欲学士规者盖有千数 全赖刘表安慰震善 皆得自权 结果中原烧定 这些人绝大部分 都舍弃刘景生 而北规故里 全无半点留恋 雷远虽然举书万之众 迁徙至荆州 可故乡始终在卢江 在淮南 代马以北风 飞鸟祥故朝 这是人之常情 既然孙刘两家 要护遣援军 江东那边原有的 益州人甘宁 现在已经归附到 玄德公的旗下 那其他人选择 谁都是一样的 而玄德公能够 前往淮南的 只有雷远 也必然是雷远 这几乎称得上 是一项特别的福利 不如此 倒会怕雷远 因此心存芥蒂 所以 关羽在书信中不说 直接让鲁肃来讲 以关羽的高傲 既然这建议是 吴侯提出的 他可断不会将是好的机会 绝为己有 雷远长长地吐了口气 就雷远私心所想 他并没有太强的思乡情绪 其实希望能在 荆州本剧继续深耕 然而 这是孙刘两家的 共同决定 容不得更改 不管怎么说 此事生于卢江 部署中也有 那么多的淮南人 那就借着吴侯的威风 准备往故乡走一趟吧 第485章 一指 鲁肃没有多留 大致与雷远交代清楚 便即告辞 而雷远难得的休憩 就此结束 次日便启程回忆道 既然 玄德公和吴侯 已有大致决定 此行就是必然的 然而 身为执行任务的人 雷远自然要想得多些 准备得充分些 回城的时候 他反反复复地盘算 此行的安危得失 一道一道成 就请了几名部下 辽蜀来共同讨论 因为此事 只在孙刘两家的 往来齿都周旋 玄德公还没有 正式行文发令 故而雷远召集讨论的 只是几个亲近部下 商议的地点不在意识厅 而在府邸里的一个小花园 他将鲁肃所说的情况 大概说了说 随即问道 按卢子静的说法 我将要去江东一行 再转至淮南 诸位怎么看此事 园中静了一静 部署们各自揣夺 周虎先皱眉道 宗主 是否可以不去 就说鼠中回来 后世马疲惫 不堪劳苦 或者立即带一队人 往武夕深处去 到时候我们出面 推说您来不及领兵折返 也就罢了 丁凤不经意道 玄德公既然已有决定 岂能推卸 何况 部局将士们 许多都是淮南人 他们也难得有机会 回家乡看看 荒唐 荒唐 周虎斥责 这是让你回乡炫耀的机会吗 你们也不想想 宗主和江东的关系怎么样 周虎的性子 有点软 素来不与武人们冲突 这么说话 已经很不客气 丁凤脸色一变 立即住嘴 在场每个人都明白 雷远和江东的关系 自然是差极了 雷远自掌握 卢江雷势以来 做的每件事 几乎都在踩着江东的脸 他先是扭转了宗族 长期以来 依附江东的局面 甩开吴侯 而投向玄德公 此后 他以乐乡为基础 压制武林的江东势力 假借蛮夷之名 诛杀了住在岑平的周泰 没过多久 他又成了荆州军的急先锋 杀死了陈浦 击败了吕蒙 破降了甘宁 这还不提前几日里 在江上又动了手 过去许多年里 江东可没吃过这样的亏 哪怕当年 曹军号称百万之众南下 给江东造成的军将折损 也急不上雷远一人 只不过爱着孙流联盟 江东把这份仇怨和血吞下肚子 故作平和罢了 如果雷远贸然去往江东 谁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 万一吴侯怒火冲头 或者被下属给说动 想要在战场上处置一名部将 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他甚至都无需亲自下手 只要给敌军制造一点点机会就可以 是以周虎此言一出 众人都望向威廉眉眼 协议在踏上的雷远 无论怎么盘算 首要的前提就是 雷远决定往淮南一行 如果雷远不愿去 那众人要讨论的 就该是怎么敷衍玄的公导 雷远沉吟半赏 徐徐道 不该不去 各位不必担忧过甚 宗主 周虎惊道 江东乃是虎穴 怎么能去 雷远拍了拍额头 一时没想好 该怎么表达 这时 言谱起身 先向雷远失礼 再转向众人 朱军 我以为将军所言极是 此行不该不去 也确实不必担忧过甚 周虎不悦道 严从事何以见此 这是关系道 宗主和诸多将士安危的大事 不能信口开河 自然有所凭据 严谱道 且听我说来 你说 你说 世财将军说了 孙刘联盟将会在近期起兵 分由汉中 淮南两面讨伐曹贼 这是动用数十万人马的大举 关系道刘 孙 曹三家的未来命运 甚至有可能 关系道天下大局 此战一旦有失 输的不只是人命 更是国运 玄德公和吴侯 对此再怎么重视 都不为过 没错 可是孙仲义那思却 严谱抢道 所以 孙仲义贸然行事 试图诱使孙夫人和公子 去往江东的事 会引起吴侯如此不满 皆因此举 很可能导致孙刘联盟的动摇 而没有玄德公 牵扯曹军力量的话 吴侯就没有信心 独立攻取合肥 此番孙刘两家 各遣人手往盟友处助战 便是吴侯用来消除影响 重建互信的举措 他何至于要在这时候 横生之劫 主动把孙刘联盟推向瓦解 他压低声音 继续道 无论孙刘两家此前如何 眼下一场大战剑在弦上 必须何中共计 某种角度来看 屡带去往益州 正如将军前往扬州一般 便是孙刘两家 彼此做出的保证 将军此行 在吴侯 是为了借着将军的旗号 展现三州合力的威势 而在玄德公 未尝没有其他的想法 什么想法 严谱在放低些声音 或许 玄德公将要依靠将军来 究竟监视无军动向 免得他们作战敷衍 或者声东击西 吴侯此番有意进去淮南 而论起 在淮南的耳聪目明 还有谁能比得上 卢江雷势呢 再这么说下去 便是在揣测 玄德公的具体意图 涉及孙刘两家的彼此防备 吴侯的做派 雷远比谁都了解 他深知在讨论下去 有些言辞 便不适合眼下的场景 于是倾壳一声 指住了言谱的话语 言从事说得很好 我的想法大体便是如此 既然玄德公有意 去一趟也无妨 只要小心谨慎 料不至于有什么重大的危险 雷远转向郭靖 只是 布曲将士们过去一年久力征战 确实疲惫 我们能调多少人去江东 郭靖攻身道 既然江东前履带等三千人 我们也动用三千人即可 其中用两千亿州军 一千金州军 雷势布曲 和我们几个校尉手下 一千金锐总能抽调出来的 并无问题 近来郭靖的思虑愈发周全了 他所说的一周军 一周军指的是 吴班 雷同二将所部的三千人 这三千人寄来荆州 少部的军前效力 雷远正好调他们一行 有这两千人打底 雷远在从雷势布曲和众校尉之中 抽调千人 绰绰有余 那就 雷远但要吩咐 马中初恋 他提醒道 将军 这是大事 虚待主公的正式意志 另外 鲁肃来访这件事 也应该及时通报 关将军和成都那头 说得极是 雷远连连点头 转向众人道 诸位先按老郭提议的兵力规模 做前期的测算和准备 嗯 相关事项切记不要外传 布曲和郡中事物一切照旧 具体怎么做 等玄德公那边 正式的公文来了 我们再行讨论 当下众人散去 雷远在一道城 稍许加快布置各项事物的节奏 其他剧都如常 鲁肃果然去了成都 却迟迟没有返回 而来自成都的公文 比雷远想象中快些 在雷远抵达一道的半个月后 有一名使者 专程从成都奸城赶来 到一道拜见雷远 人在府外 名刺先到 雷远见那名刺 微微吃了一惊 立即起身 开门 随我出营 第486章 声势 雷远急不下街 紧走了几步 因为这时穿着一身宽松便服 不似习惯的戎服那般利落 于是他随手提起一袍下摆 再加快点速度 这时候 正是下属阁曹丽远 当职忙碌的时候 见雷远小跑出外 在两边路上的官吏 连忙下摆行李 向朗持着卷宗 从一边院子里出来 但要询问 尚未开口 就见雷远匆匆忙忙从院门前过去了 待到府门时 李珍和李奇排开一仗 分裂左右 雷远跨过门槛 便见到军师将军诸葛亮 带着几名从人站在门前 今日负责一道成手的雷成 在一旁做陪 郑英勤 遣人为诸葛亮等人带马 以雷远的身份 如今玄德公麾下文武 值得他大开正门出营的 只有寥寥数人罢了 而诸葛亮 绝对是那数人之一 雷远原以为 来一都通报的使者 会是宗玉等大司马府的立员 如果玄德公 有意表示尊重 前马良 或者老资格的检佣也行 然则既然劳烦身为 大司马府中书的诸葛亮 亲自走这一趟 实在让雷远有点受宠若惊 他连忙迎上前去 不知主公有何意指 竟劳烦军师亲至 诸葛亮笑道 续之不要多想 我到将冠迎接孙夫人 顺便偷闲 在辖江探看风景罢了 从成都到一道的 陆路水路合计 少说也有两千里的路程 计算日程 诸葛亮应当只用了 十天就走完了 堪称神速 但他精神抖擞 毫无半点疲惫神色 隔着树部与雷远对答 语音轻量 中气十足 诸葛亮这一说 雷远便知玄德公 却有重要的吩咐 但不合外传 他当即答道 军师来一都游玩 是我等的荣幸 还请进府一续 容我安排行程 当下雷远领着诸葛亮 来到自己平日里办公的厅堂 又潜护从出外吩咐 他仍无事莫要打扰 落座之后 诸葛亮道 想来续知已经知晓了 孙刘两家将有大局 须得辛苦续知 往江淮走一趟 说着 他令从者取出一份公文 请雷远先看 雷远双手接过 拆开封印 细细阅读 公文的内容很简洁 只有几句话 天不艰险 祸难阴流 遂使天下三分 贼臣兄弟 百姓流离 肝脑涂地 此非终治之事 推成伪命 陆立一心之实灾 故 前与车记将军 扬州木孙氏为同盟 相约 共检丑类 以旧设计 果能翻然其举 寓以常配 笔及数载 心腹可计 而所忧 乃千里之谣 难问虚实 东系行员 未必客期 奋威将军雷 江淮民族 当举重东行 已是纯齿相资之一也 隔开一行 又道 远比非书 言辞不尽 诸事可循军师将军量 以参荣左 落款乃是大司马刘备 那就是说 孙刘两家发起的 大规模北伐 已经确定了 就在建安十七年 真正能够决定天下走向 确定依照黎明 未来的强大势力 即将开始他们的棋局 这场棋局 以从梁州到江淮的 数千里江山茂园为文平 以数以十万计的军队 铁骑和周师为棋子 任一人落子 都将使整个世道 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 而随之而来的 则是无数人的的命运 随之变化 或者名垂青史 为百世景仰 或者失败身亡 尸骨抱掩 荣辱生死 竟在这即将到来的 连番大战之中 雷远情不自禁地 深深吸气 深深吐气 他向诸葛亮微微躬身 那么 主公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诸葛亮道 此地可有鱼图 我且未续之指画局势 有 有 雷远连忙起身 到墙边打开柜子 找了一副极大的鱼图来 雷远在前山时 就非常重视鱼图 所到之处 举凡山川河流道路 都随时记录 曾经凭着一幅鱼图 获取了领军支援 肋骨兼艾口的权利 到荆州后 又用苏米制作成沙盘 以推演攻守进退 他这会儿拿出来的 便是涵盖了整个长江流域的大图 地形大致照他前世的记忆所绘 极其精确 而重要的艾口 水路通路等 都用不同的颜色专门标识 虽说只有江淮和京北 八郡等地标志密集 其他地方空空荡荡 但以当代的制图水平来说 算得上一件珍宝 诸葛亮眼前一亮 随即将渔图 打开到淮南的位置 孙刘两家协力北伐的提议 始自于前年重定盟约之时 当时我与卢子敬 在八丘社堂会盟 确定荆州为主攻所有 而吴侯借取江夏 汉昌两郡 待到夺取江淮时 再以归还 雷远汉手 伸手在渔图上画了个圈 所谓江淮 就是淮南郡和卢江郡 这两地乃是扬州 在大江以北的部分 建由水陆之力 为东南之屏蔽 吴侯一旦得此 则威力所及 可知清许掩喻四周 从一鱼之主 跃升为征衡中原的强毫了 正是如此 诸葛亮拍一拍手 继续道 然而吴侯 始终缺乏在江北平原 与曹军对抗的决心 因而再确定盟约时 提了个要求 他与玄德公约定 当江东起兵进攻江淮之时 玄德公必须在益州 荆州等地对曹军形成牵制 否则盟约便无意义 他也就谈不上归还荆州土地 雷远顺时想到数年前那次 吴侯提大军围攻合肥 却被讲起一封书信 下退的情形 他连连摇头道 我素知吴侯虽有野心 却输少杀场决胜的手段和毅力 却不曾想 他竟已不敢独立 与曹军决词雄 可笑 可笑 诸葛亮道 毕竟禁数年间 周郎离世 而素将也多有折损 吴侯难免缺乏信心 主公一旦取得精益两周 迟早要起兵北伐 此即能得吴侯侧应 且不论效果如何 哪怕图具声势 也是好事 所以协同起兵之事 双方拒都认可 只是 诸葛亮摆了摆雨扇 慢慢组织语言 只是 玄德公希望 吴侯在春夏涨水之时 及早起兵 以吸引曹军主力向东 而吴侯那边 则希望玄德公先妻出兵汉中 故而两家使者往返数次 未能最终决断 雷远继续点头 再好的盟友关系 归根到底出于利益 更不消说 孙刘两家乃是各怀鬼胎的同盟 曹军主力无非就这么些 孙刘两家都想少打恶仗 少损失 多拿好处多占地 让盟友去硬吃敌军的主力 所以 两家也不知道 彼此打了多少嘴仗 费了多少笔墨 都盼着对方先动 问题是 这讨论总得有个结束的时候 两家始终拖延下去 孙刘联盟始终不动 曹军可能倒要动了 到那时候 数十万曹军南下 必得有一家承担全部压力 而攻守之劲进而逆转 那又何必 所以最终的办法很简单 两家各自派一支援军 盯着盟友的行动 你我两家 谁也别想拖延 至于谁承担曹军的压力更多些 那就看曹丞相的选择 谁也别埋怨 主公之所以拜托续之出面 往淮南一行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哦 诸葛亮用扇柄 敲打着卢江和淮南两地 轻声道 这两地乃是卢江雷氏深耕之所 而当地数十万百姓 现被曹军驱使耕作屯田 行如奴隶 须知 你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造些动静出来 替吴侯张一张声势呢 雷远不禁失笑 这主意可真够损的 怪不得需要 诸葛亮亲自出面交代 第487章 补偿 雷远抬头看了诸葛亮一眼 诸葛亮摆了摆扇子 一副气定神闲的正惊人模样 雷远忍不住又甘笑了两声 能在这乱世中 崛起的势力 能在这些势力中 执掌重权的人 哪会有满脑子 仁义道德的傻子 再怎么样的盟友 背后都各有各的算计 各有各的谋划 落在纸上 通篇都是陆立其心 幡然并举云云 可背后不可行 诸于外处 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刀柄 藏着冰冷的刀锋 随时做出无情的决断 玄德公在去年平定一周 虽说因为种种缘故 过程中并未经历久战 经历两周的元气未损 但雷远可亲眼见过 那天晚上 诸葛亮尾报曹军南下时 成都城里的慌乱情形 也就是说 诸多柔弱之人 尚在任上 人心的平定上须十日 而驻扎在汉中的曹军 又形如随时落下的闸刀 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威慑力 这柄闸刀一日高悬 一周就一日不能真正稳定 所以 玄德公必然要进取汉中 逐退曹军 但这绝非一事 由于张鲁和韩岁等 关中诸将先后降曹 曹军在关中的存在 比预想更早 也更稳固 他们对汉中的支持力度 随着时间推移 也会越来越强 只要曹公愿意 数十万许昌 夜城之君 随时可以进入汉中 形成堵在玄德公家门口的 威逼之事 到那时候 一周局势又会如何 那些跟从了刘烟 刘彰多年的东周人 和本地豪强 真的都会全心全意 跟随玄德公 与曹军死战 从这个角度去看 玄德公此刻 其实有点外强中干的意思 他必要夺取汉中 却又难以承担 曹军的压顶之事 所以他对吴侯 在江淮起兵的需要 一点也不少于 吴侯对汉中的期盼 然而 吴侯自有主见 他何等精明 又怎么可能舍己为人 必得要通过某种途径 给孙氏大大地造出声势来 强行把江淮战场 变成南北交征的主战场 这想法听起来荒唐 数年以来 只有吴侯 通过孙夫人当玄德公的家 没见到 玄德公有反过来 策动吴侯的可能 然则既然战场是在江淮 玄德公麾下 有一支力量 正适合在江淮施展拳脚 这支力量 曾经盘踞江淮数十年 距离割据一方 只差毫厘罢了 他们当过叛逆 受过昭安 占过城池 进过深山 在这片山河间 堪称故旧遍地 一呼百应 正是卢江雷氏 这是要卢江雷氏 将其数十年的积累 尽数投入玄德公的事业里 这已经不是对 雷远个人的要求 而是对整个宗族的要求 是要卢江雷氏 拿淮南本地的丧子 和整个宗族的名望 去驳一地一战的得失 雷远不知道 玄德公和诸葛亮 怎么看待江东的战斗力 反正以他本人的见识 觉得 吴侯绝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 这和先前以为的走一趟 可大不相同了 雷远看着地图 迟疑不语 续之 过了许久 诸葛亮唤了他一生 诚恳地道 我来时 主公特意吩咐 此番续之往淮南去 一因开支 都有大司马府承担 主公皇会向吴侯制书 使雷氏的清卷 婚雅 都可以随续之 折返荆州 他们的家财 若因此而有损失 大司马府 可以三倍补偿 家中的土地抛弃 可以任责经义两周 高余之地 三倍替换 另外 诸家子弟有才能者 周府 郡府 俱可辟用 唐有卓役者 可认令 长 承担雷员此行的开销 倒是小事 卢江雷氏的 故旧与曹公为敌 无论政治上 经济上必然都有损失 而玄德公这边保证 将予以几倍的补偿 这补偿堪称优厚之极了 说起来以三倍为限额 其实 究竟比备在江淮 有多少家财土地 还不是他们自己 上下嘴皮子 一碰说了算 诸葛亮所说 等若便是玄德公承诺 只要他们开口 无论钱财土地 都能满足 而诸家子弟起家 能在周府 郡府 更是了不得的优待 卢江雷氏本身 也只是近代崛起的 豪武宗族 比备与卢江雷氏 有关联的 充其量香豪身份 但玄德公这是答应了 将他们都当事人看待 玄德公 无愧人后之名 这样的条件摆出来 说实在 哪怕真需要 淮南豪强们去卖命 这时候就该卖命了 雷员想了想 将淮乃四战之地 户口流失极多 此前随我付钱来荆州的 足有五万之中 留在当地的百姓 担心曹公签名之策 逃亡大江沿线的 又有十余万人 却不知此时 江淮还有多少百姓在 万一当地人丁洗手 我心不起几分声势 反而悟了主公的大事 人丁自然还是有的 是才我说 曹公在淮南大兴屯田 并非虚言 须知你看 诸葛亮站在雷远身旁 指示着于途道 这是淮南郡的湿水附近 有屯田 这是河肥城外肥水附近的屯田 这是韶杯附近的江水 谢水 这是茄杯附近的绝水 灌水 并及鼻水附近 都有屯田 另外 近来听闻曹操所任命的 晚成太守 珠光大开道田 也聚集了男女书万口 诸葛亮所说的 已不限于淮南 如江两郡 而扩展到了豫州的安丰 汝南等郡 雷远离开淮南以后 许久不曾关注那里的情形 玄德宫却能对当地动态掌握如此清晰 显然有其独特的渠道 非雷远所知 也亏得雷远的余图精确细致 能攻诸葛亮一一指化 当下雷远微微汗手 既如此 我尽力试一试 诸葛亮笑了起来 如此最好 就劳烦续之一趟了 只是 续之还有什么疑问 但请说来 雷远沉吟烧情 徐徐道 当地的豪强盗也罢了 寻常百姓呢 什么 雷远长身而起 站到厅堂门叛透了口气 才回头道 卢江雷士 之所以领数万之众 背井离乡 远逃荆州 是因为想在曹军威胁之下 保护黎民百姓 那些留在江淮 没有离开的 是卢江雷士力所不能及 是卢江雷士 未能做到保镜安民的承诺 遂使他们沦落曹军之手 他们当中 侥幸未死于屠刀的 都成了被压榨的农奴 如今雷士赖主公恩德 得以在荆州立足 却又回头策动百姓们拼死 以军师的明智 不会不知道这些百姓们 一旦响应 卢江雷士 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 到那时候 在狱为农奴 为犬马 岂可得乎 诸葛亮默然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反问道 若蓄之在笔触 凭借雷士的威望 或者受以刀兵 或者又以逃亡 无论结果如何 总是一条路 若无叙知 吴侯难道就不起兵 攻伐江淮吗 曹 孙两家大军所致 难道就没有厮杀屠戮吗 除非终结这乱世 否则 声名之哀 岂有以乎 听堂中静默了许久 雷远和诸葛亮一起叹气 第488章 鹦鹉 诸葛亮离去之后 诸多姓史 从一道出发 奔向郡中各地 驻扎在宜都 八东各地的诸将 加紧挑减精锐 向朗 周虎 新兵等文力 调集明夫和梁木物资 预备后勤 就在锦罗密鼓准备出发之时 簇拥着孙夫人 和刘善公子入属的庞大队伍 经过了宜都郡 这支队伍比原来预想的更加庞大 皆因除了原定隋同的仪仗以外 还额外增加了 受吴侯之命 入属的履带所部三千人 故而辖江水 路到沿线各郡都增掉人丁为之保障 随着屡带所部的加入 孙夫人此行对孙刘同盟的宣誓 意味更加浓厚 玄德公在成都 也做了礼遇方面的各项安排 包括军师将军 诸葛亮亲往将官迎接在内 雷远作为夷都太守和将官都尉 这时候必然要尽地主之意 故而他虽不情愿 最后还是前往夷陵 随船队同享两日 直至将官 好在孙夫人这趟道真没声势 他沿途深居舟船 极少露面 只有侍女丘普 某日带着阿斗离开船只 登岸来见了雷远 再度感谢雷远在江上的拯救之恩 话自然都是丘普说的 阿斗不耐烦地等待了好一阵子 终于打断了丘普的话 直接站到雷远身前 他一叠连声嚷道 你看 你看好 雷远尚未应答 阿斗从腰间拔出短剑 向上斜刺 这剑 只是刷了曾亲戚的普通木剑 动作本身也平平无奇 但他持剑刺激的时候 也不知怎地 就带着一股端宁厚重的气感 配以身后湍急如铺的江流 和零次至比的高山 俨然向着敬营剑术多年的大家 而非寻常孩童了 周围的武人们都是懂藏的 当场吃了一惊 下个瞬间 阿斗大喊 嘿 哈 他口中呐喊着 挥剑乱砍 圆胖的身躯再度恢复了笨住的姿态 可能过去这几日里 他只学好了一个斜刺的动作吧 丘普显然不通武艺 他在一旁张开双臂 小心翼翼地做事 环绕着阿斗 柔声道 别急 地上滑 站稳了 而阿斗只捂到额头见汉 才满意地把木剑收回腰间 他站在雷远跟前 昂首道 如果我的剑术比你好 你就把那柄青色的剑给我 怎么样 看来 将上剑文给阿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然而一张嘴 说出的仍是小孩言语 全没道理 雷远在那一刹那 却有些慌乱 随着雷远的地位剑高 对原本历史进程的改变剑多 然而 此前他所做到的 终究只是在天下滔滔大势之中 稍许助力 以俯现的局部改变促使主线的变化 但这一回 他似乎不经意间办了庄大事 五六岁时的变化 会不会延续到成年 自幼习武 酷爱剑术的刘善 长成以后 还会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吗 哪怕他没有玄德公的才能 只要有忠人之资 只要比雷远所熟悉的历史上强一点 今后十数年 甚至数十年的天下局势 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雷远不经私存片刻 阿斗满脸期待地上前半步 随即 雷远摇了摇头 这件是无期所赠 给公子看看倒也罢了 尾时不能转赠 阿斗失望地拉下脸 丘普奋力把阿斗抱了起来 向他轻笑道 你还差得远呢 怎敢和雷将军相比 慢慢练吧 阿斗手脚乱动 不断抱怨着什么 最终跟着丘普 回到船上去了 带到他们的身影 折返船舱里 雷远身边有人笑道 刘善公子 英武异常 酷笑玄德公 真是可喜可贺 雷远忍不住轻咳了几声 答道 确实可喜可贺 在雷远身旁的便是吕戴 这位昭姓钟郎将身材不算壮硕 长絮有些花白 虽然身着戎服 走路时的姿态 却从容不迫 温文尔雅 想得如生 倒是副将隐翼看起来很惊悍 雷远听说过吕戴的事迹 据说 此军本在广陵郡下做了二十年的县礼 四十岁的时候 为避战乱逃亡江东 被吴侯任命为吴郡的郡城 后来处法英问 甚称吴侯之意 于是被赵薇身边陆氏 再捕于姚长 这是寻常文人的升迁途径 下一步本该是太守 或吴侯身边的大礼 然而 屡带在于姚长任上招募金剑 组织成千余人的私兵部曲 随后击败了快姬 东爷等武县贼寇 由此得寿武职 近年来 吴侯孙权在父兄所义的文武之外 大力拔拙新人 故而屡带 徐胜俱为中郎将 而潘章 灵统为校尉 其中 屡带资历虽浅 年龄却长 因而特显持重 得到吴侯格外的重视 这几日途中 屡带与与雷远相处得不错 他多次向雷远请教巴汉等处的地形 明晴 也殷勤地向雷远介绍江夏以东各地的情况 并及吴侯麾下诸将的性格 喜好 昨日里 从成都传来一个消息 玄德公应吴侯的要求前 雷远东行相助 但随即后悔 于是对身在成都的鲁肃抱怨说 吴侯 只用一个岌岌无名的招姓中郎将 就换取我不下重将 我思来想去 未免太不划算 于是 鲁肃应道 雷远只有阴阳笑看之威 吕定公 也有钟情柔远之美 未必不能匹敌也 若玄德公一定以为不足 我鲁肃自认为 临时不苟 愿意随吕定公同往汉中 记录他的功绩 到战后 来供玄德公评价 玄德公大笑 遂请鲁肃留在成都 参赞军事 这消息传到辖江道中 雷远有点感动 这明白着 是担心雷远与江东仇怨颇深 唯恐他在江东遭遇不测 专门在留鲁肃为人质 料来 有鲁肃 吕带两人在益州 吴侯那边 再怎么记恨此前傅君杀将的败绩 也不至于对雷远下什么黑手 这消息此时传来 既算十日 诸葛亮离开成都时 就已知道了 但诸葛亮并不在雷远面前提起 他是君子 不会以此示恩 但其他人并不明白 玄德公的深意 不少人只看表面 又因为几方主公的跨两州的交气 都传说玄德公轻视吕带 认为 鲁肃和吕带两人 才能集得上雷远一人 这传闻自然瞒不过履带 但他之后 两日与雷远往来时 神气自若 举动沉稳一如往常 显然丝毫都不将传闻放在心上 再过一日 江水愈加汹涌 船只须得经欠夫的帮助 才能缓缓前进 雷远在江关处与诸葛亮会面 随即送别众人 领部下轻其折返 春夏之交江淮涨水 巫侯的大军就该行动了 留给雷远的时间并不多 如果前往江淮只是作战 那点起精兵强将 贝族梁末就够 但如果要按诸葛亮的建议 在江淮闹出点大动静来 还需要额外的准备 第489章 故交 上 孚一县 此地位于林林郡北部 原为长沙定王流发之子刘役的孚一侯国 顺地时应犯法国除 复为孚一县 玄德公控制荆州之后 将此归属林林北部都尉之下 之所以设立林林北部都尉 来治理昭阳 昭陵 夫夷 都梁四县 是因为这四县并处都梁水和滋水沿岸 与紧靠湘水的林林郡南部交通不便 反倒更便于沟通长沙郡的易阳县 数百年来 此地蛮旱杂处 近代以来更渐渐成为蛮夷活跃的区域 朝廷政令不出县城 常有厮杀公结 后来 玄德公将从江淮迁移来的淮南豪又各族两万余众 安置在此 又以习珍为林林北部都尉 率兵林之 方得安定 这一日傍晚 复义县的县位樊上回到县城 靠近县城的田地中 有些赤薄的农人在耕作 还有手持刀剑的行人在城门处出入 但他们 见到剑朔高大的樊上来到 隔着老远就恭敬行礼 可见他在此地 威望甚高 两年前 淮南人最初迁道赴仪时 曾有蛮夷作乱 掠夺城池 当时 刘景生所属的县令 弃城而逃 引发合成人丁哄堂大散 樊上带着少量部下 逃到城外以后 发现蛮夷混乱无备 于是领着自家恩养的刀客楼中 胡赵 纪圣等人 分坐几路杀回城中 一边杀贼 一边虚张声势 呼叫骏兵数千以致 蛮夷惶恐之下 不及分辨 主动撤离城池 樊上又纠合部署 追击二十余里 斩杀蛮夷 两百余集方回 在樊上看来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自家昔日 在炉江雷尸的部下当侠客 干各种黑活的时候 杀的人多了 就连朝廷官吏都亲手宰过几个 区区蛮有什么 难应付的 此举大大的震慑了 夫一县的本地大族 不久之后 玄德公追究城池丢失的责任 罢出了原来的县中大力 而樊上已收复城池的功勋 被破格任命为县位 再后来 新任的零零北部为习珍就任 据说她是炉江雷尸的女婿 将会迎娶炉江雷尸 当代宗主雷远的妹妹 樊上凭着与雷尸的旧关系 很快搭上了习珍 此后 她在稳定地方的几次作战中 都有功勋 还曾持缘百里外的零县 眼看着法月不上功劳不少 很有可能再得升迁 在夫一县范围内 无论淮南移民 还是本地居民 能像樊上这样身微赫赫的 别无他人 但樊上心底里并不满意 她是见识过江淮间豪杰纷争 大军往来的人 如今却在京南边比之地栖身 两年下来 她和她的亲信部下 都感觉自己将要荒废 有时候 她从习珍口中听说 卢江雷氏 如今极其兴旺 宗主雷远身兼 多个二千代的文武职位 已成了整个荆州范围内 仅次于荡寇将军 关羽的中江 说一句权势滔天 亦不为过 就连当年跟着雷远的 那几个小护丛 什么郭景 亡颜之类 也全都当上了领兵上千的校尉 堪称飞黄腾达 偏偏我樊上追随雷氏两代 当年也算在江淮 颇有声明的游侠剑客首领 历年来 虽无功劳 也有苦劳 怎么就在雷远掌舵之后 被抛开了 樊上想到自己 在前山的时候 似乎对这位小郎郡不够恭敬 常常后悔地追星刺痛 他又想到自家的两个足弟 樊红和樊丰 若他们尚在 还能替安丰 樊氏美言几句 可惜他们先后战死 使得安丰樊氏 和卢江雷氏的联系 就此中断了 这该如何是好 县位固然也不差 可是比起在奋威将军 麾下校里 到底差了那么点意思 何况身处乱世 荣华富贵 当从沙场上去 城日里除了威吓金蛮 就是训练几个 歪瓜裂枣的县兵 那有什么意思 他忍不住长叹一声 垂头往家中去 今日离开县城是为了公务 但明天在禀报县长 也没什么关系 这种山野荒僻之所 本也没有急事 就在这时 道路尽头奔来一人 直冲向樊上 樊上吓了一跳 正待怒喝 发现原来是 清静的下属纪圣 何事 用得着这么急躁 樊上沉声喝道 纪圣满脸激动神色 结结巴巴地道 有卢江雷氏宗主的使者来见 说 雷宗主有书信给顾骄 什么 樊上大跳起来 你怎么不早说 使者在哪里 快快带我去见 与此同时 在昭陵县的县城里 梅城打开自家院门 与外间站着的使者 打了个照面 梅城看那使者 先一怒马 知道绝非寻常信使 他正待询问 使者已经开口道 此地可是梅城先生居处 梅城道 我便是梅城 不知足下何人 我乃奋威将军 一督太守的部下 奉我家将军之命 来见顾骄梅先生 带来亲笔书信 梅城吃了一惊 说道 是小郎君 雷将军的书信 正是 梅城沉吟半赏 举手为礼 有劳足下奔波 还请进来叙话 昔日 淮南豪又联盟尚在时 汝南梅氏 是联盟中的骨干 地位和实力 都仅次于雷氏和陈氏 而梅城身为 组长梅钱的侄子 常以代理人的身份 联络各方 处置相关事务 出了名的交友广阔 谁知道 因为组长梅钱 在肋骨尖碍口时 刻意避战以收拢实力 遭到小郎君 雷远的突然打击 梅钱当场身亡 而梅城当了俘虏 被一直关押到了大局底定 后来 卢江雷氏 与各家豪族脱离 单独去往乐乡 而豪族们在零零北部落脚 因为组长梅钱身死 整个汝南梅氏乱成一团 连着几个庸禄之辈意图 夺占宗族的利益 导致短短两年间 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内斗 最后能够平衡各方 勉励维持梅氏宗族场面的 竟然是梅城 只不过 经历了两年多的内斗消耗之后 梅氏的屠夫 不取大兜离散 规模不如当年的十分之一 眼看已算不上豪族 而梅城顶着奸南石 誓苦撑 性子越来越阴沉 许多人背地里说 他和钱袋组长梅钱 越来越相似了 梅城领着使者 回到有些破败的院子里 在树下分兵主落座 结果书信 他向使者微微躬身 不亦雷将军 还记得前山中的败权 我家将军言道 当日清醒 乃属不得不耳 梅先生是聪明人 应当不至于诱于旧恨 使者向梅城示意 请他且看书信 何况 国有重振家生的机会 将军并未忘记顾骄 梅城苦笑一声 他知道 雷远的声威如何 也早就不想再去追究 前山中的那档子烂事了 然则 重振家生 梅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还有重振家生的机会吗 如果有这个机会 又需要梅是 做什么来换去呢 他挺着腰杆 慢慢拆开风靡 细细观看书信 第四百九十章 顾骄 忠 汝南梅氏的祖先 出于秦时长沙郡守梅茂 梅茂之子梅宣 归汉为汝南侯 宗族遂在汝南生根 四百年繁衍下来 虽少观幻 但宗族之脉不少 梅茂到前山以前 只是县中主祭室 算不上宗族里的大人物 所以他在扩张势力的时候 陆续招揽了一批孤儿 起而 一律改姓为梅 对外说是自家侄 以壮生士 梅城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特受亲信 常常代表梅茂号令 汝南豪杰的艺人 当然 如今 梅城已经执掌了梅氏 在京南的这一支 局面再怎么窘迫 他也是族长 梅人会提起 他与汝南梅氏实无血缘 就这么慢慢经营下去 等到梅城五六十岁老死 大概就可以开辟出 武林梅氏的基业吧 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 被梅钱从尸堆里 救出来的恩德 这也就算还了 但 这样就结束了 数年前 梅城曾单骑往来于江淮各地 所到之处 与各路军将 贼寇 宗帅 强豪称兄道帝 但有号令 阴者云集 那时候的生活虽然危险 却很舒心痛快 与之相比 在武林这边的几十寝田地 就算反复耕作几十年 究竟能赚来什么 那些汝南的小门小户 自然不觉得 无论到哪里 只有有田耕作 就能落脚 可没事能像他们一样 有时候 梅城在路上走着 遇见那些汝南来的同乡 他们看着梅城的眼光 仿佛有怜悯 还有幸灾乐祸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梅城已经尝尽了 便如此刻 为什么要在院中的树下 接待使者 不是因为梅城风雅 是因为听堂破旧 没脸见人 这种地方 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他将雷远的书信卷起 仔细地拢在怀里 当年若非雷将军力敌曹军 我们这些淮南人 还不知道 有几人能活着抵达荆州 说起来 这条命本来就是雷将军所赐 将军但有吩咐 我无不从命 只是 武林北部都尉那边 这是左将军 大司马 亲自布置的重要公务 雷将军会有书信去解释 习都尉乃是雷氏的女婿 是自家人 那好 梅城下定了决心 他向信使深深俯首下去 还请足下捎带片刻 容我叫其足中可用之人 今日就出发 短短数日内 昔日淮南豪友联盟中的不少人 都接到了雷远的书信 这是雷远早与诸葛亮谈妥的 卢将雷氏 在江淮间极具号召力不假 但这种号召力 不同于清流人物 如三军八军之类 对世子的号召力 卢将雷氏的力量 依靠大批同样扎根江淮的宗族为羽翼 依靠底层百姓和小豪族 苦苦抱团挣扎所形成的互信 所以要去往江淮 非带上一批助手不可 淮南豪友已经与雷氏拆分安置 其中有一些 已经成了零零当地的大豪 还有人为零零北部 都为习真效力 形如左膀右臂 雷远当然识相 并不大规模的召唤救赎 更不能试图撬动根基 否则就算习真与雷远熟悉 也断不能容 雷远去信延寝的 或者是在前山微风 入荆州后却不算得意的人 或者是素来野心勃勃 想立大功 办大事的人 这些人一旦离去 习真反而更放心 也意味可知 但只有这些人还不够 这些人是雷氏的语义 可用来煽动 佐证 却不能代表卢江雷氏对外 雷远本人固然有资格 但他在淮南的时候 长期隔离在宗族事务以外 他不熟悉地方上的人物 地方上的人物也不熟悉他 所以 新兵和王妍两人领了雷远的命令 即日出行 新兵是雷旭任宗主时的大管事 近来职权渐渐收缩 明眼人都知道 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当年那个除了军务之外 无所不管的大管事 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雷远是个厚道人 虽有诚服 却不会刻薄待人 从前年冬天起 新兵就挂着 宜都郡文学院的清贵职位 负责雷远在宜都所设的学校 另外 因为在雷氏宗族中的资历极深 时常出面斡旋各方 没少受人奉承 新兵的义女 又嫁给了雷远麾下 吉德力的部将任辉 下一代也有职称 故而职权虽少 地位依旧很高 与新兵不同 王延与雷远的关系 则亲密得多 他是雷远最初的 二十余名护从之一 追随雷远多次出生入死 雷远到荆州后 第一批任命的银司马里有他 第一批任命的校尉里还有他 因为渐渐年高的关系 王延如今 退出了负责征战的前敌 领着沈真和韩纵两位老将 一同负责军队保障后勤 和地方守备治安 但谁也不会认为 雷远疏怨他 雷远每次见他 仍然称他为严淑 往来宅邸不必佳人 就在去年 雷远入署之前还专门牵线 为他娶了一都梁家之女 又厚慈庄园 金伯 如今 王延连儿子都抱上了 常常说 自家香火能有传承 全赖雷远的照顾 这两个炉江雷师的老资格一起行动 在一都郡里实不常见 他们身后还跟着骑队 护从 声势不小 两人沿途经过湘亭 都有人在路边观看 继社的百姓 也注意到了他们一行 彼此交头接耳 猜测此行的目的 新兵和王延也不耽搁 一路轻骑快马 沿着江畔关道直奔 不久就离开了一道 进入乐乡县境内 往距离关道不远的一处田庄去 这田庄不大 统共占地不过十余亩的样子 但庄外有高墙环绕 四角设有望楼 望楼上有卫兵 奇怪的是 两人乘着马远跳高墙望楼以内 却看不到什么屋与楼阁 似乎这庄园的全部建设功夫 全花在外围一圈了 王延叹了口气道 当日这些人 试图乘着老宗主病重 架空宗主的权力 结果 许多人一并被宗主禁锢在此 说是要劳动改造 也不知两年过去了 他们究竟改造好了没 究竟想没想明白 今后该怎么办 新兵冷笑 当日笔贝 可是先夺了你我二人之权 然后再图谋宗主 若非老宗主精明 你我二人便是白死莫属 他压低些声音说道 今日咱们再去见他们 这是宗主不计前嫌 再给他们机会 也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们需得多做点准备 什么准备 这帮人被勘压在庄园里 整整两年 其中有些人想明白了 宗主遂容他们起父 但说不定 也有人还糊涂着 也有人明明糊涂着 装成明白 永明以为 对他们该怎么办 明明糊涂着 装成明白 此番宗主要领人去江淮 万一有人居心叵测 成此机会 做下有爱宗主的事 王言抽了口冷气 要真有这等人 宗主岂不危险 所以 第491章 顾娇 下 新兵意味深长 所以我们为人下属的 应当替宗主分忧啊 王言乐庭马匹 陷入深思 眼看着天色渐晚 新兵耐心等待 全无半点急躁 过了许久 王言看看新兵 新宫 我约莫知道 你想说什么了 王言是武人 所以 新兵出开口时 他只以为新兵 是在担心宗族中 不服之人 在江淮拖后腿 天乱子 但他很快想透了其中观俏 以宗主此时的身份和实力 宗族中人就算昏了头 想要陷害雷远 又能做什么 雷远前往江淮 须不是孤身前往 他必然带着 数以千计的精锐 带着忠心耿耿的不暇 当年前山中 陈兰以吴侯的势力为外援 一样输得彻底 别说此刻了 新兵所担忧的 其实不在江淮 而在宜都 在卢江雷市的本居乐乡 这个庄园里的人 有好几个都是宗族的老人 是雷远的族父 长辈 哪怕他们被禁锢了两年 影响力未必被全部清除 雷远此番要引用他们的力量 又势必得授予他们相当的职位 进而允许他们 重建自家的宗族之脉 便如雷速之流 当年他们能仗着 长辈的身份胡来 以后就一定不会吗 他们一旦脱身 彼此有数十年的交情 必然拢作一团 雷远对卢江雷市宗族的掌握 还能像现在这样 如必食指吗 这些人 可都是前山中的老狐猎 以后怎么样不谈 雷远领人前往江淮的这段时间 若比等在乐乡整出什么事来 就连主母 赵氏都是晚辈 难有资格 出面制止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 新兵和王延的面子 往哪里搁 归根到底 宗族早就看透了雷速等人的嘴脸 他根本不愿意用那些人 又不想担负 长久磕待宗族长辈的名声 想到这里 王延叹气 然则 这毕竟是宗主的家事 这却是宗主的家事 新兵捋了捋长须 我为家宰 你为家将 不是正该应付这些家事吗 释放他们可以 得用个办法 将他们彻底打散了 把雷速等人抛开 那新宫有什么好办法 容易得很 看管此地的 都博是你的部下吧 你让他如此如此 高墙之内 虽无高大乌语 却也整齐 有好几排的乌设绵延 有几处处栏 有水井和水池 还有一片桑林 桑林间有鸡鸭 咕咕嘎嘎地叫着 钻来钻去觅食 在高墙下 还有一块块小片的农田 东头的半树耕种过了 西头的半树 还在陆续翻了土 也不知种了些什么 有幼苗探了头 嫩叶随风摆着 虽在暮色中 也显得清脆欲滴 这时候 乌设中各处都生出了炊烟 白日里出外耕种劳作的人 早都已经回来 等着孙餐了 这些人大都是原先 炉江雷氏 在前山中的骨干 并非肩不能炕 手不能挑的柔弱柿子 故而禁锢两年 倒也能自食其力 雷远既不额外苛待 他们自己种的粮食 自己吃 一日三顿饱饭 总是有的 此时有个老者 背着两只手 沿着高墙边逛了一圈 回到众人聚集的防射前 又绕了圈 祖父 一名年轻人迎出来 可有什么吩咐 这个老者 正是此前 炉江雷氏宗族中 辈分罪尊的宿楼 曾经担任 易阳令的雷素雷庆雍 问候他的年轻人 则是曾任宗族管事的雷远 此前在乐乡驿站中 便是雷素拉了族中的 几名长者 并及雷远 雷申等管事 和领友宗族不娶的雷叔 雷射等人 试图一举夺权 失败以后 这些人连带着家属 三十余户 都被安置在此 形同禁锢 但雷素的身份摆在这里 虽然不少人受他牵连 却不敢慢带他 大体上 仍将他当作首领看待 雷素正了正 向雷眼连连摇头 无事 无事 说完 他慢悠悠地转入 稍远处的一排乌语 雷眼愣了愣 他记得 那排乌语空关了很久 日常也没人打扫 这会儿过去 一定满是灰尘泥土 但既然 雷素已经过去了 他也懒得多想这些小事 镜子回家等吃饭 刚在屋里坐定 雷叔忽然闯进来 雷叔是个年约三旬的粗豪壮汉 昔日曾为雷氏部曲中的都博 与雷眼交好 当然 现在大家都被禁锢着 全都成了农夫 雷眼让妻子照旧端饭出来 先让两个孩儿用餐 他转头问雷叔 阿叔 一起吃点吗 雷叔跺脚喝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吃得下饭 雷眼不明所以 发生了什么事 是才负责看管我们的杨都博 对庆雍公说了个消息 雷叔反身掩门 继续说道 明日 新兵会来这里 选择食人解除禁锢 还会派给相应的职务 雷眼大喜 这是好事啊 好个骗 雷叔道 庆雍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却没有告诉我们 只找了他的那些兄弟辈 往东面那排空屋秘义去了 雷眼瞬间想到了 世财雷素的古怪神情 他豁然起身向外就走 过了一会儿 匆匆折返 脸色难看 住在这里的人家和共三十来户 全都是清倦 此刻又正在饭点 谁在 谁不在 真是一目了然 那几位族佬果然聚集商议去了 这事情 你是听谁说的 他问雷叔 杨兜博对庆雍公说话的时候 虎头就在他们附近的桑林里 恰好听到 千真万确 虎头是个宗族中少年人的小名 雷眼和雷叔都认得他 雷叔踏前一步 又道 小郎君继任宗主 执掌族权乃是理所应当 我们这些人 当日被庆雍公 阿佩 被雷叔等人骗去闹事 结果落得如此惨壮 现在 总算有解除禁锢的机会 雷叔那几个老家伙 还要杰足先登 你说 这怎么能忍 雷眼忍不住格格咬牙 一股火气疼得起来 越来越按不住 被禁锢两年了 两年 这两年里 大家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还要等多久 他攘袖起身 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 脑海中无数个念头 兜兜转转 一抬头 看见妻子和两个孩子 满脸忧色地注视着自己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到了次日凌晨 新兵和王延一行 骑队进入村落 传令村中 丁南在村中的空地骑聚 来到骑队面前的雷氏子弟 共有六十多人 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也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这便是如江雷氏宗族的大部分男丁了 雷远将他们尽数禁锢 在外效力地 反倒不过三四十人 若非他这宗主 凭借强兵成威 断不能如此 然则到这时候 也却该有个说法了 这些人都是宗主的亲戚 新兵和王延不敢怠慢 早早下马相迎 和几个旧时 寒暄几句 雷氏子弟都知道 新兵和王延的身份 大不同于往日 更不敢失礼 两方倒向是久违的友人相会 其乐融融 只不过 雷远等人有些强大精神 像是昨夜没有睡后 不知在忙什么 新兵忽然问道 咦 怎么不见庆雍公 他又点了几位 卢江雷氏肃老的名号 连带着那几位长辈 也都不在吗 雷远和雷叔 雷申等几个较年轻的子弟 彼此忘了忘 都道 庆雍公等人年迈体弱 这几日里病了 病了 新兵观心地道 可有请医者来诊治 庆雍公等人都已经五六十网上了 身体定然不如年轻时 可不能疏忽了 雷远想了想 客气地答道 不急着请医者 他们只要长久休养就好了 嗯 庆雍公和各位长辈的家人 都在踏前照顾 当无大碍 好好 我会比明宗主 取些有力滋补调养的老餐 和大早 龙眼 逃人来 交给庆雍公等长辈使用 说到这里 新兵叹了口气 宗主让我来 是通知诸位 即日起解除禁锢 陆续都有任用 可惜 庆雍公并网 否则 我当面告知 他一定高兴 雷眼等人互相望望 我们所有人 全都解除禁锢吗 当然 新兵失笑道 诸位都是雷氏族人 虽然犯过错 但已受过罚 这就够了 宗主总会给大家效力的机会 怎能长久弃而不顾呢 雷叔满脸茫然 看看左右 又扭头回去 叫那个族中少年 虎头 你不是说 刚一开口 雷眼狠狠踩了他一脚 使他痛呼一声 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宗主但有所命 我们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雷眼向着新兵和王妍 恭恭敬敬地失礼 还请两位向宗主 转达我们的诚意 在雷眼身后 数十人一起拜了下去 新兵和王妍两人 返回一道的时候 队伍比原来扩大了不少 雷眼 雷申 雷叔等 与雷远同辈的族兄弟 尽数随行 而过去 拥有实力的长辈 一个都没见到 雷远当日就接见了他们 给这些昔日的宗族骨干 分别授以门侯 院使 帐下利等职务 这些职务虽然都不高 却是奋威将军的清静遥蜀 于是 雷眼等人 无不欢愿 都说宗主宽厚 必当倾尽全力 以报恩德 正在宗族中人 轮番表忠心的时候 听堂外有护从来报 吴侯派遣使者 来见将军 屡带所部已经入属 我却尚未出兵 想是吴侯急了 也罢 这几日里 已准备得差不多 正好与使者 一同前往江东 雷远笑着起身 问那护从 江东使者是谁 可曾问过 他说 乃是将军你的顾骄 尹川冯熙冯子柔 第492章 在即 昔日在前山中 冯熙代表吴侯 前来拉拢 淮南蚝佑联盟 过程中 一旦发现 雷势另有去向 立即鼓动 陈篮叛乱 抢夺淮南蚝佑联盟 数万人丁 这是个狠人 是以雷远 在控制淮南蚝佑之后 对他始终 客客气气 不敢稍有慢待 好在到现在这时候 冯熙已经没资格 和雷远为难了 哪怕他已经从 陶鲁将军 院属生为 曹苑 执掌江东武官的 牵除和任用 雷远现在却是 执掌重权的二前男人 在荆州为关羽的负二 说的不客气点 吴侯本身 也不过控制一个扬州 身份未必就比 关将军高出多少 冯熙为人下属 全没有拿大的资格 当下雷远 照冯熙入见 两人寒暄几句以后 冯熙并不正面催促 先说此来 奉了吴侯旨意 带了两艘大船 运粮五百弹 已被沿途所用 又到雷远率军往江东时 冯熙将全程为向导 以免沿途的麻烦 雷远连声致谢 当场召来 正在偏听办公的马中 请他安排梁墨入库 再招待冯熙休息一两日 他歉意地对冯熙道 可惜很快就要起兵 不客陪同子柔 一同观看辖江间的景致 只能留待以后有缘了 这么说 就是承诺即将行动的意思 冯熙当然不会在乎 什么辖江景致 当下满意地离去 雷远则铺开落在面前的卷宗 继续原来的工作 这些卷宗乃是各种委任和命令 内容早都确定过了 知道出兵在即 才最终用意 雷远名义上领着夷都太守 和将官都尉的职位 实际上长期领兵出外 殊少实际履行职责 去年一整年 他只有四个月在夷都 其余时间都在蜀中往来作战 今年也是如此 三月就要出兵 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折返 夷都倒也罢了 将官的葛初荣宝 除了离开一周时 视察过一遍 再没有去看过 大汉四百年传承下来 法令条文自然是完备的 雷远来此事后 常为这自上而下的层层治理体系之言 仅充实而惊叹 然而 封建社会的治理原则 乃是 人治 雷远在一日 处处雷厉风行 他若不在 就难免出问题 所以 此番出兵之前 他的许多精力 都放在一督本郡的事物上 非得把一切人选都安排妥当 千万不能再出现 上次那种豪足勾连胡为的事情了 为此首先要明确的 是自家离去之后 辖区政务的负责人 这方面 原由俊成 向朗独立负责 现在雷远决定 有五个人共同负负责 小事各司其职 大事商议决定 这五个人是 郡成向朗 主部新兵 郡卫王延 一道令蒋婉 乐乡掌周虎 这五人既要彼此配合 也要彼此督促 若有疏漏 互相查以补缺 否则 带雷远回来 巨都受罚 五人当中 向朗是选得公布下的旧人 新兵和王延 是老资格的心腹 蒋婉因为治理有方 金雷远举荐 由六百弹提升为千弹 成为向朗 在政务上的直接驻守 而乐乡的事物事关重大 周虎以卢江雷尸加载的身份出任 在那里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在军事方面 雷远所部分布在巴东 和一都两郡的合计九千人 此番出兵 乃是孙留同盟 彼此互相支援 讲究个人数对等 吴侯已遣三千人入属 雷远也只需动用三千 留下六千人 保守侠江要地 基本上 此前经历过一周征战的将士都留下 以为思乡之情 但有渴求立功的勇士 主动提出东行的 雷远也都批准 郭靖 邓同 贺松 丁凤 任辉等校尉 和一周军的吴班 雷同二将聚都随行 吴班雷同领着他们的两千一周军 郭靖等校尉 只带千名精锐 然则以雷势在江淮的影响力 如有必要 这千名精锐 随时可以化身为上万大军的骨干 负责带领留守六千人的 乃是雷成 往日里 雷成自负永利 酷爱突阵破敌 去年往一周一趟 大概见识到 真正的猛将适合水准 被吓着了 此后便开始沉下心 重视练兵习战的基础 此番由他留守 再加上沈真 韩纵等人都是炉江雷势的老部下 另外 王平鑫被提升为贾司马 作为辅助 他们看好地盘毫无问题 如有万一 也不是没有出击的能力 至于随同雷远出行的本部 由三百名骑士和数十辽蜀组成 这三百骑 绝大部分都是梁州人 重伤出狱的马带 负责带领他们 此去将还数千里路途 雷远却将自己的安危托付给了 曾经你死我活 厮杀的敌人 部下将校们都有些担心 但雷远相信 马带不会辜负自己的信任 辽蜀们无非马中 严谱那几位 在以雷远 雷书 梅成 樊尚等人为相导 这些人有的负责资重后勤 有的协助文读书信 有的负责往来联络 格有直思 也都需要提前明确 所有这些任命 安排 或须一督太守印 或须将官多位印 或须奋威将军印 雷远将几个印章 在案集上一字排开 啪啪地敲过 只觉得胳膊有点酸 待到将这些都完成了 看窗外天色已然昏暗 雷远起身伸个懒腰 回内院去 这时 赵湘正在为雷远收拾行囊 他和雷远成婚一年多 已经两次送丈夫出征 但他是五人的女儿 见惯了出征送别 并不似寻常小儿女那般 做洒类姿态 见雷远回来 赵湘令婢女端来夜时 雷远每天都要去军营 与将士们共同训练 因而 饭量一直很好 赵湘为他准备的夜食 也很丰盛 主食是雕壶饭 配着烤鱼和盐菜 还有个酱过的鸡子 雷远尝过赵湘做的烤鱼 以后大家赞赏 最近连着吃了好几顿 只觉百吃不厌 赵湘与雷远对坐着 笑着 看他狼吞虎咽 雷远问道 夫人不尝尝吗 赵湘摇头道 这几日没什么胃口 雷远止住不时 看看赵湘的面色 怕不是前几日吹风 受了寒 早些歇歇 可不要强撑 俩人说了些闲话 赵湘觉得倦了 便去歇息 雷远面临出征 时无睡意 按说此番出征 属于孙刘两家 政治宣誓的动作 政治意义远高于军事意义 江东自有强兵猛将 也轮不着他去争攻 但他是爱操心的性子 自家心里打了无数的副狗 仿佛成了江东统帅 将要挥师北伐 他在床边坐了会儿 觉得赵湘的鼻息 渐渐平缓 于是 替他严谨被子 自己轻轻地起来 在门边的暗机旁落座 暗机上铺了一幅渔图 有点旧 因为前年渡江时受了潮气 有几处笔记音开了 看不大清楚 尤其是图上 陆安志翻山 到小货山 再到天柱山的路线 有几个重重的墨点 还有黑色的实现虚线标识 还有一处被笔杆子戳了个洞 这会儿显得特别碍眼 其他几处倒是不受影响 宛城 书县 居巢 河肥等周边重镇 依旧清楚明白 雷远略微挑亮些灯火 看着这些熟悉的地名 慢慢回忆当年的情形 过了许久 他放下灯盏回头 发现赵湘不知何时醒了 他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自己 却不说话 第493章 随行 建安十七年 四月末 晚水 春夏时节 前山深处大雨连绵 雨水会成湍急山溪 而千万条山溪汇入晚水 使得晚水的水面 扩张到秋冬时的五倍宽度 负压周边的沼泽 围田 浩浩伤伤 气概有弱江汉 在宽阔的河面上 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 正下定停泊 如临的墙帆 几乎遮断天际 哪怕汹涌的水势 在这支船队面前 也不得不屈服 来自上游的重叠波浪 撞在楼船坚固的船身上 瞬间就粉身碎骨 化作无数白色的浪花 在空中飞溅 撞击 最后变成细碎的水滴 落回水面 而大船只微微一荡 就恢复重心 完全无视自然的威力 这样的动荡 甚至无法引起船上众人的注意 他们都是长久往来于 大疆的老手了 哪怕船只在颠簸十倍 他们也能自如走动 如履平地 身披紧袍的吴侯孙权 站在船头 回头看看 绵延实力的船队 躊躇满志 而同船的部署们 更多关注着前方的战斗 就在距离大船树里之外的 晚程方向 一片尘土飞扬 无数将士 正围绕着城池厮杀搏斗 环城四面 莫不惊奇漫卷 马匹奔驰 断臂残之飞舞 而鲜血如雨青盆下 浇灌在城边湿润的土地上 这座城池北面 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 延伸的绵延群山 南面 是同样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大江 晚程位于山河之间 控制着西南面柴桑 彭泽等地到东北面 合肥的江畔平原 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数百年来 晚程都是卢将军的郡治所在 但有强大势力占据此地 就必然对江东形成威胁 建安四年时 卢江太守刘勋在晚程收纳援印 黄一等元术旧部 又召集张勋 杨洪等重视政权的大将 一时间声势浩大 鸡如诸侯 当时占据江东的陶鲁将军 孙策遂以卑词顾求蒙好 称刘勋不被攻破了晚程 到了建安五年 孙策并亡 他所任命的卢江太守 李树 占据晚程 不服孙权的号令 孙权不顾当时江东动荡的局面 立即领孙氏亲族之兵 渡江讨伐 一战屠城 削李树之手 千禧其不取三万余人 此后多年间 卢江始终掌握在江东手里 直到建安十四年冬季 孙权公合肥不下 而被蒋己书信所获 狼狈退兵 江东势力遂遭曹军主力的猛烈打击 卢江也就此一手 落入曹军掌握 曹公以朱光为卢江太守 领兵驻晚程 朱光在晚程大开稻田 招揽王盼 又令奸人招幼鄱阳贼帅 始作内应 使孙权申以为骨梗在喉 不出不快 去年 孙权在东关建设了要塞 以监视住在合肥的曹军张辽所部 牵制曹军向西南方支援的力量 到今年 江东大起朱军 全力向北 第一个要拔除的曹军据点 便是晚程 此时 吴侯悠然观赏水军撞警 而从晚程方向 一夜又一夜小舟破浪往返 负责打探消息的赤后 轮番登船 跪地禀报前方战况 报 蒋青将军顺利登城 以斩杀曹军督将 正杀向城池东门 报 董西将军遭珠光清零 假释破退 将士死者甚多 董西将军已退下城头 预备招募勇士 再度进攻 报 吕蒙将军已聚州直抵城头 兵分五路突进 曹军大半退 参军董和被吕蒙将军俘虏 报 董西将军二次登城成功 已经斩破城池南门 大军入城 报 吕蒙将军已俘获珠光 城中曹军溃不成军 一名文官向孙权深深作一 我军兵风锐利 一日便下晚程 将军用兵如神 齐开得胜 在他身后的数十名文武一齐拜扶 将军用兵如神 齐开得胜 嗯 孙权轻轻应了声 这一声很快消失在风中 距离他稍远些 就听不清楚 尘相们的吹捧 这些年来 他已经听了习惯 但凡自己有所收获 有所成就 跳出来于此潮涌的是这批人 一旦遇到强敌 或者哪方面的进展 不如预期 跳出来说大忌不如银之的 还是这批人 如果每次都把他们的言语当真 孙权这江东之主 早就做不下去了 只不过 能够一战而下晚程 的确是罕见的大胜 毕竟这是曹军嘉义经营过的重镇 以往每次战胜 都是靠着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哪有这次以堂堂正正之师 距石压卵之势 亦举破成来的威风霸气 自从三年前 在合肥狼狈失败以后 陈辽们普遍对吴侯的领兵作战 只能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在周朗死后达到极致 以至于整整两年间 江东坐拥十万雄兵 却不敢下决心对外扩张 好在董席 蒋青 吕蒙这些将领锐气尚在 既然他们此番一战破成 孙权以决心要对他们大加把拙 使诸将能够 以他们为榜样 一个个打起精神来 努力拿下合肥 又一名赤后 满脸激动的禀道 报 董将军 蒋将军 吕将军 已经控制完成 恭请车骑将军入城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后方船队 于是 大批水军将士 都开始欢呼起来 孙权威严地点了点头 抬手指向前方 开船 靠过卷 庞大的船队 纷纷起定升翻 雄啾啾地逆流向前 无数船头乘风破浪 把宽广的水面 割裂程细长的一条条 船队渐渐接近晚程 水面上渐渐看到浮浮沉沉的尸骸 还有破碎的旗帜之类 都顺着浪头 起起伏伏地往下游去了 当大船靠岸的时候 孙权闻到了空气中浓烈的血腥气 近世鼓励牵来的战马 被血气所击 不安分地蹬踏着四体 孙权毫不介意战马的暴躁情绪 矫健地翻身上马 引得身后的文臣们 又一阵喝彩 而孙权依旧没什么表情 吹 你们尽情地吹 他忽然充满恶意地想到 如果自己此番攻打合肥 再度引来曹公的主力大军支援 这批文臣会如何 怕不又要像上次 或者上上次那样 劝自己暂时伏地作小 为人陈属 他摇了摇头 倒也不至于 毕竟此番孙刘两家携手北伐 刘玄德那边 在汉中也有动作 一旦刘备拿下汉中 整个关中和梁州都受威胁 而关中梁州一旦有失 刘备变得先擎就地 东向一征天下 这份威胁可比卢江 淮南之地的得失要严重得多 孙权设身处地去想 如果自己是曹操 无论如何都该立即领兵向西 与刘备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他好奇地想着 却不知攻下合肥之后 这帮人又该吹什么 这么想着 他的眼神从部署们的身前掠过 只是无意识地随便看看 却引得几个部下一起出列 至尊有何吩咐 啊 孙权愣了愣 他有些厌烦他们 于是没话找话地问道 雷叙之呢 怎么不见他随行 文官连忙道 雷远将军就在后方的船上 有孙仲义陪着 我这就去召他前来 去吧 孙权挥了挥手 勒马向晚城去 雷远却在船队后方的一艘楼船上 他的部曲们这时候 正在如虚口地大营驻扎 因为是客军 全程都无作战任务 他本人则应吴侯的邀请 随行来观看攻打晚城 负责全程陪同的 本来是车级将军东曹苑冯熙 但运送精益援军的船队 经过杀陷时 江夏太守孙渝跟来同行 雷远对此人本来警惕 可孙渝却死死缠着雷远 每日商议大事 硬生生把冯熙逼成了一个局外人 忠义兄 忠义兄啊 雷远哭笑不得地道 我妻子有孕 时常烦闷 所以我打算买些江东的小玩意儿 带回去给他解闷 哪里用得着这许多 孙渝用手掌支撑着暗己 目光炯炯地瞪视着雷远 续之 我江东所产的青瓷胎骨坚实 右色云镜 乃是天下一绝 尊夫人见了一定说好 你都买些 转卖到一周 或者给那些蛮夷取帅 唾手可得大力 何乐不为 精益人士都用惯了七起 一时间 哪里用得到青瓷 孙渝冷笑道 七起也是我江东所产的好 要不你进一批七起也行 总不见得 只有我扬州人买你们的赎紧 一周人就买不起几个日用器物 可是 可是 雷远上身后痒 富于顽抗 你给的价格 与市价极无差异 乐乡那边 无力可图啊 孙渝用力一拍暗戟 发出怦然大响 此举使得冯夕脸色批变 以为 他要扑过去撕打 而孙渝用手指沾着水 往挤上写了个数 那边这个架 怎么样 不能再低了 第494章 平衡 雷远同样一拍暗戟 牙缝里蹦出两个字 做梦 孙渝脸色铁青 雷远看看孙渝 冷笑不语 摆出一副随时先捉走人的架势 既然是生意 那就难免漫天开架 坐地还钱 孙渝如此恶行恶壮 不过是表达个态度罢了 真要想确定什么 必得经过漫长的过程 从试探到诱导 从诱导到挑明 既比耐心 又比实力 需要刚柔并济 软硬兼施 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定下来的 果然 这时候 冯夕连声道 两位奋威将军 不要着急 来来来 都喝点水 润润嗓子 他身为车骑将军东曹苑 某种程度上 便是代表吴侯在此 雷远不好造次 向他微微汗手示意 喝了点水 说来有趣 雷远和孙渝两人的将军后 竟然是一样的 都是奋威将军 而两个奋威将军 此刻宛如斗鸡也似 竟不是为了疆土 而是为了江东所产青瓷的价格 看两人唇枪舌剑 寸土不让的架势 只怕来日 真的在沙场对阵 也不过如此了 此前雷远与关羽 潘讯商议时 都觉得 孙渝是负责向荆州渗透的密碟头目 意图以财货贿赂的方法 又引荆州文武 试图为吴侯后继的操作埋下浮现 现在看来 这确实是孙渝的任务 但他的任务不止这一项 此军最重要的身份 乃是代表江东孙氏 对外进行贸易的负责人 如果时间往前推十数年 当时天下处处兵荒马乱 无处不是血流飘处 白骨如山 根本谈不上贸易两字 稍有实力的地方 豪强收拢百姓 气务必 善假兵 自给自足 不假于外 而这种局面 到近年来逐渐改变 随着三家顶足之势 渐渐形成 原本割裂成稀碎的地方 渐渐被弥合为一体 原本对外隔绝的务必被打开 重新归入政权之下 比如曹公所属的汝南太守满宠 就曾经在汝南一地 攻陷二十余处务必 得名两万余虎 孙 刘两家也都同样行事 随之而来的 便是贸易往来的逐渐复苏 在无数废墟和室堆中 挣扎出的商股们 再度踏上贩卖盈利的道路 对商股 尤其是跨越政区往来的商股 无论北方的曹公 还是南方孙刘两 都有管制 其内容包括对贸易货品种类的管理 比如严控奢侈品的流入 和军械物资的流出 也包括对商股贸易资格的管理 比如乐乡大市 搞出的十六家促居联盟 通过管理 政权既获得商业税的收入 也保障政权的安全 更以此来维护境内货币体系 和物资供给的稳定 但这种管理 受到政权控制力的限制 不可能真正做到密不透风 总有无数的漏洞可钻 而政权越是管制 货物在各地的价差 反而会越大 越是激起商股们奋斗的决心 对此 在荆州这边 雷远在玄德公的默许下 以乐乡大市 作为大宗货品和跨区域贸易的专用市场 流出场外小额交易的空缺 而在江东 乌侯事实上 并不能控制之下的诸多大族 大族们明里暗里的越过界限 肆意攫取后利 而江东孙氏 为了保持自身的力量 也必须参与其中 甚至要窃取到最大的一块才行 过去几日里 雷远为此和孙渝商讨了很多次 两家的贸易 才是孙渝竭力与弥方勾结的原因 以他和弥方的身份 能够毫无顾忌地展开粮食 军械 马匹 食盐等各种紧俏物资的贸易 双方都有巨额的收益 所以当弥方被铲除 失去裁员的他 才会如此恼怒 竟然以劫持孙夫人相写 如今 弥方失势 许多物资都不再能够正常交易 孙渝能够拿出来售卖的 只剩下海盐和布匹 如果没有新的物资加入交易 江东大族们 为了获得一周的赎井等奢侈品 将会持续不断地放江东的血 而大族们得到的利益 却不会用之于江东政权 更不会用来招募勇士 跟随吴侯征战 他们只会凭此求天问社 扩充宗族的势力吧 突然在江东 造成繁华胜利的美景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孙氏就必须不断 与江东大族 争夺商业利益 正如孙氏多年来 在军政各方面 与江东大族的争夺一般 非如此 就不能推行军国大计 非如此 就不能维持孙氏 对江东士族的优势地位 老实说 雷远没有想到 孙渝会有这样的见识 看来 这个殊少军政 才能得孙氏轻足 能得到吴侯的重视 为以荆州重任 确实有其独到的地方 然而雷远并没打算 轻易满足孙渝的要求 数十年前 南洋七气风行天下 后来中原战乱 许多工匠 亡入荆州各地 雷远听说 玄德公已经有意识攀训出面 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 纳入公关管理 再考虑到蜀郡和广汉郡的七气 也有盛名 雷远不认为 江东的七气 有任何竞争力 至于钦慈 在雷远的印象里 此等材质的器皿 在金义两地并不封形 大概是因为战乱并未平歇 陶瓷易碎不便携带的关系吧 倒是有人家 取雌七不朽的特点 用以陪葬 这样想来 赵湘都不能用那些 晦气得很 问题是 总得从江东得到些什么才好 这就是所谓平衡贸易了 如果售出金义的特产 突然获得些钱币 又有什么意义 这些年来 各地烂住钱币 钱已经越来越不当钱了 船只呢 雷远忽然问道 我听闻吴侯 设置诸多船团以造舰船 或许我们可以 须知 这不可能 孙渝断然摇头 江东的舰船 正如中原河北的马匹 乃军国重器 命脉所系 当真不能拿出来交易 何况金楚本身就居江东上游 两家共分大江行胜 如果船只上头 再给你们占了便宜 那江东靠什么来自宝呢 一时间 两人都有些失望 船舱中静默片刻 冯夕事实地打岔 续止此来 不是为了观看我军攻打 晚成情形的吗 何必憋在船舱里 何仲义将军 讨论钱财之事 来 来 我们出外看看战况 也好 雷远微笑着起身 他和冯夕刚出舱门 便听到前头舟船上的将士们 山呼海啸 也似欢呼 随即有一名吴侯的近视成州赶来 续之将军 可在 晚成已经功课 车骑将军 请你前去观看 第495章 虎狼 此前曹公 因孔兵将军献为吴侯所掠 打算迁徙百姓 至北方内地 这个消息使得江淮百姓惊恐万分 结伴向南逃亡 一时间 卢江 九江 靖春 广陵各郡十余万户渡江 以至于合肥以南的要塞 唯有晚成 正因为此 曹军对晚成的经营煞费苦心 务求固若金汤 朱光将这此城本来的六座城门封闭了两座 只留下四门 然后再修起城墙 将之家高到将近三丈 并在城东 城西两出增住瓮城 城池周边还新建了望台 碉楼之属 可是夯土城墙在春夏淋雨之时 难免松软坍塌 而江东城际兵分三路骑攻 又以楼船聚舟竞机 当船头甲板只与城墙骑平时 江东瑞士猛足骑上 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战的战术水平着实不错 过去多年里 江东在依托水军发起短促 突击方面一向有杰出表现 今日这一战也堪称范例 可惜雷远知道历史的走向 很清楚巫侯的能力极限在哪里 所以并不会因此重估江东的战斗力 当雷远匆匆赶到城中时 远远看到孙权正乐马于城池南门 数以千计的将士 如洪流般涌入城池 分头青角珠光的残余兵力 雷远视线索急之处 敌军大败奔走 敢于抵抗者 或者跑得较慢的 都被山草般的劈杀倒地 成为遍地尸体的一部分 有许多军人或民夫跪地求饶 哭号之声在城墙间往复回荡 在追击过程中 伴随着不间断的屠杀 抢掠 甚至也难免有侮辱妇女的事情 雷远还看到一些在攻城时 负责辅助的将校 掩热吕蒙所部进城发财 所以将本部留在城外 带着自家清兵入城洗劫 其实 晚城经过此前几度冰灾 已经退化成了纯粹的军事堡垒 输少财富续积 城里的百姓大部分 都是这一两年 陆续投奔来的穷困绝望之人 也几乎没有随身财物 明知此情 还非得要劫掠一番 可能是将领们 要享受这个过程吧 对江东的将领来说 每一次出兵征战 都像是一次生意 折损多少兵力 消耗多少粮末 都得从战后的洗城中赚回来 有钱财一渴 有物资一渴 都没有的话 将城中男女劫掠做奴隶也渴 于是就在雷远眼前 一名颇有姿色的年轻女子 被拉扯着发际 横逛过街道 从他躲藏的地方 被拉到某处将士们群聚的地方去了 江东将士们的笑声 和女子的哭喊声 此起彼伏 像是尖利的巨子 在聚着雷远的耳膜 当他们经过雷远身边时 雷远下意识地勒停战马 按住了腰间的剑柄 他也明白 这实在是乱世飘零的常态 自己早该看惯了 其实 刘备的军队在一周攻伐 也未必说秋毫无犯 难免有些肆意妄为的乱兵 但既然 是要刻定乱世的精致之师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当着主军的面 做出这种事 雷远的迟疑落在了孙权眼里 孙权的嘴角微微抽动 心里骂道 虚伪 孙权一点也不喜欢雷远 正如他一点也不喜欢刘备 甚至他也不喜欢刘备麾下的所有人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虚伪 孙权还记得呢 此人在江夏时 曾对冯夕说 深感无侯的恩德云云 结果自他到荆州后 处处都与江东作对 从周太开始 然后是黄盖 吕蒙 甘宁 成普 这么多人 这么多 江东的速将 猛将 全吃了雷远的大亏 吕蒙丢掉了自己的绝大多数精锐部曲 甘宁被俘后 投降了刘备 黄盖这两年缠绵病榻 时日无多 未尝与雷远无关 周太和成普 还丧了命 甚至就连周郎 周郎之所以病逝 是因为江东在荆州的失败 江东之所以在荆州失败 还是因为这个叫雷旭之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这个可恶的家伙 是上天降下来折磨我的吗 孙权有时候 甚至会迁怒冯夕 当初他在前山的时候 但凡得力一点点 就能铲除了这个祸胎 偏因为冯子柔胆怯怕死 不敢面对赵云的风锐 结果 把这个艰险的恶狼 放到荆州 结果 这恶狼长肥了 先来反噬救主 没错 我江东本来就是 卢江雷氏的主军 是卢江雷氏背弃了主军 此番孙权建议 玄德公派雷远至江淮 一方面想借重 他对江淮的了解 另一方面 也确实有些隐藏的恶意 不止一个人 向他暗中敬言 请他趁着机会除一大换 事后只要给刘备 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 难道刘备还真敢报复 孙权认真盘算过 他想过给给雷远 一个完成不了的任务 然后追究责任 砍下他的手机 看着他枪子里的血 洒落地面 此时随郡的成谱之子成姿 周太之子 周绍 黄盖之子黄炳等人 一定做梦都会笑醒 然而 这么做太直接了 卢子敬和吕定公 和数千将士 还在一周呢 这么做 外人看来 倒像是吴侯 没有把卢素 吕带两人的性命 放在心上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 嗯 不要急 意气用事 无助于解决问题 为人主者 要有深沉韬掠 眼下还是以大忌为重 一点都不要急 于是 孙权扬起马鞭 指着兴冲冲入城的军事问道 旭之将军 今日重临家乡 亲见我军 承接不成的壮举 可有感慨 雷远攻身应道 以今日所见 江东之兵 真可谓虎狼也 孙权哈哈一笑 就在适才片刻 他身边的侍从文人们 已经吹捧了许多 新从交周来 以擅长慈父著称的五官中郎将薛宗 还当场拟了篇荡气回肠的雄文 在千军万马之间大声吟涌歌颂 所以孙权很想听听雷远会说什么 这个卢江土豪之子 当年拒绝了自己的招揽 非要千里迢迢往荆州去 此刻眼看着江东大军再临故地 他却再没有夜落归根的可能 会不会有些后悔 有些失落呢 较之于战场上的失败 这是孙权能占据心理优势的地方 他不想放过 雷远回答的每句话 每个字都是对孙权的慰藉 让他更加愉悦 可是 这思就只说这么一句 然后呢 不应不扬地说了这么一句 下面没有了 身为外臣 你全部凑去 不觉得失利吗 孙权忍不住凝视着面色平静的雷远 面色微微一沉 薛宗连忙出猎笑道 我听说 雷将军在玄德功麾下多力征战 颇见功勋 沙场经验定然丰富 却不知从何 而看出 我君为虎狼呢 薛宗倒是好意 无非是想让雷远奉承几句罢了 毕竟两家同盟呢 雷远在江东 隐约便是使节 正该有敦目清清 协和双方的职责 雷远想了想 又看看吴侯玩味的笑容 于是答道 我听仙贤说 心如虎狼 心如禽兽 五谷不登 禽兽逼人 这便是江东之兵 所以堪称虎狼了 第496章 翻阅 谁能想到 这个始终温和客气的年轻人 竟会突然爆发 谁又能想到 他开口就是如此激烈的痛斥 孙权瞬间变了脸色 随时在他深周的群臣 意齐大怒 大胆 几名甲昼鲜明的将校 更是拔刀在手 跃跃欲试 只待吴侯一声令下 力展雷远 而雷远身后 一闪出身形庞大的赤里宁塔 他横身站在雷远身前 竟打算以一己之力 拦截江东重将校 此话出口 雷远自己都有些愕然 他也没有预料到 自己竟会压不住心头的火气 雷远两世为人 远比外表的年龄要有诚服 过去数日里 满脑子盘旋的 都是怎么应付江东人明里暗里的试探 又该怎么来找个机会完成 玄德公赋予的任务 张扬声势 以吸引曹公的注意力 就他的本意 原不打算冲撞孙权这样的雄主 明明离开东关前 还郑重交代自家部署 莫要与吴侯锁不起冲突 若有不快 还以容忍退让为上 结果世道临头 居然是自己这个主将暴躁了 但雷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晚城中的军民们 是江淮间数十年惨烈战事后 最后的遗留 他们中的很多人 或许就是卢江雷氏 曾经竭力避孕的依附百姓 或许就是雷远那次奔走通报之后 未能跟上的遗族 雷远怎能看着他们遭受军兵的侵害 而视若无睹 就算两世为人 雷远依然是个人 摆脱不了常人的恻隐之心 在这个世道 满脑子逐路争霸的英雄太多了 雷远自问是个普通人 他只是想替世线所及的黎明百姓 争条活路而已 至于吴侯 此君到底是一国开辟之主 倒要看看 他究竟有何等气量 雷远坦然平视 他的目光 与孙权锐利的视线碰撞着 仿佛要在虚空中 砸出火光来 周边的江东文武互相对视 有人想到 雷远布下三千金锐 尚在东关 万一吴侯怒而杀人 那三千人必然生乱 到时候 如须水沿线局面不堪设想 也有人想到 雷远身前 这个护从显是个猛人 万一厮杀起来 先得将这丝和吴侯隔开 以免有碍吴侯安危 雷远须须问道 吴侯以为 我说得不好吗 孙权冷笑 雷叙之 你口舌胜利 却不知比我冰封之力如何 吴侯之冰封自然锐利 只是 岂不闻 冰尤火也 不即将自焚 孙权勃然赤刀 你是在诅咒我此行将办 不敢诅咒将军 可惜 此来江淮 未见律义以正天下的壮举 却只见到 如狼似虎般的侵略百姓的暴行 吴侯 我深知曹操暴虐 江东若想在这上头 与曹公一较高下 怕不那么容易 他的言下之意是 原本曹 孙两家兵力就有多寡 正该施恩收揽民心 方能与敌对抗 如果效法曹军的凶横做派 那怎能在江淮长久立足呢 孙权默然片刻 挥了挥手 召来一名部署 传令诸军 莫要滥杀 雷远知道 这已经是孙权做出的极大让步 再不能要求更多了 他下马行礼 诚恳地道 多谢孙将军 孙权却不下马 围绕在雷远身边 手持刀剑 虎视眈眈的将校们 也不退开 明明城中纷扰间隙 大部分将士们 都听从了吴侯的意志 不再杀戮 吴侯身边的气氛 却愈来愈紧张压抑 须知对江淮之人 如此加以关照 我甚欣慰 却不知 在言辞以外 你还愿 做些实际的事吗 全赖孙将军宽宏 遂使前手稍少刀兵 侵害之灾 雷远丝毫不拒 微微笑道 此来江淮 本为支援 孙将军但有所命 我自当尊主奉行 好 孙权目光炯炯 盯着雷远道 晚成计下 接着 我就要挥军合肥 上次攻合肥时 正是卢江雷氏 负责在陆安 前山沿线 拒指曹军 此番便请续之所部 辛苦一趟 再往前山大营 一行罢 再往前山大营 孙权此言一出 跟在雷远较后方的 李珍灯实面色一变 吴侯说得轻松 此前淮南侯友联盟 在前山时 前后动用上万兵力 为吴侯遮蔽 来自东面的曹军主力 结果 侯友们损失惨重 不得不翻越前山 弃甲而逃 途中被曹军追击 经历了不知多少 惨烈情形 全靠了玄德公 派遣精锐的 白尔滨千里救援 才勉强的一生路 如今 吴侯又要雷远 越过前山阻击 这明摆着 是用危险的任务 威和雷远 真要去往前山大营 量到如何保障 退路如何保障 援军可有安排 若都没有 只让雷远他领军走一趟 那如果撞上曹军的援兵 和送死 有什么两样 下口可在吴侯掌控之中 雷远若有不邪 就算想请求荆州军援救 也断然够不着了 李珍顾不得失疑 他急不向前 扯了扯雷远的袍袖 想请雷远姑且敷衍 待到晚间细细商议之后 再定行之 雷远却轻轻推开李珍的胳背 他有些失望 或许这个主意 是此前江东辽蜀们私下所设 这会儿孙权恼怒 便不管不顾地拿出来用了 本以为孙权是气度恢弘之主 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他的气度和才能 大概离不开得力部署的支撑吧 当周郎为之出谋划策 他便有气度 当鲁肃为之出谋划策 他仍然有气度 可离开心怀红略的部署以后 真实的孙权 是什么样的 他更像个急躁而苛刻的庸主 徒有心气 与之匹配的手段 却粗烈得有点可笑 我倒还想着 找一适合时机行事 你却赶着将机会送上门来 我若拒绝 自家心里都说不过去了 想到这里 雷远向孙权攻身一败 答道 事关孙刘两家并肩作战的大忌 我怎么敢退避呢 自当遵命 孙权哈哈一笑 好 只是 我的部下现在都在东关 将他们调动到晚城 还要遣人踏看沿途山路 需要一点时间 还需要足额的粮末 你需要多久 须得十日 军情如火 岂能千言 须知 我给你五天时间准备 一应粮末物资 五天以内也全都会配齐 雷远应声道 多谢孙将军 五日之后 我便领兵出击 在雷远的脸上 孙权一点都没有看到疑虑或紧张 这让他感到自己的谋划毫无效果 发力完全在了空处 他本人在这一瞬间 反倒有些动摇 仿佛惰人所算而不自知 将要在哪里吃了亏去 偏偏话已出口 再怎么也收不回来了 第497章 奴隶 既然确定了下一步的任务 雷远遍布随同吴侯大军行动 转而在晚城的一处中暂住 等待自家布局和粮末物资等抵达 负责城防安排的 都督换座公孙杨 他给雷远安排了一处宅院 还配备了扑壁树人 雷远去看了看 见那宅院被洗劫过一番 猪班物事都缺 还不如船上自在 他索性让公孙杨 划了一处城中的军营出来 正好在自家布局抵达时候 与部署们一同落脚 没想到军营里中 聚集了很多兵士妻子家眷 雷远入住此地后 算了算营房足够 并不要求什么 可当天下午 就有江东丽远 带着从官司收集到的布册 按照布册将他们聚拢 说要分批运往江东去 这些家属的丈夫或儿子 许多都战死了 遗孀难免要被配为江东士族为妻 还有些妇女竭力向丽远解释说 我的丈夫没有死 而是降服后被吴侯征掉 将要去攻打合肥了 丽远们也很坦诚地回答道 既然被征掉走 那十有八九会在宫城战中 死在城下的沟壑之中 所以别多想了 老是接受配嫁吧 于是妇女儿童无不洒泪 自从建安元年曹公在许下屯田以来 大受其力 号称所在击谷 征伐四方 吴运梁之楼 是以各路诸侯 陆续都以屯田为一兵一鸣 更战结合的妙策 然而无论军屯 名屯 参与者往往出于被迫 许多军民在屯田制的压榨之下 被驱使如全马 被无穷无尽的兵役和劳役所折磨 而力更所获 仅得四分甚至更少 每日里都在挣扎求活 是以晚城中这座军营深沟高垒 外墙和城墙一般高 门口还有专门的岗哨 却不是为了防备外敌 而是防止饱受苛待的兵户逃亡 诸葛亮说 江淮百姓在曹操治下受尽驱使 形如奴隶 老实说 若在太平时节 就算奴隶也不至于过得这般凄惨 然而 江东那边对待兵户会不会好些 谁又知道呢 江东诸将世袭领兵 将士及家属居将领的奉意 无事耕种 有事出战 只希望他们能被分配到某个新软的将军手里吧 雷远对此也并无办法 即便在所谓的盛世 隐民们都难免受人欺辱践踏 何况是如今这大乱世呢 他再怎么心软 至多只能救得几条性命 却挽回不了那么多人的命运 他只能安慰自己说 与这些屯田兵相比 如将雷势不取所获得的待遇 简直有若天堂了 将士们的斗志和韧劲 远远超过笔贝 时事理所当然 终究他不愿意目睹这种场景 当下离开军营 在晚城内外闲逛 此时便看到东吴数万之众 陆续登船起行 重新由王口入江 当会转置如虚水 前往东关 另外 又有一支精锐部队走陆路 经过侠食爱口向合肥去 显然 此番吴侯市打着水路两路夹击合肥的主意 能提此十万之众 在复杂地形间水路并进 奋进合肌 又能以游动的箭支 与路上坚固营垒互为掩护 虽然胜利还遥遥无期 倒已证明了 他却有统兵作战之才 之所以在后世不以兵法传送 可能是他面临的对手太过强大 而周师上路作战 又的确多有不利吧 到第三天的晚间 马中和严蒲等辽蜀 先期赶到晚城 为节约时间 众人不坐舟船 而是轻骑快马 两日一夜兼程被盗 目不交结 待赶到时 全都累得不轻 晚城的承手非常严密 进出盘查严格 辽蜀们虽然带着服信 还是等到李真迎到城门 才将他们接入军营 马中远远看到雷远 便急忙跳下马来 结果脚下发软 差点扑地 怎么 德兴没想到我这么快 就和吴侯闹起来了 雷远抢前扶起马中 轻声笑道 马中苦笑道 想着将军总有办法 但没想到 做法会如此激烈 此前雷远领兵到扬州 立即就被编入 渡江北上的船队 随着船队编组分裂 雷远本人和护从们 与吴侯 移到前往晚城 已被咨询 而将士们 则到了东关 说来这是江东正常调度 但马中等人都觉得 这样下去不妙 将军挥下吴兵 便没了形势的平衣 将士们未得主将号令 被裹在大军之中 万一被垫了刀头 也没处说理去 如果江东是有意如此 那这心机可真够深的 故而在江上分别之际 雷远就与部署们约定了 都须得盯紧了战场局势 尽快找个机会 脱离吴侯的直接控制 腾出手来完成 玄德公的暗中吩咐 只不过 雷远竟然用当面嘲讽的办法 激怒吴侯 让众人都没料到 严谱连连摇头 万一吴侯勃然大怒 直接把我们发还剑业 岂不是反而麻烦了 雷远道 定然不会的 我有把握 何以见得 吴侯此番新兵十万 亦欲与曹军虎期决战于也 江东大将虽然尽数随行 却未必都愿承担苦战的损失 此时若有谁言辞失礼 结果却被发还剑业的话 吴侯怕不要 天天与部下吵架了 众人凑去一笑 都道吴侯有御下之能 或不至于如此狼狈 雷远答应吴侯第五日起兵 这时候已经到第三天了 预计布取大队 明日成州抵达 诸多事物耽搁不得 当下马中 严谱等人去 联络晚城守将公孙杨 索取粮末物资 并请求调动民夫 处立 而樊尚 梅城 雷远等人在军营中 饱睡一晚 次日 他们换成两马 带上硬杏 身上背足真丸财物 和足以自保的刀剑弓矢 随即带着少量护卫 静直向北 直入前山中去了 前山乃大别山的东段 规模庞大 将卢江郡分为南北两部分 山林本身就几乎占据了 卢江郡三分之一的面积 群山之中 有无数可以藏匿亡命的深谷大鹤 哪怕淮南豪又联盟离开了 这些地方 也未必能被许昌朝廷所控制 雷远派出的 这些前岛使者 个个都是昔日 淮南豪又联盟中的骨干人员 樊尚年轻时 是著名的浪荡青霞 梅城和雷眼 都是交游广阔的人才 他们生于私 长于私 对这片大山的了解 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 他们甚至不需要特意去寻找 只要沿着山间道路随意穿行 自然而然就能找到有人的地方 只要有人在 就有他们施展的空间 第498章 催促 江东船队排列成松散的队伍 沿江向东 带到接近如虚口石 又重新集结编组 在夕阳下 浩瀚的荆棋和强弩 仿佛要遮蔽天空 无数舰支横江排开 船支的甲板 几乎能连成厚实的土地 供人马自在往来 这样的舰队规模 是过去十年间 毫不停歇扩充的结果 因数自古以来未有 此时 吴侯所乘坐的五楼巨舰 和其他的楼船 直接靠近水口的港湾下定 而为数众多的 萌冲 走隔 则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靠近如虚物 沿着潜水处的长榨停船 还有一部分 转至中洲和线西两地停泊 明日返回 由于大江上风势 水势变幻无穷 而每一艘船支 又各有其特性 所以 船队欲庞大 想要将之长久 维持成一个 有序整体就欲难 哪怕以江东水势的熟练 船队此时也不得不停止行径 进入到漫长的整编过程中 有些士族还要登岸 由陆路前往东关 与偏江郡诸然锁部会合 因此 不断有百度的小舟 从舰队间穿过 好几次与大舰发生了磕碰 导致将士掉进水里 随即在将校们的怒喝声中 落水者嘻嘻哈哈地 又爬上船只 江东士族 各个都是水上的好手 落水什么的 完全无需在意 唯一要担心的是江面风景 五楼巨剑的晃动程度有些大 站墙上的战旗呼啦啦的大响 简直会随风飞走 孙权一掌按着按机 一手探出去避免珍贵的错金 同灯翻倒 带到一阵剧烈浪涌过去 他赶紧换掌按住按机 另一手却来不及去扶笔架了 原本跪坐在下手的文臣 慌忙上前来 为吴侯搭了一把手 保住了珍贵的碧玉笔架 孙权向部下温和地笑了笑 多谢紫瑜 部下恭敬行礼 退回原地 被称作紫瑜的人 年约三十余 身材甚高 双目有神 唯独面孔稍长 与常人有意 此人是车记将军长使诸葛景 也就是玄德公那边军师将军 诸葛亮的兄长 狄青兄弟二人分是二主 并受信任 诸葛景原本在中州负责转运后 继军用物资 这会儿赶着过来觐见 先是细细解说了中州 线西两地的明夫集结树木 最后道 对雷旭之那边的攻击 需要额外人手 因此可否请吴侯提前颁令 以免丹阳太守旅范 到时措手不及 误判前线局势 令雷员往前山方向阻击曹军 并不在此前议定的军事计划中 为了这个决定 自然要付出额外的粮末 调动额外的明夫 诸葛景身为车记将军长使 有权力直接调用基础解决 本无需来这么一趟 孙权明白 诸葛景是在委婉劝谏自己 他其实是在问 如果将雷员所部置于险境 是否会引起玄德公的误判 这样的是 至少也该尽快行文 向成都做个说明 子虞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稍作私存 你给孔明去一集书 以兄长身份简单通报便可 诸葛景速来谨慎自首 与诸葛亮的书信往来甚少 听得孙权这般说 他诧一道 将军 雷旭之的言语固然狂悖 我却也不至于没有容忍的气量 之所以此番小题大做 让雷旭之往前山去抵挡曹军 就是做给刘备看的 孙权缓缓道 我正要用此举来催促刘备 他们在汉中的行动太慢了 原来如此 诸葛景再度攻身 将军英明 此番两家协力北伐 为了确保行动一致 无数间使者往来 络绎不绝 不断通报彼此的行动 这其中倒有雷远的一份功劳 若非他在江峡间 大兴土木修缮道路码头 使者的行动断不至于如此便捷 然而 根据最新一份通报 义州军竟然至今还未大规模的集结 这让吴侯十分不远 从成都到建业 有三千多里的山水相隔 所以这消息 应当是小半个月前的 但小半个月前还没集结 到现在能做成什么事 扬州距离中原近些 本来就容易遭到曹军主力打击 义州军的动作如此之慢 简直明摆着 是要江东垫刀头 自己摘果子 既如此 孙权便将雷远锁部推向险境 以此表示不满 如果义州军再无动向 曹军主力 一旦向江淮行动 必定先斩雷絮之的狗头 对了 子虞你在书信中 就说我背弃的暴跳如雷 所以才当场恶令雷絮之出兵 嗯 再提一句 众臣纷纷劝谏 但我怒气冲天 不听劝谏 诸葛景肃然道 是 他退到船舱一角 当场作书 自从前年两军在公安和八丘等地 爆发战斗以后 孙刘联盟的互信 就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此番出兵 双方各自派遣重降支援 某种角度 也有人质的意思 吴侯潜出履带 结果 玄德公以为不足 还刻意留下卢子静随军 摆明了 是担心雷絮之在江东的安全 这一来 如果吴侯想要对雷远做些什么 成都那边的反应尚且不提 江东诸将难免担心 卤宿 履带的安全 以为吴侯粮薄 但吴侯轻而易举 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他只要暴怒就可以了 毕竟世人皆知吴侯气盛 他容不得客将当面羞辱 乃是理所当然 三十岁的江东雄主 一旦怒火冲头 下什么令 做什么决定 都有可能 谁也拦不住 无论结果如何 都怪不得吴侯 只能怪那雷远之自己 口无遮拦 这就是吴侯 总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了 他有时候 城府深沉 有时候爆裂急躁 有时候恢弘大度 有时候资诸必较 无论敌人或陈属 都只能从各种零散 而彼此矛盾的事迹中 拼凑吴侯的真实想法 但吴侯究竟是怎么想的 谁能知道呢 近年来 诸葛景越来越觉得 主军形势 带着鲜明的深寒学说意味 越来越难以把握 高深莫测 他就像是一口 深不见底的井 哪怕诸葛景 站在井口探望 也看不清井底 究竟有些什么 说来真是奇怪 孙破鲁 孙讨逆都是慷慨激烈 直率开朗的性子 为什么孙车奇 却是这般 第499章 关键 自古以来 盟友都是拿来卖的 静待尤慎 孙氏政权能够立足于江东 在这方面 也没少下功夫 吴侯见识的多了 然则他这回 倒是真的误解了 益州局势 益州军的大规模集结 虽然缓慢 但对于汉中的行动 其实 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中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甚至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就在孙权和诸葛景 在江上对谈的时候 身为大司马刘备麾下 两位军师将军之一的庞统 带着几名随从 正在山道旁边一处空阔台地休息 此时天色方暗 坐在山间仰望天空 只觉薄云如青沙摇摆 带动星光闪烁 苍茫群山间 有烧牛马粪的浓烈黑烟 蒸腾而起 山风吹不散黑烟 落在被汗水阴湿的衣袍上 却让人立刻感到寒冷 庞统忍不住 连打了几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随即身边的低矮树丛里 有两只野兔 被吓得奔跳逃走 而远处夜色中一对 对幽暗的绿色眼睛 随即被野兔吸引 向着那方向 快速移动过去 那些应该是豺狼或狐狸吧 或许庞统等人 恰巧在他们 觅食的猎场落脚了 庞统又注意到 在道路对面 原本应该是一片麦田 但现在已经完全荒废了 只留下高低的田耿隐约可变 而田间全是荆棘 他不禁轻叹一声 此地离开关城才两百里 周围就荒凉到了这等地步 去岁以来 五都太守苏泽昭府 留民百姓数千家 距于下边 而下边周围的土地 或者抛荒 或者归属羌狐去帅了 一名英气勃勃的铁甲将军 站在庞统身边 向他解释道 此举实属无奈 我们的老朋友 最近不断聚集 五都英平等地的羌狐部落 他们又时常去掳掠百姓 到割粮田 百姓唯有聚集自保 庞统微微汉手 他和魏妍都明白 为什么羌狐部落会不断聚集 某种角度来说 五都和英平两地的乱局 正是庞统 魏妍两人参与缔造的 只不过 羌狐实在野性难逊 明明玄德公 已经给付了足额的粮末 他们对汉家百姓的侵夺 却仍不停止 此等作为 迟早有加以惩戒的时候 大半年前 玄德公由浮城向南 攻略一周 刘霍郡在浮城 霍郡随即向北不断拓展 随后得到黄忠和魏妍的加入 兵力渐渐雄厚 在张鲁遭马超劫持入蜀以后 汉中陷入混乱 期间 黄忠和魏妍二将 曾经借此良机 越过阳平关 延展兵力至包中一线 可惜 曹操对关中的经营甚是迅速 夏侯元和陆昭 很快率领大谷曹军进驻陈仓 几度徽军南下 威胁举线 并试图截断金牛道 当时 玄德公忙于整顿鼠中 遂及令汉中的荆州军收缩 重新退回关头和间隔沿线 如此一来 三将坐拥上万兵力 却只能聚首 但在这一进一退的过程中 还额外发生了一件事 此前 玄德公在荆州高局讨曹灭贼 归附汉家秩序的旗帜时 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关中 联络当时盘踞在关中的马超 韩岁等石将 并以重金厚力相诱 希望能使关中时 将加入到讨曹灭贼的大联盟中 因为曹公更有力地劝诱 关中石将发生了分裂 以韩岁为首的诸将 攻杀马超所部 迎接曹军入关中 而马超在侥幸逃走以后 不思退返梁州 反倒亡入汉中 纠合了张鲁的汉中之兵南下 试图在一州乱局中 奋意悲耕 此举还没开始 就遭到雷远的当头一击 马超本已不多的本部彻底溃败 他本人再度逃亡汉中 识人都以为 此人随后深陷汉中乱局 在曹流两军和汉中军民的协击中 不知所踪 其实并非如此 此前魏严禁军至包中时 接应了驻扎在南正的庞德所部 使之安然稀彻 按照玄德公的意思 不过是想试着 收编这支西凉骑兵 作为日后向关中发展的依仗而已 谁知这支骑队退出杨平关以后 竟然拒绝再往蜀中 某日乘着魏严所部无备 忽然脱离掌控 直接转向武都方向去了 明明是一支走投无路的孤穷之军 兵不过数百 安敢如此桀骜 当时 黄忠 魏严等将无不恼怒 打算动用重兵追角 必要使之为后来者见 然而 正当重将整军的时候 庞德单骑折返 带来了他主军的信件 众人渐心大惊失色 这才知道 马超竟然装作一个小卒 混在骑队之中 离开汉中 此时已经抵达武都郡境内了 都说 马超是脚乳 可谁也没想到 此人竟然狡诈到这种程度 以其智勇 威望 一旦进入羌湖部落的势力范围 那真如龙游大海 再也无法控制 重将聚都沮丧 回营书写军报 诚惶诚恐地向玄德公请罪 出乎意料的是 玄德公居然并不责罚 反而安慰诸将说 这是有心算无心的局面 吃亏 实在难免 他又另外 前使者随庞德深入武都 向马超致书慰问 大谈你我都是汉家臣子 正该齐心协力 以前的小小敌武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在一周局面底定之后 玄德公更前后 数次前使至武都 向马超馈赠了大量军械和粮末 其中一次 甚至还有军师将军 庞同本人亲自出面 与之结下一个密约 时隔数月 庞同以军师将军的身份 清零武都 便是为了提醒马超 两家履约的时候 到了 怎么还没来 魏延有些急躁 这丝 根本就是条养人鼻息的狗 还敢如此拖打 庞同觉得 魏延似乎有点紧张 他笑了笑 没有接话 转而向护从们道 再加些柴心 莫要让狼烟熄灭 话音未落 道路前方有闷雷般的提声响起 群山间的飞鸟 被提声惊动 惊恐地扑扇翅膀 飞入深暗的天空中 原先追逐野兔的狼群 也发出慌乱的悲鸣 从庞同等人身前奔过 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来了 来了 魏延反手按住刀柄 向左右鹤道 将士们戒备 片刻之后 数十名骑兵出现在魏延的眼前 为首一名骑士身材高大 面容英俊 然而眼神冷得像是寒冰 似乎完全没有将 玄德公麾下的重臣 放在眼里 他看看庞同 再看看如临大敌的魏延 从鼻子里 轻蔑地哼了一声 而庞同洒然往前几步 向那骑士微微汗手 数月不见 马将军风采依旧 第五百章 猛兽 马超一点都没把魏延放在眼里 过去数月间 马超见过魏延数次 知道此人乃是身经百战的斗将 看他的戒备时的姿态 和眼神中的旺盛斗志 确实是好手 运气好的话 能在我手底下走过二十盒 听说此人曾向刘备麾下的官 张二将习练武艺 却不知道 官张两人有什么样的能耐 比我马梦起怎样 至于魏延身边的那些清兵 马超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就这十几二十人 与蝼夷有何区别 我马梦起 虽说去年吃了几场大亏 可到底是市区梁州的豪霸 根基身后 负乞只在翻掌之间 哪怕此刻折服在枪敌人的领地中 那位左将军行大司马 也得千方百计地送钱送粮送物资 指望我重返梁州 牵扯曹军的力量 面对我这样的豪杰 魏延竟敢耿脖子 难道是不服气 这么想着 马超下意识地 就想向前教训教训魏延 他往日里叱咤风云 领十万铁机 纵横梁州 关中 就算曹操对他也要畏惧三分 只因为去年接连受挫 才不得不稍许压抑自己 暴躁狂妄的性子 如今 庞统前来会见 明摆着刘备将要委托自己发起大局 当下不由自主地 就想舒展一下胸中玉气 没想到庞统来了一句风采依旧 风采依旧个屁 你这荆州土著 何尝见过我的旧日风采 马超想了想 记得上次与这次见面时 还是寒冬 自己裹着一身又脏又臭的枪人皮袍 整个人就和泥潭里 打过滚的牦牛 没什么两样 嘴里喝出来的热气 全都挂在鼻子下面 变成冰棱子 屁的风采一叫 这丝是在提醒我呢 没有刘备的援助 就不可能 在无声无息间 压伏枪到周围的诸多部落 眼看着我马超就要成为山间流寇 成为死了也没人在意的失败者 马超暗自警惕 还是得忍 梁州还在侯选 成英 张衡 马完那四个杀财的手里 关中这边 韩岁等人仗着曹军撑腰 与侯选等人眉来眼去 彼此勾结 自家的实力 比起他们到底弱了些 眼下非得抱紧了刘备的粗腰 老老实实为好 随便发脾气不好 这个毛病一定得改 脑海中闪电般地转过几个念头 马超看看庞统 嘴角挤出一丝笑容来 庞军师 不要乱开玩笑了 他扔不下马 指腹下身 把手肘支在马鞍上 这次来 又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 庞统的眼皮微微一跳 这丝 确实是桀骜异常 分明已经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可是依旧眼高于顶 依旧贪婪异常 他始终将自己当作足以和玄德公相提并论的人物 哪怕现在不得不做玄德公手里的刀 满脑子响的 仍是捞取更多的好处 没问题 这是小事 玄德公为了更大的利益 愿意继续拉拢马超 但玄德公却不会被此人牵着鼻子走 马超再怎么贪婪 手头的筹码太少了 他终究只能按照玄德公的计划走下去 来此之前 我算了算 庞统镇定地道 过去数月前已经为马将军提供了上千壶的粮食 数百套弓刀甲咒 至于被俘 旗帜 银杖 车辆 钱财等 也足够使用了 没错 马超宁笑道 但靠这些 可不够攻打下变的 更不要提量周了 玄德公还得再多给些才行 庞统沉吟不语 魏延用足了力气握紧刀柄 手指的指节都有些发白 过了半场 庞统笑了 再多给些 倒也并无不可 哦 马超精神一震 马将军 你可知道 我主麾下有一大将 明焕雷远的 马超阴沉下脸 废话 怎么会不知道 庞军师 你想说什么 去年 雷远将军在巴西时 招揽了名幻杨千万和阿贵的两名敌王 并集他们的部下四千余人 后来我主将他们安置在残林 温江等地 杨千万和阿贵两位受我主厚恩 显有报效之意 我又听说 马将军在五都各地的可用人手不足 所以 已令他二人启程折返故地 协助马将军行事 杨千万 阿贵 马超忽然觉得 嘴里有些发苦 白请帝王杨千万 新国帝王阿贵这两人 原本都是马超的死忠不暇 因为杨千万对白马帝极有影响力 马超还娶了他的女儿为侧氏 过去大半年里 马超在枪帝部落间周旋 很多时候 便仗着杨千万和阿贵两人的余威 毕竟这两人在汉昌城下 都落入了雷远手中 马超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他两人的消息了 他两人如何如何 全在马超的一张嘴里 毕竟杖人不在 女婿当家吗 这两人要回来 他们的部下 还有四千多人 这四千多人在蜀地待了大半年 受着刘备的后代 他们重回五都以后 还会像以前那样 支持扶风马是吗 或者说 如果自己不按照刘备的意思行动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心里这么想着 马超的表情一点不变 原来他们都在广汉蜀国 嘿嘿 距离这么近 倒没有早来 帮我一把 毕竟在汉昌城下熬战以后 颇有损失 两位狄王也需要慢慢地整顿部署 回复元气 此番玄德公有意请马将军出兵梁州 两位狄王 不是立刻就要来帮忙了吗 他们什么时候到 我离开关城的时候 听说两位狄王已经行动 估计快则两日 时则三日 这也太快了 来不及准备 马超吐出一口浊气 这两人来了以后 听谁的 庞统师笑道 自然是听马将军的 他在向前几步 站在马超的战马之侧 仰面笑道 在成都时 我家主公亲口对我说 以马将军的威武 再服一两位帝王的兵力 攻入梁州之后 必能骑开得胜 马到成功 以后 义州和梁州之间 永结盟好 共护汉士翻离 岂不妙哉 马超眯起眼睛 盯着庞统 在这一瞬间 庞统感觉自己 像是被某种 世人恶兽所窥视 身上的寒毛 都忍不住要树立起来 但他一步都不后退 反而比了个手势 十日 马将军 请你在十日之内 攻入梁州 马超仰天大笑 好 好 刘备之所以急着 催促自己攻入梁州 无非是要利用 浮风马士的力量 吸引关中曹军 以便他夺取汉中 但我马梦起 又何尝不是 在利用刘备的支持呢 现在有杨千万和阿贵来住 那也很好 能不能控制他们两个 驱动他们的实力 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就看我的手段 过去的半年里 马超就像一只受了伤的猛兽 在荒山屁岭间 慢慢添湿伤口 恢复力气 此刻齿牙俱立 筋骨健强 他已经急不可耐了 十日之内 看我将梁州 搅个天翻地覆 第501章 猎户 此时的卢将军 是百余年前六安国 和卢将军合并而成 以浮云而论 算得江北少有的大军 夏侠书 鱼楼 寻阳 钱 龙叔 碗 居朝 洛安等十四县 整个卢将军的辖区 向西道大别山的主脉 向东道韶碑 潮湖一县 向北抵达淮河 向南以大江为界 近两年来 卢将军北部 为曹公稳固控制 重镇为陆安 而南部原本在吴侯手中 曹公所遣的卢将太守 珠光溃败以后 吴侯再度控制此地 以晚城为中心 南北两部分之间 西侧以前山为分阁 东侧原为郡治疏城 经过多年战乱后 已经化为荒丘 前山广250里 周五百里 山市棉更深远 有封二十二 岭八 雅五 岩十二 圆二 洞十 台四 十三 其曾鸾叠杖之身险所在 不可单计 其中 有以昔日淮南豪幼联盟 设立大营的一片联绵台地 最为重要 此地乃是前山中的一处缺口 本身恶守深山中的珠条险路 一守南宫 恰可以阻遏江东势力北上 由此出发 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又可以自如行动 威胁汝南 安丰 淮南 等各地 所以 当日 元树在重视政权崩溃以后 试图在前山大营立足 便是看重此地 能以少量兵力威胁广大区域 足以维持元氏之危 自从淮南豪幼联盟 从前山撤离以后 占据成片台地的大营 大部分都被废弃了 居住在大营中的不取百姓 也跟随着逃亡了许多 留存者不过就日十之二三 而此刻驻扎在大营的 乃是陆安方向派出的一支兵力 有两名别步司马带领 自从听说 江东大军攻向晚城 守将一面十万火急发行到陆安球员 一面敦促部署 严密守备 但因为 山间多余潮湿 原本坚固的土木结构 在过去两年间 损坏了很多 有好几处重要碍口 还被山西冲垮了 他们反复私存之后 不得不收缩到大营核心处的一处小寨 这小寨占据了某个台地之半 一面灵牙 两面灵坡 正处在 一座郡峭大山的夭脊处 独有西南面流出平坦的空地 空地和寨子之间 有一座用条石砌城的寨墙 寨墙上每隔一段距离 都有角楼马面等防御设施 墙外更有山西为阻隔 极是显固 这一日里 小寨里的守将之一 别不司马卢凯 靠着栅栏 有一搭没一搭地打量着寨墙 慢慢盘算 哪里还有弱点 前日 洛安城发来军报说 孙权来势猛烈 只一天就攻破了晚城 此刻正大局北进 直逼合肥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虽说深山显到不能通行大军 可万一有那么几只偏尸来骚扰 那也麻烦 卢凯手下的兵马能不能战 他自己最清楚 他自家的部曲两百来人尚属精锐 这些都是跟随他多年 曾转战中原 河北各地的好汉 非要自吹几句 就算和助手合肥的张辽将具所不相比 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其他人就不行了 自从去年那场扬州百姓大逃亡后 江淮间剩余的百姓 绝大多数都被强制聚集到各处屯田 若不屯田 就得当兵 卢凯部下有七八百人 就是以此手段蒸发出的壮丁 这些人全都是庄稼汉 五刀弄见什么的纯属外行 开弓放箭 更不要指望 卢凯速来指令他们干些杂物 顺便还在大营附近 开辟几块田地 收些粮食 当然 分布在寿春附近的二十六军驻军 大多都是这种水平 也没什么好埋怨的 寨子毕竟显故 寨外又是崇山峻岭 排不开多大场面 有两名别不司马的两千多人守着 等闲五倍以上的兵力攻打 卢凯也不惧怕 只要坚持几天 洛安那边 隶属于福波将军 夏侯顿的大批援军赶到 就算用人命 也能把山道堵死了 只不过领着这帮杂兵 总会生出些意料之外的烦心事 就在大前天 卢凯派了一队兵族 带领明夫到山下去 搜罗柴河 冲坐寨子里的储备 结果意外撞见了几名山间猎户 这些士族连对方身份都没搞清楚 扔下随身刀枪就跑 知道是江东大军打过来了 结果在山路上不管不顾的逃亡 硬生生自家摔死了两个 互相踩踏弄伤了七八个 他们回到寨子里以后 又乱喊着大事不好拉什么什么 引起其他将士慌乱 卢凯部下的当职校尉没奈何 当场又杀了两个 以定军心 等到把这乱世压下去 那几名猎户倒和民夫们一起来了 个个都安然无恙 居然还把士族们抛弃的刀剑捡回 他们说 此来一来是想用积攒的猎物毛皮 换取寨子里的盐 二来是发觉 前山以南有江东兵马调动的迹象 他们想转往山北避祸 卢凯仔细盘问了那些猎户 确认他们 个个都是如假包换的涉猎好手 于是他答应 向猎户们供应食盐 又厚赏了钱财 令他们暂且居住在寨子里 这些人熟悉山间地形 正好每日里带领精锐部曲轮番前出 为山寨做警戒 而让民夫和杂兵们尽快加固成寨 卢四马 卢四马 卢凯正盘算着 猎户的首领叫嚷着过来 什么事 卢凯问道 这猎户的首领 是个三十来岁的高大男子 自称姓范 年轻时 曾经在清徐等地当过兵 颇有见识 卢凯对他颇为欣赏 昨晚刚和他谈过 如果此番守得前山安稳 日后保他做个督博 范列护道 前头来了对败兵 哦 卢凯翻身而起 我们去见见 司马 范列护由于片刻 压低嗓音道 我觉得 我觉得 那些人有问题 卢凯指住脚步 何以见得 他们自称是败兵 可是我看他们一个个都太光鲜了 身上连点伤都没有 不像败兵 您得多加小心才是 万一是江东那边的贼寇 咱们可救 卢凯道抽了一口冷气 看看范列护 你有心了 他随即点起百余名部曲 前往迎接 又前奴手两队登上寨墙 随时准备发箭式掩护 对了 让其司马也多加戒备 这种时候 大家小心些总没坏事 一鸣随从应声而去 没过多久 寨子另一头的雕楼上 小齐摇动 传来降校呼喝调兵的声音 走吧 我们同去看看那些 败兵 卢凯道 范兴猎狐连忙跟上 第502章 回家 沿着寨子南面的一条道路 走了树里 绕过一段坍塌的步道 就透过茂林修竹 看见了那对败兵 下个瞬间 卢凯立即止步 狠狠地瞪了范列护一眼 是有几个衣着光鲜的 可也有惨不忍睹的 就在卢凯身前不远处 一名年轻的小校正怒气冲冲地向那几名衣着光鲜低势族赫骂着 明明他已经一甲破损 身上好几处缠着带血的布条 明明他满头满脸都是灰土 脸颊深深凹陷着 像是饿了好几天 可他喝骂的时候 气势十足 像是要用怒火把对面的人烧成灰 你们跑什么 嗯 我们跟着董参军恶战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混蛋 畜生 废物 他狠狠地跺了跺脚 真是 真是羞于而等为武 几名衣着干净的士族 在他的面前有些畏缩 有人争辩到 当时的局面 江东之兵铺天卷地而来 多了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用 难道能把董参军就回来 你这是人话吗 年轻小孝扑上去就打 四五人翻翻滚滚 打成了一团 卢凯正要向前说几句 败兵队中有人倾壳一声 都笑听点 说话的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语音不高 带着疲累 但很威严 正在撕打的庶人同时停手 此时 有个护从模样的人快步赶到 丹西跪在他的身前 奉上几件干粮 年轻人明显饿极了 拿着干粮就吃 连嚼了几口 忽然又停下来 这些让兄弟们分了 我够了 不想吃 他叹了口气 又道 在道路前头 堵住我们的那几位都出来吧 此家人 何必呢 卢凯笑了两声 从树从后头出来 我乃夏侯将军麾下 别不司马卢凯 足下施 我是诸生 卢江朱太守部下的校尉 那年轻人挥了挥手 既然有人来接应 那就最好了 卢斯马 我们要吃的 要医者 要休息的地方 你能准备吗 是个校尉 还和珠光同宗 看来是晚城那边的重要人物 卢凯虽然没听说过他 却看得出 此人气势非凡 晚城陷落不是小事 这样的重要人物回来 必定会得到夏侯将军的接见 当下他不敢怠慢 当先引路 这对败兵 大概四五十人 数量倒也不多 卢凯一边领路 一边暗中观察 他们携带的武器和戎服 甲咒 是样都是曹军的制式 也都有战斗的痕迹 卢凯想要与那朱孝卫戏聊 拜兵们却总在互相责怪辱骂 朱孝卫时不时地要去喝止 顾不上与卢凯多谈 其他人也是一样 不断地吵吵嚷嚷嚷 卢凯只能抽空问几句 他装作不经意地提起 晚城那边自己的熟人或部队翻号 有些士族模样的抱之以懵懂 但几个军官所说的 大致都能对得上 对达一阵的时间里 一行人便回到城寨 卢凯将他们带到寨墙下方 请他们稍稍等待 自己一溜小跑 往寨子里去招呼人手出来接应 刚进门 范姓的猎户便急躁到 卢司马 这帮人绝对有诈 轻声 卢凯面色凝重 直接绕入二门盼的一条涌道 随即召来自己的亲近不取 你们怎么看 一名金汉部下道 他们穿的戎服 很多都被割损 带血 但戎服的损坏处 和他们身上包扎的伤处 几乎全部匹配 比如戎服肩膀破损 这戎服之人肩膀 却根本没伤 另一人道 如果他们是经过战斗逃出的 刀枪武器 应该都有卷刃之类损坏 然而完全没有 他们拿的武器 没有半点损坏痕迹 保养得很好 明白着 他们或是江东人 或是我军的叛徒 来赚我赢债的 卢凯冷笑道 可惜破战百出 我们除非是傻子才会上当 范猎户忍不住插嘴道 卢司马 我们只要上债墙一阵乱剑 就能把他们赶走 卢凯摇头道 赶走他们有什么用 他们在山间游走骚扰 或者阻断道路 就更麻烦 不如暂且麻痹他们 然后调几兵力 将支一股巨剑 范猎户连连点头 好 好 卢司马 需要我做什么 卢凯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把你的伙伴们叫来 今日 我保你一场大功 此时另一名司马 楚又赶到 卢凯道 这批人数量不过四五十 但既然赶来赚成 一定是好手 你我二人 须得动用全部精锐 才能保障一股剑 不时漏网 楚又点了点头 简洁问道 怎么做 卢凯连说 带笔话 让本地县冰上债墙 上碉楼 进住个门 暂时替下 你我二人所领的精锐 然后我们分领精锐 从外墙的正门 边门两处突然杀出 将他们裹在该心 杀 楚又想了想 靠近他们的 那段城墙上 再放些公奴手掩护 卢凯一拍巴掌 就这么办 当下二将的部下们 奔向城寨里面 各自去布置 范猎户有些坐立不安 在卢凯身前走来走去 卢凯喝了他一声 你站住了 不要乱动 一会儿跟着我 是 是 续遇之后 两名别不司马的精锐部曲 在二门侧面的 狭长涌道中汇聚 这座寨子 此前应当是 淮南豪又联盟 某位宗族首领的家宅 规模很大 很坚固 但里头的建筑有些杂乱 也略微狭窄了些 没有足够开阔 可供数百人调动的空间 想要第一时间突出门外 唯一适合聚集兵力的位置 就在这处涌道 此时四百多名精锐战士 大约两成这甲 各持长短兵器 肩并着肩 站在两面高墙的阴影下 黑压压的肃目无声 唯有利刃偶尔闪光 极具威势 范猎户的几名同伴 也被人叫了来 有些畏缩地 站在涌道近处的墙边 卢凯着了身轻甲 从道路另一头匆匆而来 看见几名猎户 于是 向楚佑和身边小孝们 低声说了几句 一时间 众人的目光 全都集中到了猎户们的身上 范猎户甘笑道 卢司马 楚司马 莫非 我有什么不妥 卢凯向他走近 带到距离树步时 十余名将校同时拔刀 逼住了猎户 范猎户惊道 这是何意 卢凯冷笑 你也是江东派来的 打算与债子外间那些人 合力赚我成债 真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 我不明白 卢司马的意思 范猎户 油字嘴硬 而他的同伴们 剧都摆出了警戒的姿态 你们几个 确实都是卢江本地人 身上的装束 也确实都是猎户装束 携带的毛皮 猎物也都不差 可是 刚才看到那些所谓的败兵 我突然想到 他们的武器与身份不相匹配 你们呢 你们携带的全都是强攻重拣 这是猎户能用的 嘿嘿 猎人速日里射鹿 射兔子 需要配备如此精良的攻势吗 几名猎户一起色变 他们不由自主地步步后退 而卢凯步步破钱 甚至用刀身拍了拍饭猎户的面颊 怎么样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老实交代你们的身份 计划 你是个人才 带到我剿面来敌 算你一份功劳 否则 现在就要死 猎户门在退 卢凯的步曲门在紧逼 猎户门退到了墙底 被靠着墙 退无可退了 这段永道 两边都有高墙 高墙上开了许多门 卢凯曾勘察过 那一个个门后 都是独立的小间房舍 像是专用于办公的 也不知何等规模的宗族 用得着这么多办公的地方 这些门本该牢牢关着 可就在这时候 在范兴猎户身后的那扇门 发出轰然之响 两扇厚重门飞 频频地倒塌下来 将破到最近的好几名 卢凯步曲压在下面 那个自称诸生的高大青年 悠闲自在地从门后转了出来 踩在门飞上赞叹 足下不愧为 受命驻守前山大营的 别不司马 眼光精准 心细如发 确实不凡 曹公麾下的人才 何其多也 这人不是和他的部下们 都在外间等候吗 怎么就到寨子里来了 寨墙 碉楼和各门 都有本地献兵手把 那可是一千五百多人 卢凯和楚佑两人 亲自安排的防御 就算不至于密不透风 也堪称飞鸟难悦 可这人轻而易举入来 竟然没有半点征兆 外间守欲的兵丁呢 眼睛都瞎了 还是全死了 卢凯 楚佑二将 这一下吃惊飞小 两人猛然后退 一直避到部曲队列之中 而数百名精锐部曲 一起躁动 全神戒备 猎户既是假的猎户 你也是假的晚成校尉 你究竟是谁 怎么进入寨中的 卢凯咬牙问道 不瞒卢司马 我乃卢江雷远是也 至于怎么进入寨中 年轻人笑了起来 这里是我家 卢江雷师的宗主 既然回来了 你部下的宪兵们 自然会开门迎接 第五百零三章 肃清 说着 雷远双掌相机 发出啪啪脆响 以机掌为号令 涌到两端 忽然出现了大队人马 而两侧高墙上 更有众多守勤弓弩 低士族现身 卢凯粗略估算 此刻迫向几方的敌人数量 大约七八百 看似并不极多 但他们把几方不取 堵在涌到两面高墙之内 占尽了地利 只消一声令下 便能发动屠杀 令他不解的是 这些敌军大部分都是生面孔 但还有一小部分 竟是自己麾下的宪兵 他一直认为 这些宪兵都是泥腿子 输少五刀弄枪的能力 可现在看来 其中至少有百余人 也就是此刻 围拢在涌到四面八方的这些人 是经历过军事训练 能够截这儿战的 过去两年间 我竟没发现 我带领他们整整两年 他们说 翻脸就翻脸吗 简直荒唐 这怎么可能 卢凯觉得嘴里发苦 脑袋也有些晕眩 雷远看出了他的疑问 于是解释道 江淮间的男儿 多的是勇武敢战之人 只不过 此前不愿意替曹公卖命 更不愿意加在孙 曹两家之间 在沙场上 无畏赴死而已 而卢司马对他们 也未见得有多少恩惠 这几日里 我派了多位在前山中 集聚威望的人物 潜入寨里游说 宪兵们 早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这些宪兵当中 藏龙卧虎 有好些善战的兵族 我身为主将 竟不知道 这些宪兵提前接纳了说客 说不定还彼此讨论商业了好几天 我身为主将 仍不知道 卢凯只觉得愈发晕眩了 反倒是楚又镇定些 你是雷远 你是卢江雷氏宗主 正是 我听说 江淮间原本有各家豪族 组成的联盟 盟主便出自卢江雷氏 叫做雷远 只是这雷远 不是率众投靠了荆州刘备 如今乃是荆州重将 奋威将军吗 雷远微微攻身 承蒙足下高看 此番 正是淮南豪幼联盟 旧地重游 楚又吐了口气 他虽是外来之人 驻扎此地两年了 也曾听说过 淮南豪幼联盟 昔日在此地的声威 只是断没想到 比被时隔许久去而复返 竟还能轻而易举地掌控本地 其实 倒并不至于如此 楚又高估了雷远的能力 想要做到此等程度 雷远等人前前后后 费了不少功夫 数日前 他们一行人就钳制了 前山大营周边 先使樊上尾坐猎户出面 当卢凯把注意力 集中于突然出现的猎户身上时 雷远 雷书 梅成等人 借着那场动乱 混进了大营里 卢凯以为宪兵自相惊骇 而在山间摔死两人 其实是樊上当场处置了 两名意图告密之人 此后 前山大营中 当值校尾杀死的两人 也是他们刻意送到 刀下面的口 此后数日间 雷远 雷书 梅成仗着己方 对此处成寨的极度熟悉 自如游走于成寨 不断联络宪兵中的重要人物 虽说这两年来 江淮各地大兴军屯 名屯 原有的社会结构 被剧烈摧毁 但以雷氏 梅氏两家的人脉 想要找到一批 愿意携手的同伴 继而撬动更多的宪兵 并不特别为难 到这时候 唯一的阻碍 就是卢凯和楚又麾下的 本部五百人 卢凯和楚又都是有经验的军官 而他们占据的 又是卢江 雷氏在前山大营中的府邸 是个极度坚固的堡垒 雷延等人在城寨中转悠了数日 所见的各处紧要之地 都被两名司马的本部将士 牢牢看管着 竟没有半点破绽 雷远此行只带了三千人 可不愿意将他们投入到 惨烈的攻坚战中 既如此 就得进行下一步 于是 雷远本人 带着数量恰到好处的护从 出现在了守将面前 卢凯和楚又想要歼灭他们 须得动用足够多的本部兵力 要集中本部 就要将一些碉楼 门禁的控制 转交给宪兵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 曹军精锐离开以后 宪兵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 原本堪称严密的防御体系 立刻就不存在了 当卢凯和楚又忙于聚集将士 预备出击的时候 停留在城寨以外的雷远等人 潜藏在远方山林中 更多的将士 好征已挟得入来 而这城寨是 卢江雷氏的故宅 虽经改建 大体格局无差 其中 适合集中兵力 向外出击的地方在哪里 雷远再清楚不过了 他的部下中 又有相当部分 乃是卢江雷氏 在江淮时的老资格布局 这处城寨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闭着眼睛 都能在其中穿堂过户 当卢凯 楚又二将所部集结完毕 卢江雷氏的布局们 也已经准备好了 只有樊尚等人差点倒霉 按照布置 樊尚等人是用来搅混水的 他们前期负责掩护雷远 梅城等人的潜入 之后 则可以和雷远彼此攻劫 互相指认对方乃是奸细 进而给雷远 梅城等人 争取调动献兵的时间 没想到 卢凯确实精明强干 竟没能忙过他 好在同伴们的动作不慢 在樊尚将要掉脑袋的一刻 雷远等人部署完成 瞬间形势逆转 雷远沉声道 你们没机会的 投降吧 饶你们不死 话声中 更多顶盔冠甲的将士 从他身旁两侧 汹涌地冲了出来 而鲁凯和楚 又只摇了摇头 投降是不会投降的 鲁凯和楚又二人 算是曹军的中层军官 并且隶属于外军体系 建安二年起 曹公因为吃了张秀的大亏 而痛定思痛 使中外诸军军官的家眷族亲 都在夜城为致任 但有通逃 败战 失戚等罪 无不惑及家眷 众者皆斩 亲者没其轻盈 及男女为官奴婢 他们不愿使家人 承担投降的后果 就只有死战 或者说战死 雷远叹了口气 卢凯大吼着 带着部下清兵们 直冲向雷远 双方接触的瞬间 大鹏的鲜血飞机而起 十余人倒地 更多的人立即填补缺口 继续砍杀对方 两侧高墙上的雷尸布曲们 立即向下放剑 这样的环境下 剑矢就是最可怕的屠杀工具 锐利的剑簇如 秋风扫落叶一般 将曹军将士们射到 曹军前冲的动作 被强行中止 他们的怒吼 也被强行中止 许多人的躯体 像断线的木偶那样 层层叠叠地摔在地面 还没有断气 上面又压了同伴的躯体 卢凯锁步距离雷远很近 所以没有遭到箭矢密集射击 他带领部署们继续前冲 他与一名雷尸布曲贴近搏斗 还手刀刺入对方的肋骨缝隙后 被骨骼卡住了 一时抽不出来 这时 雷远的护从首领之一 王月奋勇扑道 挺着刀尖向他直刺 卢凯来不及躲避 只能迎着王月大吼 长刀扎进他柔软的下腹部 再朝右侧横向切割 鲜血像瀑布般 从伤口喷射出来 但他撑着最后一股子力气 猛地抱住王月的头颈 用力横扭 眼看王月要被一个将死之人杀掉 李奇从侧面扑来 砍断了卢凯的手臂 卢凯本已游进登窟 遭这一击 便不动了 王月羞愧万分 推推开卢凯 跳起来 他四面看看 只见雷远已经起步前进 慌忙凶猛大吼着 抢到雷远身前去 雷远昂然按剑 沿着这条熟悉的涌道向前 曹军虽然竭力抵抗 却每每被头顶落下的箭矢所杀伤 根本无法阻止雷远的脚步 就在雷远的视线范围内 楚悠在亲卫们的簇拥下大呼抵抗 可是 额头瞬间灌入了一支箭语 他软绵绵的身体 随即被人推挤在地 一会儿的功夫 无数只脚就踏过了他和他的同伴 将他们踏进浓稠的血泊之中 此时城寨中 其他各处也有杀生传来 想要在野战中 取得奸敌数百的战果 几方难免付出相当的折损 但卢江雷势的不取 在卢江雷势所见的城寨里 穿插杀敌 那优势太明显了 在极短时间内 厮杀就由激烈到平缓 渐渐结束 负于顽抗者皆死 想者莫不贵夫 而雷远足不停步 一路走到涌道尽头 雷远抬头看看眼前的门户 还记得这扇门里 就是卢江雷势的义式大堂 当年雷远和兄长雷修 在故事击败了曹军骑将张喜 得胜归来时 便是在这里 得知吴侯被讲解一封书信下退 淮南侯又联盟的三位首领雷旭 陈兰和梅前在此反复计辩 最终决定了翻越前山撤离的策略 雷修也是在这里受命领兵断后 此刻站在门边的 是邓童和贺松两人 他们单膝跪地 沉声道 启禀宗主 城寨已经肃清 雷远向他们汉手示意 踏入这座熟悉的义士堂 第504章 整边 义士堂是整座营寨中 最为宏伟的建筑 三开间 内有台梁 外有悬山 较之其他建筑明显精美些 但数年不见 乌社显得破旧了 还有青苔和藤蔓 爬上了墙头 厅堂里又分内外两境 当年外境有武士守卫 内境便是淮南好友联盟 决断大势之所 再往后 则是雷旭起居的地方 外间传来 将士们喜笑欢庆的声音 甚至有人笑着笑着 忽然又嚎啕大哭起来 在身居高位的肉侍者眼中 前山是流明逃亡之地 盗匪横生之处 但对于许多普通百姓 或者卢江雷士部曲中的许多人来说 前山大营 是乱世中小小的避难所 是代表着安定和温暖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娶妻生子 仿佛可以永远避过外界的惨烈纷乱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前山大营最终被放弃 将士们的妻子 孩子 家人 有的安全抵达荆州 也有的死在撤离的路上 尸骨坠入深霞 即使如此 前山大营在布曲们的心中 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 即使将士们都明白 此番归来只是暂时 可他们的激动情绪 怎也安纳不住 雷远侧耳听了片刻 再度向厅堂里走 阳光被宽阔的屋檐遮挡住了 眼前忽然一暗 他稍不注意 脚踹在厅堂中央什么东西上 打了个裂剑 低头一看 才知道是具半僵硬的尸体 应该是邓同待人 沿涌到两侧包抄时 杀死的人 他站住脚 环视四周 发现厅堂里乱糟糟的 血腥气很重 好几具惨遭乱人分尸的尸体 横七竖八地分布在各处 而两边 原本该是席位的地方 堆了许多木箱 还有些零散的布匹 梁墨之类 大概卢凯和楚佑 只将此地作为囤积 军械物资的仓库吧 将军 贺松跟了上来 叫人点起松明火把 他有些汗烟 我立即叫人来收拾 雷员点了点头 在原地站定 拿下前山大营 只是第一步罢了 眼下我们背后是200里的深山 前方是广袤中原大地 和无穷无尽的曹军 将士们不妨稍稍喜悦 诸位千万不能懈怠 贺松的行动很快 立即召来了数十名夫 将厅堂整理完毕 点起灯火照亮 常人所见的戎马空呼 无非练兵习武 厮杀转战 痛快淋漓 雷远的五人生涯 却总是和繁杂事物 联系在一起 或许是他自己太爱操心了 便如此刻 夺取前山大营 是须于监视 想要彻底将其纳入掌控 使之成为后继大规模 军事行动的支撑 有很多工作要做 玄德公希望雷远 在江淮 尽量闹出声势 以吸引曹军主力东进 这任务可不是容易完成的 前山以北的几处城池 诸如前县 安峰 陆安等等 都毗邻欲州复兴之地 其一旦受到威胁 告急信使西行两日 就可抵达许昌 向北网夜城也不过五日 雷远自己估计 三五日内 曹军就有明确动向 留给他的时间不会很多 所以雷远一点也不敢耽搁 他端坐主位 立即分派人手 首先令马中和雷远两人 立即清点前山大营中 存留的物资 因为夺城顺利的缘故 城寨中的粮食 军械等都没有损失 但曹军将士 缺乏山间驻扎的经验 保养功夫不到 所以梁末有不少变质发霉了 军械也有秀石 须得尽快奋解明白 随后整编兵士 曹军别不司马下属的 精锐大半战死了 少量投降 这些人都是出色的战士 雷远将之打散了 平均分给下属各将 如将本地的宪兵不算投降 而是起义投诚 这些人又多是江淮故旧 须得好生看待 于是 雷远和颜悦瑟 请来宪兵中的十余名头目 与他们聊了很久 询问众人家乡的情况 与他们一同回忆过去情形 因为曾经在江淮间游荡 他总能接上别人的话 说起某里的特色 某乡的景致 都能如数家珍 带到谈的愉快 他又叫人取来大量钱财 金箔赏赏赐给宪兵首领们 并对他们道 此番能够重回故里 诸位并为投工 若无诸君 哪里会有这样 一如反掌的胜利呢 相比于脱避于豪强大族的 不取屠付 兵户们的待遇 一向恶劣 严格来说 他们就是承担兵役的农母 是受压榨最重的一批人 所以他们 才会义无反顾地 响应梅成等人的煽动 主动投靠雷远 而雷远 对他们的赏赐之丰厚 超乎想象 当下宪兵们首领们都道 愿为雷将军效力 雷远请他们稍安勿躁 是才我听 两位雷从事和梅从事介绍过 诸位或者是炉江雷师的旧部 或者是我的本郡同乡 十个数载 还能愿意为我效力 诸位的诚意 我已清楚感觉到了 并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我对诸位的诚意 也请诸位听一听 将军请讲 曹操残暴不仁 所以 我受左将军的命令 前来讨伐 但是 曹操的势力又甚强 要战胜他们 非一朝一夕之功 期间 必有志士立功的机会 也难免折损死伤 所以 诸位愿意继续从军的 我万分欢迎 今后 诸位就是我的亲人 我定会加以善待 若不愿意从军的 我也一样感谢 并不会有丝毫的不快 说到这里 他挥手示意 护从们再取钱财出来 适才那些 是对将士们的感谢 而这些呢 是对战死将士的抚恤 给离开将士的补偿 请诸位将我的心意 切实带给大家 其实就算离开 又能往哪里去呢 宪兵首领们互相看看 有一人咬了咬牙 出列道 将军 我们的家眷都在前线 不知 雷远道 我把诸位当家人看 诸位们的家眷 便是我的族亲 请放心 明日我就发兵 攻打前线 必不使诸位的家眷 有半点闪失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真的拿了钱财补偿 重新去做农奴吗 到了前线 还得面对雷娇军的兵马 宪兵首领们心悦成福 再度攻身道 愿为将军孝 全马之劳 雷远随即赵朱将入来 令他们分别带领一部分宪兵 此刻跟随雷远来到前山的将校中 邓童 贺松 都是在江淮颇具声明的人物 郭靖和丁凤等人也自有手段 迅速收服并整编宪兵们 毫无问题 待到这些都安排底定 雷远出外巡视城寨各处 又令严谱和帐下立员随行 赶紧为后继到达的人马 安排宿处 尚未安排好 城寨外头人 韩马斯 吴班 雷童的益州军 和马带的梁州铁骑 合计两千余人一起赶到 好在城寨规模够大 忙乱了一阵以后 总算将他们全都安置妥当了 当晚全军饱餐一顿 好好休息 次日清晨 雷远留下少量兵马继续助手 自领主力直取前线 第505章 落成 前线位于前山东北边缘 一处群山环绕的古地 古时曾为吴楚两国 彼此攻伐争夺之处 楚国大臣神隐须 便在此地抵御乌王河驴的大军 淮南侯又联盟强盛时 将此地设为与前山大营 互相依存的据点 大营重在军事 而前线城则重在经济 因为能经鼻水抵达陆安 不安等地 并连通淮河 因而此地素日里 是深山里山珍 木料之类转运的终点 手工业也很发达 淮南侯佑的宗主和瞿帅们 常住在这里 战时才写果不去百姓 退入山中 凡上就是前线人 凡是宗族至今在当地 还有不少清卷 因为要爱是前山大营 所以前线里并无多少曹军 听卢凯所部的降族交代 只有一名都尉 领屯田兵千余 雷员所部清晨出动 以郭靖 兵奉为先锋 大军随后而行 因为近数十年来 江淮战乱不休 百姓奔走逃亡 沿途人烟稀少 偶遇行人 骑兵迅速出动 将之邪果入军中 五十前后 大军在山间烧些 吃些干粮 待到身时 大军抵达前线城 出城耕作的农夫 看到大军掩制 个个吓得魂不附体 还有人狂呼逃窜 雷远急令升起江旗 再浅雷眼 眉城各领一批人 分头抚慰百姓 说卢江雷氏的宗主 讨伐曹贼至此 无伤黎明 卢江雷氏 这名头至今还被许多百姓记得 许多百姓渐渐安定下来 但也有许多百姓逃回城里 开始的时候 守军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愣愣地放进去一批 后来发现 来路不明的军马眼智 又连忙明经吹号 慌忙关井城门 没来得挤入城的百姓 乱哄哄反身就跑 往远处山林中躲避 此时许多守军 拿着长短不一的武器 狂奔上城头 随即披甲的将士 推散开其他士兵 站上各处城台严阵以待 再过了会儿 城头上站了几个人 大喊道 城下来的是哪路人马 我家县长和本地 都为有请答话 雷远缓缓策马 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随着大部队前进 守军肉眼可见得躁动不安起来 贺松叹了口气 当日来攻打前山的曹军 何等精锐 怎么此番前来 看到的大多是些不堪用的杂兵 邓同道 只用来守城 能这样就不错了 当日攻入卢江的 乃是曹公亲自统领的冠战步骑 此刻雷远锁步 突入卢江 壮箭的 却大多是本地郡县兵 这些人日常忙于耕作 能吃一顿饱饭 就是福分 自然不在贺松眼里 这也因为贺松等人眼界高了 过去的三年里 他们斗过的名师大将 不止实数 打过的硬仗 恶仗也不止实数 转回头来再看普通氏族 哪里会当回事呢 其实 当代的普通氏族大都如此 精锐乃是少数 当日 淮南豪又联盟号称能动员数万之众 除了三五千名宗族部曲以外 其他的大致也就这般 前线城里的守军固然战斗力有限 便是雷远昨日招募从军的两千人 若不加以抵立 一样不堪用 攻打前线 就是雷远用来抵立他们的机会 带到破制城下两里许 雷远立即遣出乌兰 雷同 郭靖 丁凤四将攻城 乌兰雷同所部皆是一周军的主力 虽然尚未见识他们打印杖的能耐 只看弓弩箭矢的配备 十分充裕 他们破镜南面城墙 以刀盾手掩护 弓弩手向城头乱射 城头虽有抵抗 抵不过他们箭矢太过密集 射数也堪称高明 一时间只听城上惨乎连连 整片城墙都没人能立足 马中介绍道 将军 一周军中多八丛士族 天性静勇善射 他们除了配发的武器之外 不少人还自带猎弓 小弩 雷远微微点头 位置靠后些的郭靖 钉凤两人 带的部队 则以昨日降服的宪兵为主 千余人起初还列队向前 带到接近城下 也不知谁发一声喊 数百人各顾各地 狂奔猛冲 郭靖连声喝止不住 当他们奔到 被一周军公母守清空的城墙下方 墙上忽然冒出守军 往下射箭投石 冲得最快的柏鱼人 呼啦啦地又退了回来 几乎动摇了郭靖本部的阵脚 郭靖也不客气 当场揪出不听号令的十人 就在阵前悉数斩首 其中一人 赫然便是雷远昨晚加以抚慰的 宪兵首领之一 他先磕头求饶 又破口大骂 接着又说自己和雷氏 亲族关系密切 祖上乃是阴亲云云 郭靖微微冷笑 亲自持刀砍下了他的手机 眼看着十颗人头落地 乘上守军大叫 大嚷得意非凡 卢江本地将士们 无不脸色惨白 退下来的百余人 站在死者身前 倒有半数沾了满头满脸的血 这时候 郭靖再发号令 便无一人再敢擅自行动 随着他的命令 千余人分成了两对 丁凤领其半数为前队 扛着粗烈的云梯 呼喝登城 好 雷远亲赫一声 传令中军肋骨助威 鼓声之中 丁凤亲自带头在前 他的亲信部曲们 有的提着大盾 簇拥在他身边 有的落在后头 挥刀呼喝催兵攻杀 顷刻之间 整面城墙 便成以赴之势 却如邓同 贺松所说 城上士族精锐的身手 但用来守城 表现倒也可观 当丁凤接近城头 只听一声尖利的哨响 城墙各处夺口中 探出数十只长枪 对着云梯乱刺 又有箭矢即飞 瞬间将云梯上的将士 射落了好几个 前线的城墙 还不如前山中的雷势 城寨高峻 摔下来顶多金断骨折 未必便死 但伤者大声哀嚎惨叫 使得后继队列中 有些胆小的 人下意识地止步后退 才退几步 郭靖麾下一对 轻信不取 见不敢道 十余人聚都高举还手刀 力声喝道 郭孝未有令 后退折斩 想死的 再退一步试试 将士们想起 刚才那十颗争獰手急 咬牙振奋胆气 反身继续进攻 请客之间 丁凤分明指领数百人 却硬生生 杀出了千军万马压城的气势 前头的战士战死 后头的立即跟上 哪怕云梯倒了 也有人毫不犹豫地 扶起云梯 继续向上攀登 丁凤身批重恺 始终站在最前方厮杀 他两度杀上城头 两度被舍死忘声的守军破退 身上的甲咒 如刺猬般挂了十几支剑 额前的窥鹰也被斩断了 跟随他作战的部曲 已经换了两波 为了抵挡丁凤的猛攻 守军不得不在这段城墙 排出密集对写 顶着剑与熬战 即便如此 还不得不从其他几段城墙 不断调人相助 可以了 当丁凤第三次杀上城头的时候 雷远向左右号令 点起狼烟 换用重骨 五辆轻车装载重骨 被一直推到城下 石鸣赤着上身的壮汉轮番击鼓 鼓声雄魂如雷 传遍了整座城池 与此同时 两道黑色的狼烟 在城东城西高高升起 城上守将正煮着刀 背靠城墙稍作喘息 看到狼烟 他出时愕然 忽然大跳起来 不好 话音刚落 城下弓弦阵响 剑与密集了十倍 而郭靖 丁凤二将各领本部 一起登上云梯 狂攻猛打 那守将却不转身杀敌 只难难道 东城门 西城门 之前城外百姓惊恐奔走 曾逃进城里一批 因为雷员所部 立即攻城的缘故 守军也没顾得上监管他们 这时候 那些百姓中的不少人 忽然从身上抽出短刀 匕首 杀向东西 两处城门 前县城里的守军数量 本已不足 因为南门吃紧的缘故 还连续抽掉了好些人支援 这会儿猝不及防御敌 哪里抵敌得住 他们瞬间就被驱散了 城门开启的时候 外间铁骑卷地而来 马带横持长朔 领着他的西凉铁骑 耀武扬威的入城 几个五直立员模样的人手 持刀枪挡路 刹那间就被高头大马撞倒 踏成了泥泞血肉 带到马带在城里东西杀个通透 郭靖 丁凤也展观落索 千余人如铁流般突入南门 周回六里的城墙之内 只听无数人高喊 响者不杀 响者不杀 此时天空中阳光灿烂 绅士还没有过 第506章 福波 清晨出兵 行军四十里 稍作歇息之后便攻破一座县城 行军用了两个时辰 骤士一个时辰 真正攻城作战 前后不到半个时辰 以身经百战的强兵 攻打没经过什么阵仗的地方守军 自然一鼓而下 曹公向南以征天下 与孙刘两家在绵延四千里的边境对峙 这四千里的防线 哪有可能处处重兵 堪为支撑的中心 无非汉中 湘凡和合肥三处罢了 除了这三处以外 重兵则在许昌 叶城等地 大部分的郡县守备 难免松散 通常一郡的兵力不超过五千 能在前线范围内安排三千余人 已经算得非常重视了 难肯的骨头还在后头呢 按照玄德公的意思 需要雷员尽量吸引曹军主力 乃至使曹公本人亲自向东 那接下去还得继续把动静闹大 该怎么个闹法 闹大以后又该如何应对 需要随机应变 须知道那时候 砸过来的不只是雷石箭矢 眼看着 还会有万军雷霆 这么想着 雷员一时间有些出神 部署们眼看前线已经攻破 主将却勒马出神 护从们彼此对视 不敢打扰 连带着他身后的军马 也矗立不动 雷员从稍远处纵马奔来 一边奔走 一边叫道 宗主 宗主 带到近处 眼看雷员陷入深思 慌忙下马近升 他向李珍投以询问的眼色 李珍只摇头表示不知 雷员犹豫了下 终于还是向前攻身道 宗主 前线已破 敢请宗主约束各军 莫要滋扰桑子 雷员被他的话声惊动 连忙让李奇前去传令 前线是雷员的祖地 城中居民 百姓 许多都和淮南各家豪 又有着清源婚亚关系 故而雷员不取来此 乃是返乡 并不会肆意抢掠图路 何况 雷员不取的军纪速来 都得雷员严加约束 不取中 自上而下的各级军官 又大多是雷员亲自提拔的 他们知道雷员的性子 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前途开玩笑 也知道雷员赏罚有度 总会在适当的时候 给予奖赏补偿 然而 此时攻入城中的 还有梁州骑队 那可是出了名的凶汉角色 难保他们并不做些什么 这些从军多年的老族 汉族 当年在关中 梁州都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 所到之处 鸡犬不留的 如今远离家乡 雇主 来到数千里以外的战场 难免有些暴躁 万一由着他们的性子 坐上一通 那前线的百姓 可要倒大霉了 但他们毕竟又跟随雷远不久 忽然阻止他们 按照习惯的办法 享受胜利果实 恐怕会激起不满 马中立即向前一步 将军 我挟伐越前去 当场为将士们祭功 李奇前去勒令军纪 而马中前去记录功勋 同时可以做些 封官班赏的口头许愿 有着软硬两手 局面就不致失控 好 你也去 马中和雷远两人一起走了 被雷远这一打岔 雷远觉得自家思绪纷乱 脑子里忽然就没了头绪 他回身望了望部下门 打马入城 入城之后 难免一阵忙乱 直到晚间才消停 众多从事 丽远陪着忙到晚上 带到觉得 没什么疏漏了 这才功声告退 雷远伸了个懒腰 往二门后的内院去 他在前县城里的住处 乃是雷市的旧宅 往前推述十年 大概属于本地某个强宗豪族 这宗族遭元术覆灭以后 如将雷市才雀巢纠战 而雷市撤离之后 这里又被当成了前线驻军的军营 沿着长长的走廊穿堂过户 有时候看到 世家的格局气象 有时候又看到 因为驻军便捷 而大刀阔斧拆除的痕迹 雷远不禁有些感慨 这种乱世里 成败之间的转变太快了 再怎么身微宣赫 稍有不慎 身死足灭止在翻掌 想到这里 他重新折回正堂 取了渔徒来 转入寝室之后 令人点起灯火 他铺开渔徒 细细私存 这渔徒是他年少时 在江淮各地游袋来的积累 一笔一画 都是亲手画的 上面的城池 药塞 道路 河流 桥梁 渡口 全都深深记在心里 其实不用渔徒 他都能在脑海里 清晰地复刻出周边的广大地形 但有个地图 好像总觉得直观些 他的手指沿着地图上标记的河流道里 缓缓移动 轻轻念叨着所经过的那些地名 眼前忽然多了一双鲜鲜素手 扶着油灯为雷远照亮 雷远抬头 看到一个美貌女子 含羞待怯地站在身前 也不知他是何时进房里的 外间的护从竟然不报 想来因为此地是前线 自家故旧亲朋十多 有些事 护从也不好拦阻 你出去吧 我这里 无须人伺候 雷远客气地道 他的言语虽轻 落在那女子的眼里 却犹如响鼓大锤 他倒退几步 眼圈当场就红了 寒丈 雷远扬声道 李珍应声入来 带他出去 雷远道 李珍愣了愣 但要解释 雷远截断他的话语 沉声道 立即办 李珍满头大汗地 领了那女子退出去 雷远站在寝室门口 看着李珍出去又回来 向他招了招手 他的眼神 使李珍瞬间脸色煞白 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 将军 出去领二十军棍 再有下次 你也不用留在我身边了 雷远道 李珍悉行而出 很快外面院落 就想起则打军棍的 噼啪声响 雷远摇了摇头 老实说 这是军中常识 雷远也不至于身怀到德杰匹 非要摆出圣人架势 但李珍被则打的事情传出以后 应该就能阻止很多人 羡慕的企图了 身在敌前 他实在没那精神 更没那兴趣 此时此刻 他脑子里盘算得唯有战局 可是对下一步的动作 他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吴侯前几军翻越前山 目的是要求雷势不取为 江东兵马阻断东来的援军 但雷远并不刻意以此为目标 玄德公要求雷远尽快造成声势 以吸引曹军主力 以卢江雷势的力量来说 这倒不难 然而雷远深知吴侯用兵之能 如果曹公主力前来 十个吴侯捆在一处 也非对手 甚至哪怕曹公不来 在雷远熟悉的那段历史上 吴侯也被曹军各路将帅 当成了刷战功的背景 那么 如果吴侯注定失败 雷远在江淮间的一切行动 都得保证 几方能在失去江东支持的情况下 安然退走 这两者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要尽快造成声势 无非攻城掠地 但要自保 又最好归缩在前线 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这两者之间怎么把握 如果要攻城掠地 前线周边无数城池 接下去该往哪里着手 寿春 陆安 或者安丰 这几处城池的战略价值 和重要程度 依次递减 行军路线和后继退兵的安全程度 则依次递增 究竟做何选择 倒真的难以决断 此时 李奇在外间道 将军 我们在本地兵营里 搜到了一份 陆安转来的紧急军报 哦 快快拿来我看 李奇把军报奉上 雷远打开一看 上头说 江东军情已被真知 合肥守将张辽 以严阵以待 要各郡县安心守狱 不必惊慌 福伯将军 麾下大军数万 三五日内 集至炉江支援 他赶紧看看此信落款十日 乃是两天前发到前线的 福伯将军 夏侯敦 雷远南南自语 李奇问道 将军 城中重要的文武 可有投降的 叫几个过来 我要问话 第507章 征东 续遇之后 两名官吏被带了来 前线也算是 卢江的军事要地之一 驻守这里的都尉 县长乃是北人 与前山大营中的卢凯 楚右二将一般 都有些硬气 适才都尉战死在城头 县长带了立元 在城中向战 被马带杀了 此刻带来的两人 一个是都尉的同乡卫使 一个是县中的公曹使 这时已经深夜 他们不知道 此来是服侍或 拒兜拒紧 雷远客气地请两人落座 把军报地给他们两人看过 他客气地道 两位能够弃暗投明 共讨曹贼 足见申明大义 请两位来 是想了解些情况 有关福波将军的援军 两位可知道什么 那公曹使连声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便请说来 福波将军名唤夏侯敦 乃是曹公麾下的众将 此前在祭英 陈留当过太守的 嗯 因为左幕曾受留使 孤儿有个外号 换作盲夏侯 听说夏侯将军痛恨此事 每次赵金会怒 折扑进余地 还有 还有 他还在搜索哭肠 雷远打断了他 这些我都知晓 足下不必多说了 雷远转向另一人 攻曹使的地位不够 所以 根本不知道什么 大概是害怕被认为没用 拼了命的东拉西扯 那军报是从军营中找到的 十路六百弹的魏使 应该知道的多些 这位魏使年约四十 白面长须 看起来很是儒雅 与雷远的眼光相处 他轻叹了口气 把军报交还给雷远 此事说来话长 无妨 但请讲来 哦对了 尚未请教足下尊姓大名 建名不足挂齿 河东灌秋星 灌秋先生 请进来坐 雷远请那魏使 坐到进前些 灌秋星谢过雷远 徐徐道 夏侯将军从建安元年起 担任河南影 常有志祭 其间也曾督帅重将 征伐河东 去年冬天 曹成向自长安还夜 召集文武合议 因河肥 襄阳 汉中三处取地身当前敌 常有战事 而许 叶中书驻军救援不及 故而提议以重将带争 镇将军后 出居前沿 督领数军或数州军事 以统一释权 便于迎敌 哦 那几位重将 夏侯渊将任征锡将军 出镇雍梁 支援住在汉中的徐晃将军 曹仁将为征南将军 出镇荆州 支援住在襄阳的乐境将军 夏侯敦将为征东将军 出镇江淮 支援住在合肥的张辽将军 雷远想了想 诗笑道 我记得 徐晃自巴西败退时 身受重伤 命在虚余之间 就算恢复 怕也在南上镇 这时候他还能执掌汉中军事 难道躺在他上指挥吗 或许确实躺在他上指挥 这就非我一个小小为实所能知 雷远拍了拍额头 冠秋先生过谦了 还请继续讲来 夏侯敦将军自寿命以来 先往许都检阅诸军 陆续发往江淮 按照前次军报的说法 他本人将带领自家布取 预备金汝南郡 安丰郡 先到陆安 再往合肥巡视 据说此番击退吴侯以后 将会长久住在寿春 冠秋心道 只是 因为吴侯起兵的缘故 夏侯将军 显然加快地形成 并且调集了原本将在下半年 出发的兵马 何为一鼓而来 金汝南郡 安丰郡 再到陆安 是 计算十日 夏侯将军应当已在安丰境内 今日将军攻城的时候 都尉 县长以潜信使快马告急 预计明日一早 夏侯将军就该知道前线生变了 他果然领有数万之中 预计此番填入江淮前线的兵力 当有二十军以上 扣除先期奋波在各处郡县首域之兵 夏侯将军清领十军数万人 并无问题 好 我明白了 雷远汉守 他扬声吩咐外间的护从 打扫干净房舍 预备饮食 领冠秋先生和 和另外那位去好好休息 冠秋星却提高些嗓音 将军 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但请讲来 是才 我已听贵署说起了 将军并非吴侯的下属 而是刘玉州部下的奋威将军雷远 此来是为了支援吴侯在江淮的功法 将军身为卢江雷氏的宗主 是前线本地人 对吗 正是 这前线上下 有不少人应当认识我 将军身为卢江贯族 却为了自家的荣华富贵 千里迢迢从荆州来扰乱卢江 要将卢江郡上下的军民百姓 拖入惨烈战乱 将军 请问你的丧子情谊在哪里 我听说 卢江雷氏在此地经营数十年 故旧 殷亲 有人不计其数 他们都乐意见到 将军你回来兴风作浪吗 他们都乐意见到 故土沦为战场 乡里化作荒丘吗 他这番话说得又快又响 外间的护从们都听到了 当即有人拔刀怒喝 大胆 雷远挥了挥手 使户从们稍安勿躁 我本以为 冠丘先生 愿意向我解说 夏侯敦的动向 当时心怀忠义 愿意浮汉讨逆的志士 谁知 竟打算用这样幼稚的说辞 来打动乱世的武人 冠丘心公声道 我非志士 只是利刃家警的时候 怕死而降服罢了 之前夏侯将军的动向 即使我不说 将军迟早也能掌握 之后与将军说这些 纯是出于同情百姓无辜 听或不听 全在将军 我说过了 便以心安 倒也直率 雷远笑了笑 让两人退下 江淮间的百姓 这些年来确实很苦 但再苦 莫过于官吏科报 以赴税杀人 莫过于军队掳掠 虐名如虎 而卢江雷士 乃至淮南豪幼联盟 乃是反抗者的聚合 雷远当然会尽量 保全宗族丧子 但若不成 他也没什么压力 归根到底 是乱世杀人 而非雷远在杀人 只不过 冠秋星的话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 既然夏侯敦将至 一味功成掠地 便不可取 就算聚合起 雷士在江淮的全部力量 突然使夏侯敦的重兵 得以发挥 到时候 没能使曹公东进 我雷远之的脑袋 反而被装在盒子里 运到夜城 进见曹丞相 那可就大大不妙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 原本要考虑攻打安丰 陆安乃至寿春兼成 难以抉择 现在却简单了 夏侯敦就在安丰 此军是真正的曹氏肺腑之臣 元勋重将 而他所领有的部队 又是专门调来充实江淮的 若能给夏侯敦 锁步一个重创 曹公能不振动护 可惜已没机会挥军齐席 刚才冠秋星说 此前攻城的时候 城中都尉 县长以潜信使飞马告急 预计明日能报之夏侯敦 也就是说 雷远咒美苦思许久 叫了声 来人 李奇应声入来 正要找你 你领几个精细的将士去 分别探问今日抓捕的俘虏 我要尽快知道 此地的都尉 县长是何时派遣告急信使的 究竟派了几批信使 告急文书上又写了什么 事关重大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务必要问得清楚明白 李奇是雷远最初的那批护从之一 投入前山前 曾经做过县中立员 通晓行讯逼供的手段 雷远这么说 便是允许他用刑严查了 遵命 李奇领命而去 第508章 计划 因为莲木掀起的关系 雷远看见李真在外头犹豫 他摇了摇头 折返内侍 继续查看于途 在此事的征战杀法总是如此 敌我双方都现在重重迷雾 谁也摸不清谁的头绪 如雷远这样 能够对地形地貌 道路距离清晰明白 就已经是极大的优势 大多数时候 交战的双方 就如猛眼的拳手 直到拳头沾血 才晓得是否打到了对手要害 同样的 直到自家痛不可遏 才晓得 敌人究竟怎样挥拳 除此以外的一切判断 归根到底只是猜测 博的是运气 此时 夜色已经深了 雷远一口气 盘算了小半个时辰 想了好几个计划 却都难称万全 因为屋里点了许多灯火 渐渐有些烟气 熏得他眼眶酸涩 他有些烦躁 于是长身而起 推开窗户稍稍透气 院落以外传来嘈杂的声响 是雷远等从事 组织了城中民夫 将战死者的尸体 搬到城外掩埋 另外 还有不少人紧急修缮城门 城墙 哪怕几方未必会在前线久住 但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总得尽量保证城防完整 负责在城内维持秩序的将士 应该换过了一班 现在轮到贺松所部 仔细想来 卢江雷士在前线城里的 顾救实在不少 但这时候 数千壮丁 被不管不顾的 抢征出来从事劳役 辛苦万分 到处都有手持刀枪的 将士巡逻 雷远偶尔听到贺骂 殴打的声音 想来是巡逻士族 看到什么不如意触 挥拳就打 抬脚就踢 那都是常事 雷远根本没法管 雷远记得 前世里有唱词道 乱世英雄起四方 有枪就是草头王 说的便是此等情形了 乱世里头 刀兵面前 便难怪城里有人惶恐不安 拿出宋女服侍的套路来勾连 将军 门外里其呼唤 怎么样 城中潜出的姓史 共有三批 后两批都被我们阻截了 只有我军刚到前县城下时 派出的那数人走脱 他们的目的是安风 据说 福伯将军夏侯敦正提兵在笔处 此后没有其他人从前县脱身吗 不幸逃亡的百姓前手不守 未必能尽数抓捕 但试图纵其而走的 绝无漏网 他见雷远极其郑重 又道 我们以四倍的精锐之重 攻打一座小小县城 就算未曾刻意堵截 也绝不知纵放 好 你去吧 雷远汗手 他转过身 持笔在渔图上代表安风的这一点 画了个圈 第一批告急信使 大约明早能够到达安风 而那些步行逃亡的人走不了多快 除非他们先往西北方向 赶往不安县 不步 那一样快不了 绕行不安的话 就得渡过鼻水和泻水 雷远记得 这个季节凉水都很汹涌 河水三叉之处 至少有二十里的沼泽 想要渡过可不容易 也就是说到明天早晨 夏侯敦就会得知 前线遭到江东偏尸进攻 但后继情况如何 没有第二波使者去通报了 所以夏侯敦一点也不了解 既如此 这一点 似乎可以利用来做些文章 夏侯敦督领江淮军事 为张辽的后继 在张辽正面抵敌江东大军的时候 夏侯敦至少应该保障后方安全无余 故而如果得知前线遭袭 他一定会派遣人马火速救援 这支部队的兵力 至少应当两倍于己方的数量 或许有一万 甚至更多些 由安丰直接到前线的道路 全是山地 不堪大军通行 博安县附近 鼻水和泻水三叉处有沼泽 但如果再往北 就得经过陆安了 这圈子绕得太大 也太费时间 所以他们要救援前线 可用的道路就是 博安县城南面 从山区和沼泽之间的狭窄通道 只有这一条路 这条路长约二十里 路面宽约丈许 勉强可供军队通行 而道路尽头 恰好是横跨鼻水的一座桥梁 桥梁架设在河道较狭窄处 每逢春夏涨水 十有八九是要被冲垮的 但桥墩肯定在 曹军当场砍伐树木架桥即可 雷元取了笔 在渔图上细细地将这条道路描出来 又在道路南面画了的大圈 东面画了的小圈 曹军若走这条道路 雷元锁部超山间小道 可以提前在道路侧面埋伏 横向发动截击 在狭长道路上 曹军兵力越多 越是调动不灵 必然损失惨重 就算他们强行通过 在试图渡过笔水的时候 几方以铁技半夺机 可以一举破支 雷元情不自禁地拍了拍案集 很好 就这么办 然而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曹军必须得抓紧前来救援前线 若他们来个不动如山 雷元就毫无办法了 所以 还得再派一波或两波人手 冲坐前线求援使者 去催一催夏侯敦 派谁才能不使夏侯敦升仪 还要保证夏侯敦信得过 第一批的使者 已经在夏侯敦的军众了 若自己派出之人应对不慎 很容易入出破绽 被当场截破 那就和派人送死没啥两样 所以 这个人选还真不好确定 他苦思良久 都没有适合的人 眼看着夜色渐深 他有些瞌睡了 半睡半醒间 又护从入来 为雷元披了件袍子 他惊醒过来 抬眼看看 原来是李真 雷元揉了揉眼 脑海中灵光一闪 忽然有了个主意 韩章 你居然还能直得起腰 走得动路 二十下军棍是谁打的 必定手下留情了吧 雷元挺身坐直 冷笑道 我该让赤里宁塔来行行 想到赤里宁塔的力气 李真双脚一软 几乎又要跪倒 他哭丧着脸 宗主 是我糊涂 你是读过书的人 见识比寻常五人明白些 但也正因为此 想得未免太多 这个毛病不改 以后迟早会生大海 雷元板着脸 骂了他几句 稍微放缓与气问 是才说服 你往我房中送人的 当属雷氏 吸在炉江的重要盟友 只是并未随宗族南下荆州 所以才行此策 以明确双方的亲密关系 对吗 李真满头的冷汗 又下来了 宗主明察 哪一家 是前线和氏 其族掌唤作和珍 前线和氏 和珍 雷元忽然就明白了 怪不得 怪不得 第509章 重任 雷元前往江淮时 在江东水军战船中 与部署们攀谈 列举可能为己方所用的宗族 就任盟友 其中便有前线和氏 李真倒确实是个有心的 和氏祖上乃战国时韩国的王族 韩国灭亡后 宗族迁居前线 至今已有十六世之久 历代先祖 有当过大司农 车骑将军 和诸多二千代官吏的 近代以来 声势稍衰 但仍以儒学著称 族长和修有 和氏公扬 传世 光和年间 和修以为天下将乱 孔有不测之货 须引雄武之族为外援 遂嫁族女于雷旭 生子雷修 两家自为殷亲 守望相助二十余载 然而 和氏夫人早逝 这才有了雷旭 以陈王族女为续贤 生下次子雷远 然而 三年前 卢江雷氏 为江东效力 和氏并未跟从 也并未参与 淮南豪又联盟的军事行动 当卢江雷氏 撤往荆州的时候 两家就失去了联系 如今执掌前线和氏的 乃是和修的嫡孙和真和元干 雷远在少年时 与他有些往来 但因为彼此地位差距甚大 所以并无身交 说得明白些 和真几乎毫不掩饰的 轻视雷远 而与英勇善战的 小将军雷修亲善 能想到 雷修战死在前山之中 而不受重视的次子 雷远翻身了呢 谁又能想到 雷远竟有提兵 回到卢江的这一天呢 或许正是这缘故 当雷远徽军重返卢江 并一战功课前线之后 和真病急乱投医 想出个宋女服侍的招数来 据李珍说 居然送的还是和真的亲妹 大军入城之后 从本地大户里 则选年轻女子 服侍各级将校 乃是当代常有的事 能这么做的 已算军纪严明之君 稍微放松的 直接纵兵上门迎掠 百姓们也没出说理去 便如此刻 雷远以下的军官们 可能都得到了城中大户的奉献 他们或者拒绝 或者老实不客气地 纳入房中享用 都无需抱之雷远 偏偏雷远本人 满脑子都是军物 竟没那心思 怎么样 此人可用吗 雷远问道 堂下雷远 梅成等人各自私存 虽然顶着 如江雷是宗主的名头 其实说起如江豪族 是人的情况 雷远本人的见识 远不如雷远 梅成 年轻时 雷远道曾经周游本地 与地方人物往来 然则 如江雷是乃豪武家族 不以学问著称 他自己虽尽力读过些书 但此副文章的本领 终究不如正经如是 如江本地低识人 与他稍稍往来 便觉得他学问不足 并不是能在仕途共进的伙伴 而当地的土豪 乡豪 又觉得他性格软弱 远不如其胸雷修 所以 少有与他亲密的 故而这时候 雷远急照雷眼 梅成 请这两个交友广阔的人物 共同参赞 听得雷远询问 雷眼达到 或者可用 雷远皱了皱眉 或者 没有把握吗 和修乃是一代儒宗 前线和氏 以儒学立足 有家法世代相传的 老实说 既得相取之欲 又得门第传承的清贵 比起我们 卢江雷氏 可可 比起我们 卢江雷氏 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雷远接口 卢江雷氏 是个大规模的土豪罢了 这上头真没法 和数百年传承的世家相比 雷远自己说了 雷远便好继续 他一边私存 一边道 所以当日 他们与我雷氏联姻 用的乃是族女 而非嫡女 因为族女就够了 这会儿 他们却主动献上 嫡女服侍宗主 我觉得 有些奇怪 似乎太过殷勤了 说不定 他们被我这 奋威将军的威风所射 果然想要献殷勤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 我实在没有把握 雷远道 那么 除了他们 还有谁可用 雷远忍不住 轻轻捶了下暗机 这前线里头 已经派出过使者了 下一批人 不是随便谁都能蒙得过去 而眼下的局势 唯有催促夏侯敦 急速进军 我们才有机会 战场局势的变化 总是出人预料 雷尸不取 轻而易举地 攻下前线的战果 因为夏侯敦在此 反倒成了一个错处 原本可以围城打员 轻而易举地调动敌人 现在却要担心 夏侯敦动作太慢了 梅城忽然道 将军 我有一计 可使何事为我所用 哦 雷远一喜 快快说来 过了好一会儿 雷远推门出外 招了招手 李珍上前败道 此前 雷远和梅城 详详细细地询问李珍 和珍是如何联系上他 又是如何诱使 他给雷远房里送人 李珍已经因此受过责打 这时候被反复盘问 感觉受了二查的罪 一度羞愧交加 哭了出来 他又不敢远离 顶着两个红肿眼睛 一直后在听外 看到雷远招人 赶紧上来 结果雷远问道 李奇呢 李奇连忙从偏房奔出来 在 你去把和珍叫来 我要见他 雷远道 路上不要多嘴 这大半夜的 忽然招人 主和吉凶 难道还有后继的麻烦事 李奇愣了愣 但他不敢多问 连道 遵命 而李珍只觉 今后将要失宠 忍不住又哭了 此时 修缮城房和收拾尸体的名夫 都睡了 诚实寂静 李奇带人策马奔出时 提声沿着街道渐渐远去 惊动了几处礼方 有犬肺声 此起彼伏 雷远用凉水洗了洗脸 振奋精神等待 片刻之后 和珍变道 他年岁不大 二十许而已 相貌甚是英俊 虽被紧急召唤 却神色艳燃 气度沉静 丝毫不见半点慌乱 在雷远注目下 他缓步入得厅堂 从容拜见 雷远起身相扶 许久不见了 只觉原干的风仪雍容 更胜往昔 令人羡慕 何珍再败 答道 将军的雄杰之名 我在数千里外也曾听闻 这数年来 常常身毁自己年少时 不识英雄 以至于竟然未得负迹 两人微笑寒暄几句 雷远问起 何珍家中诛人的情况 何珍答道 乱世中 尊长多有病亡的 如今家中 有何是两房的 平辈兄弟五人 其中 除了长房的何妻 不在城中 其余四人都在 雷远又问 何珍试图如何 何珍道 曾经拜见过 新任扬州刺史的温辉 或有举明经的希望 再闲聊几句 何珍道 是才我请舍妹领族中 女子庶人来服侍将军 却被将军遣害 啊 我这妹子 虽然相貌平平 性格倒还显雅 怎在见识少了些 若有得罪将军的地方 我必狠狠责罚她 原来 那竟是原干之妹 倒是我失礼了 雷远答道 原干千万不要责罚令妹 只是我君物缠身 心中烦闷 实在无心于温柔相礼 她想了想 又道 实不相瞒 此番我领兵到此 是为了协同吴侯 在江淮的功法 不会在前线久重 原干 你我乃少年时的就相识 能在这乱世中重逢 更显我们的缘分 所以 我有意送你一桩功劳 何珍沉默片刻 苦笑答道 何是以儒学传家 族中都是群手 无腹机之力的书生 酸丁 实不知哪里能帮得到将军 哈哈 原干多虑了 我军沙场征伐自由勇士 并无需原干相助 哦 那将军需要我做什么 明日一早 我将新兵向北 攻打陆安 无论陆安的战事是否顺利 三五日内 我便折返 在这三五日间 前线这里 就委托原干稍稍看顾 如何 何珍大吃一惊 这岂不荒唐 我怎敢当此重任 第五百一十章 夏侯 有何不可 雷远笑问 何珍犹豫再三 福伯将军 即将督领江淮的事 将军不会不知道吧 已听说了 夏侯蹲锁步就在安丰 既如此 万一下侯将军来袭 原干该知道 无侯大军已过居朝 将要攻打合肥 自从赤壁战后 曹孙两军在江淮拉锯作战 今年无侯若不来 我反倒会奇怪 那就是了 吴侯举十万之众来此 自然会奋兵向东西两亿为掩护 不会只靠我这一支客军 此前我已接到军报 后天晚上 江东即有重兵抵达前线 陆安 我将与之会师 之所以请原干看顾前线 无关战事 只需仰赖原干的声望 维护本地丧子宗亲 何珍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 是要我在此抵敌夏侯将军的人马 哪里会 雷远笑了笑 他想和珍探过身子 压低声音道 以我前些日子 在晚城亲眼所见 江东的军纪实在是 别处倒也算了 不能容他们在前线肆意胡为 这方面 非得有原干出面才行 数十年战乱下来 汉氏一代代完善而成的基层管制 已经荡然无存 想要重建 却非一日之功 举凡大军所过之处 什么物资征集 民夫调用 治安维持都越来越多地依靠地方大族 而通常来说 无论战事的结果怎样 地方大族总能在这个过程中 扩张自身的影响力 只是 何珍有一道 我前线 何是眼下 能调动的人手略微 我会在城里留五百名将士负责城防 请原干配合他们 收边前线的降兵 他们也会配合原干执行公务 五百名将士 没错 何珍终于下定决心 既如此 我就勉励维持数日 好 好 雷远大喜起身 拉着他的手握了握 有劳原干了 当下雷远将何珍送出门外 又亲自取了松明火把给他 何珍将要上马 郑重地问道 也就是说 旭之明日离开 后日晚间江东兵马到来 是 所以 原干需得抓紧准备了 请将军放心 何珍攻身行礼拜别 目送何珍和几名仆仪的身影 消失在道路拐角处 雷远才折返回来 是才离开过一会儿的雷远和梅成 正在堂中等候 雷远刚踏入堂中 就忍不住探道 何事果然有问题 你们查问的结果如何 梅成答道 此前和珍与扬州别嫁蒋戟的关系 甚是密切 蒋戟转任丹阳太守时 和珍还曾领本郡氏人相送 近来听闻 蒋戟将再度出任扬州别嫁 不少人都说 和原干将得大用 雷远攻身道 是才找了何事宗族的下人探问 我军攻城时 何事掌防的何妻尚在城里 但现在却不见踪影了 他的几名亲信也都不在 雷远又叹一口气 是才自己用这两个问题去问何珍 何珍的答复可并非如此 很显然 在卢江雷氏离开以后 何事凭着门第加深缓缓经营 现在已经到了将要起飞的时候 因此 他们的立场难免改变 不再是那个数十年互助的盟友了 何事宗族在前线繁衍四百余年 对地方的熟悉和掌握程度 还要超过雷氏 他们虽然自身缺乏武力 但要瞒过驻军 从前线城里偷偷派出使者 向曹军报信 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这样做了以后 和珍担心自己与曹军的关联 被雷氏不取所查之 难免有些坠坠不安 于是他两边下注 又用尽浑身解数 说动了李珍 打算献上自家的妹子 与雷远结个善缘 可惜 此举用力过猛 引起了雷远等人的怀疑 梅城遂提议将计就计 凡使和珍为己方所用 料来就在今夜 和珍又要用禁解术向城外派人 而夏侯敦 一旦得知雷氏不取 将去 而江东重兵将至 必得抓紧这短暂的时机 全速赶来前线 雷眼又道 将军 是不是要通知今夜职守的将校 略微缩减寻成人数 万一和珍安排的下一波使者走不掉 反而不美 雷远深觉有理 当下手输军令 发给贺松 次日一早 雷氏不取陆续开拔 只留下少量人马驻扎城中 和珍领着城中大族 百姓出外恭送 举止很是尊崇客气 又向雷远进现梁墨石车 雷远与和珍一一息别 侧其向北 然而这数千人马 威夷行出十余里 带到离开前线城头上众人视线 旋即转向西 进入前线西面的山区 前山乃是南越 规模宏大 前线四面都有山巻起伏 密林环绕 雷远锁步进入山区之后 分成树之纵对 沿平行的山道 棉更南下 离开平原地带之树里 眼前就全是幽深险绝的 陡崖禅言 更有山西盘域缭绕 常常在高下分明处形成瀑布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渐起的水汽 仿佛云雾 在深谷间飘荡回缓 雷远升在此处 有着说不出的轻松 他一边侧其前行 一边向一周来的部署介绍 这里是什么山 那里是什么风 有什么典故一文 而与此同时 另有树旗沿着与鼻水 毗邻的关道 全速及持 他们都是 昨夜从前线中 于墙逃出的 在县城西面 十里的河石庄园中 取了马 随即披心待跃地 向西北方向狂奔 当夜趁着月色 连续赶了七十里的路 这时候 马力已经捷径 奔走时 喘息如雷 嘴里喷出墨子 他们不得不停下来 稍稍歇马 次日早晨 求度过河 再转向西面 从前线到安丰 有二百五十里的关道 按此速度 大约要到傍晚时 才能赶报 然而急至中午时分 那树旗忽然看见 前方出现了几名 赤后骑兵 那便是夏侯将军的部下 一名骑士喜悦地 大喊起来 夏侯将军 已经出兵了 一名这简便皮甲的 赤后首领 远远看见了他们 挥了挥手 喊了几声 随即树石旗 一下子越过他身后的坡地 向树旗包抄过来 呛人的烟尘 和地面的震动 将包围在该心处的 马匹惊吓了 于是 马匹连续不断地 喷着响鼻 甚至人力而起 发出惊慌的嘶鸣 骑士竭力安抚马匹 同时向赤后骑兵们大喊 是夏侯将军的部下吗 我们是前线来的使者 有紧急军报 前线来的 赤后首领环顾同伴 笑道 这才多久 已经是第三批了吧 当下他奋出 半数骑兵 裹着使者们 风驰电掣般地往后方去 越往后方 道路上经过的曹军将士越多 他们的队列绵延不绝 脚步声如澎湃潮声 而如临的旗帜 和毛脊之下 无数件金属甲胄的反光 汇聚成一块块咬斑 落在眼中 令人头晕目眩 第511章 急驱 数年前那场赤壁大战 曹公遭到孙刘连军的猛攻 军中诱发一病 损失极其惨重 当时攻入荆州的20万精锐 有的成了大江中鱼鳖的食物 有的染病而死 被成堆成堆的填入土坑里 草草埋葬 最终回到北方的部族半数 哪怕曹公雄聚中原 河北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损失 这些都是经历南征北战 从湿山血海里烫出来的老族 个个都勇猛飘悍 从民间大举征兵 只能在数量上弥补 在胆略上 在意志上 在作战经验上的欠缺 却几乎不可能弥补了 此后数年间 曹公虽然多次动用 十万以上规模的大军 前往江淮或关中 却始终避免大规模的消耗战 便是为此 再怎么竭力士强 他实在不舍得 自家有限的精锐 在作虚致 在此情况下 地方郡县兵的作用 就凸显了出来 曹公以夏侯氏和曹氏 重降出都方面 同时也授权他们 对辖区内的郡县兵 进行大规模的整顿 训练 目的是使这些数量庞大的军队 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不再只坐守城池 空耗国堂 而在江淮 由于城池郡县许多 都已空无一人 单靠郡县兵不足以充实 所以 还得从屯田民中征目 所以 曹公麾下的重降当中 曾长期参与屯田 擅长抚育人心的夏侯敦 便受命来此 地方郡县兵力的充实 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江东的军事威胁 却迫在眉睫 因此 夏侯敦领命以后 除了本部五千金锐和麾下 诸将布曲随行外 又往许多调动了屯田兵数万 共同东径增援张辽 较之于地方郡县兵 屯田兵的战斗力如何 尚难确定 但几万人的规模摆在这里 其中总有渴望以战功 来改变命运的勇士 只要以将校们的精锐布曲为骨干 驱使他们滚滚向前 想来不逊色于那些江东来的山岳奴隶 此时 前线使者跟着曹军斥候一路即行 时不时地转入河沟 或者登上山脊 以避让大军 足足走了大半刻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 设在一处平缓山坡上的曹军本营 环绕在本营周边的布骑数千人 将近半数有铁盔铁甲 其余人掩着皮甲 骑士们大都坐在战马旁边休息 战马的马鞍上 除了悬挂大刀长矛 还有水囊 备入行李之类 远远观之 但觉风尘仆仆 却没什么气势 再到近处 才发现 将士们的松散姿态 不掩凶悍眼神 自有一股杀气腾腾的意味 使者不禁想到 久闻福波将军 是曹公出骑兵时的左膀右臂 这些将士 或许有不少人 便是昔日 在衍州大战旅部的老资格呢 哪怕这几年绍上战阵 真到了战场上 必定是令人声味的强兵 他跟着斥后首领 从营门下经过 沿着栅栏转向营地侧后方 还未接近 忽听的 有人叫好不迭 还有人用刀背敲打盾牌 发出隆隆的闷响 他定神向那处看 只见那里 有块绿草阴阴的开阔平地 平地上 有一条大汉 正侧马来去 好一条大汉 此人身量甚高 绑阔腰圆 满脸求然 两条臂绑有长人腿粗 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在平地上不断加速奔驰 同时挥动长枪 做刺激的姿势 每每枪杆破风 发出锐利的笑声 正在练得起劲 那斥候首领越重而出 向大汉禀道 将军 有前线使者求见 此人便是福波将军 高安湘侯下侯敦了 下侯敦举枪 在空中玄武一遭 喘着粗气 缓缓勒马 他问 又是前线来的 人在何处 他的形貌十分粗犷 面容也给人一脸凶悍的感觉 但一旦开口 语气却很沉稳 不像是凶猛好杀的武人 老像是常与普通百姓 打交道的清明官 护从首领 指了人给下侯敦看 便是此人 下侯敦眯眼看看 先自护从手里 接过水囊 咕咚咚地灌下半袋子 然后道 先把前两个使者带来 叫他们互相认一认 是 护从闪身去了 不一会儿 便从军营后头 带来另外两名使者 这两名使者 乃是今早来的 前一人乃是前线贼 曹渊赖层 他凌晨赶到安丰 禀报说 前线呼召敌军攻打 虽然县中军民决一固守 但敌众我寡 随时有轻负之威 恳请福波将军 立即发动大军救援 前线一旦有失 对陆安 合肥 寿春都有威胁 下侯敦盘问过后 不敢耽搁 立即调集 本部惊奇出动 沿途又不断召集囤住 在安丰郡几处务壁 述称的兵力 使兵力如滚雪球般 迅速扩充 然而紧赶慢赶地 走了四十余里 又撞到一名前线使者 声称自己是好不容易 才找到机会逃出的 前线已经陷落 福波将军 如果急于救援 反而会被敌军所称 因此 不妨向东直抵陆安 再做打算 一时间 夏侯敦几乎以为 此人乃是江东贼寇 来行缓兵之计的 照来赖曾与之对质 才知此人乃是 前线贯族和氏子弟 名唤和妻 夏侯敦记得 温辉曾介绍过 这前线 何时颇有人才 温辉你在扬州 刺史刃上提拔着用的 此人自然不是江东同谋 而前线 则真的已经丢了 如此一来 夏侯敦难免犹豫 于是他令诸军缓缓而行 而自家 则了一处缓坡临时扎营 并召集幕僚们商议 因为大军分散 幕僚们一时难以取齐 夏侯敦有些焦躁 便武枪稍微消遣 没想到 幕僚们尚未到齐 又来了一个前线使者 前线那边 可真够忙的 那人 你们认识吗 夏侯敦指了指 正在栅栏后头 张望的第三名使者 认的 认的 这是吴帝何辉 何七连连点头 贼曹渊赖藏也道 这却是何家郎君 我认识的 那就请他来 何辉向夏侯敦拜了拜 对他说 我家兄长 与贼将雷远 虚语尾夷 打探到了一个消息 原来那贼 将今日以轻尸出洞 前往攻打六安去了 而明日晚间 江东将有重兵抵达前线 并协同围困陆安 夏侯敦吃了一惊 江东大军一方面正对合肥 另一方面又要在合肥的侧翼大动干戈 看来这次他们的决心不小 如果前线和陆安都被江东之兵控制 形如上下两只獠牙 几军要去支援合肥 仿佛从獠牙之间的血口通过 必然要经历恶战 否则就得绕过韶碑 从寿春南下 这绕的路可不静 扬州刺史文辉说 不定以为我夏侯元让窃战 面子上也不好看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 拣选旌旗 就用这一日一夜急驱前线 抢先拿下这处要地 接下去的路途 一百多里两百里不到 这不是问题 现在身边的精锐骑兵凑一凑 三五千总是有的 凭这三五千人 再加上城中有大阻尾响应 重新夺回前线布南 然后就被靠奸城 与江东的援军对抗 孙权能派多少人来 一万 两万 只要城池在守 这倒没什么可怕的 何况后继我还有三万多的援兵呢 将军 看他沉吟不语 部将们问道 我们怎么办 第五百一十二章 看破 面对着部将们的眼神 夏侯敦咬了咬牙 下了决心 机不可施 石不再来 敌军的破绽就在眼前 自己进兵在手 是在掌握 此成立功剑业之时也 若因瞻前顾后而坐师良机 以后坐镇江淮 部下们又会怎么看待 自己又怎能压服 那群骄兵汉将 归根到底 我夏侯原让乃是主将 身为主将 就要有主将的担当 要有主将的决断 否则 每一件事情 都要等待部署和幕僚们一意在意 像什么样子 诸位 夏侯敦沉声道 我已有了计划 众将一骑攻身 请将军指示 夏侯敦就站在当场 三言两语 将自己的判断和想法说了 他将长枪煮在地面 环视众人 怎么样 时间紧迫 若没有意义 就这么办了 话音未落 夏侯将军 我有个疑问 夏侯敦被噎得愣住了 说话的大将年约四旬 方面阔口 相貌堂堂 此前 夏侯敦演武之时 他并不在场 而是后来匆匆赶到的 虽然这时候 初言明摆着是和夏侯敦唱反调 但他的面色冷硬如铁 并无丝毫畏惧或紧张 此人正是虎卫将军于静 以于静的性子 他既开口 必有波折 夏侯敦看了看他 牛皮眼罩下的盲眼 忽然就觉得一阵抽搐 他忍不住伸手揉了揉 文泽 你说 从今日早晨到现在 我们数万兵马的进退 其实 只凭着这几名使者的一面之词 将军 你真能放心吗 赖曾 和七一骑跪下磕头 脑袋砸在地面咚咚作响 和灰上在发愣 被和七一把拽倒 一边磕着头 赖曾 和七巨都身变 于将军 我们所说巨巨事实 我们对朝廷的忠诚 天日可见 任凭他们拼命解释 于静并不多看他们一眼 此番曹公以夏侯敦 夏侯渊和曹仁三人 分别出镇江淮 汉中和荆州 这三人 聚都是曹公亲族 也聚都为高权重 身经百战 然而这三人中 又隐约有高下之分 夏侯渊善于长驱直入 出敌不易 曹仁志勇双全 志军严整 与这二人相比 夏侯敦虽也消猛赶战 但长期镇守后方 偶有几次独当一面的机会 或败于高顺之首 或遭刘备的算计 还曾赢得肉票将军的美名 仅以用兵智能来说 他实是三人中较弱的一个 或许 曹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特意为夏侯敦 指定了一位副将 暂时协理军务 这副将便是于静 夏侯敦是封义2500户的香侯 于静也有1200户 十下军中 这两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余重将 某种角度来说 于静几乎不是副将 而是地位与夏侯敦近似的两位主将之一 现在夏侯敦下了决断 于静却反对 在场所有将校 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迟疑间 只听得于静又道 从此地道前线 道路狭窄蜿蜒 陵目深邃 若有伏兵 这情形与伯望坡 何其近似 夏侯敦把枪转往地面重重一顿 文泽 此一时比一时 岂能一概而论 这几名使者彼此熟识 传来的消息却格有不同 难道都是假的 于静稍许沉思片刻 达到 那道也未必 夏侯敦又道 我领骑兵先行 你逮捕足随后 就算这其中国有蹊跷 文泽想必 也能救我于水火吧 夏侯敦特得在 火字上头加重了音 用来回应于静哪壶不开提哪壶 非说起伯望坡的惨败 当时 夏侯敦和于静 两人都深陷大火 是被坚决反对冒进的 离点所救 怎么 文泽你这会儿 看上了李曼城的角色 开始谨慎起来了 于静依旧一板一眼 骑兵先行 不足落后百里以上 若有万一 赶不上的 那你说怎么办 夏侯敦反问 就坐视着 钱陷落在江东人的手里 那时候 张文远岂不危险 于静不答 转向最后来报信的何辉 你说 那雷远今日率军出发 去攻打陆安了 正是 陆安无疑是江淮西部首屈一指的要地 堪称咽喉所跃之处 既得前线 成胜在宫正北方的陆安城 乃是常理 你怎么知道 雷远一定就往陆安去 如果他并未攻向陆安呢 何辉张口结舌道 怎么可能 我家兄长亲口听那雷远说的 你家兄长被骗了呢 你家兄长究竟何德何能 竟使刘备麾下的重将 把军事计划合盘拖出 于静淡然问道 这 何辉满头是汗 于静转向下侯敦 前山深险 难以保障后继的粮木物资支持 那雷远能带来的兵力 不会很多 三五千到头了 如果他过去攻打陆安 则前线必然空虚 原让将军突袭前线 可获大胜 然而 如果他没去陆安 夏侯敦毕竟也是速将 这时候 已经想明白了 他皱起了眉头 沉吟不语 如果他们并未攻打陆安 那就一定是在我们 清齐东径的道路上设服 于静转过身来 向夏侯敦攻身行礼 所以 请允许我日夜兼程 赶往陆安移去敌情 从此地到陆安 圆抹一百八十里 就算你在陆安有所发现 也来不及赶回来通报吧 于静屡了屡虚然 何必回来通报呢 如果我到陆安 未见那雷远所部的踪迹 则使者所说的 包括江东重兵之类 全属骗局 那时候 我将近起陆安之重 直接南下攻打前线 陆安城里 有将近七千人 虽说不甚精锐 可那毕竟是七千人 夏侯敦的独眼一亮 那时候 雷远所部 应该正在与我作战 我只要尽量拖住他们 文泽 你就可以拿下空虚的前线 然后与我前后斜击 一举破敌 于静汉首 正是 如此甚好 无论那雷远再怎么狡猾 无论他的兵力投向哪里 我们都赢定了 夏侯敦用全掌相机 发出啪啪的响亮声音 势不宜迟 文泽 我受你虎服 你立刻出发 咱们分头行事 打个漂亮仗 或许 夏侯敦的军事才能有限 但他是曹公的臂膀 是不可取代的重臣 有放手给同僚示威的底气 虽说于静的板正态度 不讨人喜欢 但夏侯敦 一旦觉得他的分析 却系真知灼见 立即从善如流 绝不因嘴硬而误过事 当下于静持了虎服 照来熟悉道路的巷导 换上日行数百里的骏马 从北面小路径 往陆湾方向而去 而夏侯敦继续原来的安排 他调动部下骑兵 沿着前山北路直向前线 雷远预计的伏击地点 在距离前线以西 大约三十里处 北面的连绵沼泽 和南面繁茂山林之间 遮天蔽日的莽林之中 别说藏下千人 就是上万人再次隐蔽 外间都看不出半点端倪 吴班和雷同的部下 正在这片山地深处潜伏待命 两名将领 则带着几名轻卫稍稍前出 他们花了点心思 找了片灌木横生的陡坡 将两块高低聚岩下的 凹陷处作为观察点 透过荆棘之压 吴班看到鼻水在高坡 和沼泽间四溢 像一条闪着荧光的缎带 有时候 没入大片黄绿色的芦苇荡里 如果仔细分辨 可以看到 水泽间偶尔有几处 破败防射的遗迹 显然 这里原本曾是凉田 因为河水泛滥遭废弃后 才成了湿地 沼泽 林地交织的复杂环境 其中 尾身土宁 猛兽横行 哪怕是最有经验的本地人 也不敢随便深入 想要自西向东通过 只有一条路 就是前山山路下的关道 这条关道宽约丈许 顺着地势蜿蜒起伏 道路间 有许多塌陷的地方 大体来讲无碍通行 但如果要前后调动 必然会很麻烦 兵法上说 凡帝有绝见 天井 天牢 天罗 天线 天系 必及去之 物尽也 我看此地 兼具六险的特征 曹军 今日有的苦头要吃了 武班给自己打气 随即又沮丧地道 可他们 怎么还没来 雷同没有顾上搭话 他抖了斗水囊 发现空了 于是向自家护从 做了个手势 那护从 慌忙奉上自家的存货 雷同仰脖子 咕咚咕咚灌了个报 笛声吩咐护从 再去打水 时值春夏之交 天气渐渐闷热 雷同的脸上湿透了 发际间的汗水 还不断地流淌下来 他掀起铁甲 让自己胸腹间 稍许透点风 细碎的甲片 彼此碰撞着 发出轻微的响声 伏击固然是至胜的妙招 但前伏本身 绝不轻松 因为无法判断 下侯敦锁步 究竟什么时候抵达 而伏兵又需提前就位 以免曹军斥后发现 所以吴班和雷同 从今天凌晨开始 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到现在已经等了 四个多时辰 将士们从一开始的 精神抖擞 到后来坚决无聊 现在都在林间打盹 偏偏他们还遭到 无穷文睿的疯狂攻击 有的将士半面脸 都肿了起来 还有人不自觉地 用力抓挠皮肤 在身上抓出一条 又一条深深的血痕 好在益州军的将士 倒也吃得了苦 他们把草织涂在身上 用树叶和长草覆盖身体 就这么耐心地熬着 并没有怨言 相比于将士们 反倒是吴班显得有些急躁 前方稍有风吹草动 他就忍不住手按刀柄 有时候干脆反身到 岩石后方的一个洼地里 来回急促走动 他太想立功了 与那些满足于 巴蜀群山内部 小打小闹的益州人 东州人不同 吴班素来 兴气极高 眼界更远远超过同僚们 毕竟他的父亲吴匡 当年乃是大将军 何靖的得力辽蜀 当年与袁绍 袁树 曹操一起 为何靖出谋划策 攻杀宦官的 后来 何靖被宦官所杀 又是无匡一把火烧了宫门 在与袁曹等人 突入宫廷杀戮 到后来杀得顺手 还与董卓之地 董明联兵 杀了何靖之地 车记将军和苗 数十年的乱世里 能做出这么大事的 能有几人 且不谈外人 如何评价其作为 单以影响而论 城乃扰动天下局势的 一时风云而言 而吴班身为无匡之子 年近三十 却无出头之日 日常只领着千数不取 在前围 月西等地 杀几个 造反的蛮夷练手 这怎能让他满足 所以 吴班才早早地投向玄德公 他也是最早响应 玄德公调一州兵将 进驻荆州的将领 对他来说 怎么样都行 只要尽快拿到一个机会 让陈留无事 重新在中原扬名 看着吴班又在踱步 雷同忍不住劝道 原雄何必着急 只要我们的罗网张好 猎物迟早都会冲进来的 不如稍许放松些 听听山间鸟鸣 再过话 可就没这心思了 他话音刚落 前方就传来了 两长两短的鸟鸣声 隔了一会儿 又是两长两短 茂林间鸟鸣不断 这两声混杂在其中 并不引人注意 但落在吴班和雷同的耳朵里 瞬间就让他们血脉奔张 吴班压低了嗓音 低声鹤令 曹军到了 准备 有护从们立即拱着腰 小跑到林间传令 还有几人则 迅速为吴班竖井身上 甲皱的皮涛 雷同跟着护从们 折返到林地间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短木棍 举了举向众人示意 然后将只咬在嘴里 将士们有样学样 一个个都咬了短木棍 然后分散成多个队列 浮身向预定发起攻击的地点前去 大约一刻以后 有斥后 轻骑从道路西面过来 看得出 这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斥后 他们策马向前的同时 也仔细查看着道路情况 还时不时分散开来 深入到密林当中探看 好在吴班 雷同所部 是从前山深处绕行过来 所以 官道上绝无脚印 车折 横生的野草聚在 而山林毕竟广大 偶尔有几期探看 也根本看不到任何踪迹 很快 斥后便继续向前方去了 他们每前进树里 就分遣人手回去报信 而后方的青旗 结成小队 又陆续向前 道路上看起来人来人往 好像乱轰轰的 落在经验丰富的五人眼中 自有如臂食指的严密组织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估计最前方的斥后 已经越过鼻水 几乎要抵达前线脚下 道路西南方向 尘土徐徐升起 下猴蹲来了 雷同沉声道 吴班以为自己算得酒精战阵 在任何场合都会冷静沉着 但这时候 他心底的激动 简直无法遏制 他咽了口唾沫 低声重复道 下猴蹲来了 数千匹战马前后相继 仿佛长龙一般 又仿佛一道铁流 滚滚向前 杀气森然 在队伍的中间 数十名五倍精良的将校 簇拥着一名身材朔壮的将军 缓缓策马而行 曹军在航军过程中 并未斩齐 距离远了些 也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窥言下的黑色眼罩 倒是很明显 没错 那就是下猴蹲了 吴班下意识地凭着气 看着下猴蹲的身影 从身前步远处 徐徐而过 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 吴班和雷同两人埋伏在此 等待本队的信号 一旦曹军骑兵 开始大规模渡河 隐藏在鼻水对岸的 雷势部曲主力 将率先发起进攻 而曹军忙于向前增援时 吴班 雷同两人在从侧翼暴起发难 凭借弓弩之力 尽情屠戮必无可避的敌军 所以 还需要等待 吴班就只能眼神炯炯地 瞪着下猴蹲 仿佛这位曹营名将 成了一块肥美的牛肉 将会被许多老韬争夺 此时下猴蹲忽然勒马 他向右手边的深山看看 皱了皱眉 一名部将立即上来 将军 莫非有什么不妥 第514章 波折 于文泽 夏猴蹲把目光 从山坡上收回来 他喃喃地地道 于文泽这丝 简直 简直 不将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昨日 夏猴蹲和于静 确认了接下去的作战方略 下属的将士们都很振奋 认为这是绝对无戏可成 必然胜利的计划 将校们也都相信于静 虽然于静信格过于板正 使他的人缘并不好 但大部分人都清楚 以他的诚意有微 是最适合紧急整顿六安守军 并带领他们执行任务的人选 但夏猴蹲却始终沉着脸 似乎有些不快 甚至他的言语都很少 以至于部署们小心翼翼 唯恐触怒了他 直到现在 部署们才恍然大悟 夏猴将军 原来是对于将军不满吗 于静打的败仗也不少 至少比我更多 但丞相特别信他 以为他可以在军务上提点我 你知道为什么 夏猴蹲问道 这个话题若传出去 只怕于静不快 但眼下又不容 那步将不根 他苦着脸问 为何 于文则总是恰到好处地唱反调 夏猴蹲冷笑两声 什么 大军混乱的时候 他就显示自己 治军严整 大军无备的时候 他就显示自己警惕不屑 曹公心软的时候 他就显示自己强硬 士族惧怕的时候 他就跳出来 显示自己无所畏惧 总之只要唱反调就好了 究竟局面如何 他未必看得明白 但只要恰到好处地表示 与别人不同 事后总能给自己赚来些名声 夏猴蹲看来 憋得狠了 又或许深觉 曹公对自己的军事能力缺乏信赖 静一口气说了许多 哪怕部将神色尴尬 他照样说个不停 便如此烦 他哪里是看出了什么 就只是想显摆自己谨慎周到 他去了陆安以后 若江东人果然攻了过去 是他数百里及时增援 攻为第一 若江东人没去陆安 而在前线埋伏 那也是他看透敌人的布置 欲做防备 你们信不信 这丝的精神 全花在这上头 无论如何 于将军确实做了完全准备 总不能说他做错了 心里这么想着 部将嘴上却不敢这么说 直到原来如此 所以 夏猴蹲没注意部署的神色 自顾自地继续说话 所以 我忽然想明白了 我们不必着急 什么 部将吃了一惊 现在于静 应该已经到了陆安 对吗 于将军亲戚之躯 动作只会比我们更快 想是已经到了 那我们稍稍放缓些行军速度 夏猴蹲道 如果贼军在这里试图伏击 让于静的部队 先威胁到前线 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些 如果却如前线使者所说 贼一军去了陆安 而江东援军又到前线呢 夏猴蹲吃笑一声 陆安和前线 哪个更重要 自然是陆安 所以就算有江东援军 其大部必然会攻打陆安 前线这里 至多放一只偏尸 我这里有五千精锐 难道拿不下江东的猴子 这可就难说得很 部将心里继续犹疑 口头知道 将军所言有理 我们稍慢些 也无妨 若晚间赶到前线时 正撞着江东人马 就杀他们一个屁滚尿流 哈哈 最好如此 夏猴蹲道 传令吧 让将士们稍微歇歇 他的军令一下 原本向前的骑队忽然止步 将士们纷纷从马背上跳下来 活动僵硬的双腿 几名将校向前山方向连说带笔话 像是要安排战马吃草 通常来说 战马吃的是苏米或者豆料 平时每日凉斗 战食更多 但马肚子是出名的存不住粮食 哪怕吃得再饱 一旦背负着骑士奔走 就很容易虚耗 所以稍稍得空 将校们立刻把马匹放出去 抓紧时间吃草饮水 这情形使得吴斑和雷同脸色惨白 吃草 他们居然放马来吃草 道路附近有几处草场里 还埋伏着我们的人马 万一 万一乃皮马 往乱草丛生的地方跑得远了 保不准能踩出一串一舟战士来 现在可不是曹军即将渡和的时候 将近五千的曹军精锐骑兵 全都在这段路上 他们再怎么调动不灵 也足够把自家这两千不到的部族 碾得粉碎 吴斑反手就去拔刀 如果迟早要被发现 那还不如趁着敌军无备 来一个鱼死网破 而雷同猛探手 按住了吴斑的手臂 不能动 他压低嗓音 将军未曾发炼 我们不能动 吴斑同样压低嗓音 却压不住怒意 如果曹军先发现我们 那我们可就死定了 雷同默然伴赏 当日玄德攻入一舟 我们都是设于荆州军威 才不得不束手请降 老实说 此后我常常担忧 主公厚此薄彼 对我们一舟降众 不能一视同仁 然而后来 主公对我们公平任用 从无半点歧视 续之将军 也确实把我们当作 可信赖的力量 才给我们这样重大的任务 他注视身后的若干将校 陈生道 此刻局势微妙 诸位应该都看在眼里 军令记下 岂能半途变动 就算是有不邪 就算是有不邪 续之将军的计划 可以被曹军撞破 却绝不能因为 我们的急躁而失败 谁也没料 到处来粗蛮的雷同 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不止无班震惊 将校们也都动容 无班咬了咬牙 勉强道 那就等着 我是担心将士们 无畏而死 并不是急躁 当下无班雷同 两人不动 也亏得他两人 都是益州军中 极善带兵的出色将领 眼看着曹军战马乱跑 主将既不发令 潜伏在道路沿线的伏兵 竟然无意人擅自行动 走运的是 道路周边 适合攻击战马吃草的草场 数量很多 曹军骑兵看中的几处 都没有益州军藏身 有一次 几名曹军士族 几乎要撞进益州军埋伏的草垫 结果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有一只羽毛鲜艳的质鸟飞出 引得曹军往返方向去了 还有一名曹军骑兵 无意间从巨岩附近走过 众人不敢烧动 便如泥塑木胎般僵硬着 直到他慢慢离开 过了小半个时辰 曹军骑队重新集结 继续向前 无班极度紧绷着的身体 这才放松下来 适才那段时间的秉析等待 他的心脏都几乎停跳了 这时候 感觉浑身近乎脱力 还感觉到 因为大量汗水阴进了眼眶 使得两眼都刺痛 好了 他们又开始行动了 他低声长舒一口气 努力收敛心神 接着就等将军的号列 雷同也咧了咧嘴 握紧了刀柄 是啊 虽有波折 到底无碍大局 接着就等将军的号列 似乎确实如雷同所说 曹军这回 起程 就一直向东而去 再没有生出什么事 时间慢慢推移 骑兵们行动的速度却很快 没过多久 他们的前队 就抵达了鼻水 无班摘下容易反光的头盔 用极缓慢的动作 慢慢探出半个头 隐约看到曹军将士们 如蚂蚁般细小的身影 正在岸边往来 像是砍伐树木 架设简易桥梁的样子 快了 快了 他缩回头 对雷同道 这下不会有波折了 曹军架起了桥 前队有条不稳地开始过河 后队迅速跟进 一时间 烟尘滚滚 气势害人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直到曹军全军都通过了这段伏击区域 直到他们全军跨越鼻水 迅速向前线方向前进 直到这数千旗 都消失在视线范围内 无班等人 始终都没有看到 雷势不取从对岸杀出 他们也始终没有得到 雷远向诸将 反复确认过的鸣笛号令 曹军渐行渐远 而无班心头 机遇沸腾的热血 慢慢冷下来 越来越冷 冷得就像是冰 他经意不定地 环视深周降效 每个人都满脸得不可思议 雷同更是惊得双手都在发颤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啊 无班茫然问道 我们的计划出了问题 不是说 要在这里伏击的吗 有一个可怕的念头 忽然从他的脑海中冒出来 难道雷远畏惧曹军 所以来个断尾求生 他将我们留在此地 以吸引曹军的注意力 然后自己退兵了 第515章 陷阱 没过多久 使无班和雷同想不通的问题 也落到了夏侯敦的头上 夏侯敦带着他的精锐骑兵 这时已抵达前线 沿途十分顺利 没有碰到半点阻碍 而县中大户们 也早早地打开城门 聚集在城外迎接 看来 却如使者通报的那般 雷远的部下离开了 而江东兵马尚未抵达 这是个绝佳的时间段 原本说 雷远还留了数百人 在城里束手 现在竟也不见 莫非被城中宗族联手解决了 干得真不错啊 有个幕僚凑近夏侯敦 将军 那人便是和真和员干 他多番派遣使者通报敌情 乃是有功之人 夏侯敦微微点头 派个人去问侯下 遵命 幕僚自去安排 而夏侯敦立马于道旁 看着将士们一波波地进城去 带到城里的名夫 开始出来 为留守在外的旗队修建营地 他才稍稍催马 预备进城歇息 当他策马从城中大族首领 身前走过的时候 忽有十余旗 从城北奔行过来 为首一人 夏侯敦认得 分明是于静的护从首领 夏侯敦精神一震 隔着老远就大声发问 你们是从陆安来的 陆安那边情况如何 那护从连忙禀报 夏侯敦听完以后 只觉荒唐 你是说 于文泽在陆安 既不曾见到那雷远的部下 也没见到江东之兵 是 所以 我家将军前我亲戚南下 探看前线的情形 我家将军已经整顿了 陆安的精锐数千人 增援夏侯将军 这时候已经在半路上了 今晚必能赶到前线 这速度真是快到了极处 看来 于静是拼了命想打好这一仗 之前的计划 也确实是如此 如果于静在陆安 没有发现敌军的踪迹 那就证明前线的实则有诈 雷远锁部 一定在夏侯敦的行军路线上埋伏 准备来个以义代劳 所以 于静需得立即整顿陆安的兵马南下 支援夏侯敦 与夏侯敦两面斜击破敌 这个计划简直完美无缺 唯一的问题是 夏侯敦在前线 也没有见到敌军 于将军确定陆安那边无事 会不会敌军潜在陆安城外 就等着守军南下 然后城市夺城 夏侯敦勒马在原地绕了一圈 忽然想到 一个可能 于静的护从达道 将军 陆安是卢江北部经营多年的重镇 不仅城中戒备森严 城外还广不少卡 望楼 有巡逻队 反复探查周边平原 既然于将军说 没有发现敌军 那就是没有敌军 可是 夏侯敦欲言又止 敌人既不在陆安 也不在前线 他们去哪儿了 数万大军如此紧急调动 这是许都和叶城都要惊动的大事 哪怕以夏侯敦的地位 也需要向曹公有所交代 至少得击退相当数量的敌军 重新夺取 卢江北部的战场主动权 但现在这算什么情况 我完全没有看到敌人的身影 一个也没有 夏侯敦忽然挥边一甩 勾住了和真的驳梗 将他狠狠地拉到跟前 这位和原干乃是扬州刺史文辉指明要提拔低事人 若在往日 夏侯敦断然不会这么对他 可现在 强烈的荒诞感 使得夏侯敦几乎要暴跳如雷 顾不得那么多了 你们不是说 有卢江雷士不取攻城吗 你们不是说 卢江雷士兵力甚重 攻破前线之后 还意图北上六安吗 你们不是说 江东那边 还有重兵交要增援吗 夏侯敦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们在军报中说的敌兵在哪里 那雷旭之在昨日早晨起兵 前线父老多有看着他们向北行军 至于前线城里的数百敌军 他们就在刚才 就在半个时辰前 忽然集合出城离开 他们走得太急太快 我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啊 和真竭力解释 话说得又快又急 夏侯将军 真的有雷员所部数千人马攻打前线 他们在城里驻扎一日 临时修建的军营还在呢 夏侯敦压根不用去看城里的军营 以他丰富之极的戎马经验 轻易就可以看到 城上崩碎的夯土 浸润过鲜血的墙体 还有射进墙头尚未取出的剑簇 明显用来掩埋尸体的土堆 他毫无疑问地确定 就在不久前 前线经过了一场激烈攻防战 攻防是那个可恶的炉江雷远 首方则是前线的驻军 然后驻军败了 雷远率军入城 前线城里里外外 处处都是痕迹 绝对不会错 但这支敌军究竟在那里呢 不在路安也不在前线 难道撤回前山里去了 他们费了这么大的精神 翻越前山来 又莫名其妙地离开 究竟是图什么 难道就只为了让我夏侯敦 麾下数万大军跑个来回 热个身 吃饱了撑的吗 不可能 他们一定做了什么 只是自己没有想到罢了 这种未知的情况 就代表着最大的危险 夏侯敦大幅度地转动着脖子 挨个邓氏幕僚和部署们 他们一个个都在故作苦思冥想 可一个个都没有答案 夏侯敦觉得脑子一团混乱 痘大的汗珠从头上冒出来 劈啪落到戎符上 因失了一大片 他停马在城门洞下发愣 后继带要跟进的棋队就不能行动 打算从这里出门去修补城外银寨的名副队伍也不能动 但后继的队伍又再慢慢跟上来 于是不一会儿就把城门堵了个瓷石 闪开 都闪开啊 来时经过的道路上 忽然有树骑狂奔过来 领头一人高声呐喊着 驱赶堵塞在城门的队伍 连喊了几声 嗓子都破音了 几名骑兵没有及时让开 被他噼噼啪啪的挥鞭乱打 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夏侯敦一见那人 心里不由自主的咯噔一声大跳了几下 那人是自己留在鼻水畔负责看守桥梁的部长 考虑到再过数日 将会有上万名部族从这座桥梁经过 夏侯敦打算从前线征集名副 对桥梁进行加固扩建 所以特地留了一名部长带两三百人在那里 做些前期的地势勘察 他怎么来了 难道说 夏侯敦壮瘦的身躯微微晃了晃 他竭力控制住情绪 不紧不慢地扬声道 何事如此惊慌 过来说话 那部将滚安下马 私声道 将军 如将雷远的大队兵马 就潜伏在桥梁附近 宁率军离开后不久 他们一涌而来夺了桥 然后向西面急去而去了 什么 夏侯敦失声惊呼 他忽然明白了 他从许都经汝南 再到安丰 沿途调集兵力向江淮 这数万大军或者是郡县兵 或者是屯田鸣中强行蒸发来的 需得一边行军 一边整边 一边训练 所以行动速度不快 部队安置也略微有些松散 由于听说前线有变 他紧急吊齐了麾下各部精锐 在两日内赶了两百多里路 直扑前线 与此同时 为了以防万一 作为全军副帅的余境 又轻忌减从前往陆安 也就是说 此刻尚在鼻水西面 向东缓缓进发的数万部族 其中既少精锐 也没有能够统合各部的 有分量的将领 这样的松散之兵 如果遭到雷员所部精锐齐袭 会怎么样 敌军的目标 本来就不是前线或陆安这样的城池 而是自家所统领的援军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狡诈之人 怎么会有如此阴险的陷阱 我夏侯元 让作为曹公麾下地位最高的仲将 统领数万大军支援江淮战局 结果身在合肥的张辽上 在与敌军主力对峙 自家所部 却遭敌偏师割草 也四杀了一通 伤亡惨重 想到这个结果的一瞬间 夏侯敦只感到强烈的羞耻 这样的局面一旦出现 自己必然就会成为曹营全体将士的笑柄吧 如此无能之人 以后还有谁愿意追随他上阵作战呢 夏侯敦狂怒之下 狠狠一鞭子抽在那部将的脸上 几乎将他整张面庞抽成两截 混账 你为何不早点报来 在部将的惨叫声中 他大声怒吼道 火速集合 随我回事 第516章 机会 雷远从来不觉得自己真有超群出众之处 无论前世后世 他都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长期以来 与其说他是在展现大将之才 不如说他是在竭力尾装成具备大将之才的样子 虽说兵书看了不少 日常的习武也没敢疏忽 但始终他自觉 哪怕看得再多 也无法与当代那些真正的杰出将帅相比 这更迫使他投入更多的精力 在军队的治理 在战前的准备 在情报的掌握 只有这些都巨细无疑地做好了 才能使他获得一点点的自信 好在兵法有云 将军之势 净一忧 正一致 或许正因为他常常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 凡使的部署们以为自家主将深谋远虑 藏而不露 进而将他因为缺乏自信而做出的种种安排 都当做了大将用兵的特色 就比如雷远无论到哪里 或者四处兴建少桥望楼 或者竭尽权力的大浅斥后 有时候 甚至将部下清旗也全都投入进去 此番在卢江也是如此 攻占前山大营 有了一个初步的落脚点以后 隶属于互从编制的赤后队伍 和分散在各名校尉手中的清旗 就已经四散奔出 负责带领他们的依然是机警 而有胆气的郑敬 这时候在郑敬手下 共计有两百多人 而马匹则多达三百 人都是精通骑术 机敏精干之人 马匹也都是挑选过的两马 赤后们通常分四到六班 在几个方向轮番出动 而到了雷远攻占前线 得知夏侯敦的兵力已达安丰后 赤后不再换班 全力覆盖整个卢江 在短短数日内 巡异的密度和范围 都增加到了害人的程度 还不止如此 寻常大军再怎么重视战场侦查 毕竟是客军 能够做到熟悉周边地形地貌 就已经成果显著 但此番跟随雷远翻越前山的将士中 有许多的人 都是在江淮泥潭子里 打滚多年的老资格 无论江淮间人民流失到了怎样的程度 也无论有多少人流离失所 而后被曹军强迫集中屯田 这将士们所到之处 一定能够找到 愿意向他们通报消息的人 他们当然不会是 前线和市这样的大族子弟 大半都是底层的市井中人 或者是城湖射属之流 或者是老师憨厚的屯田民 但他们捕捉到的信息 只会更快 足以让雷远逼任何人 都更早一步地了解到局势变化 时间向前推一个时辰 当吴班和雷童 为了下侯敦所部的马匹 吃草而忧虑时 潜伏在鼻水下游 一处山巒间的雷远 接到了从陆湾方向而来的真骑 骑士的脸上 密布着汗水和污渍 疲惫不堪 而他胯下的骏马 在被勒停后 不久就吐着白沫 倒地气绝了 这一情形 顿时使得聚在这片山坳间的 数百名将士 全都注视过来 他们都经验丰富 知道能使真骑不息生生 把湛马累死的 绝不会是小事 或者说 绝不会是好消息 雷远沉声问 可有什么异常 雨季 骑士剧烈地喘着气 只说了两个字 随即因为嗓子干涩 呵呵地说不出话来 郭靖见步向前 扶着这个骑士 不要急 慢慢说 雷远来到骑士身边 感觉到他双脚发软 几乎站不稳了 还可以看到 他脸上密布着汗水和污渍 还有浓烈的汗臭味道散发出来 浑身的衣袍都是湿的 反倒是嘴唇干裂 几乎显出灰白色 水 雷远唤了一声 李真连忙提了水囊奔过来 那士族猛灌了几口水 略微缓过来些 这才继续道 陆湾方向 有兵马南下 往前陷来了 领兵的大将 乃势于借 听到这个消息的周边将士们 发出轰然的惊讶之声 虽然立即在郭靖的眼里眼神下收敛 可稀稀疏疏的低语 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郭靖没有再去制止将士们 遇到这样的情况 谁都难免惊察 既然陆湾方向的曹军已经南下 想要在鼻水边伏击夏侯敦的计划 就等于失败了 形势明摆着 夏侯敦所部至少有三五千的精锐骑兵 而雷远所部 加上在前山大营整边的降兵 合计不超过五千 就算能在所谓六显之地发起伏击 兵力上的军事决定了这一战 不可能摧枯拉朽 何况曹军有大将领兵 他们绝对会是最坚韧的对手 如果几方正与夏侯敦所部纠缠 背后再遭到于靖的打击 那失败简直是一定的 于靖怎么会再陆安 我们全不知道啊 有人不可思议的喃喃自语 郭靖向雷远走近几步 压低了嗓音 将军 或许于靖是紧急赶到陆安的 他们看穿了我们的计划 伏击必须终止 雷远微微汗手 于靖是夏侯敦的副将 如果于靖忽然带领陆安之兵南下 那就代表了夏侯敦已经针对几方的策略 做出应答 如果雷远非要执行原来的计划 那和找死没有两样 在明知前方有埋伏的情况下 不仅没有止步不前 反而分浅兵力从后方包抄 意图将计就计 把跨过前山的敌军一口吞掉 这样的胆略和气魄 无愧是身经百战的曹银名将 与之相对的 几方以为只靠着一名被骗过的使者 放些假消息 就能使数万敌军入购 倒是过于轻挑了 可是 接下去该怎么办 雷远盯着地面 瞬间有些出神 众人去看郭靖 郭靖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什么好主意 北面是陆安曹军迅速南下 西面是夏侯敦的骑兵 精锐直逼而来 老实说 这不像是能够正面打赢的仗 好在雷尸不取熟悉地形 只要及时退回前山里 实力上不致损失 曹军主力又不可能在前线长期囤住 等个十天半月 说不定还有再度下山作战的可能 郭靖很清楚 这样做的话 宗主在吴侯面前 必然气势大错 恐怕想要完成玄德公的秘密托付 也会很难 明明已经做好了准备 却不得不放弃 这样的命令 更难免对将士们的士气有影响 于是 郭靖略微退后一些 准备向雷远攻身失礼 主动发起提议 胜败乃兵家常识 事实进退 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随即 他听到雷远深深吸气 深深吐气的声音 郭靖抬起头 只见雷远长身而起 就在那一瞬间 事才听到于 静动向而产生的隐约动摇 已经完全从雷远的脸上消失了 他恢复了原来的淡然态度 而在郭靖眼中 雷远环顾重将 眼睛里几乎要放出光来 那种胸有成竹的气概 令人忽然就放心下来 这是好事啊 雷远笑着对众人说道 什么 众人都是一愣 此前在前县城里 有个教官丘兴的祥人斥责我 说我身为卢江贯族 却为了自家的荣华富贵 千里迢迢从荆州来扰乱卢江 要将卢江郡上下的军民百姓 脱入惨烈战乱 使故土沦为战场 乡里化作荒丘 这丝简直是作死 有将士连忙道 雷远挥了挥手 百姓何姑 要遭此兵乱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可我奉命而来 也着实没有什么办法 直到这会儿 他按键昂首 提高些嗓音 现在这个机会 倒是正难得 曹军自以为得计 其实反倒把伯耿子 送到了我们的刀下 诸位 你们有没有兴趣 跟我打一场 漂漂亮亮的胜仗 然后乘胜去汝南 安丰等地走一遭呢 将校们又惊又喜 一片哗然 正要询问 攀在高树上眺望的赤后 发出几声清脆的口哨 曹军来了 所有人瞬间伏低身形 有人问道 将军 那现在我们还打不打 雷远半蹲下来 向众人微笑道 主委稍安勿躁 且放他们过去 不必担心 一会儿就有再见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